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敬欢自己的确只有一张选票 但他能影响到的选票可就远远不止一张了 新华岛上吴敬公司的规模是最大的 工作人员也最多 零零总总的员工加到一块得有一两千人 至于新华岛的其他公司都得给吴敬欢几分面子 所以吴敬欢能影响到的选票远远超过半数 李梦龙还要说话 吴敬欢向他摆摆手 含笑说道 李局长啊 我也跟你交个十点 我不会干预 无论谁当了局长我都会支持 现在李局长和其他那些局局长相比 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你是代理局长 在你代理期间呢 完全可以为自己增添获胜的筹码 比如现在基站的信号只是覆盖了新华岛 那周边的海域还没有覆盖到 这就导致很多人在出海游玩的时候 面临失去信号的尴尬局面 李局长可以想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吗 这件事情一解决 李局长还用担心吗 出海没有信号 这很正常 当然如果在海上还能有信号 那就更棒了 这件事情吴敬欢自己也可以解决的 但若是不需要他动手 势力就帮忙给解决了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他也可以节省下一大笔的费用 李孟龙听了他的话 眼珠转了转 试探性地问道 吴先生认为 我们应该在向势力面申请 在新华岛周边的岛礁上 建造几座信号塔 本来都是要建的嘛 这是时间早晚问题 如果李局长能够尽快解决这件事 无疑就是大大便利了岛上的民众 我相信民众也会给予相应的支持的 在新华岛周边建造信号塔 民众会不会支持他并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 吴敬欢是希望他去这么做的 他点点头正色说道 吴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明天我就去趟市里 找市领导商议这件事 吴敬欢向他笑了笑 拿起茶杯 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水 这天 吴敬欢去岛上的商场试茶 目前新华岛已经有两座 综合性的商场对外开放 一座名为新华购物中心 一座名为中央商场 这两座商场有八成左右的店铺 都已经租赁出去 但还有两成的商铺 仍处于闲置状态 商场这块是由吴敬娱乐公司负责 身为总经理的孙凯 当然重视公司的业绩 为了尽快把闲置的这两成商铺 全部脱手 他向吴敬欢提出降低租金的意见 要不要降低租金 吴敬欢也不可能凭空做出准确的判断 他需要亲自去商场 看一看那些闲置商铺的状况 到底如何 然后才能做出决定 这两座商铺 位于新华岛正中心 这里也属新华岛的核心商权 平日里车水马龙 行人络绎不绝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十分的热闹 新华岛最大的广场 新华广场 也正是坐落在这 吴敬欢到时 新华购物中心和中央广场的LED上 正在播放周祥云的采访录像 这两块镶嵌在两座商场墙体上的巨大LED屏幕 十分的醒目 即便距离好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见现场驻足围观的人群不少 吴敬欢让司机在路边停下车 然后他和金从车里走出来 好奇地仰头看着LED屏幕的画面 周祥云接受的是都市报的采访 在采访当中 他夸夸其谈 口若悬河 他首先肯定了新华岛目前取得的非凡成绩 对于新华岛在商业上的成功 他的评价是四个字 商业奇迹 然后他又表达了自己对新华岛的喜爱 完全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家 之后 他又详细讲述了税务局对未来的展望 核心思想就是一个降税 为了留住已经进入的企业 以及招来更多的优质企业 他会竭尽所能地向市里乃至省力申请 为新华岛争取到更多更优惠的减税政策 他讲的这些和岛上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如果周祥云真的能够争取到优惠的税收政策 企业的利润会增加 人们的待遇也会随之提高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吴静欢看了一会儿 向金甩下头 和他并肩而行 向新华购物中心走去 红十八等红家影位 不远不近地跟在二人身后 目光时不时地扫向周围人群 是谁让商场播放周祥云的采访录像的 吴静欢边走边不解地问道 惊嘀咳了一声 欢歌 那个只要能付得起钱 谁都可以借用商场LED屏幕 在投放广告这方面 新华娱乐那边已经明码标价了 一百秒的广告费是五万 周祥云这段采访录像 估计得有八九百秒的样子 广告费四五十万吧 吴静欢文言 看了惊一眼勾了勾嘴角 我靠真有钱啊 投放这么一段采访录像 要砸四十多万块 区区一个局长 哪来那么多钱啊 他解释 哦 周祥云没有花他自己的钱 啊 那他花的谁的钱啊 公家的钱啊 现在都在努力拉赞助呢 资助周祥云的企业也有好几家呢 因为周祥云主张对企业降税 这是很符合商家利益的举措 支持他当局长的企业自然有很多 吴静欢乐呵呵的说道 这个周祥云倒是个聪明人啊 不仅懂得拉赞助 而且还懂得为自己做最有力的宣传 比如在新华广场投放广告 虽说钱花了不少 但至少让很多人了解到他的执政理念 最次最次他也是混了个脸熟 金不以为然地说道 依我看 明选未必就好 不仅过程会造成很多的浪费 关键是 选出来的真正的执政能力 究竟怎么样还不好说呢 毕竟这几位区局长做的时间都很短 人们对他也谈不上熟悉 等到下一次的时候 各区局长的能力如何就已经显露无遗了 到时候 能力低下的 就算宣传的再到位也没有用了 金嘀咕了两句 然后就没再吭声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995集 吴景欢和金一起走进商场内 新华购物中心的规模比中央商场大一点 整个商场的营业区分为六层 其中有购物也有饮食和娱乐 娱乐区最大的是空中花园 位于商场的四楼 几乎占了小半层的空间 里面种植了很多品种的花草树木 其中也有一些娱乐设施 这座空中花园是由一家香港公司成建的 人们要进去得购买文票 票价不贵但也不便宜 要100人民币 在新华岛这个高消费的地方 100人民币的票价也没有贵的离谱 得知吴景欢到来的消息 商场的经理是亲自迎接 领着吴景欢到各处参观 一楼二楼大多都是奢侈品商店 衣服鞋子包包 手表珠宝化妆品 一营俱全 其中也不乏国际的大品牌 这两层的商铺基本没有是空着的 哪怕是边边角角的商铺 都已经租出去了 上到第三层 这里位于边角闭塞的商铺 有不少还处于闲置状态 与一楼二楼相比 三楼的客人少了许多 到了第四层 客人明显多了起来 很多客人都是奔着空中花园 慕名而来 这座空中花园 已俨然成为新华岛的景点之一 吴景欢也挺好奇的 跟着经理走了进去 他的名字叫空中花园 走进其中 真的就像一座花园似的 不仅能看到花花草草 还能看到高高的树木 地面上有流水 有甲壶 甲壶里面 还有着漂亮的景理 身在其中 当真让人有身处于 世外桃源的 心旷神医之感 如果这座空中花园 建在别的地方 或许也不那么吸引人 但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新华岛啊 在高楼大厦 林立的空间里 有这么一座花园 会给人造成一股奇妙的违和感 而这种违和感 也正是它最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门票是空中花园的主要收入之一 里面的餐饮和娱乐设施 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空中花园设有露天的咖啡厅和西餐厅 坐在露天台 向外一瞧 便可看到新华岛美轮美奂的街景 哪怕这里的餐饮价格昂贵 人们也愿意花钱在这儿坐一坐 商场的五楼人数相对较少 六楼人数又多了起来 因为这儿又有一个景点 玻璃桥 一架透明的玻璃横贯了六楼 通过这座玻璃桥 可以由商场的左侧走到商场右侧 吴静欢等人上到六楼的时候 玻璃桥上已经站了很多的客人 大多都是在拍照 商场经理对吴静欢道 吴董啊 商场三楼跟五楼客人相对较少 商铺也相对难租一点 一边听着经理的讲述 吴静欢也在心里暗暗琢磨 他总觉得商场里缺了点什么 思前想后他突然反应过来 我们商场里好像还少了一座电影院吧 经理连连点头正色说道 吴董啊 我们已经跟几家影业公司做洽谈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影城入住了 会进驻在哪层啊 第五层 等到影院进驻 我想第五层的客流量应该会大增吧 那些目前闲置的商铺 倒也不必急着租出去 你觉得呢 吴静欢柔声问道 经理愣了一下连忙应道 吴董说的是 吴静欢看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他在紧张什么 自己又不是吃人的老火 第三层的闲置商铺 可以考虑降低一到两成的租金 至于第五层闲置的商铺 可以再等一等 好 我会按照吴董的交代去办 经理点头哈腰地说道 视察完商场的情况 吴静欢回到公司 找来孙凯 又和他详细谈了谈 虽说吴静公司旗下 一下子成立三家公司 但其中的吴静娱乐公司 与吴静科技和吴静投资相比 无疑要弱势许多 孙凯身为吴静公司的元老 又是吴静欢的铁杆兄弟 自然急于表现了 身为公司的负责人 最好的表现 就是让公司在短时间内 赚得巨大的利润 现在商场还积压着不少的商铺 他当然急于脱手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这些商铺全部乘租出去 吴静欢了解他的想法 他神态轻松地说道 正所谓吸水长流啊 我们手中这些商铺 并不愁租不出去 孙凯点点头道 黄哥 这我明白 才短短几年的时间 新华岛就发展成 现在这个样子 再过几年 还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我们手里这些商铺 也早晚都能租出去 不过我觉得 现在闲置也是闲置 不如早点脱手 哪怕换点小钱也是好的嘛 吴静欢想了想 新华购物中心的商铺 可以适当降低租金啊 不过中央商场的租金 非但不能降 反而还要涨 见孙凯露出惊诧之色 他解释道 我打算把中央商场 做成里岛免税店 孙凯满脸的惊讶 里岛免税店 吴静欢点点头道 嗯 新华岛没有本地人 全部都是外来人口 在新华岛开设里岛免税店 再合适不过了 通常来说 里岛免税店 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购物 需要出示里岛的凭证 若是坐船里岛 就得出示船票 若是坐飞机里岛 就得出示机票 另外 在免税店的购物 也是有限制的 购物金额有限制 购物的件数也有限制 孙凯眼珠转了转 又惊又喜地说道 哎 那如果真的能把中央商场 变成里岛免税店 那进驻的国际大品牌 就更多了呀 所以啊 中央商场的铺位 以后只会越来越值钱 我们不用急于脱手 中央商场的兴旺 也会进一步带动 新华岛购物中心 甚至是周围的整个商圈 孙凯的眼睛越来越亮 连连点头 哎呀 欢歌 我知道了 烧顿 他难掩兴奋之色 在新华广场啊 我们还有一座 大型商场没开放呢 铺位也没有对外招作啊 一旦离岛免税店的申请通过了 这座商场的商铺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啊 公司又可以跟着大转一笔了 吴静欢笑了笑 话锋一转 说道 凯子 帮我去办一件事 哦 欢歌你说 我要知道哪些人想竞选区长 这些人又获得了哪些企业的支持 哦 孙凯愣了一下 随即点下头 欢歌 最迟明天给你消息 好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九百九十六集 吴景欢不希望新华岛的局势变得太复杂 他之所以提出民选区长的制度 就是为了避免外来的势力向新华岛内部渗透 造成内斗的局面 而现在 事态的发展似乎比他想象中的要复杂 孙凯走后 江慧欣敲门而入 他走到办公桌前说道 欢歌 有位名叫赵廷春的人 要见欢歌 赵廷春 吴景欢放下手中的工作 抬头看一眼江慧欣问道 他是谁啊 我认识他吗 他说他是孔观英介绍来的 老大 吴景欢愣了一下反应过来 以前他和老大提过一嘴 说核图传媒缺少一位CEO 不过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他以为老大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或者说公务繁忙 就把这事给忘了 吴景欢笑道 请这位赵先生上来吧 江慧欣应了一声 转身走出办公室 时间不长 他再次敲门而入 同时带进了一位 三十出头的青年 这名青年身材高大 肩宽背后 走起路来 腰板挺直异于常人 只看他走路的姿态 吴景欢便可断定 此人在军队中服过意 向脸上看 青年的模样也很英俊 阳刚之气十足 健眉浓重 目若朗星 脸上棱角分明 带着清清淡淡的 落腮胡茬 透出一股子刚毅 江慧欣把青年 领进来后可没离开 而是悄然无声地站在一旁 这个赵婷琛 完全是个陌生人 突然找上门来 他也判断不出 他是敌是友 万一是敌 有他在场 吴景欢的安全 也多一分保障 江慧欣 您可别忘了 可不是位普通的秘书啊 他是货真价实的杀手出身 后来投靠了吴景欢 才放弃老本行 改做了一名文秘 吴景欢 打量来人一番 赵先生是吧 吴董你好 赵婷琛 走到办公桌前 主动伸出手来 吴景欢 欠欠身和他握了下手 而后白白手 示意他请坐 是孔川言 推荐你来找我的 啊 是的 观音说 吴先生想为河图传媒 拼请一位CEO 让我过来试一试 赵婷琛的态度 落落大方 不卑不亢 说起话来慢条私理 很容易让人对他生出好感 吴景欢眨眨眼睛 听起来 赵先生和孔川言的关系很不错啊 啊 我跟观音是发小 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以前我没听 孔川言提起过赵先生 啊 是吗 呃 观音没向吴董提过我 倒是跟我提过吴董好几次啊 他能感受到吴景欢对自己的怀疑和审视 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是明真的表哥 观音和明真也是通过我认识的 啊 原来如此 难怪自己见到赵婷琛的时候觉得有些面善 原来他是冯明真的表哥 仔细看看他和冯明真是有几分相似 哦 原来是大嫂的表哥啊 那就不是外人了 说着话 吴景欢目光一转 看向战于一旁的江慧欣道 慧欣啊 去切两杯茶来 是 江慧欣答应一声 这才转身走出办公室 不知赵先生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以前考过军校 当过兵 后来转到地方 在央视工作几年 再后来辞掉央视工作自己出来单干 先后经营过两家影视公司 后来又都卖掉了 前市赚了一点 但是到现在也是一事无成 截然一身 在央视工作过 说明手中有大把的人脉关系 自己经营过影视公司 说明有足够的领导经验 当然最最关键的一点 还是因为他是冯明珍的表哥 是自己人 值得信任 老大推荐他来做和图传媒的CEO 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吴景欢不动声色地问道 赵先生对和图传媒了解多少啊 赵先生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以前我在央视工作过 也算是有些传媒经验 对像和图传媒这样的 民营传媒公司 我一直都很看好 我相信在未来 这类民营的传媒公司的作为 将会越来越大 虽然未必能超过官媒 但起码能弥补官媒的不足之处啊 一听赵婷琛的讲话 就知道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人 说起话那是滴水不漏 面面俱当 但要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吧 你又完全找不到了 这时江会心端着两杯茶走了进来 放在吴敬欢和赵婷琛面前 后者含笑向他道谢 吴敬欢端起茶杯 喝茶的同时也在端详着赵婷琛这个人 他喝了口茶水 蛮悠悠的说道 民企不进则退 如履薄冰啊 这一点赵先生可能理解 吴董啊 我自己也经营过影业公司 深知其中的艰辛和困难 所以吴董尽管放心就是了 吴敬欢淡然一笑 赵先生是老大推荐来的 这个机会我一定得给你 但是丑话我也说在前面啊 机会我可以给你 但是能不能抓得住 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何图传媒你若是经营的好 你可以在CEO的位置上 坐得稳如泰山 我保证谁都动不了你 如果经营的不好 为了公司 我可谁的面子都不会给的 言下之意 即便他是孔冠英推荐来的人 如果他把何图传媒 弄得一塌糊涂 他也会把他一脚踢出去 赵婷琛笑了笑 站起身形 伸出手来说道 吴先生 我们可以以三个月为限 三个月之内 我若是做不好 不用吴董赶我走 我自己便会卷铺盖滚蛋 嗯 这话说的还不错 这两句话应该是两人见面之后 赵婷琛最让吴敬欢满意的一句 吴敬欢也站起身来 和赵婷琛握握手 赵先生 我拭目以待了 赵婷琛的到来 算是暂时解决了吴敬欢的一个难题 何图传媒的事 他也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来不管了 至于赵婷琛能不能把何图传媒经营好 刘腾达和杜臣自然会帮自己紧紧盯着他 对于他人而言 赵婷琛完全是个空降兵 如果没有他的空降 何图传媒的CEO很可能会从他人当中产生 对赵婷琛这个人 他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排斥感 高层不合是一家公司的大忌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赵婷琛连降服刘腾达和杜臣的本事都没有 那他还是趁早卷布盖滚蛋的好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九百九十七集 一日 孙凯给吴静欢送来一份明细 明细当中详细列举了 有哪几位区局长准备竞选区长 这些区局长又获得了哪些企业的支持等等 在支持周祥云的企业当中 吴静欢竟然找到了洪天集团的名字 看到洪天集团 他猝了猝眉头 看向孙凯问道 凯子 洪天集团进驻新华岛了吗 哦 洪天集团是进来了 但是规模不大 只是租了几间办公室 弄了个办事处 这个洪天集团呢 它是洪门的企业之一 吴静欢对洪门的企业还是颇为忌惮的 他们的办事处是做什么的 哦 说白了就是来做中间商的 中间商 嗯 洪天集团的办事处租了我们不少商铺 他们自己不经营 都转手乘租给别的商家 从中赚取差价 仅此而已 是啊 换个有什么问题吗 别忘了洪天集团是洪门的产业 现在洪天集团进入新华岛 又支持周祥云当区长 他们想干什么 吴静欢脸色阴沉说道 新华岛不是他们洪门的地盘 想把他们在内陆那套搬到新华岛来 除非我死了 吴静欢本来不想插手的 但是鸿门突然参与进来 让他想不插手也不行了 当晚他给李梦龙打去电话 让他来自家做客 李梦龙也正打算来拜访吴静欢呢 吴静欢的来电正合他的心意 他急匆匆地赶到吴静欢的别墅 见到吴静欢之后 他急声说道 吴先生啊 你听说了吗 这周祥云 这周局长 他今天在新华广场 上午中午下午 连续做了三次广告投放啊 每次投放广告时长都有八百多秒 新华广场的广告投放 大多都是商家在做 通常呢 也就在十五秒到三十秒之间 一分钟都算长广告了 而这次周祥云 把八百多秒长的砖访挂上去 也算是开了新华广场 投放广告的先河 要说李梦龙最为忌惮的对手 那就是这个周祥云了 此次周祥云又大手笔地 在新华广场投放广告 让他真的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已经压到自己头上 吴静欢没有就周祥云的事 多说什么 他问 今天李区长去了市里啊 是的 吴先生 事情办怎么样了 我跟市里提了 尽快完善新华岛周边的信号塔 可市里边既没有同意 也没有反对 相互推诿 说白了就是不想花这份钱 李梦龙摇头说道 吴静欢不动声色地道 我今天和市里省力都打过招呼了 在近期中央商场会变更为离岛免税店 李梦龙先是一惊 很快又恢复正常 新华岛上有没有离岛免税店 这和他的政绩没多大干系啊 吴静欢看了他一眼 慢悠悠地说道 这个政绩可以算在你的头上 对外公布的时候不必提我 只需宣称是你争取到的就好 李梦龙苦笑 为新华岛争取到一间离岛免税店 这算哪门子政绩啊 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他的脸上可不敢表露出来 满脸堆笑地说道 谢谢吴先生 吴静欢虽然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但也能猜出他在想什么 他笑问道 李区长认为这件事不重要啊 李梦龙干咳两声 吱吱吱地没说出话来 吴静欢又问 李区长说说看 目前离岛有多少常住人口啊 这大概有两三万或者更多 这两三万人中 有部分是外国人 他们没有资格 有部分是游客 他们也没资格 还有些人是岛上工作人员的家属 他们在岛上没有工作 也没资格 他认为离岛免税店 对他的政绩没有影响 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可以投票的人 第一得是中国人 第二得在新华岛上有固定的工作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 谁又会总往岛外跑 既然不会离岛 那么离岛免税店 对他们而言 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们也绝对不会因为 自己争取到一间离岛免税店 就选自己啊 吴静欢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 他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慢悠悠地说道 我们生活在社会上 没有谁是独立的个体 在岛上工作的中国人也不例外 他们有家人 有朋友 会千里迢迢地来岛上探望他们 离岛免税店 对他们是没什么影响 但是对他们的亲朋好友 那是有直接影响的 他们来岛上探亲会友的同时 还可以买到和国外同样便宜的商品 难道他们会不高兴吗 他们的喜悦之情 难道不会影响到 他们所探望的人吗 每个人都是有虚荣心的 而虚荣心满足很大程度上 就是来自于亲朋好友们的羡慕 所以啊 申请下来离岛免税店 他们还是会对这个变化十分满意 也会很感激李区长 为新华岛做出的贡献嘛 李梦龙听完吴静欢的这番话 才终于恍然大悟 一个优惠的政策 即便影响不到选民 但若是能影响到选民身边的家人朋友 那还是可以发挥出他的作用的 他愣了好半赏 才反应过来 腾了一下站起身形 一本正经地向吴静欢 躬身失礼 由无中说道 吴先生 我这次算是受教了 吴静欢乐呵呵地向他摆摆手 示意他坐下不必客气 李梦龙清了清喉咙 吱吱呜呜地想说什么 吴静欢看了出来 摇摇头说道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会干预的 李梦龙吸了口气 仔细想想 连连点头应道 吴先生 吴先生我记住了 以后 类似的话 我绝对不会再提 吴先生的恩情 我一定牢记在心 他吞了口唾沫 小心翼翼地说道 只是 周想 周局长的能量 也不容小觑 如果从现在开始 他天天都在新华广场 霸占投放广告 我担心 吴静欢乐呵呵地提醒道 李局长 新华岛的投放广告 可不便宜啊 你认为周翔云 真有那么雄厚的财力 支持他天天罢评吗 说着话 他忍不住仰面 大笑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九百九十八集 李孟龙正色说道 吴先生 据我所知 这周局长拉到的赞助商 可不少啊 说到这儿 他特意向前凑了凑 到了吴静欢 敬前 小声又道 听说 鸿门的企业 也是支持他的 新华广场的 投放广告费 对普通人来说 那是天文数字 但是对于鸿门来讲 连九牛一毛 都算不上 吴先生 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他的这番话 还真让吴静欢 皱了皱眉 如果鸿门 真打定了主意 要推周祥云上台 别说一天播三遍 就算一天播十遍 二十遍 都没问题啊 吴静欢 沉吟片刻 淡然一笑说道 那就改一改 投放广告的规定好了 没有特殊情况 投放广告的时长 不能超过三十秒 同一个广告的重播 每天不能超过三遍 李局长觉得如何 李梦龙眼珠转了转 连连点头 哎呀 吴先生这个规定 改得好啊 如此一来 这就公平合理多了 他没有周祥云 那样的本事 能拉到鸿门 那么大的赞助商 但通过把投放广告的 时长大大压缩 让周祥云 有钱也花不出去 这自然对他是很有利的 这也正是吴静欢 在新华岛的能量 新华岛的一切 大多都是他的 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像新华岛的广场 投放广告 他只需要一句话 就可以让规则 做出重大的改变 李梦龙乐得嘴都合不拢 心里也在暗自庆幸 在新华岛这一亩三分地 无论谁和吴静欢作对 那纯粹是和自己过不去 年底 吴静瑞祥公司举办了新品发布会 新品发布会的地点 在瑞祥公司的总部 SZ市举行 吴静公司这边出面的人 是陈光宗和高航 瑞祥公司出面的人 是胡耀平 以及公司几乎全部的高层 对于发布会的现场 新华广场的投放广告 做了全程直播 发布会没有一开始就进入正题 前面吴静公司和瑞祥公司 各自展示了自己最新的产品 算是做热身 瑞祥公司展示的新品 是传统型汽车 造型不错 内饰也称得上豪华 但是售价也不贵 不过发布会现场反应平平 对于瑞祥公司的新品汽车 人们的热情也都不太高 接下来是吴静公司的展示 陈光宗登台展示了东方科技 一款新型的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 模块式结构 飞机的每一个螺旋桨 就是一个模块 模块与模块之间 由高瓷相连接 操作起来也特别简单 四个模块拼凑到一起 便可组成一架四轴无人机 六个模块一组合成为六轴无人机 八个模块组合到一起 又变成八轴无人机了 东方科技展示的这款新型无人机 它的系列型号叫做飞行者 可以说已经打破了传统无人机的模式 让无人机开始向着更便捷 更自由的方向发展 陈光宗在现场的演示 引起台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就连做直播的新华岛这边 新华广场都占满了围观的人群 人们对着大屏幕指指点点 相互交谈 时不时地发出嘖嘖称其声 在盛艇游艇巨大光环的笼罩之下 东方科技可以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它更像是盛艇游艇的附属品 始终没有把自己的名气打出来 它最被广为人知的事情 还不是因为产品本身有多么的优秀 而是因为它被恐怖分子使用 被恐怖分子用来投掷炸弹和燃烧瓶 被击落后 用心人一调查才知道 原来是东方科技的产品 这是东方科技无人机 在国际上最大的露脸了 但东方科技的研究人员 可一直都没闲着 以冯绍廷为首的无人机科工 这些年也算是卧星长胆 终于研制出了飞行者系列无人机 东方科技也正是通过飞行者系列产品 才真正的走上国际舞台 被人们所熟知 在发布会的现场 飞行者系列无人机 便已经引发极大的轰动 产品展示完毕之后 陈光宗并没有下台 而是继续主持接下来的重头戏 由吴敬瑞祥公司出品的 风行者电动车 当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 缓缓驶上讲台的时候 整个现场都轰动了 当轿车 闻闻停在台子的正中央 陈光宗走上前去 把车门全部打开 看着里面空无一人的汽车 现场的轰动声 也达到了顶点 台下的闪光灯几乎连成一片 即便见过大场面的陈光宗 此时都被闪得有些头晕 陈光宗先是详细讲解了 风行者电动汽车的各种参数和性能 在他介绍的过程中 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声也一直没有断过 最后 陈光宗还在现场演示了一遍 风行者的自动驳车技术 更是把现场的气氛推上了高潮 这次的新品发布会可谓是大获成功 由吴敬瑞祥公司研发的风行者系列电动汽车 也是一炮而红 国内国外的媒体都竞相做出报道 接踵而来的是预约的订单 风行者的性能在电动汽车领域中算是顶级的 它的售价自然也不便宜 最低配置的风行者售价也超过了60万 标配的价格在80万到100万之间 顶配的价格超过120万 但即便如此 在风行者发布会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 预购量还是超过了上万台 之所以会如此热销 其一是风行者的参数和性能的确都很漂亮 其二便是品牌效应 吴敬公司旗下的盛亭游艇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这次吴敬公司推出电动汽车 人们对其性能和品质都很有信心 这也是人们愿意花大价钱购买风行者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万台的预购当中 有一千多台的预购是来自于新华岛 新华岛不允许使用传统汽车 岛内所有的汽车都是电动汽车 目前电动汽车的品牌就那么几个 人们也愿意尝试新的产品 风行者电动汽车的反响 让瑞乡公司信心大增 特意拨出两间分厂 专门负责生产风行者系列电动汽车 此外 东方科技也凭借这次发布会 推出飞行者系列无人机颇受好评 受其带动 东方科技的销售额也随之大幅提升 无尽公司旗下的盛艇游艇 东方科技 无尽瑞祥 无尽投资 无尽娱乐都在盈利 要说最烧钱的还是无尽科技公司 可以说每一项技术的研发 都是靠着大把大把的资金硬砸出来的 而一旦研发成功了 所带来的收益也是翻了倍的增长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九百九十九集 元旦节那一天 新华岛特意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 放烟花的地点不是在岛上 而是在海上 距离本岛不远 在岛上的高层建筑或者海边 都可以欣赏到 新华岛举办烟花表演的消息 早早地公布出去 这也导致很多观光的游客 慕名而来 提前两三天 新华岛的酒店民宿 基本就被预约满了 一间控房都找不到 根据无尽娱乐公司那边的统计 就这一两天的时间 新华岛的游客数量 起码暴增了三四万人 虽说游客数量的增加 大大促进了岛上的商业 但也导致新华岛人满为患 大街小巷乃至海边 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游客 为了分散客流量 维持岛上的正常秩序 李梦龙约见了孙凯 双方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 最后决定 租赁三艘大型的游轮 为岛上游客提供住宿 元旦的前一天 让吴敬欢高兴的是 玉连亭从八国回来 到新华岛来过元旦 在直升机机场 吴敬欢接到玉连亭 两人乘坐汽车 去往吴敬欢的住处 车上吴敬欢上下打量玉连亭 看起来他在八国的生活很不错 人非但没有销售 反而还圆润了些 他笑问道 八国那边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玉连亭摇头 颇感无奈地说道 他们效率太低 每天都有工作要做 但每天的工作又都很少 在国内明明两三天 就可以做完的工作 在那边却往往要耗上一两周 吴敬欢一笑 握住玉连亭的手道 这次回国 就好好休息一下 玉连亭点点头 他向车窗外望去 路边的行人熙熙攘攘 很是热闹 他以前也来过新华岛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新华岛 冷冷清清 街道空空荡荡 走在路上好半天都见不到一个人 现在的景象已与当初有天壤之别 他忍不住感叹道 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谁能想到 这座如同未来都市的新华岛 竟然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打造而成 吴敬欢嘴角扬起 难掩心中的骄傲和得意 说道 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 以后他的变化将会更大的 玉连亭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 现在的他也不得不承认 当年他真的小看了吴敬欢的能力 顺利抵达海边别墅 玉连亭下了车 好奇地走进去 这栋别墅他第一次来 对里里外外的一切都感觉很新奇 进入其中 别墅的电灯自动打开 将客厅照得亮如白昼 客厅的设计简洁大方 也很有现代感 吴敬欢走到他身边 柔声问道 感觉这里怎么样 挺不错的 我很喜欢这样的风格 玉连亭对他一笑说道 带我逛一逛 吴敬欢点下头 又打了个响指 音乐 随着他的话音 低沉又柔缓的钢琴声自动响起 见玉连亭露出惊讶之色 吴敬欢含笑解释 是智能管家 他带着玉连亭在一楼参观了一圈 然后又带他上到二楼 最后走到主卧室 吴敬欢摆摆手说道 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了 主卧室的空间并没有很大 中央摆放着一张大床 床头的上方固定着投影机 对面的墙壁可做投影之用 旁边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窗 拉开玻璃门 外面是宽大的阳台 其中摆放着白色的圆桌 白色的椅子等 再往外看 就是沙滩和大海 玉连亭站在阳台上 清凉的海风迎面扑来 让他忍不住 眯缝起眼睛 舒适地叹了口气 吴敬欢在椅子上坐下来 随手一拉 让玉连亭坐到自己腿上 说道 以后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啊 留在国内 我可以照顾你 以前吴敬欢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那时的他也没有实力和资格说这样的话 玉连亭坐在吴敬欢的腿上转头看着他 抱着他的脖子 把头枕到他的肩窝处 喃喃说道 你这么说 我很高兴 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些 吴敬欢还住玉连亭的腰身 下意识将他报警 玉连亭继续说道 不过你也知道 我从不愿依附于别人 我不是别人 我希望 能拥有我自己的事业 这也是对我自身价值最好的证明 玉连亭抬起头来 看着吴敬欢亮晶晶的眼眸 柔声道 你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同一种人 吴敬欢不再劝他 抬手摁住他的后脑 狠狠吻上他的唇 正当他人坐在阳台上热吻的时候 别墅门前有车灯闪烁 一辆轿车行驶过来 停在别墅的门前 吴敬欢暗叹口气 恋恋不舍地放开玉连亭 转头向阳台下望去 只见车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 身上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 头发稀疏 整齐地向后梳理 中等身材 微微有些发福 玉连亭捂住有些红肿的嘴唇 打量来人的同时 小声问道 静欢 你认识他 嗯 新华区税务局局长 周祥云 吴敬欢也没想到 周祥云会找上门来 周祥云下了车后 并没有往上看 也没有注意到阳台上的吴敬欢和玉连亭 他站在别墅的院门前 手抬起又放下 放下又抬起 显得很是局促 吴敬欢一笑站起身形 胳膊肘阻着阳台的栏杆 笑问道 周局长 这是什么份把您给吹来了 听文话音周祥云一惊 急忙抬头往上瞧 正瞧见趴在栏杆上 乐呵呵地看着自己的吴敬欢 他先是愣了愣 而后满脸堆笑地说道 哎呦 原来吴先生在家呀 哎呀 刚才我还在犹豫 不知道这个时间段 吴先生有没有回来呢 吴敬欢耸耸肩 周局长进来说话吧 好好好 周祥云连连点头硬着 时间不长房门打开 开门的是金 周祥云刻刻气息地向金 点下头 含笑说道 哎 金先生 金没什么反应 侧身向旁站了站 让周祥云进来 吴敬欢和御连亭并肩下了楼 看到御连亭 周祥云眼中闪过一抹惊诧之色 下意识地问道 吴先生 这位是 御连亭 我的未婚妻 吴敬欢 直截了当地说出御连亭的身份 周祥云眨了眨眼睛 连忙说道 原来是御小姐 实惊实惊 吴敬欢和御连亭来到周祥云进前 和他握握手 吴敬欢白手道 周局长请坐 好好好 吴先生请 周局长来找我 可是有事 吴敬欢 好奇地问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含笑说道 一点小礼物 还请吴先生笑纳 想不到周祥云还会给自己送礼 这倒让吴敬欢挺意外的 他也蛮好奇 周祥云能给自己送什么礼物啊 他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件水晶饰品 谈不上多珍贵 估计充其量也就是几百块钱而已 不过却很有纪念意义 是新华区区政府成立时 政府部门内部专门订作的纪念品 当时订作的数量就很少 总共也没超过十个 没想到周祥云竟然能分到一个 这次还专程拿过来送给自己 吴敬欢看罢 将盖子和尚 推回给周祥云 含笑说道 哎呀 这是政府制作的纪念品啊 放在我这儿似乎不太合适啊 周局长还是拿回去吧 哎 不不不 吴先生啊 说实话 我觉得这份纪念品放在吴先生这里 那是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呀 周祥云意味深长地说道 南海能有新华岛 S.Y.市能有新华区 吴先生可是鞠躬至尾啊 吴敬欢闻言仰面而笑 不再客气 将手中的盒子递给金 让他放起来 等金回来 还端着三杯茶放在茶几上 吴敬欢拿起茶杯 又向周祥云摆下手 示意他喝茶 他喝了口茶水问道 这次周局长来找我 只怕不是单纯拜访那么简单吧 这 周祥云小心翼翼地看眼吴敬欢 又转目瞧了瞧坐在他旁边的玉莲亭 欲言又止 吴敬欢笑道 周局长有话尽管直说 这里没有外人 周祥云咳了一声 垂手沉吟片刻 然后他猛然抬起头来 对上吴敬欢的目光 正色说道 吴先生啊 我想做新华区的区长 希望吴先生能支持我 吴敬欢笑了 果然周祥云拜访自己 还是冲着区长竞选事来的 他含笑摇了摇头道 哎 周局长太高估我了 我只是个商人 新华岛的区长竞选 我根本插不上手啊 周祥云知道吴敬欢一直是支持李蒙龙的 要他改变心意并不容易 他正色道 我若当选区长 会竭尽所能为新华岛争取减税政策 这对吴先生可是最有利的呀 在新华岛上最大的企业就是吴敬公司 减税政策一旦实施下来 对吴敬欢而言当然是受益最大 只不过 减税政策不是那么好争取的 这种画大饼的空口白画 在吴敬欢这儿也没什么效用 他乐呵呵地说道 周局长似乎没有太听清楚我刚才的话 那么我再说一遍 我只是个商人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影响区长的竞选 周祥云暗暗皱眉 他急声说道 吴先生以为我是在说大话吗 只要我能当选区长 我一定可以为新华岛争取到他应得的呀 吴敬欢眼眸闪了闪 新华岛的各区局长都是什么样的 他或多或少也了解一些 周祥云的背景并不雄厚 就是个土生土长的SY人 在他的印象中 周祥云也没和省里的哪个大领导走得很近 吴敬欢眨眨眼睛不解地问道 什么 见吴敬欢来了兴趣 周祥云心跳加速 难掩脸上的激动之色 说道 我能说服省长乃至省委书记都支持我的政策 好大的口气啊 能让省长省委书记都点头 吴敬欢觉得自己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面子 他笑问道 哦 周祥云和省长省委书记都很熟啊 咳咳 周祥云干咳了一声说道 我 我和省长书记虽然不熟 但是我能找到他们熟的人 并且联系上岸 吴敬欢心思动了动 笑问道 不知周局长说的是 周祥云向吴敬欢进前凑了凑 神秘兮兮的小声说道 见吴敬欢仰起眉毛 周祥云正色又道 我的初衷是很不错的 完全可以有理由说服省长和书记 在新华岛实施减税政策 另外啊 吴先生对新华岛未来的规划 我已经仔细了解过了 将来本岛周围还要打造出七座离岛 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 可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呢 只要我能当选局长 我现在可以向吴先生保证 我会努力与吴先生一同完成 新华岛的扩建工作的 在周祥云看来 他提到自己的政治想法 吴敬欢一定会乐颠颠地转而支持自己 毕竟这是对社会有利的 在很多事情上吴敬欢做不到 但自己却是可以做得到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吴敬欢的想法 别人琢磨不透 虽然他表面上没有找过鸿门的麻烦 但在内心深处 他和鸿门绝对是势不两立的 这没办法 前世的仇他不可能说忘就忘 之所以不去报仇 只不过是在韬光养晦 积蓄自己的力量罢了 一旦积蓄的力量足够大了 大到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程度 他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本来吴敬欢就没打算支持周祥云 现在他更加不可能去支持他 吴敬欢含笑地看着周祥云 先是呵呵地轻笑 很快又变成了哈哈大笑 周祥云刚开始还跟着吴敬欢傻笑两声 但渐渐地 他也感觉到吴敬欢的笑声不太对劲 他收敛笑容 惊讶不解地看着吴敬欢 小心翼翼地说道 吴先生 吴敬欢又笑了一会儿方止住笑声 周局长的抱负还真够大的 既然周局长已经为自己找到这么一个计划了 又何必找我来帮忙呢 我相信要拿下区长之职 一如反掌啊 周祥云脸色顿变 刚要说话 吴敬欢向他摆摆手继续说道 看起来这次的竞选结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我应该提前恭喜周局长才对啊 听闻这话 周祥云脸色更加难看 他急声说道 吴先生 吴敬欢耸奸说道 周局长来找我实在是多此一举 我这个小小的商人 什么都做不到 更帮不上周局长你的忙 你还是找你背后那个大靠山吧 我常听人说 鸿门的力量很大 我在这里也拭目以待 吴先生 金 送科 吴敬欢笑呵呵地拿起面前的茶杯 慢条丝里地喝着茶水 不再看他 金走到周祥云镜前 摆手说道 周局长 请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弦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周祥云还要说话 金把脸色一沉 语气生硬了许多 再次说道 周局长 请 看看已经完全不搭理自己的吴敬欢 再瞧瞧凶神恶煞一般的金 周祥云满脸的无奈 满心的苦涩 站起身形 嘴巴动了动 终究还是把道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向吴敬欢 恭了恭声 有气无力地说道 吴先生 我先告辞了 金打开别墅的大门 周祥云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出去 有始至终 吴敬欢都没有多看他一眼 脸上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 但他下垂的手却出卖了他的心情 抖动得厉害 御连亭轻轻握住他的拳头 面露担忧之色 看向他 吴敬欢对鸿门的真实想法 没有人知道 除了他自己 在御连亭的印象中 吴敬欢和鸿门之间根本没什么下戏 恰恰相反 当初吴敬欢的起家 还和鸿门有直接关系 他不明白 为何吴敬欢在听到鸿门这个名字后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吴敬欢不愿意多说 他也不会多问 只是一肚子的莫名其妙 吴敬欢慢慢放下手中的茶杯 同时吐出一口浊气 握得紧紧的拳头也随之松开 他对御连亭一笑说道 我没事 不因为我担心 吴敬欢对鸿门的排斥感 别说让御连亭感到意外 即便是鸿门自己 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周祥云出了别墅 坐上自己的汽车 他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时间不长 电话接通 电话那边的人 正是红天集团 在新华岛办事处的负责人 张威 张先生 我是周祥云啊 哦 周局长 我刚刚从吴敬欢家出来 电话那头的张威 语气轻快地问道 事情都谈妥了 这 吴敬欢 吴敬欢并没有答应 支持我竞选局长 他这话倒是让张威颇感意外 周了周眉问道 没支持啊 我提了 不提还好点 吴敬欢还对自己客客气气地 给几份面子 可一提到你们鸿门 人家立马像变了个人似的 看向自己的眼神 都像是能冻死一头大象 也不知道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关键是你们之间有仇恨 你就别让我在吴敬欢面前 提到你们呢 周祥云一肚子苦水 暗暗摇头 他说道 吴敬欢似乎 似乎对你们鸿门颇有成见啊 什么 他对我们有成见 藏威都差点笑出来 社团可是帮过吴敬欢不少忙的 同样吴敬欢也为社团做过不少事 双方之间就算不是朋友 但也绝对不是敌人呢 吴敬欢对己方又能有什么成见啊 他狐疑地问道 我说周局长啊 你不会搞错了吧 这 他这么一问 周祥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吴敬欢是没有亲口说 他和鸿门之间有什么恩怨 但周祥云就是感觉 吴敬欢对鸿门十分的排斥 但感觉毕竟不是真凭实据 他也不好拿感觉来说事 周祥云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 说道 反正我看吴敬欢的意思 肯定是不打算支持我做局长了 脏薇揉了揉下巴不以为然地说道 李梦龙是吴敬欢一手捧起来的 他不支持你 支持李梦龙倒也正常 改天我找个机会 亲自去会会他 我相信只要利益能划分得好 没什么事情是双方谈不拢的 周祥云文言大喜连声说道 那么一切就拜托藏先生了 桑薇并没有把吴敬欢 不支持周祥云的竞选当回事 在他看来 或许是周祥云没有向吴敬欢讲清楚 能从鸿门这儿获得多大的利益 改由自己去和吴敬欢谈 十拿九稳 一日元旦 新华岛节日的气氛很浓重 到处都能看到庆贺新年的标语 一月新华岛的气温是二十多度 说热不热说冷更谈不上冷 正是最宜人的气温 海边这儿不至于人山人海 但也是热闹非凡 吴敬欢别墅前方的海滩上 也聚满了成群结队的游客 这一带的沙滩算是他的私人沙滩 可以对外封闭 不过吴敬欢一直都没有这么做 主要是不想给游客造成不便 不过今天早上 当他和御连亭被外面的嘈杂声吵醒时 吴敬欢突然觉得 有必要封锁这一带的沙滩了 御连亭从床上坐起 拿起手表看了看突然惊呼道 都八点多了 吴敬欢将他拉回到床上 今天元旦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愣了一会儿 御连亭才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不是在法国了 已经不是在工作状态 外面的声音太大 他躺了片刻便躺不住 走到落地窗前 把窗帘稍微拉开一条缝隙 向外面观看 惊讶道 沙滩上好多人啊 吴敬欢叹了口气 赤裸着身子下了床 走到御连亭的背后 还住他的腰身 下巴垫在他的肩膀上 向外瞧了瞧说道 等会儿我就让人把外面的沙滩圈起来 省得再有人过来打扰我们 吴敬欢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 两人吃过饭后乘车在岛上逛了一圈 等到傍晚的时候 吴敬欢又带着御连亭 登上了一艘豪华的游艇 这个时候沙滩上聚集的人更多 都是等着看晚上烟花表演的 御连亭站在甲板上 依偎在吴敬欢的怀里 望着被夕阳映射的一片金黄的海水 忍不住感叹道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 吴敬欢淡然一笑 还住他的乡间说道 那这次在岛上就多待几天 嗯 御连亭轻轻地应了一声 他举目看向出现在海上的 一艘又一艘大型船只 问道 那些货船是做什么的 吴敬欢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 是放烟花的 都是高科技啊 御连亭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放烟花还能放出高科技 在船上放烟花 可不像在陆地上放烟花那么简单 如果前期的工作没有准备好 一旦发生意外 整艘船都有可能被炸上天 御连亭文言紧张起来 转头看眼吴敬欢问道 不会有危险吧 放心吧 这次聘请的是一支香港的烟花团队 他们以前从事专门的类似烟花表演 何况我们离烟花船远着呢 发生意外也波及不到我们 御连亭白了他一眼道 如果真出了事 新华岛可就丢人丢大了 吴敬欢笑着看看手表说道 晚餐差不多了 说着话 他拉着御连亭的手 登上顶层甲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02集 这艘圣庭制造的大型游艇 上下共有四层甲板 虽然不是圣庭的新款游艇 但设计也是大胆又前卫 整体造型也十分的新颖 顶层甲板的空间不大 中央摆放着白色的桌椅 吴敬欢和御连亭刚落座 身穿白色制服的服务人员 便把饭菜端送上来 饭菜很丰盛 中餐和西餐相结合 都是御连亭喜好的口味 御连亭看了一圈 眼睛一亮 笑问道 静欢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口味的 你是我的未婚妻 对于你的喜好 我能一点都不了解吗 听闻这话 御连亭心头一暖 有时候连她都感觉 吴敬欢对自己不冷不热 不太确定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但事实上 吴敬欢对她还是非常在乎的 尤其是她在八国 被恐怖分子绑架 吴敬欢能第一时间赶过去营救 这件事让御连亭深受感动 她对吴敬欢奄然一笑 拿起筷子刚要去加菜 吴敬欢提醒道 先少吃点 垫垫肚子就好了 等会还有一场大聚餐呢 御连亭放下筷子 好奇地问 一会儿还有人上船 嗯 老相云云 小叶会从法国回来 游回和大壮估计也会赶过来 一年到头 大家也得吃顿团圆饭 御连亭了然地点点头 她和吴敬欢不紧不慢地品尝着菜肴 时不时地望向岸边 那里已经有人在燃放烟花 不时乍现出红彤彤的火焰 隐约还能听到沙滩上人们的欢呼声 就在两人进餐的时候 一艘快艇接近游艇 慢慢停靠在游艇旁 第一批过来的人是 孙凯兴徒张天意 袁泽等人 看到吴敬欢和御连亭 众人先是和吴敬欢打声招呼 然后又齐刷刷地向御连亭叫 嫂子好 向来落落大方的御连亭 也被众人这声嫂子叫的是 玉面飞红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吴敬欢则是哈哈大笑 握住御连亭的手 转移开话题 今天岛上的人可不少啊 秩序必须要维护好 千万别发生意外了 张天意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吧 吴先生 我们的兄弟和警方一同维持秩序 不会有问题的 孙凯和袁泽也是一脸的轻松 只有星途的表情有些凝重 今晚岛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任何一个小意外都可能引发大骚乱 倘若发生踩踏事件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对吴敬欢说道 敬欢啊 等会儿我回安保部再看看 没等吴敬欢接话 孙凯拍拍他的肩膀 满不在乎的说道 哎 星哥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 现场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安保部的兄弟 维持秩序 绝对万无一失的 孙凯到新华岛工作的时间不长 但很快便和星途张天意原则等人打成一片 在人际交往这方面 孙凯是很有过人之处的 张天意一边拿着点心往嘴里塞 一边胡伦不清地说道 哎呀 老星啊 凯子说得没错 有的时候你真得改一改那瞎操心的毛病了 星途又好气又好笑地白了他们一眼 宠物静欢无奈地摇摇头 等到晚上九点多钟 向猛叶末红云运和游回熊大壮也相继登船 向猛叶末红云运在法国养伤几个月 现在伤势已经完全痊愈 一个个精气神十足 至于游回和熊大壮 这段时间他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两人晒得跟煤炭球似的 皮肤有黑发亮 咧嘴一笑 两排小白牙游起醒目 最后赶到的是成光宗和高杭二人 今天晚上 吴静欢的兄弟们可谓是齐聚一堂 整艘游艇也变得热闹起来 十点整 烟花表演正式开始 这次新华岛的烟花投放量 比奥运会时投放的烟花都要多上好几十倍 眼看着一颗颗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开 化成一团团五光十色的璀璨花朵 即便吴静欢等人 也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 岸边上的气氛就更加沸腾了 欢呼之声都已经传到游艇这边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这一直都是吴静欢追求的理念和做事的风格 这次新华岛的跨年烟花表演就是力争做到世界第一 场面之盛大堪称空前 烟花表演从十点一直持续到十二点 随着数十上百的烟花在空中一同炸开 烟花表演的气氛也被推到了顶点 就在吴静欢等人看得入神的时候 星途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 他掏出电话一瞧来电 是安保部的一名中层管理打来的 他暗暗皱眉 心中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拿着手机走出人群 然后把电话接通 老大 出事了 打来电话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道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星途的眉头皱成个疙瘩 问道 什么事 有两名女游客死了 怎么死的 这 有什么就直说 别遮难了 看现场情况 有可能是被轮奸致死 什么 星途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在哪 海滩上 你他妈在跟我扯淡吗 星途眼睛瞪得好大 海滩上到处都是人 又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呢 报信的也感觉很不可思议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星哥 要不 你过来一趟 还一个人在码头等我 星途狠狠挂断电话 沉吟片刻 走到吴静欢身旁 小声说道 静欢 我得回去了 吴静欢不解地问 星哥 出什么事了 星途深吸口气 凑到吴静欢的耳边 低声细语了几句 听完他的话 吴静欢也露出凝重之色 一定要调查清楚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星途点了点头 拍拍附近的张天忆和袁泽 向他人甩下头 向不远处的台阶走去 张天忆和袁泽都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不知道星途要叫自己做什么 当他俩跟着星途向甲板下面走的时候 孙凯追上前来 好奇地问 哎 星哥 发生什么事了 星途看看孙凯 再瞧瞧同样满脸不解的张天忆和袁泽 宁生说道 刚刚岸上的兄弟给我打电话 有两名女游客在海边死了 孙凯张天忆原则不约而同的张大嘴巴 张天忆下意识地追问 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刚刚 刚刚 这不可能吧 为了看烟花表演 海边那可全都是人呢 星途苦笑道 我现在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 我们赶快回岸上 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03集 说完话 星途又忍不住 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这么一场盛大的跨年活动 却偏偏发生了人命案件 而且还涉及到强奸 这些年来 新华岛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么大的案子 结果偏偏就在跨年活动上发生了 星途感觉自己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孙凯说道 星哥 我跟你们一起去看看 他们四人乘坐停靠在游轮旁边的快艇 迅速回到码头 在码头这儿 有一名安保部的人员正在等他们 上了案 星途边快步往前走 边急声问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那名保安人员正色说道 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 尸体被送到了医院 几名嫌疑犯已经被押送到分局了 确定死者的身份了吗 已经确定了 是两名来岛上旅游的女大学生 星途急行的脚步猛然顿了顿 扭头看向安保人员 紧接着他的步伐变得更快 走 先去医院看看 以如此方式致死 那得是多惨烈的场面 星途实在无法相信 这种事能发生在新华岛上 而且还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一行人乘车去往医院 这家私人医院规模不大 放在内陆地区 充其量算是一家大型的社区诊所 但是在新华岛 它是最大的一家 也是唯一的一家 众人赶到医院的时候 去公安分局的法医也在这里 按理说 以星途等人的身份 不能查看死者的尸体 但是新华岛的情况太特殊 治安不是由警方完全负责 安保部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 所以当星途等人提出 查看尸体的时候 警方也不好阻拦 死者的确是两名年轻的女性 身体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瘀青 很显然 那是死前被人抓的或者捏的 孙凯只瞄了一眼 便转身走出庭室房 张天忆和袁泽的脸色 都难看到了几点 只有星途 还在仔细观察尸体的状况 他特意查看了两具尸体的手腕和脚踝 这几个部位倒是没发现瘀青 也没有任何的抓痕 这说明 在案件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人禁锢他们的手脚 得出这个结论 星途的眉头皱得更深 问在场的那名法医 警官 现在已经查明死者的死因了吗 法医摇摇头道 现在还不确定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希望能快一点出结果 尽管今晚就辛苦你了 新华岛还真就从未发生过凶杀案 唯一一次在海边发现了尸体 还是从海上飘过来的 法医也知道这次的事件有多严重 他点点头正色说道 星先生 明早之前 我会提交完整的验尸报告 星途点了点头 扯掉手上的胶皮手套 迈步向外走去 出了停时间 他甩头说道 走 去警局 他们一行人马不停蹄地 又去了区公安分局 在分局里 警察抓了一大拨人 正逐一进行审问 见到李朦龙 星途没有多余的废话 开门见山地问道 李局长 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 李朦龙叹了口气 向隔壁的审讯士 弄弄嘴 有气无力地道 正在审呢 虽说他是代理区长 但他的正职 可是区公安分局的局长 新华岛志安的好与坏 与他的政绩直接挂钩 要命的是 偏偏在区长竞选前夕 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更要命的是 还发生在跨年活动期间 影响太坏了 李朦龙现在也是焦头烂额 他们所在的中控室与审讯士 只有一墙之隔 这面墙很大一部分 还是由单面镜组成 审讯士看不到中控室 但中控室能看清楚 审讯士的一切 李朦龙脸色泛白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星先生 吴董 吴董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吗 星途透过单面镜 看着坐在审讯室里面 正接受审问的黄毛青年 脸色阴沉 心不在焉的道理 这么大的事 吴董怎么可能不知道 说着话 他转头看向李朦龙 让我来审吧 说完 也不懂李朦龙的反应 他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李朦龙拿起对讲机 通知正在审问的两名警察 换星途来审 星途张天忆原则四人 一同走到隔壁的审讯室 接到通知的两名警察 倒也自觉 向星途点下头 默默走出去 等他二人离开 星途看了黄毛青年一眼 走到桌前 拿起放在上面的笔录 大致看了看 你叫什么名字 黄毛青年 歪着脑袋 满不在乎的 环视星途等人一眼 老神在在地道 哟 你们谁啊 星途把笔录拍在桌子上 沉声喝道 我在问你姓名 老子他妈都快说了一百遍 黄毛青年话没说完 孙凯快步上前 毫无预兆的一脚 正踹在他的头侧 这一脚 把黄毛青年 连人带椅子都踹得一阵 好在椅子的四条腿都是固定在地面的 不然他得连人带椅子一并翻出去 身在中控室的李梦龙健壮 示意下面的警员把监控关掉 黄毛青年被踹得口鼻窜血 他缓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裂开嘴 嗷嗷尖叫道 我才来 你们敢打我啊 你们知道我爸谁吗 孙凯没有二话 又是一脚狠狠地踹了过去 依旧是踹在黄毛青年的头侧 这一回连他的耳孔都流淌出血丝 黄毛青年的手脚都被固定在审讯椅上 动也动不了 防也防不住 疼得是连连惨叫 张天忆走到孙凯镜前拍拍他 示意他让开 等孙凯退到一旁 他站在黄毛青年镜前 弯下腰身 贴近他的脸庞 伸出两根手指头 两条人命啊 就算你爸是天王老子 也救不了你 就算我们现在打死 你都不冤 被连踹了两脚 黄毛青年也彻底老实了 再没有刚才那股嚣张的气焰 鼻涕夹着血丝 连同眼泪一并流淌下来 颤声说道 我真没杀人 我没有杀人 你没杀人 人都被你强奸致死了 张天忆冷声道 我没有 黄毛尖声大叫 张天忆一耳光 甩在黄毛的脸上 眼中射出骇人的寒光 鸣声说道 你再说一遍 我没有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张天忆发起狠来 比孙凯事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回首从后腰 掏出手枪 双掌交错 将枪上膛 接着 他用枪口 顶住黄毛青年的脑袋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再说一遍 黄毛青年吓得脸色惨白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真没有 砰 枪声炸响 子弹几乎是贴着黄毛青年的 太阳穴飞射过去 将他的额角划开一条血痕 黄毛青年惨叫一声 身子仿佛静蓝了似的 都抖成了一团 黄色的液体 顺着他的裤裆流淌出来 又顺着椅子 花花流淌在地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啊 此时的黄毛青年 也已神志不清 目光涣散 嘴巴里还难难地重复道 人被吓成这样 还坚持原本的口供 如果说他是装出来的 那他的演技就太好了 张天忆凝视黄毛青年好一会儿 将手枪收起 回头看向星图 随着后者走上前来 张天忆自动自觉地退让开来 星图拍了拍黄毛的脸颊 见他的目光依旧没有焦距 他向旁招了招手 原则从桌上拿起半瓶矿泉水 递给星图 后者将半瓶矿泉水 都倒到黄毛的头上 黄毛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神志终于回归 眼睛也渐渐有了焦距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道 我真的没有强见他 你的意思是 那两个女学生是自愿和你们发生关系的 星图冷着脸问 黄毛点头如捣蒜 硬道 是 是 是的 他们都是自愿的 你妈的 孙凯和张天忆不约而同地骂出声来 两人正要上前 星图向两人摆下手 制止他俩 他沉声问道 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说一说 当时我们在帐篷里玩 哪来的帐篷 酒店房间都住满了 已经很多人没地方住了 都是在沙滩上搭帐篷住的警官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呀 新华岛的情况 星图比他熟悉得多 不等黄毛说完 他打断道 继续说下去 我听案发当时情况 当时 当时那两个女的在帐篷里面都玩疯了 衣服脱了个精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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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脱的呀 然后 然后我看到有人跑进帐篷里 跟他们亲热 他们俩也不反抗 我当时喝了不少酒 头脑一热 也跟着进去了 就这些 我说的都是实话 当时不是我一个人 有好多人呢 而且和我一起的朋友 也都在场啊警官 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问我那些朋友 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话 都是真话呀 看黄毛激动的神情 的确不像是说谎 另外 通过两具尸体 没有被人置顾的痕迹 也可以从侧面印证黄毛的供词 星途沉吟片刻 转回身 看向单面镜 乡里面的人做了个手势 示意李梦龙换个人 很快 有两名警察进来 把黄毛青年拖了出去 没过多久 另有一名青年被带了进来 被带进来时 他刚好看到了黄毛青年的惨状 还没等开审呢 这名青年已经被吓得不成样子 他的供词和黄毛的供词基本一致 也是一口咬定 没有强迫那两个女孩 是那两个女孩 自愿和他们亲热的 一连盘问了数人 他们的供词都差不多 皆自称受现场 疯狂气氛的影响 头脑发热 没能架得住诱惑 和那两个女孩发生了关系 这时 警方对现场证人 做的笔录也都完成 就连现场证人的笔录也是说 两名死者不是受人强迫的 可是这根本都解释不通啊 两个女孩都是大学生 家庭条件也不错 平日里为人乖巧 怎么会突然做出此等疯狂之事呢 大庭广众之下 与那么多陌生男人发生关系 这也太违反常理了 星途等人和警方 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 随着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 事情的真相开始变得明朗 法医通过对死者的血剑 证实两名死者在生前 都吸食了过量的毒品 死者的死因 也不是被轮奸致死 而是因毒品过量 导致中枢神经麻醉 休克致死 看完法医的尸检报告 星途和李梦龙等人都久久无语 现在可以证实 这不是一起恶性的 强奸杀人案件 但是问题又来了 两个女学生是从哪弄来的毒品啊 李梦龙眼珠转了转说道 岛上根本就没有贩毒的毒贩 两名死者的毒品 也很可能是从岛外带进来的 星途摇摇头说道 如果是从岛外带进来的 那么他俩一定有很长的吸毒史 但是在尸检报告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按照法医的推断 他俩应该是第一次吸毒 也正因为没有经验 才导致的吸毒果量 这是李梦龙不愿意承认 更不愿意相信的事 星先生啊 你认为有人在岛上贩毒 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以前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贩毒的情况啊 以前岛上也没有今晚这么多人 今晚的人数以万计 有毒贩混在其中悄悄贩毒 也不是没有可能 星途转头看向张天忆和袁泽 查 把沙滩一带的监控录像通通调出来 逐一排查 只要有人贩毒 一定能查出线索 张天忆和袁泽没有二话 两人同一时间掏出手机 给手下人打去电话 此时李梦龙感觉自己头疼得厉害 死人 强奸 贩毒 怎么所有的破事 烂事都在今晚发生了 事情一旦闹大 自己别说竞选区长了 这个分局长能不能坐得住 都不一定呢 孙凯看眼正在打电话的张天忆和袁泽 他也把手机掏出来 给自己的兄弟打去电话 让他们去调查 岛上是否有贩卖毒品的人 孙凯的手下有一大批鲸鱼侦查的兄弟 这些人的身份很隐秘 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无尽公司的人 而他们乔装成普通游客 暗中调查毒贩 也相对容易一些 不易被人识破 在跨年活动中死了两个人 这么大的事自然是瞒不住的 只不过人们大多都不知道死者的具体死因 谣言也传得乱七八糟 五花八门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05集 消息很快也传到了周祥云的耳朵里 他还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呢 脏威先找上门来 寒暄过后 脏威乐呵呵地说道 周局长 这次的竞选 已经是十拿九稳了吧 新华岛出了这么大的事 李梦龙不被问责就算不错了 至于竞选 估计也没什么希望了 周祥云笑了笑 原本他以为 吴敬欢不支持自己竞选 自己当选区长的希望 已经变得十分渺茫 谁能想到 在竞选前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感叹一声 是啊 看来连老天都在帮我呀 老天 哈哈哈哈 葬位哈哈大笑起来 周祥云不解地问 葬先生 你笑什么 我是笑周局长 你竟然还相信老天 哈哈 稍顿 他问道 周局长啊 你知道那两个学生是 怎么死的吗 周祥云正了正 听说是被强奸致死 张薇吃笑出声 实际上他人是死于吸毒过量 周祥云大吃一惊 脸色也为之巨变 瞠目结舌地看着张薇 张薇继续问道 周局长可知道 他们的毒品又是从哪来的 这我哪知 是你 张薇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向前探了探身 拍拍周祥云的大腿 意味深长地含笑道 周局长不该去感谢什么老天 而应该感谢我们 只要我们出手 无论在哪儿 没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 周祥云呆呆地看着张薇 半赏没回过神来 星途让安保部调出监控录像 查找究竟是谁将毒品卖给两名死者的 新华岛遍布摄像头 即便在海滩附近 摄像头的数量也极多 要从数十上百段的录像当中 查找出毒贩 这也是件繁重的工作 他们这边还没查出结果 孙凯那边倒是先查出线索了 孙凯的手下基本都是侦察兵出身 他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安保部的人 在新华岛都数生面孔 他们装扮成普通的游客 查找毒贩也相对容易许多 这次立功的是任奇 任奇并没有盲目地去乱找一通 他去到设在沙滩的酒吧 这些酒吧都很简易 支撑起一座帐篷 设置几台音乐设备 找个DJ 在外面又用袋子围上一圈 便是酒吧了 里面的酒水并不便宜 但是能来新华岛游玩的人 也不会在乎这点钱 任奇穿着清凉 去到酒吧里点了瓶酒 偷偷观察酒吧里的人 无意中 他看到有名青年 塞给酒吧服务生 两百元的小费 那名服务生收了钱后 也没什么表示 转身离开了 过了有七八分钟 那名服务生端着托盘 转了个圈回来 路过青年身边的时候 速度极快地 塞给他一只小塑料袋 旁人或许没留意他的小动作 但任奇不仅看清楚了 而且还看到小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一颗蓝色的小药丸 任奇看爸眯了眯眼睛 当那名服务生端着托盘 向自己这边走过来的时候 他将杯中酒全部倒入口中 竖了竖口 然后吐进餐巾纸里 等服务生要从他身边走过去时 他突然伸手拉住他的胳膊 服务生一正不解地看着他问道 呃 美女需要点什么 任奇吐着酒气向他一笑 从手提包里掏出几张钞票 塞进服务生的口袋里 故作舌头发硬地问道 够了吗 服务生看了看自己口袋中的钞票 笑问 啊 美女啊 你点什么酒 我待会儿给你送过来 任奇满脸醉意的黑黑一笑 说道 我不要酒 我要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 服务生瞇了瞇眼睛 向四周看看 美女啊 我不认识你啊 是朋友介绍我来你这儿买的 说你这儿价钱公道 又很安全 说话时 任奇还向他抛了个媚眼 服务生了然于胸 向任奇点了下头 小声说道 待会儿我再过来 说完 他端着托盘走开了 任奇等了有五六分钟的时间 那名服务生又再次转回来 同时塞给任奇一只小塑料袋 然后什么话都没说 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任奇看了看手中的塑料袋 里面有四颗蓝色的小药丸 算起来 对方是以一百元一颗的价格 卖给自己的 估计自己是头一回光顾 对方给了自己优惠价 他不动声色地将小药丸 揣进口袋里 然后乐呵呵地离开了酒吧 出了酒吧 任奇并没有立刻和自己的人碰头 而是混在人群中走了一会儿 确认无人跟踪自己 这才给自己人打去电话 约见碰面地点 顺利和几名同伴会合到一起 任奇把口中的小药丸掏出来 递给他们几个问道 能看出这是什么吗 一名青年看着手中的蓝色小药丸 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 这个好像是零号胶囊 你从哪弄到的 零号胶囊 是毒品吗 任奇反问 那名青年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比冰厉害 这玩意儿厚劲大 服用一点 就可以让人亢奋一两天 而且对人体机能的伤害 也很大 任奇眼眸闪了闪 南南说道 我是在沙滩那边的酒吧里买到的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 这个零号胶囊 能吃死人吗 那名青年皱着眉头道 这不好说 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长期服用 才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 有的人可能 第一次服用 就会产生不良反应 另外 也要看服用量多少 第一次服用 通常会服用 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如果一下子就服用一两颗 人体肯定承受不了 死的那两个女学生 会不会就是因为服用了这个 有可能 零号胶囊 会让人长时间处于亢奋状态 并产生 幻视 幻听 服用零号胶囊 人们会通常失去理智 做出一些疯狂的事 人其沉吟片刻 正色说道 我们只要 请下那个贩卖毒品的服务生 一问便知 另一名青年开口道 不能在沙滩上动手 人太多了 容易发生意外的 敢于贩卖毒品的 都是亡命之徒 鬼知道他们身上 有没有携带武器 一旦发生交战 不知误伤多少无辜 就算没有误伤到旁人 造成混乱 导致踩踏事件发生 后果也不堪设想 认出毒品的那名青年 眼珠转了转说道 向凯歌报告吧 到底该怎么行动 问问凯歌的意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人齐等人 没有异议 给孙凯打去了电话 听完人齐的汇报 孙凯也吓了一跳 让人齐等人 赶快把毒品 送到安保部 当星途等人 看到他们送进来的 那几颗药丸时 无不泽泽称奇 就这么个小药丸 真能把人给吃死 星途没敢耽搁 派出两名安保人员 带着一颗药丸 去往医院 交给法医做检验 看看这颗药丸的成分 和死者体内毒品成分 是否一致 法医那边 检验的速度很快 过了还不到两个小时 便给星途打来电话 通知他 他送去的那颗小药丸 的确是高强度的毒品 而且和死者体内的 毒品成分完全一致 得到了法医的确认之后 星途等人也算找到了 下一步行动的方向 在他们谈论具体的 行动计划时 安保部的工作人员 通过监控录像 也查到那两名女学生 曾去过酒吧 只不过他们去的那家酒吧 和任其去的不是一家 通过这一点 可以得到结论 在新华岛上 贩卖毒品的人 可能不是一波 或者他们是同一波人 但对方是分散在几个点上 一同贩卖毒品 案情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星途给李梦龙打去电话 让他来趟安保部 李梦龙接到电话后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说起来 与安保部的指挥中心相比 区公安分局的硬件条件 只能用不堪入目来形容 到了安保部 听完孙凯 星途等人的调查结果 又看过那些毒品药丸 李梦龙忍不住狠狠一吹桌子 怒声说道 这些毒贩 居然已经猖獗到 如此肆无忌惮的地步了 这对我们而言 简直是奇耻大乳啊 孙凯文言差点笑了出来 李梦龙这个我们 用得太妙了 明明区公安分局 才应该是维持全岛治安的主力 现在他硬是把安保部 也捆绑在自己身上了 星途等人倒是没什么反应 他们的职责 本来就是保护新华岛的安全 这一点和警方的职责 是完全重叠的 原则拿出全岛的地图 在沙滩一带他点了两个红点 说道 这里是 任其买到毒品的酒吧 这里是两名死者 曾去过的酒吧 张天忆说道 两名死者的毒品 究竟是不是从酒吧里买出来的 现在还不好说呀 我们的行动目标 应该锁定在 任其买到毒品的这家酒吧 尤其是 酒吧的老板和服务生 一个都不能放过 李梦龙下意识地问 这家酒吧的老板是 星途看掩孙凯 见后者脸色难看 面沉似水 他笑了笑 抬手指了指 说道 最大的老板 就是他 见李梦龙张大了嘴巴 诧异地看向孙凯 他含笑解释道 这岛上的娱乐设施的成租 都是由娱乐公司负责 凯子是娱乐公司的总经理 他当然是幕后大老板了 孙凯皱着眉头说道 沙滩一带的铺位 可是很早以前就已经租出去了呀 言下之意 你安保部也别想摆脱干系 沙滩一带的很多铺位 被租出去时 无尽娱乐公司还没成立呢 李梦龙美好气地白了他俩一眼 都什么时候了 你俩还在这相互推诿呢 他用手指头重重点下地图的红点说道 那我们就先对这家酒吧下手 酒吧里的工作人员 统统都在抓捕之列 现在不能行动 任祺提醒道 沙滩的游客太多 而酒吧里有没有暗藏武器 我们还无法判断和确定 李梦龙看向任祺问道 任小姐的意思是 任祺向窗外望望 目光深邃地悠悠说道 李局长 天就快亮了 李梦龙下意识地望眼窗外 今晚的游客们已经疯完了一宿 等到天亮 正是人们开始休息的时候 当然 这也是他们开始行动的最佳时机 他点点头看了看手表说道 那先把这间酒吧监视起来 等到六点我们开始行动 彻底清查所有的酒吧 星途没有意见 嗯 李局长 这次的行动 你就留在这儿做总指挥吧 李梦龙明白 星途这么说 是故意把功劳让给自己 帮自己挽回颜面 他感激地对星途一笑 星先生啊 这次的行动还要拜托你们安保部 多多协助警方啊 星途回答得很干脆 嗯 责无旁贷 虽说以星途为首的安保部 隶属于无警公司 但李梦龙多多少少也能看出一些其中的门道 安保部表面上挂靠在无警公司旗下 实际上很有可能与军方挂钩 别的不说单说安保部手中掌握的武器装备 不仅长枪短枪一应俱全 连巡逻艇以及重机关枪 甚至机关炮这种大杀伤性的武器都具备 关键他们还不是偷偷摸摸撕藏着这些武器 而是得到了国家的许可光明正大的携带 要说他们跟军方没关系 那又怎么可能呢 说白了 安保部只是打着无警公司的幌子 事实上他们就是新华岛上的助导部队 接下来李梦龙和星途等人开始商议具体的行动计划 还制定出了好几套应急方案 长话短说 早上六点 原本人满为患的沙滩上 现已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玩了一晚上的游客 要么回酒店休息 要么去到游轮上休息 还滞留在沙滩上的游客数量已经很少 而且大多都已经钻进各自的帐篷里睡觉了 酒吧里的工作人员忙碌了一晚上 无不时面露卷色 连连打着哈欠 一名服务生从酒吧的帐篷里走出来 睡眼朦胧地伸了个懒腰 迷迷糊糊地向附近的卫生间走了过去 在卫生间里解了个手 他提着裤子刚走出来 突然一只大手从他身侧猛伸过来 一把握住他的嘴巴 这名服务生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人已经被强行拖到卫生间后 这名服务生吓得是睡意全无 定睛一看 好嘛 在这儿还蹲着十好几好人呢 他们的打扮一致 揭穿着黑衣黑裤 外面黑色的作战背心 头上戴着黑色的头罩 直露出眼睛在外面 脚下黑色的军靴 手上戴着黑色的断纸手套 身上背着黑色的微型冲锋枪 枪口处还安装着消音器 捂住他嘴巴的那名黑衣人 将一把匕首抵在他的脖梗前 冷冰冰地说道 喊一声 我就割断你的喉咙 服务生吓得脸色煞白 眼睛瞪得好大 颤巍巍地点下头 黑衣人把捂住他嘴巴的手 慢慢放下来 问道 酒吧里还有多少人 我 我不知道啊 他话音未落 黑衣人将匕首的锋芒用力顶了顶 顿时间服务生的脖梗处皮肤被割破 鲜血流淌出来 我 他刚要大喊 黑衣人一把又捂住他的嘴巴 沉声说道 你是想死吗 说话之间 他做事 要把匕首 割下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1007集 服务生的脑袋不敢乱动 嘴巴又说不出话来 抬起左手连连摇动 黑衣人将匕首又用力压了压 而后才把手放下来 问道 里面有多少人 有 有 经理 还有 服务生话还没说完呢 站于附近的一名黑衣人 突然抠动扳机 随着两声低沉的闷响 服务生的胸前 乍现出两团血雾 人也随之当场毙命 制住他的黑衣人 先是一愣 紧接着看向开枪的同伴 惊讶道 吐狗 你怎么把人给杀了 开枪的黑衣人 正是原则 他向服务生 下垂的右手边 挪挪嘴 众人顺着他的视线 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原来这个服务生 在故作惊慌失措的同时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脚踝处抽出一把 巴掌大小的 波浪宁手枪 此时手枪就掉落在 他的右手手边 黑衣人放开服务生的尸体 将手枪捡起 仔细看了看 暗暗皱眉 谁能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 不起眼的服务生 身上竟然还配备着 波浪宁M1906型号手枪 原则环视在场众人 一字一顿地提醒道 我们现在面对的 可不是普通的罪犯 而是提着脑袋 贩毒的亡命之徒 如果不能彻底 确定对方失去威胁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其直接击毙 在场的众黑衣人 齐刷刷地点下头 通过这名服务生 他们也算明白了 在被人用刀 逼入喉咙的情况下 对方还想着 要拔枪一战 这是典型的 亡命之徒的作风 从中也不难看出 这些人的彪悍程度 原则深吸口气道 准备行动 众黑衣人 最后一次检查装备 等人们都准备完 原则用手指 点了点自己的尖头 说道 再重复一遍 我们的职责是什么 保卫新华岛 众人一口同声道 记住我们的职责 说完话 原则端着微型冲锋枪 率先从卫生间后面冲出来 其余众人纷纷跟着跑出来 冲在前面的原则 向后面连续打着手势 人们迅速分散开来 有人占据位置极佳的射击点 有人向酒吧后方包抄 有人继续跟在原则的身后 向前突进 当他们快要跑到酒吧帐篷进前的时候 突然间 从里面又走出来两名穿着服务生制服的人 双方相隔有五六名远 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照面 那两名服务生先是一正 紧接着反应过来 张大嘴巴正要尖叫 数颗子弹同时射在他们的身上 这两名服务生眉心搏梗胸前 乍现出几团血物 嘴巴还保持着大张的姿态 但却一声没喊出来 两具尸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喂 你俩 帐篷里传来惊呼之声 一名服务生看到同伴莫名其妙地倒地 正要跑过去查看怎么回事 刚好和冲进来的原则等人撞个正着 你们 他只来得及说出你们二字 原则一枪托砸在他的面门上 这名服务生惨叫一声 仰面而退 一屁股坐到地上 满脸全是血 他还没回过神来 人已被一股蛮力强行摁倒在地 紧接着咔咔地声响 他的双手被对方用尼龙扎带 死死捆绑在身后 与此同时 他的嘴巴被堵住 头上也被套上黑布罩子 对方的速度太快 快到他已经和对方面对面了 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对方的长相 又是什么穿着打扮 酒吧里端 还有两名服务生躺在椅子上睡觉 听闻动静 迷迷糊糊地坐起来 他二人也和刚才的同伴一样 什么都没看清楚 便被突如其来的身影死死摁在地上 帐篷是有夹层的 也就是后台 似乎听闻到外面的动静不对劲 后台先是传出两声嘶吼 紧接着冲出来两名手持枪械的大汉 看到冲进酒吧的黑衣人 他俩刚刚要开枪射击 帐篷外面先射进来一颗子弹 郑重一名大汉的太阳穴 将其当场击毙 另一名大汉更惨 被袁泽等人急火射击 一瞬间便打成了人肉筛子 后台传出了帆布被利器划开的声音 袁泽心思一动 急声说道 对方要跑 说着话 他端起枪冲向后台 他刚进到后台 迎面便飞来一把椅子 将他端着的威冲撞飞出去 与此同时 一道寒光向他的脖梗闪了过来 袁泽反应也快 侧身向旁闪躲 对方一击不中 又是一刀横扫出去 袁泽抽身而退 杀的一声 刀锋将他外面的战术背心 划开一条长长的口子 那人逼退袁泽后 也不追击 顺着帐篷被划开的裂口 一头飞扑了出去 也就在他扑到外面的瞬间 人还未能从地上站起呢 周围已有三把威冲的枪筒 先顶住他的脑袋 那人身子一僵 迟疑了片刻 慢慢将双手抬了起来 他正暗暗打算 抽冷子一刀 砍出去的时候 袁泽剑步冲到他的背后 一脚踹在他的膝弯处 将他直接踢跪在地 然后袁泽顺势扑在他的身上 将他死死地压在地上 周围的三名黑衣人 也跟着围拢上前 摁住对方的双臂 将他手中刀强行躲下来 另有人抽出尼龙杂带 狠狠捆绑住他的双手 这人被压在地上 根本动弹不得丝毫 他咧开嘴 发出哈哈的狂笑声 大声吼道 我去你们大爷的 你们怎么抓的老子 还他们得怎么放了老子 他话没说完呢 袁泽将一团汉金 硬塞进他的嘴巴里 向周围的手下人甩头道 带走 酒吧里一共有九人 被当场击毙五人 另外的四人 全部被生擒活捉 在清理尸体 带走俘虏的时候 袁泽等人 对酒吧展开了搜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着实吓人一跳 在酒吧的后台 他们又搜出来三把手枪 以及上百发的子弹 另外他们在冰柜的冰块里 找到两大包的毒品 都是人其买到的 那种蓝色的药丸 也就是名为 零号胶囊的毒品 袁泽这里 只是整场行动的一角 在他们这边的行动结束之后 张凯张天忆等人联合警察 分别对沙滩上的 所有酒吧级娱乐场所 进行了突击检查 他们在检查的过程中 没有像袁泽这边这样 遇到这么多持枪的亡命之徒 就算有人携带武器 大多也是匕首 弹簧刀之类的冷兵器 他们先后在三家酒吧里 查收到毒品 但是数量都不多 加到一起也没超过50克 而袁泽这边的两大包毒品 估计得不下400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08集 通过武器装备和私藏毒品的数量 也可以判断出来 原则等人偷袭的这间酒吧 是另外那三家贩毒酒吧的源头 他们这次的突袭行动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快 速战速决 尽最大可能的不惊动岛上的游客 被他们逮捕到的嫌疑人 合计30多号之中 由于人数太多 连区公安分局都装不下 只能送到安保部 由安保部暂时负责收押 接下来就是展开突击审讯 他们要知道在岛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毒品货源 如果没有其他的毒品货源 他们就要查明白 这些毒贩是怎么把毒品 运到岛上的 被逮捕的人实在太多 信徒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对他们进行逐一审问 他重点审讯的对方 是被原则请到的那四个人 这四个人都是强硬的亡命之徒 即便已经被人抓了个现行 但人证物证俱在 可他们的态度依然是飞扬跋扈 嚣张又狂妄 完全不把信徒等人放在眼里 信徒也没客气 审问的时候 在他们身上都动了形 那三名服务生骨头软一些 先后都招供 不过他们都是小弟级别的 知道的事情不多 也不重要 关键人物是那个酒吧经理 也就是持刀打算逃走的那名大汉 这人名叫王猛 绰号猛哥 审问他的时候 信徒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来 可他就是什么都不肯说 一天的时间下来 审讯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 当天傍晚 信徒给吴静欢打去电话 向他汇报案子的进度 把情况向吴静欢详细说明之后 信徒忍不住叹口气 无奈地说道 那个叫王猛的人 嘴巴太硬了 突破口明明就在他身上 可他什么都不肯说 此时吴静欢正坐在客厅里 和玉连婷一起玩五子棋 他拿着电话 聚精会神地看着棋盘 心不在焉地问道 信徒觉得这王猛背后还有人啊 信徒点点头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可是王猛根本不肯说出 他背后的人是谁 吴静欢拿起一颗棋子 放在棋盘上 同时冲着对面的玉连婷 呲牙一笑 玉连婷看着棋盘 慢慢拿起棋子 手放下来又抬起 抬起又放下来 来回反复了好几次 眉头也越皱越深 他忍不住挑起目光 看一眼对面的吴静欢 吴静欢下棋的特点 是喜欢布局 稍微不注意 让他布局成功了 便会被他一棒子打死 我靠吴子棋还要布局啊 玉连婷收回目光 又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 吴静欢嘿嘿一笑说道 有时候 也不需要他开口说话 电话那边的星途 不解得扬起眉毛 但凡做过 就必然会留下痕迹 在新华岛上 还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查不出来的吗 吴静欢慢悠悠地说道 给被抓的那些人 都拍张大头照 送到研发中心 找人工智能部门的同事 让他们帮忙 用人脸识别系统 查找这些人 在岛上的全部录像 然后再慢慢地排查 终究是能找到线索的 星途文言 眼睛顿时一亮 他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 对呀 自己怎么把这个便利条件 给忘了 新华岛上什么最多 监控摄像头最多 只要上了岛 只要在公共场所活动过 就一定会被监控摄像头 记录下来 季欢 我明白了 我这就过去一趟 玉连亭犹豫了好半赏 终于把手中的棋子 慢慢落在棋盘上 随着他棋子落定 吴静欢嘴角微微扬起 笑道 这下你完了 说着话 他拿起一颗棋子 连想都没想 快速落子 什么 电话那头的星途 没听明白 我什么完了 没说你 我下棋呢 星哥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了 那好 先这样啊 吴静欢挂断电话 把手机扔到一旁 含笑看着对面的玉连亭 问道 还不认输吗 玉连亭认真地看着棋局 思前想后好一会儿 终于还是头子认输了 他气恼地瞪了吴静欢一眼 愤愤不平地说道 你都赢三局了 能不能让让我 如果是因为我故意让着你 你才赢的 你会高兴吗 这倒也是 玉连亭不服气地说道 我们再下一局 吴静欢无所谓的怂怂间 举目看向坐在不远处 看电视的金 金啊 要不要过来一起玩啊 金转头看向吴静欢 后者乐呵呵地说道 你跟婷婷一伙 我一个人吓你们两个 是可忍孰不可忍 玉连亭气呼呼地咬牙嘟囔着 他回头说道 金过来 我们两个吓死他 太吓人了 且说星途那边 他按照吴静欢的意思 给几名毒贩 拍了好几张大头照 然后去到吴静公司的研发中心 目前 研发中心已经正式改名为 吴静科技公司 星途到了这之后 直接去找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冯绍婷 见面之后 听明白星途的来意 冯绍婷二话不说 正色道 这事简单 包在我们身上 冯绍婷带着星途去往科技中心的人工智能部门 目前负责人工智能这块的是刘京 刘京是计算机神经科学博士 他专业的领域是人工智能 让计算机能像人一样拥有自主学习 自主收拾资料等能力 人工智能部门的面积很大 尤其是信息库 里面都是一台又一台的大型电脑设备 放眼望去 一排排一列列 密密麻麻 新华岛所有摄像头拍下的录像 基本都储存在这 刘京把星途提供的大头照 交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先是输入电脑 系统自动识别几名毒贩的面部特征 然后对储存的录像 进行快速播放和搜索对比 这些都不用人工操作 而是由电脑系统自动完成 看着电脑屏幕上 不停闪烁的播放画面 而且都是在加速播放 比正常的播放速度 起码要快了十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星途只看了一会儿 便感觉头昏眼花 他吞了口唾沫 看眼站在一旁的刘京 敢笑着问道 刘博士 叫刘主任就好 刘京面无表情地说道 刘主任 只是这样 就可以查出来几名毒贩 以前的录像了 听闻他的话 刘京本就阴沉的脸 更加阴沉 质问道 心经理不相信我们的技术 如果心经理不信任我们的技术 就不该来找我们帮忙 浪费我们的时间 刘京对人的态度一向如此 绝非只针对星途一个人 后者被刘京用话掖得直翻白眼 接下来没有再多嘴询问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1009集 没过多久 电脑屏幕上开始出现闪烁 刘京走上前去 用鼠标在电脑上点了点 屏幕中跳出来一段录像 星途见状急忙走上前去 定睛细看 录像拍摄的内容 是一栋建筑的大门 星途只看了一眼便辨认出来 下意识地说道 是新华8号办公楼啊 当话音刚落 就见录像中有一人 不紧不慢地走进大门 在他进入大门的前一刻 画面定格 一个白色的方框 出现在他的头部 把他的头部圈起来后 进行放大和清晰处理 画面慢慢转化 一张清晰的侧脸 出现在屏幕当中 紧接着王猛的大头照 也出现在屏幕里 两张照片进行面部特征对比 相似度达到99% 基本吻合 其实根本不用再进行对比 只要看到那张从录像中提取出来的放大照 星途便可以百分百地肯定 这个人就是王猛没错 他眯了眯眼睛 新华8号办公楼 里面的公司没有上百家 也有数十家之多 让他心跳加速的是 红天集团的办事处就在这 想到这 他眼中闪现出金光 下意识地抓住刘金的胳膊 刘主任 赶快帮我查查办公楼里的录像 我要知道他去的到底是哪层楼 哪家公司 刘金站在原地没动 只是目光直直地看着星途 星途等了一会儿 没见到刘金有进一步的动作 他不解地看向刘金问道 刘主任 怎么了 你抓疼我了 刘金说话时目光低垂 特意看了看捏他胳膊的那只大手 星途反应过来 急忙把手松开 面红耳赤地说 抱歉刘主任 我不是 他还没知误完呢 刘金已经拿起鼠标 在电脑上连点起来 接下来 系统便锁定了王猛 电脑屏幕中自动播放的画面 不停地变换 把王猛进入办公楼后 是怎么进的电梯 在电梯里坐了什么 上到第几层楼 最后又走进哪家公司 都拍摄得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 即便是星途 也被系统的自动追踪功能 震惊得折舍不已 当他看到王猛最终走进的是 红天集团办事处时 他终于回过神来 暗道一声 果然是他们 王猛进入红天集团的办事处后 他在里面做过什么 又见过谁 摄像头已经拍摄不到了 但是掌握到 王猛和红天集团有关系 这个信息 对于星途而言 已经足够了 现在他基本可以断定 这个王猛十之八九 就是鸿门的人 这也符合他被擒后的态度 在内陆地区 鸿门横行霸道惯了 被抓之后 拖拖关系就可以被放出来 王猛显然把新华岛 也当成内陆地区了 他眯了眯眼睛 心中正思前想后的时候 突然瞥见刘精向外走去 星途急忙追过去问道 刘主任 您怎么走了 刘精质问道 你知道全岛有多少摄像头吗 在信息中心 又储存着多少录像吗 就算有识别系统 进行自动对比 若没有几十小时 也完成不了 难道我还要在这里 一直等下去吗 星途目送着刘精背影远去 等他走后 他看向冯绍婷 好奇地问道 老冯啊 刘主任是不是 对我有什么成见 冯绍婷扑斥一声乐了出来 刘公为人都是这样 对谁都冷冰冰的 你也别往心里去 即便是吴先生来了 他也是这个态度 星途摇了摇头 虽说刘精长得眉清目秀 但已经三十好几了 还没嫁出去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学历高 一般人本就高攀不起 性格又古怪 能高攀得起的 也未必能受得了的 冯绍婷拍拍星途的胳膊说道 要想查出这些毒贩的全部资料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 星经理啊 你也别在这儿等着了 等出结果了 我给你打电话 星途点点头 其实他最想知道的答案 已经出来了 王猛的背后 十之八九 就是红天集团办事处的负责人 桑微 星途对冯绍婷说道 老冯啊 你把刚才那几段录像 拷贝一份给我 哎 好 冯绍婷没有二话 答应一声 让人把几段录像 拷贝到优盘里 星途离开研发中心 就进去了吴敬欢的别墅 打算把他目前查到的情况 向吴敬欢汇报一遍 他到别墅时 吴敬欢还在和玉莲亭下棋 只不过聚集在玉莲亭身边的 已不是只有金一个人 向猛 红云云 叶末 也都凑到玉莲亭的左右 为他执招 吴敬欢则是老神在在地坐在对面 时而喝口茶 时而转头看看电视 完全不把对面那些人放在眼里 与他的象棋棋力相比 他的吴子棋吓得的确好 甚至可以说是顶尖级的 玉莲亭身边聚集了这么多的参谋和军师 和吴敬欢下了这么久 有始至终也未能赢下他一局 星途到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 他走到众人镜前 好奇地低头看了看棋盘 脱口问道 哟 下围棋呢 在场的众人棋刷刷地白了他一眼 相猛说道 围棋棋盘哪有这么小的 这是吴子棋 不管是围棋还是吴子棋 星途都没有太大兴趣 他把优盘从口袋中掏出来 递到吴敬欢面前说道 敬欢 刚才我去了科技公司那边 通过技术手段 查到王猛曾和张薇接触过 这是王猛去红天集团 版师处的录像 吴敬欢眼眸闪了闪 结果优盘在手中翻来覆去的把玩 对于这个结果 他一点也不意外 当他知道红天集团在新华岛 设立了办事处的时候 他就已经断定 红天集团的人绝对不是来简简单单地做生意的 他放下优盘 拿起一颗棋子 悠悠地说道 鸿门的人就像一群虫子 一群带毒的虫子 发现了他们如果不能及时处理 任由他们为所欲为 哪怕是参天大树 用不了多久 也会被他们啃咬个千疮百孔 毒液会把树根都腐蚀得干干净净 说着话 他把手中的棋子拍在棋盘的一角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1010集 简状 对面的众人同时一愣 纷纷下意识地看着吴静欢 他这步走得太怪异 远离战场落下一子 不知打的什么鬼主意 玉莲亭面色凝重地拿着棋子 迟迟没有落子 举棋不定 其他人也都眉头紧锁 暗暗琢磨这步棋该怎么下 他们心里很清楚 吴静欢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下一步废棋 但又实在看不懂也猜不透 他这一步的用意 星途点了点头 表示吴静欢所言有理 他问 趁现在鸿门的势力才刚刚进来 我们先下手围墙 逮捕赃威 把鸿门的势力连根拔掉 吴静欢向幽盘弄弄嘴问道 王猛从脏威那边拿毒品的过程 要拍下来 星途摇摇头 并没有 那星哥用以什么罪名去逮捕脏威呢 星途眉头紧锁 沉思未雨 吴静欢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们现在面对的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鸿门 不能留下任何的破绽 也不能落下一丁点的口实 不然反受其害的只会是我们 对面的御连亭思前响后 终于把手中的棋子落在棋盘上 吴静欢瞄了一眼 淡然一笑 没有多做思考 紧跟着走了一步 这一步是主攻的 御连亭没有多余的选择 只能无奈防守 这回两个人对异的速度 明显快了起来 一个攻一个手 黑白棋子啪啪啪地 不断落在棋盘上 星途挠了挠头发沉思许久 也想不出太好的应对之策 问道 静欢那你的意思呢 吴静欢下棋的速度不减 同时说道 第一 既然查出王猛和张薇有瓜葛 让研发中心那边 顺带查查张薇这个人 如果我们运气够好 或许能发现些线索 星途文言立刻点下头 对 这个人是应该重点调查一下 第二 至于王猛那些人 通通交给警方处理吧 该判的判 该法办的法办 还有啊 顺便提醒一下李梦龙 鸿门的人一定会去找他 如果这次他的腰杆子硬不起来 以后他事事都得受制于鸿门 别说他以后做不了区长 连局长都会做不下去 别的地方 我不敢保证 只要他还在新华岛 我可以向他保证 没人能动得了他 星途看了一眼 正聚精会神下棋的吴静欢 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心思 究竟是在棋盘上 还是放在这桩案子上 不过 他也不得不承认 吴静欢想事情 的确想得周全 连鸿门的人会找上李梦龙 他都提前预估到了 好 我会向李局长讲明白的 吴静欢看了看他 笑问道 晚上吃饭了吗 还没呢 我准备回公司吃 别回去了 就在这吃吧 吴静欢拿起最后一颗棋子 拍在棋盘上 这颗棋子 与刚才他下的那颗废子 刚好联系上了 四三绝杀 他呲牙向对面一笑 说道 你们又输了 玉连亭看了看棋局 不满的一推棋盘 气呼呼地说道 不玩了 吴静欢站起身形 顺带手把玉连亭也拉起来 走 我们去做饭 他二人一起做饭 吴静欢自然是主厨 玉连亭只是帮他打打下手 做饭的时候他好奇地问道 静欢 你这次打定主意 要和鸿门过不去了 吴静欢耸耸肩说道 不是我和他们过不去 是他们跟我过不去 自我经商以来 对新华岛 我可以说投入了我的全部 在我眼中 他就像我的孩子 现在有人叫做我的孩子吸毒 我能忍吗 这些年来 新华岛没有发生过 一桩重大的刑事案件 最大的案子也就是小偷小摸 鸿门倒好 一来就弄出两条人命 如果不能把鸿门的势力 彻底清除掉 以后的新华岛 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鬼样子的 他这些年来的心血 弄不好都得毁于一旦 玉连亭点点头 对于吴静欢强硬的做法 他既能理解 也表示支持 他提醒道 鸿门可不简单 六合一直想置鸿门于死地 但却始终没有抓住机会 反而自己还付出不小的代价 静欢 你也要小心 放心吧 在别的地方 我或许斗不过鸿门 但在新华岛 他们还奈何不了我 这点信心 吴静欢还是有的 玉连亭话锋一转 试探性地问道 静欢 过两天 我们回趟S室吧 吴静欢愣了一下 随即应道 好 虽说玉连亭和玉振英 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和玉振英的关系 比吴静欢和玉振英的关系 要亲近得多 当晚 无话 一日早上 吴静欢还没起床呢 外面传来轻微的敲门声 吴静欢睁开眼睛 先是看眼身旁的玉连亭 见他还在熟睡 他轻手轻脚地下床 将房门打开 走出卧室 站在门外的是金 吴静欢小声问道 什么事啊 欢歌 赃薇来了 现在就在门外 金正色说道 吴静欢眨眨眼睛 赃薇没有去找李梦龙 而是先找上自己 这倒让他挺意外的 他沉吟片刻 知道了 让他在客厅里等我 是 欢歌 金答应一声 转身下了楼 这次赃薇来拜访吴静欢 身边并没有带手下人 他这么做 既是示好 也是向吴静欢表示 自己并没有敌意 金把他请进来之后 他在客厅里 坐了十来分钟的时间 也以穿戴整齐的吴静欢 从二楼走了下来 赃薇举目看向吴静欢 这次是他人的第一次见面 看清楚吴静欢的样子 赃薇稍稍愣证一下 吴静欢比他想象中年轻得多 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 中等偏上的个头 身材有些消瘦 向脸上看 相貌谈不上英俊 但也绝对称得上清秀 最为吸引人的 是他那被无数听众吐槽过的眼睛 布满了碎光 仿佛蒙上一层水雾 给人的感觉是水汪汪的 任谁见了 都会忍不住多看上几眼 等吴静欢走到自己面前 藏薇回过神来 咧嘴一笑 主动伸出手说道 比人藏薇 对吴先生可是久仰大名啊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贤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一十一集 吴静欢嘴角擒着笑意 慢条思理地和他握了握手 不管他心里多么讨厌对方 但表面的礼节上 他通常都会做得很到位 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 张先生 请坐 吴静欢向张薇摆了摆手 哎 哎呀 冒昧来访 我没有打扰到吴先生吧 张薇笑呵呵地问道 你人都来了 这么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吴静欢笑了笑问 听说张先生 是红天集团 设在新华岛分公司的经理啊 哎 哪里哪里 张薇连连摆手说 什么分公司啊 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处而已 我更算不上经理 就是区区一个办事处主任罢了 说话之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吴静欢 这张名片最醒目的 当属中间四个烫金的大字 红天集团 吴静欢只是瞄了一眼 便随手将名片揣进口袋里 见状 张薇暗暗皱眉 以红天集团的名头 谁见了不畏惧三分啊 可吴静欢看了后 竟然完全没有反应 他心里正琢磨着 吴静欢问 张先生这次来找我 想必是有事吧 张薇连忙道 不怕吴先生见笑 我这次还真是有事相求啊 张先生有话请讲 我听说吴先生的安保部 抓了一个名叫王猛的人 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啊 王猛 吴静欢故作沉吟 想了片刻才恍然大悟的 啊 你说的那个王猛是 贩毒的那个毒贩吧 张薇连眯了眯眼 黑黑一笑说道 哎呀 吴先生 我想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 我跟王猛那可是多年的朋友 兄弟 老交情了呀 他是不是毒贩 我能不清楚吗 我估计啊 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的 我这次来呢 也是想请吴先生能网开一面 放了王猛 藏威根本不掖着 藏着他和王猛的关系 通过这一点也不难看出来 他嚣张的程度 根本没把王猛被抓当回事啊 吴静欢看着藏威 过了一会儿 他呵呵地轻笑出来 提醒道 藏先生 王猛涉嫌的可是贩毒啊 而且人证物证俱在 藏威不解地问 哦 人证是谁啊 王猛的手下已经招供了 举证王猛 是他命令他们在酒吧里贩卖毒品的 一派胡言 这就是诬告陷害啊 烧盾他又问道 那物证呢 吴静欢笑呵呵地道 在王猛经营的酒吧里 搜出来数百颗之多的硬性毒品 藏威眨眨眼睛 猛地一拍巴掌 哎呀 这就对上了嘛 是王猛的手下怀恨在心 诬告陷害他的同时又故意栽赃 目的就是想置王猛于死地 哎呀 说到这儿他还感叹了一声 摇头继续道 真是人心险恶呀 吴先生 现在案情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王猛是无辜的呀 他的手下才是罪魁祸首 吴先生 还是让你的人把王猛放了吧 吴静欢文言差点笑出来 气笑的 他此时真想问一问 赃威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叉了 赃威当然没有把吴静欢当成傻叉 恰恰相反 他知道吴静欢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面对几方 吴静欢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他咧嘴一笑 我知道 那个猛子这次惹说的事情不小 那虽然说责任不在他 但毕竟和他有关 这样吧 只要吴先生放了猛子 以后我让他回内地 再也不上岛一步 吴先生 如此可好啊 在赃威看来 自己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对吴静欢够客气的了 吴静欢与赃威对视片刻 仰面而笑 哎呀 王猛是不是被人栽赃陷害 我不是法官 我无法判定他是有罪还是无罪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如果他确定是被人陷害 我相信他最终会被无罪释放的 听闻这话 赃威眼眸一闪 自己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吴静欢还听不懂啊 他心思转了转 了然一笑 伸手入怀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 推到吴静欢的面前 我知道 这次猛子给吴先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这点心意呢 算是我带猛子向吴先生道个歉 吴静欢拿起支票 打开看了看 呵 好大的手笔 竟然是一张五百万的支票 看吧 他把支票放在茶几上 推回到赃威面前 说道 赃先生 我想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我无法 也无权判定王猛是有罪或无罪 赃先生来找我 其实也是找错了对象 你应该去找法官才对啊 赃威脸上的笑容僵住 他的指尖在支票上轻轻的敲打 片刻后他仰起眉毛 似笑非笑的问道 这么说来 吴先生是不想帮这个忙 也不肯给这个面子了 没等吴静欢接话 赃威身子向后倚靠 老神在在地翘起二郎腿 说道 本来只是一件小事情 吴先生只需要抬抬手 就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如果吴先生不给面子 非要跟我们作对 那原本的一件小事 没准就会变成大事了呀 吴静欢大笑起来 他身子向前叹了叹 好奇地问 请问 赃先生所说的大事 又是什么事 赃威眼中射出两道寒光 直勾勾地凝视着吴静欢 后者满面的从容 毫无巨异地与他对视 过了许久 赃威一字一顿地说道 吴先生可是打定了主意 要和我们作对呀 吴先生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的后果又是什么 赃先生 我也得提醒你一句 这里是新华岛 不是SY 也不是内地 你得先弄清楚 在这儿真正能做主的人 到底是谁 赃威疼得一下 站起身形 寒光四射的眼睛 在吴静欢的身上 扫来扫去 过了许久 他语气阴森地冷笑道 别说新华岛还在中国 就算他漂到国外了 我们想要弄死个把人 也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他这句话 无疑是刺激到了吴静欢 最深的那根神经 前世的他 其实就是赃威口中的 那个个把人 他的拳头慢慢握紧 指甲都深深嵌进 掌心的皮肉里 心中已是气急恨急 但是他的脸上 愣是没有一丁点的表露 他乐呵呵地说道 我人就在这儿啊 张先生有什么本事 尽管向我使出来就是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一十二集 桑薇抬起头来 指了指吴静欢 再什么话都没说 转身向外走去 他拉开别墅的房门 正要出去 吴静欢突然叫住他 桑先生 桑薇停下脚步 扭转回头 怒视着吴静欢 一声没坑 吴静欢悠悠说道 在你临走之前 我也好心劝你一句 这次王猛的案子 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 不仅涉及到贩毒 还涉及到两条人命 见脏薇脸上 露出不以为然之色 吴静欢又道 我知道 对于你们而言 两条人命 根本不算什么 大不了花点钱 找个替死鬼 就把事摆平了 可我还是那句话 这里是新华岛 不是别的地方 对那些敢于在新华岛上 贩毒的人 脏尾冷哼一声 转身踏出房门 拂袖而去 吴静欢耸耸肩 面带笑意地 看向一旁的金说道 金 来帮我沏杯茶 金点头应了一声 向茶牌 向茶牌那边走过去 等他离开 吴静欢把右手抬起 慢慢张开僵硬的手指 掌心里刻着四个 深深的指甲凹痕 每个人的忍耐 都是有极限的 吴静欢也不例外 在新华岛之外的地方 他奈何不了鸿门 但在新华岛这一亩三分地 他也绝不会给鸿门 染指的机会 只是想让王猛供出脏威 又谈何容易 脏威在鸿门 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只是SY分堂的 一个高层头目 在鸿门内部 他连中层干部都算不上 只不过在SY 他还算是友谊号的 他和王猛的确是发小 交情过命 这次他打着 红天集团的旗号 跑到新华岛来开疆拓土 自然要把他最为倚重 有最为信任的兄弟 王猛带在身边 赃威自己并不向外贩毒 贩毒的工作都交给王猛去做 王猛也的确没让他失望 自己经营酒吧贩卖毒品的同时 还把毒品卖进了其他酒吧里 这段时间 赃威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王猛为赃威卖命的同时 赃威对王猛也着实不薄 这次他能拿出五百万来救王猛 便可看出他人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 可越是这样 王猛越不可能供出赃威 而新华岛上的监控 也不可能拍到他人之间的那些秘密勾当 虽说明明知道赃威是幕后的主使 但根本就抓不到他的罪证 当天 李梦龙亲自审问了王猛一整天 确切地说 王猛已经被审了两天一夜 期间一点觉都没睡 在安保部的审讯室里 墙壁上有很多的挂钩 安保部的人把王猛的手铐固定在挂钩上 站站不直 躺又躺下去 只要他稍稍一闭眼睛 旁边立刻有人拿电棍去垫挂钩 电流顺着挂钩手铐传到他身上 让王猛浑身直打哆嗦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王猛还像是滚刀肉似的 油盐不尽 不管李梦龙怎么威逼利诱 他就是什么都不肯说 李梦龙见过顽固的犯罪分子 但还真没见过像王猛这么明顽不灵的 一天时间下来不说王猛怎么样 连他自己都是身心俱疲 等到晚上 李梦龙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和星途打了声招呼回家去休息 临走之前他问星途 星经理 今晚还不让他睡吗 会不会搞出事啊 星途淡然一笑 李局长放心吧 算上今晚也才两天两宿而已 死不了人的 李梦龙点点头不再多问 他又看看审讯室里身子勾搂着的王猛 他的身上全是汗 脚下的地面都湿了一圈 可就是不开口 什么也不说 他摇摇头道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死硬牌 星途笑了笑 他倒是见过 在零三一时 被他们抓住的恐怖分子 基本都像王猛这样顽固 当然了 他们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段 要比对付王猛凶残得多 很少有恐怖分子能熬得过去 他对李梦龙道 李局长 你先回家休息 我想 再熬他个两三天 他自然会把一切都交代出来 希望如此吧 李梦龙叹口气 他能不能反败为胜 扭转局面 就看他对这个案子的侦破 能不能令公众满意了 只抓到王猛这条小鱼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离开安保部 李梦龙乘车回家 把车子停在公寓的地下停车场 他向电梯间走去 到了电梯间这儿 看到有两个人正在等电梯 这两个人年纪都不大 二十出头 一个穿着T恤 一个穿着水洗布的马甲 李梦龙看了两人一眼 站在一旁 时间不长 盯的一声 电梯到达 那两名青年先走进轿乡 李梦龙随后跟了进来 若换成旁人 根本不会多关注这两名青年 可李梦龙不是一般人 他是警察出身 神经十分敏锐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两名青年 很有可能是冲着自己来的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也说不上来 或许是通过对方 看向自己的眼神吗 电梯向上运行 站于李梦龙背后的那两名青年 眯了眯眼睛 二人的手不约而同地摸向身后 李梦龙虽是背对着他俩 但通过电梯门的反光 还是能瞧见他二人的动作 他心里暗道一声不妙 可还没等他做出下一步的反应 那两名青年各自从后腰抽出一把匕首 一人持刀刺向李梦龙的后脖根 另一人持刀狠狠捅向他的后心 李梦龙透过电梯门的反光 看到背后的两名青年有动作 他来不及细想 出于本能反应 身形向旁猛地窜了出去 刺向他后心那刀刺空 而刺向他后脖根那刀 则深深插进他的左后肩 这一刀的力道之大 大半截刀身都没入进去 李梦龙疼得大叫一声 眼前发黑 险些当场晕死过去 他怒吼着扭转回身形 双手使出全力向外一推 两名青年站立不住 连连后退 身子撞在轿箱壁上 发出砰砰 两声闷响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一十三集 恰在此时 电梯的叫响 突然停了下来 随着钉的一声提示音 电梯门打开 站在门外的是一家三口 李梦龙也不管这是几楼了 想都没想 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那两名青年脸色难看 提着匕首随后便追 不过 他俩追出去的快 跑得也快 李梦龙冲出电梯后 终于找到掏枪的机会 他把累下的手枪拽了出来 扭转回身 指向那两名追杀过来的青年 看到李梦龙竟然随身带枪了 两名青年眼中闪过一抹金色 他二人片刻都未耽搁 转身就跑 这眨眼的功夫便跑进安全通道里 随着咚咚咚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 大人飞快地跑下楼 李梦龙不是不想追 而是根本无力去追 看到两名青年逃走 他再坚持不住 手中枪落地 身子向旁 两脚两步 倚靠着墙壁 慢慢滑坐到地上 只见墙壁上 多出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他背后的半边衣服 都快被鲜血浸透了 那一家三口 站在原地都惊呆吓傻了 过了一会儿 他们才反应过来 女人和孩子吓得连连尖叫 男人也是满脸的惊慌失措 手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 拨打急救电话 以前李梦龙下了班 是不配枪的 今天他之所以会配枪 还多亏了星途的提醒 这次他们对付的毒贩 很有可能是鸿门的人 必须得提防鸿门的人 伺机报复 下班后随身佩戴手枪 起码多了一层保障 星途的提醒 恰恰救了李梦龙的一条命 虽然他挨的那刀 并非致命伤 但伤势也着实不清 他的肩头差点就被这刀捅穿 可见对方这一刀之狠 着实是下了死手的 代理区长 又是区公安局局长的李梦龙 在家门口遇刺 险些一命呜呼 这可不是件小事 不仅惊动了警方和安保部 同时也惊动了吴静欢 听闻李梦龙出事的消息 吴静欢气得身子直哆嗦 鸿门似乎天生就是来克他的 人无信不利 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则衰 老子的这句话被吴静欢奉为信条 他的为人处事 也向来最重承诺 当初他对江慧如承诺过 要保江慧如的周全 结果江慧如最终还是死在鸿门的手里 而且是被乱刀砍得不成人形 那是吴静欢为数不多的一次失心 这次 他向李梦龙做出承诺 只要在新华岛的地头上 就没人能动得了他 结果又是鸿门出手 将李梦龙刺成重伤 险些丧命 他的承诺 在鸿门那边似乎连屁都不如 简直都快成了笑话 吴静欢连夜赶去医院 探望受伤的李梦龙 他到时 李梦龙已经出了急救室 被送进了病房里 李梦龙的家人 警方的人 安保部的人 在医院的走廊里聚集了好大一群 因为打了麻药的关系 李梦龙已经昏睡过去 吴静欢先是向医生询问了一番他的伤情 然后又走到病房 去见过李梦龙 等他出来 向星途招了招手 星途走到吴静欢身旁 捶手说道 静欢 凶手抓到没 吴静欢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是星途最感羞愧的地方 两名行凶的歹徒 竟然在安保部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他干咳一声道 静欢 你放心 我们会尽快把凶手 绳之以法 现在你不该是要我放心 而应该让新华岛的民众放心 贩毒吸毒致死 暗杀袭杀 星途 你告诉我现在的新华岛 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星途面红耳赤 好半赏说不出话来 吴静欢虽然是他的老板 但一直以来 吴静欢对他的态度都是客客气气 礼遇有加 这次应该是吴静欢对他说话最重的一次 吴静欢深深看了星途一眼 不要以为现在面对的不是恐怖分子 就可以掉以轻心了 严格来说 鸿门比恐怖分子还要难缠 还要难对付 还要更加可怕 你不用露出破绽给他们 他们自己就会在你身上制造出破绽 然后以此破绽将你一口咬死 他深吸口气问道 李区长住的公寓不可能没有保安吧 有保安 当时歹徒在电梯里行凶 监控室里的保安完全可以看到 就算他们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楼上去营救 起码能封锁出出口 不让歹徒逃脱掉吧 吴静欢质问道 当时公寓的保安正在吃饭 没有留意到监控 这根本就不是借口 这次的事 安保部得有人站出来负责 公寓的保安虽然不是安保部的人 但新华岛上大多数的保安 都是出自安保部旗下的保安公司 其保安人员是由安保部的员工一手培训出来的 这次出现这么重大的事故 不是说一句对不起 下次注意就能万事大吉的 星图垂手说道 这次的确是我的责任 我愿意接受降职处分 那就降 经理将为副经理 代行经理之职 说完吴静欢继续了 我不管安保部用什么手段 总之一句话 三天之内 我必须要看到这两名歹徒被绳之以法 如果安保部做不到 那就从上到下全体解散 我换批人来做 吴静欢现在也看出来了 如果自己再不给他们施加压力 安保部可能还不会明白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群什么样的对手呢 他提出要解散安保部 这已经不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了 这等于是在打星图的耳光啊 在部队里 星图也没受过这样的羞辱啊 他握紧了拳头 一字一顿地说道 静欢 三天之内 我就是绝第三尺 也要把那两个人带到你面前 吴静欢点点头 好 我拭目以待 原本吴静欢还打算 陪于连亭去一趟S室 不过 李梦龙的遇刺 耽搁了他的行场 他必须要看到 那两名胆敢在新华岛行凶的歹徒 被逮着 如果这次被他们成功逃脱了 以后鸿门只会变本加厉 新华岛也将永无宁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一十四集 星途是憋着一肚子的气 回到安保部的 他倒不是气吴静欢啊 吴静欢的话是很重 但绝对是对事不对人 吴静欢的心情 他也完全能理解 他现在最气的还是自己 自己怎么就没想到 鸿门的人会去报复李梦龙呢 他把安保部的中高层干部 全部召集过来 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在会议中 星途把吴静欢的原话 向在场众人讲述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 大家都听见了吧 三天时间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否则的话 不用总公司来解散我们 我们自己都没脸 再继续干下去了 星途的这番话 让安保部的干部们 无不面红而吃 张天忆原则等人 齐刷刷地站起身形表态 三天之内 一定抓到歹徒 都去做事吧 我 我还得厚着老脸 去趟科技公司 星途颇感无奈地说道 新华岛是遍布了摄像头 但摄像头再多 也终究是 有拍摄不到的死角 那两名杀手 显然是做好了 充足的准备才动手的 对公寓这一带的地形 以及各处布置的 监控摄像头 都极为熟悉 他们逃走的路线 也是专挑摄像头的死角 通过监控 还真就查不到 他们到底逃到了哪里 新华岛不大 人也不多 可是想从这五平方公里的地儿 找出两个人来 也和大海捞针差不了多少 第一天的时间过去 安保部这边 可谓是一无所获 连点有价值的线索 都没查出来 对此 星途也是一筹莫展 现在他最大的感觉就是 有劲使不上 拳头都已经抬起来了 但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打 等到第二天 事态也未能发生好转 那两名杀手 真好像在新华岛上 人间蒸发了似的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毫无线索 当晚 星途坐在安保部的办公室里 手指不停地敲打着额头 就在他考虑 自己是不是真的该解散安保部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起 星途回过神来 拿起电话看都没看 直接接通 问道 喂 请问是无尽公司安保部的新经理吗 话筒里传来陌生男人的声音 星途皱了皱眉 下意识地看眼来电 空白一片 对方应该用的是网络电话 他眯了眯眼睛道 我是星途 阁下是 星经理啊 我知道你们现在正在找人 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一条线索 对方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 而是语气轻快地 把话题引到那两名 再逃歹徒身上 星途心思一动 问道 你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 堂堂新华区区长被人袭击 这么大的事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两个人 都是鸿门的人 确切地说呢 都是张威的首相 张威要弄死李区长 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立威 让你们明白得罪鸿门会是什么下场 其二 敲山镇湖 吴先生不给鸿门面子 不肯释放被逮捕的毒贩 那么他们就回送吴先生一颗人头 李区长的人头啊 听闻对方的话 信徒更加好奇 打来电话的到底是什么人 好像对张威 乃至对整个鸿门都很熟悉 很了解 他宁声问道 你到底是谁 打来电话又有什么目的 新经理不用紧张 我绝对没有恶意 而且这也不是恶作剧 其实 其实张威 他这两个手下到底藏到哪了 我也不太清楚 那你他妈在耍我玩吗 新途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刚要说话 对方继续道 不过我可以肯定啊 他俩就在新华岛上 新途没有接话 等对方继续说下去 那人等了一会儿 见新途没有搭话的意思 又道 那两个人的模样已经暴露了 张威肯定不会再把他俩留在岛上 一定要想办法送他俩出去 时间就在明晚九点 那两个人会走五号码头 乘游艇出海 到时有渔船 在海上等他们 接他俩回SY 等对方说完 新途面色凝重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渠道了 那我又怎么知道 你说的这些是真是假 心经理多虑了 如果我说的是真 你们正好可以抓到那两个杀手 如果我说的是假 对你们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充其量就是摆跑了趟腿而已啊 新途不解地问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我和吴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这次我向你们提供消息 算是投之以逃 报之以理吧 你认识吴董 你到底是谁 哎呀 如果新经理看到吴先生 向他提一下马丁岛上的偶遇 吴先生自然会知晓我是谁 说完这句话 那人不再多言 新经理啊 以后我们再会 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看来静欢应该认识这个人 事关重大 新途不得不谨慎一些 他随即给吴静欢打去电话 将事情向他讲述一遍 吴静欢听后略微想了想 便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了 新途问 静欢你真认识这个人 嗯 我跟他是有过一面之缘 他叫毕胜 是黑帮赐堂的老大 吴静欢悠悠说道 新途对黑帮毫不了解 也从来没听过赐堂这个名字 他不解的问 静欢 你跟这个叫毕胜的人有交情 吴静欢笑了 谈不上交情 反而还有些过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给我们的消息 很可能是假的了 不 他的消息一定是真的 吴静欢笃定地说道 新途不解地问 静欢 你跟他有过节 他还会帮我们 吴静欢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正所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赐堂和我只能算是有点过节 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大 但他们和鸿门就不一样了 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敌对 如果我是赐堂的人 我当然也乐见鸿门的势力被逐出新华岛了 新途琢磨了一会儿才回过味儿来 南南说道 原来是这样 这里面的关系很复杂 总之 对方能说出和我在马丁岛上见过 那他应该就是必胜了 或者是必胜的心腹 赐堂不是我们的朋友 但他们绝对是鸿门的敌人 他给你的消息 应该不会有错的 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听吴静欢这么说 星途也就放下心来 和吴静欢通完电话以后 他立刻召集安保部的干部开会 把祠堂向几方通风报信的消息 转告给众人 人们听后面露惊涩 纷纷问老大这消息可靠吗 星途皱着眉头道 听静欢的意思 消息应该可靠 对方没有必要骗我们 这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众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张天义正色说道 明天晚上 我们可以提前在码头附近设服 抓他们个现行 星途仔细想了想 缓缓摇头道 与其在码头动手 不如在海上动手 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抓到那两个杀手 同时还能抓到接应他们的人 之后可以再来个顺藤摸瓜 听闻这话 在场中人眼睛同时一亮 原则笑道 我们这次来个放长线 钓大鱼 星途目光闪烁的街道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明天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搜查力度 最好闹个满城风雨 路人皆知 众人先是一愣 接着都明白了星途的用意 这是免得打草惊蛇 故意麻痹对方的神经 长话一段说 一日按照星途的主意 安保部和警方都加大了对那两名杀手的排查 两名杀手的大头像也被发得到处都是 不过和前两天一样 权力的排查依旧是一无所获 但这只是安保部表面做的功夫 暗地里 张天忆带人悄悄潜入五号码头 五号码头是一座小码头 码头上停泊的都是一些小型的私人船只 在新华岛 汽车不允许使用燃油系统 游艇也有相应的规定 停泊在新华岛的游艇 全是清一色的电动游艇 这也是两名杀手无法坐船 直接潜逃的原因所在 以电动游艇的动力 根本无法从新华岛直接行驶的SY 如果走公共交通系统 那无疑是去自投罗网 所以两名杀手要想逃离新华岛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等接应 停泊在五号码头的船只不多 只有几艘游艇和几条帆船 翻船的速度太慢了 不是逃亡的首选工具 两名杀手要坐船逃走 只会选择游艇 潜伏在海水当中 张天一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五号码头 在几艘游艇的船底 都装上了定位系统 接下来 这几艘游艇的一举一动 都将在安保部的掌握之中 白天无话 当晚安保部的人 并没有在五号码头附近设服 现在他们要抓捕的人 已经不单单是那两名杀手 同时还有接应他们的人 星途没有直接参与行动 他坐在安保部的监控室里 紧盯着五号码头附近的监控摄像 和他一起的还有吴静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星途看了看手表 指针已经过了九点 他眉头紧锁地看眼吴静欢 见后者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焦虑 他忍不住问道 静欢 此堂的消息该不会是假的吧 吴静欢不动声色地说道 再等等 星途深吸口气 转回头继续目不转睛地 盯着监控屏幕 见他浑身的肌肉都下意识地绷紧 吴静欢一笑 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星哥不用紧张 要不你去煮两杯咖啡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喝咖啡呀 星途在心里抱怨了一声 他苦笑道 今天可是三日之约的最后一天了 我还不希望 安保部在我手里被解散的 吴静欢仰面而笑 当时我也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你还当真了 星途正色道 军中无戏言 吴静欢叹了口气 星哥 你现在已经不是在部队里了 至少在表面上 他已经不再是个军人了 吴静欢打了个哈欠说道 今晚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星途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最终还是起身去煮咖啡 等他煮好咖啡 端着杯子回来 五号码头依旧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的动静 星途再次看看手表 喃喃说道 已经九点半了 吴静欢突然抬起手来 指了指屏幕上行驶过去的一辆汽车说道 星哥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辆车已经在五号码头 徘徊了好几个来回了 星途一愣 急忙放下手中的咖啡杯 探着脑袋 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上那辆汽车 经吴静欢这么一提醒 星途也记起来了 煮咖啡之前 他的确看到过这辆车 在码头前的道路上出现过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问道 静欢 你认为这辆车 是来探路的 对方的确很小心 也多亏你没在码头附近设置埋伏 不然 还真有可能被对方看出来破绽 那辆车驶离五号码头 又过了十多分钟 还差一刻十点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行驶过来 停在码头附近 紧接着 车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名西装革履的汉子 下了车之后 他仿佛没事人似的 倚靠着汽车点燃一根香烟 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在等人 过了五六分钟 等这名大汉把一根香烟抽完 他踩灭烟头 将后面的车门打开 向里面的人挥了挥手 紧接着 车内快速窜出来两名青年 对这两个人心徒再熟悉不过 这两天 他都不记得看了多少遍 他们二人的大头像 哪怕是化成灰 他都能认得出来 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形 又惊又喜地说道 出现了出现了 景欢 你看到没有 那两个杀手终于现身了 不用他提醒 吴景欢早就看到了 他慢悠悠地说道 信哥 接下来 就看你们安保部的了 直见那两名青年 越过汽车 快步向码头跑了过去 冲到一艘游艇 进前 连犹豫都未犹豫 直接跳了上去 猫腰钻进船舱中 过了几分钟 船上走下了一名 上身赤膊的大汉 他向四周望了望 然后不慌不忙地 解开系在码头上的绳子 跳回到游艇 走进操控室 将游艇慢慢驶出码头 简状 星图立刻拿起掌垫 里面显示的正是定位系统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16集 在定位系统中 有几个绿点都在码头 一动不动 只有一个绿点 在系统中缓慢地移动 不用问 这个绿点 正是两名杀手 所乘坐的那辆游艇 星图看棒 二话不说 拿起手机 给张天忆打去电话 很快电话接通 星图问 天忆 你都看到了吧 看到了 我还以为今晚 我会扑个空呢 星图斩钉截铁地 吩咐道 一旦发现 接应的船只 务必拿下 我能放跑一个人 放心吧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张天忆是海军出身 在地面上的行动 真就不是他所擅长的 他最擅长的 还是海上的行动 我等你的消息 星图挂断电话 接下来监控屏幕 已经没用了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定位系统上 他把定位系统放大 在定位系统的边缘 显示出五颗小红点 他向吴景桓解释道 这些都是我们的巡逻体 通过定位系统的显示 绿点出现在了码头附近 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 停泊在远处的五颗小红点 也跟着动了起来 绿点在前 五颗小红点在后 并迅速分散开来 分别行驶到绿点的 左右两侧和后方 吴景桓看得认真 通过定位系统的显示 感觉红点和绿点离得很近 他们问 他们相距有多远 星图大致算了算说道 差不多两海里 一海里接近两公里 两海里就是不到四公里的距离 这个距离在陆地上 当然不算近 但在一马平川的大海上 四公里也不太远 如果是在白天的话 游艇上的人绝对能看到 游异在他们周围的巡逻艇 不过现在是黑夜 游艇上的人无论如何 也看不到那么远 吴景桓沉吟片刻 还是小心点为好 让他们把距离再拉大一些 星图点下头 这回他没有再拿手机打电话 而是改用卫星电话 身在巡逻艇上的张天忆 接完星图打来的卫星电话后 虽然他并不认为 对方会发现几方 不过还是传令给其他 几艘巡逻艇 全部放慢速度 把双方之间的距离 拉大到2.5海里 在这么远的距离下 即便使用最顶级的 军用夜视望远镜 都看不到对方了 游艇的速度很快 好在他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巡逻艇 游艇在海上足足行驶了 一个多钟头 到了半夜12点 速度才慢慢降下来 张天忆意识到 很可能已经接近 对方街头地点 他一边传令 其他的巡逻艇 放慢速度 缓慢接近对方 一边又令身边的手下 放出无人机 通过无人机 在高空观察对方的动静 随着无人机放飞出去 张天忆站起身形 走到操控无人机的 青年身旁斩定 聚精会神地 盯着笔记本屏幕上 显示的摄像画面 因为游艇的船身 已经被安装了定位系统 操控无人机的人员 也不用担心会飞错方向 按照定位系统的提示 遥控着无人机 快速追踪过去 只四五公里的距离 无人机几分钟的时间 便飞到目标上空 居高临下的拍摄 不能说拍得十分清楚 那也能看个大概 此时 游艇的船头上 站着好几个人 一个个撑长脖子 都在向前张望 其中还有一个人 提着强光手电 让手电不停地闪烁着 操控人员看了片刻 转头说道 一哥 对方好像是在 找和他们接头的船只 张天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拿起对讲机 注意保持距离 靠近目标以海里后 都关掉马达 此时别说游艇上的人 在寻找街头的船只 张天忆这边的无人机 也在搜寻那条 前来接人的渔船 等了足足有半个钟头时间 一艘渔船 突突突地行驶过来 这是一艘中型规格的渔船 看外表已经有些年头了 船身的油漆 都已经脱落了很多 向船上的甲板看 上面也有手电筒在闪烁 看到对方打来的信号 游艇上的众人 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脸上的凝重之色 也被笑容所取代 拿着手电的那名大汉 立刻回传信号 两艘船只逆向而行 只见的距离是越来越近 没过多久 游艇和渔船交汇 两艘船的船身 都快挨到一起 船还没有完全停稳 从渔船的甲板上 先跳过来一名 三十出头 皮肤有黑的汉子 他个头不高 其貌不扬 身材干瘦 看上去和普通渔民 没什么区别 游艇上的众人 纷纷围上前来 其中有人开口问道 阿丽啊 这回怎么来这么慢啊 模样像渔民的那个汉子 名叫王首利 他的确是渔民出身 后来加入了鸿门 这段时间 张薇等人在新华岛贩卖的毒品 都是通过他运送过来的 接收毒品的时候 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由渔船做幌子 王首利负责把毒品运到新华岛附近 再由张薇那边派人出海接获 双方的毒品交接 完全是在海上完成的 这也是安保部的人 无法查到毒品是怎么进入新华岛的原因 听闻对方的质问 王首利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哎呀 最近海上查得越来越严了 我能绕开海景的巡逻队 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着话 他环视在场众人问道 威哥说的那俩兄弟谁啊 两名青年从人群中走出来 打了声招呼 王首利打量他二人一番 嘴角勾起 啊不错 年纪不大 胆不小啊 虽然说没得手 终究还是勇气可嘉呀 来上船吧 说着话 他挥了挥手 在他说话的时候 渔船上有人在两船之间搭上木板 接着 有两名上身赤膊的大汉 合力抬着一只木头箱子 从渔船走到游艇上 木头箱子很大 里面装的又是兵又是鱼 王首利是一两名大汉把箱子放下来 他走到箱子近前 随手拿起一条鱼 另只手从后腰抽出一把匕首 将鱼肚划开 从里面取出一只塑料袋 里面装着的都是蓝色的药丸 他随手扔给一名大汉问道 用不用清点一下数量啊 那名大汉接过他抛来的塑料袋 看了看里面的蓝色药丸 阿丽啊 你做事我们还能不放心吗 不用点了 说着话他又皱了皱眉头 拍了几下木头箱子问道 阿丽啊 这些货 也是威哥让你送来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17集 王首立点点头 啊 这次猛哥意外被抓 让威哥损失不少 这个亏空 威哥自己得想办法补上 那名大汉是 张威手下的亲信之一 他已经提醒过张威 最近新华岛的风声太紧 几方的生意也得暂时放一放 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 现在看来 威哥完全没把自己的劝告听进去 还要继续在新华岛上 贩卖毒品 他低声问道 闯哥知道这事吗 他说的闯哥 名叫韩闯 是鸿门在SY的分堂堂主 王首立怪异地瞅了他一眼 拍拍木头箱子说道 调用这么大一批货 如果闯哥不点头 我自己敢把货送出来啊 也是 那名大汉轻叹口气道 哎呀 新华岛不是SY 不是HN 更不是在内地 在这儿没人给我们面子 我担心 这次弄不好要出大事啊 虽说零号胶囊 对人体的危害很大 但同样的 它也会让人愈先愈死 服用一次便会让人上瘾 而且依赖度会越来越高 其中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了 只是不出事还好 只要一出事 让上面的人知道 他们在这边私自制造 并贩卖零号胶囊 这种硬性毒品 整个分堂 从上到下 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好不了 目前鸿门的高层 已经在压缩国内的毒品生意 他们自己不再插手 而是在各地扶植自己的代理人 鸿门现在的身份 更像是一个大中监商 但SY分堂 却瞒着上面 大张旗鼓地 在本地贩卖毒品 而且还是硬性毒品 等于是摆明了在和总部对着干 他们敢于这么做 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 他们不是鸿门老大谢文东的嫡系 他们本属于南鸿门 在南北鸿门合并之后 他们头上才有了一个新的老大 那就是谢文东 对谢文东 他们谈不上有多忠诚 对于鸿门总部的命令 他们也不会打心眼里去服从 其次 在政治上 SY属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在黑道中 他也同样属于 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平日里鸿门的高层 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他们这边 说白了 鸿门分堂在SY这儿 就如同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没人能制约得了他们 王猛在被捉了之后 还敢那么嚣张 还敢破口大骂 完全不把鹤枪实弹的警察 放在眼里 从中也不难看出 SY分堂人员的嚣张程度 王守力耸耸肩 满不在乎地说道 会不会出事 这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我们只需要把上面交代的事 办好就行了 说完 他又向大汉挥挥手道 诶 货我已经送到了 人我也带走了 回去见到威哥 带我跟威哥问个好啊 那名大汉点点头 也向王守力挥了挥手 就在王守力 带着两名青年 上到渔船上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他们的四周 一下子亮起来 五盏探照灯 突如其来的强光 晃得人们眼睛都睁不开 船上的人注意 放下你们的武器 立刻缴械投降 船上的人注意 游艇和渔船上的众人 还都没反应过来 大喇叭上的喊话声响起 王守力率先回过神来 大骂了一声 有海警 兄弟们都给我吵架我 他一声令下 立刻有船员 把甲板上的一块铁板掀开 里面放的全是长短枪 王守力拿着两只AK47 痛着那两名 还在发愣的青年 大声吼道 别他们傻站着了 干他娘的 说着话 他把两把AK47 分别扔给两名青年 紧接着自己也拿起一把 熟练的拉动枪栓 对准距离渔船 最近的那只探照灯 一枪梭子甩了出去 打打打 AK47的扫射声连成了一片 啪的一声 探照灯被一颗榴弹打中 枪光也随之暗了下去 船上的其他人 各自拿起武器 冲着灭灯的巡逻艇 展开了疯狂的扫射 一时间 枪声响得好似暴斗一般 子弹撞击巡逻艇上的钢板 琵琶作响 火星四箭 王守力更换弹夹 端着AK47 其疯狂地嘶吼着 继续向巡逻艇开枪射击 也就在这个时候 就见巡逻艇上忽然喷射出火光 吐吐吐沉闷的声响响起 那是巡逻艇上的重击枪在开火 AK47威力是不小 但和重击枪相比 那要差了一大截 而且双方的船只的防御 也不能相提并论 巡逻艇的船身上 都有加装防弹钢板的 AK47根本打不穿钢板 反观重击枪的扫射 打在渔船船身的木板上 那一枪就是一个大窟窿 站于甲板边缘 正在持枪疯狂扫射的王守力 首当其冲 被打穿木板的子弹 正击中肚子 有这一枪 便把他打了个大定蹲 再看他的肚子 被打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连红白相间的肠子 都流淌出来 利哥 看到王守力倒在地上 他手下的船员 纷纷惊叫一声 跑上前来 拼命地将他往后面拖 但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的王守力 脸色煞白 瞪大眼睛 嘴巴一开一合 似乎想说话 可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眨眼的功夫 人便没气了 直到死 他的眼睛都瞪得好大 见王守力惨死 他手下的人 如同发了疯似的 端起AK47 冲着对面的巡逻艇 展开扫射 不过 双方的武器装备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渔船上的人 充其量 能算作武装分子 而巡逻艇上的张天忆等人 和正规部队无异 双方的交战 没有持续太久 王守力的几个手下 四死一伤 跟着他上船的那两名青年 抱着脑袋趴在甲板上 根本都没敢抬头 他俩的胆势不小 但还是被眼前激烈的 交火场面惊呆吓傻了 随着王守力 及其手下人 全部倒地不起 现场 犹如暴斗般的枪声 终于停止下来 那两名青年慢慢抬起头来 向四周看了看 目光所及之处 到处都是空弹壳 还有倒在血泊中 血肉模糊的尸体和伤者 两人颤巍巍地 正准备从地上爬起来 已然冲上渔船的安保部人员 将他俩狠狠摁倒在地 与此同时 冰冷冷的枪筒子 顶在他二人的头上 另一边的游艇 并没有和巡逻艇发生交火 游艇还打算 强行冲出包围圈逃走 结果 被鞋子里冲过来的一艘快艇 正撞在侧身 船体被撞出好大一个凹坑 险些被撞穿 游艇驾驶舱里的几人 无不是东倒西歪 游艇也随之 慢慢停了下来 当驾驶舱里的几人 艰难爬起 还想继续驾驶游艇逃走时 在他们的正前方 并排停着两艘巡逻艇 两盏探照灯 朝他们这边照过来 两艇重机枪 也是直直地瞄着游艇 此情此景 让驾驶舱的人 再不敢轻举妄动 三人互相看了看 最后如同斗败的攻击 纷纷从驾驶舱中 双手高举过头顶 缓缓走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衔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18集 安保部这次的行动 可谓是大获成功 不仅将再逃的 两名杀手成功勤货 顺带着还破获了 一起重大的运毒案件 这次他们缴获的毒品 比上次在酒吧里 搜到的多得多 其数量起码有30公斤 被生情的 除了那两名杀手之外 还有一名受伤的渔民 以及游艇上的三人 消息很快传回到 安保部的指挥中心 听完张天忆的汇报 星途喜出望外 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形 对吴敬欢兴奋地说道 敬欢 人抓住了 一个没跑掉 除了被打死的 全部都被我们抓起来了 吴敬欢文言 提起来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去 其实他并没有表面上 表现得那么轻松 否则他也不至于 大半夜的不睡觉 专门跑到安保部的 指挥中心来坐着 星途继续说道 还有啊 我们这次又缴获了 大批的毒品 比上次缴获的数量 还多好几倍啊 吴敬欢扬起眉毛问 啊 他们是准备运出去 还是要运进来 这个区别就大了 如果是想把毒品运出去 说明对方已经服软 不会在新华岛继续贩卖毒品 如果是要运进来 那说明对方是跟几方杠上了 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星途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 面色凝重地说道 挺天意的意思 对方似乎是想把这批毒品 运到岛上 吴敬欢的眼眸一闪 嘴角勾起哼笑出声 看来鸿门是打定了主意 非要在新华岛和我们一决高下了 星途回过味来 握紧了拳头满脸的怒气 沉声喝道 这帮人简直是目中无人了 无法无天到了极点 我倒要看看 他们以后在岛上还怎么反动 吴敬欢站起身来 拍了拍星途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道 既然对方蹬鼻子上脸 我们也不用再客气了 下一步 可以考虑先拿脏薇开刀 然后再把矛头指向SY那边 脏薇的根基是在SY 那我们就把他的根 一并除掉 星途听后 正色点了点头 嗯 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脏薇 我就不信 这次我们还拿他没办法 安保部和警方是怎么审问贝琴的那些人 吴敬欢不知道 一日早上 他便和玉连亭离开新华岛 去了SY 抵达SY后 在从机场去往市区的路上 沿途经常能看到高高树立的广告牌 有些广告牌上打的正是风行者广告 风行者虽然价格昂贵 但他也绝对是有贵的道理 在电动汽车技术上 风行者做到了好多重大突破 像电池 驱动 以及智能化 在业内都属于顶尖级的 风行者的外观设计也很漂亮 豪华 尊贵又大气 玉连亭刚开始还没注意 当经过第三块风行者的广告牌时 他终于意识到了 透过车窗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面广告牌 惊讶地问道 那就是吴静公司生产的电动汽车 吴静欢淡然一笑道 确切地说 是吴静公司和瑞翔公司联手生产的电动汽车 目前的销量还不错 已经销售的加上预售的 总共超过八万辆了 烧盾他又含笑道 大多数国货都是国内的销量 要远大于国外的销量 而风行者则恰恰相反 在国外市场的销量比国内要高很多 汽车已经路过那些广告牌 玉连亭还是忍不住扭头又忘了忘 S市有4S店吗 当然了 风行者的销售这块是由瑞翔公司负责 作为老牌的汽车制造商 瑞翔公司在汽车营销这块是很厉害的 销售渠道也特别广泛 风行者的4S店经销商 以应俱全 改天我去逛逛 如果看好了就买下一辆 如果你喜欢 我让瑞翔那边特制一辆送给你 风行者的售价对于普通人来说很昂贵 但是对于玉连亭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不过吴静欢能这么说 还是让他备受感动 一路无话 吴静欢和玉连亭乘车顺利抵达玉家老宅 可能是刚过元旦的关系 今天玉真英没有上班 在家里休息 玉欢也在 看到吴静欢和玉连亭一同从外面进来 玉真英和玉欢颇感意外 前者老脸一沉 故作不悦地说道 你俩还知道回来啊 玉连亭对老爷子一笑 把从新华岛带回来的礼物 递到玉真英面前 含笑说道 老爷子 这是静欢特意从岛上带回来送你的 礼物并不昂贵 就是些普通的伴手礼 只是表达一份心意而已 玉真英沉着脸没有去接 还是玉欢走上前来 带老头子接下礼物 他好奇地问道 你俩怎么一起回老宅了 是在外面恰巧遇到的 没等玉连亭说话 吴静欢道 婷婷从八国回国 我让他先到新华岛玩了两天 然后我们才一起回来的 玉欢对玉连亭的行程不太了解 但玉真英清楚 他重重地哼了一声 过新年 不说回家看看 跑去那小岛干什么呀 那比家还好啊 玉连亭垂着头 没有吱声 吴静欢在旁不紧不慢地道 如果老爷是这个态度 我还是带婷婷回新华岛好了 你敢 老头子气得差点一蹦老高 玉欢在旁也偷偷拉拉拉 吴静欢的衣袖 示意他别跟老头子顶牛 吴静欢耸耸肩 打了个哈欠 唉 我跟婷婷都累了 先回房去休息啊 昨晚她是后半夜才回的家 就睡了三四个小时的觉 一大早便起来赶飞机 现在她的确是又困又乏 见她的精神状态的确不是很好 老头子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气呼呼地道 你自己去休息 婷婷啊 跟我去书房 玉连亭十分乖巧地应了一声 同时悄悄看眼吴静欢 吴静欢冲老爷子 特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差点把玉连亭逗笑出来 玉震英带走了玉连亭 吴静欢则和玉欢 一同向自己房间走去 进了房间 吴静欢环视一圈 里面的摆设毫无变化 但每一处都被擦得一尘不染 显然他不在其间 房间也是每天都有人在打扫 玉欢关切地问道 玉欢 最近工作忙不忙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 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一十九集 以前吴静欢胖的时候 玉欢总希望他能瘦下来 可等他真瘦下来了 他又觉得吴静欢太瘦了 这似乎是每个母亲 对自家孩子的通病吧 还好 这段时间不算太忙 也没有很惊险 大事没有 琐事杂事倒是一大堆 说着话 吴静欢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 塞给玉欢 玉欢先是一正 随即把银行卡 推了回去 道 欢欢 你给妈妈的钱 已经够多了 吴静欢给玉欢的银行卡 他都有放到一起 到现在 少说也得有七八张之多 每张银行卡上的金额 都不小 吴静欢并没有理会 他的推托 将银行卡 硬塞进玉欢的手里 说道 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要经常出门应酬的 既然有应酬 就要用到钱 拿着吧 玉欢的性格 他很了解 既有软弱的一面 也有好强的一面 即便他手边没钱了 也绝对不会开口 去向玉真英 要一分 对于玉欢的这一点 他很欣赏 但也时常让他惦记 生怕玉欢在外面 受人白眼和欺负 见儿子态度坚持 自己推脱不掉 玉欢无奈地说道 行 妈帮你把钱都存起来 吴静欢扑斥一声 笑了起来 不用帮我存钱 钱赚来就是要拿去花的 说着话 他以审视的目光 上下打量玉欢一番 这套衣服我看你都穿过 好几次了 改天让婷婷陪你去逛逛街 多选几套 玉欢有注意到吴静欢 说话时 竟然会自然地提到玉莲婷 他笑问 玉欢 现在你和婷婷的感情很好 吴静欢眨眨眼睛说道 毕业以后 我就跟婷婷订婚 玉欢认真地看着吴静欢问 玉欢 你真的决定了 啊 吴静欢点点头 不勉强 玉欢也乐于见到吴静欢 和玉莲婷相处融洽 但这门婚事 毕竟是长辈为他安排好的 玉欢自己便是身受其害 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也走上自己的老路 吴静欢明白玉欢心里在顾虑什么 他脸上的笑容柔和了几分 摇头说道 我从不喜欢做勉强自己的事 何况 结婚还是一辈子的大事 稍顿他正色又道 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 再三确认后的决定 听闻这话 玉欢也算彻底放心了 他感叹道 婚姻大事 关系到你的将来 妈不希望你以后过得辛苦 吴静欢当然能够理解 玉欢的担忧 含笑说道 我的事 以前不会让你操心 以后更不会让你操心了 玉欢看着他 神情有些恍惚 在吴静欢上高二之前 可以说 玉欢为他操碎了心 恨铁不成钢 恨子不成龙 可自从吴静欢上了高二 就如同换了个人似的 再之后 玉欢的确没再为他操过一点心 直到现在 玉欢在房里和吴静欢又说了几句话 便起身离开了 等他走后 吴静欢简单冲了个澡 一头倒在床上睡了过去 这一觉 他一直睡到一日天色大亮 直到吃早饭的时候 他才从房间里出来 在饭桌上居中而坐的老头子 看了他一眼 今天婷婷跟着我去公司 如果你没什么事 也一块来吧 他这话 让吴静欢颇感意外 以前老头子根本不让他插手勇冠集团的事 今天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他耸耸肩说道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去的 吃饭吧 等吴静欢落座 老头子招呼一声 餐桌旁的众人这才开始动碗筷 吃过早饭 吴静欢给刘腾达打去电话 询问他这段时间 何图传媒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他最想知道的是 自己给何图传媒找的那位CEO 做得怎么样 刘腾达在电话里毕恭毕敬地说道 吴董啊 目前公司运作一切良好啊 刘总觉得赵婷辰这个人怎么样啊 刘腾达的为人过于原话 想要从他的嘴里听到有价值的信息 就别搞旁敲侧击那套 得直截了当地问他才行 赵先生 刘腾达愣了一下 连忙说道 赵先生做得可好了 而且人脉很广 上一次我们提到的那档 两岸综艺节目啊 赵先生还拉到三家大赞助商 而且还成功拉到一家 大型的视频网站 做独家代理 零零总总的费用加到一起 我们公司非但没有往外掏钱 反而还先赚了一笔钱 一档节目别说没有开播 连录制都还没录制呢 竟然就已经开始赚钱了 通过这一点 不难看出赵廷辰的门路之广 对赵廷辰这个人 刘腾达是打心眼里佩服 等他说完 吴景欢忍不住笑了 看来老大还真给自己 推荐了一位好人选 赵廷辰是高干子弟 背景不简单 只要他能拉得下脸面 去找赞助 无论找到谁头上 都会给他几分面子 别人做节目是花钱来做 而他做节目是赚钱来做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啊 和刘腾达通完电话后 吴景欢又给杜晨打去电话 同样是询问他公司的近况 以及赵廷辰在公司做得怎么样 杜晨的回答 要比刘腾达中规中矩的多 公司目前还好 没有太大的问题 吴景欢挑了挑眉毛问道 杜总监你的意思是 现在没问题 但以后可能会有问题 杜晨清了清喉咙道 赵先生这个人 胃口太大了 野心也太大 什么都要搞 又说要办报纸 又说要办杂志 知道我们收购了台湾的 天鹰娱乐台后 赵先生竟然还要搞私人卫星 说是要把天鹰娱乐台 做成全球华人的娱乐电视台 杜晨向来是个狠守规矩 又很稳重的人 最受不了的 就是满嘴抛火车的轻浮之人 以前他看不顺眼刘腾达 只是因为他太过圆滑 让他感觉滑而不实 现在来了这位赵先生 他就更看不上眼了 在他看来赵廷琛的那些个构想 都不切实际 就拿办报纸来说 现在的国家根本不再批准新报纸发行 赵廷琛想办新报纸 他拿什么去办呢 还有办杂志 这就是个坑啊 在这里面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赔了个倾家荡产 他竟然还要去搞 至于弄什么卫星 那就更可笑了 别说河图传媒造不出来卫星 就算找别人造出来了 你拿什么去发射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刘腾达和杜臣 这俩人很有意思 他俩的想法 似乎永远都是相反的 就拿他俩 对赵廷春的看法来说 刘腾达 哪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杜臣 则是嗤之以鼻 听完杜臣的话后 吴敬欢原本还不错的心情 也随之低落下来 就内心而言 他岂是更加看重杜臣的意见 现在杜臣对赵廷春 满腹怨言 让吴敬欢的心里也没底了 此前想后 他觉得自己还是得 亲自去何图传媒走一趟 和赵廷春再谈一谈 何图传媒是老六一家人的心血 绝对不能在他的手里 出现任何的闪失 对何图传媒的事 他也不得不上心 老头子今天难得 想让吴敬欢去感受一下 永贯集团内部的运营 顺便也正式把他 介绍给公司的高层 说白了 老头子是在为吴敬欢以后 正式接手永贯铺路 结果 吴敬欢根本就没有跟他们走 而是自己去了何图传媒 吴敬欢在何图传媒 有自己的办公室 不过 他的办公室 大多时候都是空着的 如同一个摆设 目前整个公司里最为清闲的人 就是董事长秘书 新颖山 以前他的工作很繁忙 而现在他基本没什么工作 每天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坐在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口 做个美丽精致的花瓶就好 今天 新颖山也和往常一样 对着电脑百无聊赖地上着网 当吴敬欢走过他身边的时候 脚步顿了顿说道 山姐 让赵婷辰到我这来一趟 对了 顺便再煮两杯咖啡 新颖山先是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但很快 他便觉得不对劲了 自己身为董事长秘书 整个公司里 还有谁能命令得了他呀 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瞧 正看到吴敬欢 走过去的背影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他正正正发呆的时候 咣当一声 吴敬欢已经走进董事长办公室里 顺手把房门关上了 新颖山回过神来 他快步地走到办公室的房门前 先是轻敲了两下房门 然后推门而入 定睛再看 这回他可以百分百地确定了 自己的眼睛没滑 董事长今儿个真的来公司上班了 见他站在办公室的门口 刚刚坐下的吴敬欢抬起头问道 山姐 有事吗 哦 没事 新颖山有些结巴地问道 吴董 您是要见赵先生 吴敬欢不解地问 刚才没听见我的话 没 我这就去找赵先生 新颖山玉面飞红地 关闭办公室的房门 他这辈子都没像今天这么丢人过 在公司里光明正大的偷懒 结果好死不死地 被老板抓了个现行 没过多久 赵婷琛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吴敬欢 他面带笑意地走到办公桌前 好久不见啊 吴先生 在公司里叫我吴董就好了 吴敬欢抬起头来 看眼赵婷琛 他还是老样子 不过穿着正装的关系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他摆摆手说道 赵先生 请坐 赵婷琛坐下来 吴敬欢先是和他聊了聊 公司的近况 没过多久 新颖山端着两杯咖啡 敲门而入 将咖啡让到他二人进前 赵婷琛含笑抬头 向新颖山道谢 新颖山没好意思 多加逗留 冲吴敬欢欠了欠身 转身走了出去 等他离开 吴敬欢拿起咖啡 喝了一口 点点头 对赵婷琛笑道 山姐煮咖啡的手艺不错啊 赵先生尝尝 赵婷琛应了一声 喝了一口也乐了 这若是没有个五六年的磨练 恐怕也不会练出这么好的手艺啊 烧顿 他含笑说道 新秘书年轻漂亮 能力又出众 还有这么一副好手艺 做董事长秘书 实在太可惜了 如果吴董不介意的话 可以把新秘书让给我吗 虽说吴敬欢在和图传媒上班的次数 屈指可数 但他毕竟是董事长 为他打工的人竟然伸手来要他的秘书 吴敬欢都差点气笑了 他慢悠悠地说道 山姐是老董事长的秘书 既然老董事长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仍然保留下董事长秘书这个职位 你知道为什么吗 赵婷琛摇摇头 如果吴敬欢的年纪再大点 他或许还会往歪出向 但是吴敬欢的年龄太小了 差着新颖山 好十几岁呢 只是为了留下点念想 至于是什么念想 吴敬欢并没有多说 他话锋一转问 听说赵先生还打算办报纸啊 赵婷琛眨眨眨眼睛 仰面而笑 吴董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 据我所知 国家现在已经不批准新报纸发行了 赵先生想办报纸 又如何去办呢 赵婷琛慢悠悠地说道 国家目前是不再批准新报纸 以前的老报纸 每死一个都要找下家接手 国家是不允许新报纸发行 但是我们可以收购一家 兵临死亡的老报纸 将其风格改成我们核图传媒的风格即可 虽说审批很严苛 一般人很难通过 但是 我可以让核图传媒收购的报纸 顺利通过政府那边的审批 赵婷琛语气轻快地说道 政策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只要肯动动脑筋 办法总是会有的嘛 吴静欢与赵婷琛对视片刻 点了点头 如果按照他说的这么办 核图传媒弄出一款新报纸来 还真的有可能 没等吴静欢继续发问 赵婷琛自顾地说道 想必我要办杂志 以及搞私人卫星的事 吴先生也都知道了吧 见吴静欢点了头 赵婷琛又道 办杂志赔钱的有很多 但是赚钱的也有不少 如果因为风险高 我们就不做了 那就太可惜了 这也不是经商之道 我们做杂志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且在网络上 我们还有平台 可以将实体杂志 和电子杂志一起搞出来 如此受众面更广 知名度也会更高 盈利根本不是问题 吴静欢露出 若有所思之色 仔细琢磨着 他的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21集 赵婷琛继续说道 关于人造卫星这一点 我们公司是做传媒的 现在自己还拥有了电视台 如果连自己的卫星都没有 那实在是太寒碜了 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只能在国内混 至于走出国门迈向国际 那想都不用想啊 发射人造卫星成本是不低 目前的价格是每公斤十万元 如果是一颗五十公斤重的卫星 发射的成本就是五百万 不过 我有办法可以将每公斤的价格 压低到三万元 那这样 发射的成本就被大大降低了 真正费钱的是制造卫星的费用 目前公司资金比较紧张 我打算暂时先缓一缓 等公司手中的资金充足 再去做这个 听杜臣讲赵廷琛的那些构想 好像没有一件是切合实际的 而听赵廷琛自己来讲呢 每一个构想有都是经过 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甚至已经有了初具雏形的方案 对于赵廷琛给自己的答复 吴敬欢还是比较满意的 如果赵廷琛能够维持 核图传媒的现状 固然是好 如果他能够把核图传媒 发扬光大 那就更好了 看着吴敬欢边喝着咖啡 边含笑点着头 赵廷琛又颇敢顾虑地说道 只是我的这些个想法 公司里的人未必能够全部理解 真要着手去做 只怕也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吴敬欢正色说道 我希望核图传媒能够蒸蒸日上 而不是只保持现状 赵先生尽管放手去做 只要在我看来是可行的策略 哪怕有再大的阻力 那也不是问题 赵廷琛眼睛顿时一亮 喜行余色地说道 哎呀 有吴先生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在核图传媒 别看他是CEO手握大权 但他是个空降的CEO 和那些元老相比 他的声望并不高 他要在公司里推行自己的方案并不容易 如果连吴敬欢这位董事长都不支持他 他根本没有可能再继续做下去 吴敬欢和赵廷琛在办公室里聊了一上午 赵廷琛把他许多的想法都讲出来 他愿意讲 吴敬欢也愿意听 不知不觉两个人便聊到了中午 吴敬欢看看手表 笑道 哎呀 快十二点了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顿饭 赵廷琛哈哈笑道 如此就让吴董破费了 哼 你的脸皮倒是够厚啊 吴敬欢当然不会在乎这点小事 他和赵廷琛边说着话 边往外面走 还没出办公室 他的手机突然响起 拿出来一瞧是郁震英打来的电话 他向赵廷琛做了个手势 然后拿着手机走到一旁接听 你小贼一上午跑哪去了 不是让你来公司吗 怎么还没来啊 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 立刻给我滚来公司 老头子根本不给吴敬欢说话的机会 像连珠炮似的一口气把话说完 等了一会儿 吴敬欢才语气平静地说道 我在何图传媒呢现在 你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就立刻过来 我知道了 吴敬欢挂断电话 然后向站在不远处的赵廷琛走了过去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呢 经推门而入 快步走到吴敬欢近前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欢歌 有个叫萧鹏的人在公司楼下 说要见你 吴敬欢扬了扬眉吗 他这次来到何图传媒是临时起义啊 知道的没几个人 对方竟然跑到何图传媒来找他 说明来者对他的行踪是了如指掌啊 吴敬欢问 这萧鹏是什么来头啊 找我做什么 对方自称是鸿门的人 吴敬欢眼眸一闪 沉吟片刻 抬头对赵廷琛苦笑道 赵先生 看来今天中午 我是不能请你吃饭了 改天吧 改天我一定请客啊 赵廷琛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一看就知道吴敬欢肯定是有别的急事要处理 他对吴敬欢一笑道 吴总 您忙您的 我们以后再找机会一起吃饭吧 好 一言为定啊 等赵廷琛离开 吴敬欢问 对方来了多少人 只一个人 这是来找我谈判的呀 应该是的 金正色道 目前新华岛的警方已经正式逮捕了赃威 如果赃威再招供 就得把寒闯供出来 寒闯一旦被抓 鸿门在SY的堂口基本就垮掉了 吴敬欢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赃威派出的那两个杀手 骨头远没有王猛那么硬 在被逮捕之前 他人就被安保部的重火力吓得不轻 被逮捕之后 带回到安保部 惊人一下鼓 两人便把知道的一切都招了 目前两名杀手都已承认 就是赃威指派自己去暗杀代理区长李梦龙的 而且赃威还向他们许诺 等到事成之后会给他俩每人二十万作为奖励 不知道李梦龙在看完他俩的供词后会作何感想 他堂堂的区长 又是区分局的局长 他的脑袋居然被人标价四十万块钱 吴敬欢对金说道 金啊 你去把那个叫萧鹏的人带到我办公室来 是 欢歌 金答应一声 转身向楼下走去 时间不长 金领进来一名青年 这人是个瘦高个儿 看年纪三十出头的样子 大长脸 圆眼睛 貌不出众 给人的感觉很机灵 吴敬欢在打量对方的同时 对方也同样在打量他 二人对视了片刻 还是青年主动开口道 吴先生 您好 毕人萧鹏 呃 猫妹来访没有打扰到吴先生吧 吴敬欢淡然一笑道 萧先生好灵通的消息啊 竟然知道今天在河图传媒能找到我 萧鹏乐呵呵的直言不讳道 我们鸿门若想查一个人的话 实在算不上是一件难事 哪怕他能上天入地 我们也有办法将他找出来 比如当年的杰森是吗 吴敬欢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他瞇了瞇眼睛道 那么 萧先生就说说你的来意吧 萧鹏与吴敬欢对视了片刻 他收敛笑容 正色说道 事不相瞒啊 我这次来拜访吴先生 是 有事相求 见吴敬欢不动声色地看着自己 也没有要揭话的意思 他只能继续说下去 藏威在新华岛上贩卖毒品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晓 社团呢 早就已经不再做毒品生意了 而藏威是明知故犯 罪则难逃 吴敬欢文言很想拍手为他鼓鼓掌 说的可真好听啊 他问道 现在藏威已经被警方逮捕了 也算他罪有应得 那么萧先生这次来找我又是所为何事 萧鹏清了清喉咙 我们希望 吴先生能把脏威交给我们 吴敬欢挑起眉毛 似笑非笑地 看着他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22集 萧鹏知道自己的话自相矛盾 他解释道 正所谓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脏威呢 是鸿门的人 他犯了错 自然有鸿门的家法等着他 这件事情 就不劳烦吴先生出手了 我在这里可以代表鸿门向吴先生保证 按照鸿门家法 脏威肯定是活不成的 这也算我们给吴先生一个交代了 按照萧鹏的意思 脏威这次横竖都是一死 只不过死在警方手里和死在鸿门家法之下 那是有本质区别的 也涉及到鸿门的颜面问题 最重要的是脏威在SY堂口的职位可不低啊 知道的事情太多 他一旦招供将会咬出一大批人 到时弄不好整个堂口都会被他整垮掉 那样鸿门的损失就太大了 吴景欢眨了眨眼睛说道 脏威是被警方抓捕的 并不是被我逮着的 萧先生来找我 不会是找错人了吧 哎呀 名人不说暗话嘛 现在谁不知道 在新华岛上真正能做主的人 并不是李梦龙那个代理区长 而是吴先生你呀 只要吴先生你一句话 警方自然会放人 吴景欢仰面而笑 摆一手说道 哎呀 萧先生太高估我的本事了 我没那么大的能量去影响法律的 他脏威 贩毒 致人死亡 而且还雇佣杀人 人证物证俱全 让警方放人的根本不现实 这件事我帮不了萧先生 萧先生 还是在找旁人想想办法吧 说完话 他身子向后倚靠 慢慢闭上眼睛 见状今走上前来 对萧鹏说道 萧先生 请吧 萧鹏面露错愕之色 显然 他也没有想到 吴景欢会这么不给面子 几方已经低声下气来求 并且答应了他 一定会依照家法处死 赃威给他一个交代 但这样他竟然还不接受 他站起身形问道 吴先生 要怎样才肯接受我们的请求啊 吴先生若有什么条件 尽管直说就是 我能做主的 我一定立马答应吴先生 我做不了主的 我也会尽量帮吴先生去争取 吴景欢摇摇摇头 乐呵呵地说道 我这个人啊 向来淡薄 无论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欲望 所以 我也没什么条件可提 金在旁边差点翻起白眼 如果连欢歌都属于 向来淡薄 那世上恐怕也没几个人 能算得上是清心寡欲了 肖鹏也是个聪明人 此时他已经看出来了 吴景欢这次是不打算 给鸿门这个面子了 他悠悠说道 吴先生以前帮过鸿门的忙 鸿门也同样帮过吴先生不少的忙 我以为吴先生早已是鸿门的朋友 看来是我想错了 他这番话 很有些要和吴景欢恩断一绝的意味 说完 他又向吴景欢点了点头道 不好意思啊吴先生 今天我冒昧打扰了 告辞 说完话 他转身向外走去 他一边往外走 心里也在暗暗嘀咕 吴景欢会不会叫住自己啊 和己方为敌 对吴景欢没有任何的好处 以吴景欢的头脑 不应该做出这样的蠢事 结果他失望了 直至他拉开房门走出办公室 吴景欢都没有叫他一声 到了外面 他忍不住又回头瞧瞧 心里暗叹口气 他甚至都怀疑 己方是不是曾在无意中得罪过吴景欢 不然他的态度不应该转变的如此巨大 当初公司能在菲律宾租下岛屿 开发旅游业 还是吴景欢去帮忙谈城呢 他的发家也是靠着公司的资助才起的步 后来他知道有人要在恩氏暗杀东哥 还特意向东哥通风报信 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子呢 肖鹏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就因为脏威在新华岛贩毒的事 让他觉得被扫了面子 可自己刚才已经承诺过他了 就算他把脏威交给己方 己方也一定会用家法处死脏威 那他还在执拗什么呀 他不知道的是 吴景欢从来就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帮鸿门做事 帮着鸿门去菲律宾谈生意 他是骑虎南下不得不为 后来给谢文东通风报信 警告他有人要对他不利 他的真实目的也不是为了救谢文东 而是想弄掉他当时最大的敌人 金月集团 以前的吴景欢对鸿门隐忍不发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不够 现在他的翅膀硬了 羽翼见风 真实的一面也渐渐敢于显露出来了 对鸿门他不至于仇恨到不共戴天的地步 但他也绝对不会承认鸿门是自己的朋友 送走萧鹏之后 金回到办公室对吴景欢说道 欢歌 这次我们算是把鸿门彻底得罪了吧 吴景欢淡然一笑 耸肩说道 无所谓 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呢 金经不住好奇地问道 欢歌 鸿门以前没有得罪过我们吧 别说肖鹏想不出来 吴景欢对鸿门的仇恃来自于哪里 即便是整天待在他身边 与他形影不离的金 也同样不清楚他为何如此的仇恃鸿门 这件事 吴景欢还真没办法向金解释 他总能说自己上辈子就是被鸿门害死的 这辈子转世投胎了 自然要跟鸿门势不两立 如果他真这么说了 估计金都得怀疑他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他深吸口气 摇头说道 唉 你就当我和鸿门天生犯冲吧 以前欢歌实力薄弱的时候 可和鸿门一点也不犯冲 忙前跑后的不亦乐乎 现在实力渐渐强盛 倒是开始和鸿门犯冲了 金暗暗摇头 嘟嘟囔囔的嘀咕了一句 吴景欢听不清楚他到底在嘟囔些什么 瞥了他一眼 有什么话就大点声说出来 没事 金回答得很干脆 吴景欢翻了翻白眼 站起身形 撑了个懒腰说道 走吧 今天的午饭 我们去永贯吃 今天 永贯集团开的是一场很重要的会议 年终总结 会议的内容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检讨 以及对新一年的展望和计划 年终总结大会是永贯集团 一年到头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 公司的高层人员悉数出席 在永贯集团能属于核心管理层的人物 就那么不到20个人 郁振英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群龙之首 他的几名特助 像郁连亭 郁连中 郁连一等人都在这个阶层里 除了他们之外 再有就是各部的部长 这些部长都是跟着郁振英 一同打江山的元老 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永贯集团的暗鼓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弦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23集 所谓的暗鼓 并不是真的股份 永贯集团的股份 是百分之百 掌握在郁振英 一个人手里的 得到暗鼓 并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 但是可以按照暗鼓的数量 得到公司每年的分红 当然 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暗鼓不是真正的股份 手持暗鼓的人 他每年的分红 也是可以随时被取消的 这都是郁振英 一句话的事 在永贯集团 郁振英掌握着 绝对的话语权 而手持暗鼓的 公司元老 核心高层们 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对郁振英 可谓是忠心耿耿 暗鼓制度的存在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 核心管理层的稳定性 不管公司如何动荡 不管公司面临 多么危险的处境 核心管理层 都是坚定不宜 站在郁振英这边的 与他合周共济 共渡难关 他们在维护郁振英的同时 也就等于维护了 他们自己的利益 当年郁振英刚刚出道 永贯集团还很弱小的时候 就是靠着这种制度挺过来的 后来暗鼓制度 也被所有的地下财阀 广泛使用 既能拉拢人心 又不会分散自己手中的股权 何乐而不为呢 年终总结大会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开完的 已经开了一上午 下午还要接着开 不过 在下午的大会上 会议室里多出一个人 一个从来没有在 年终总结大会上 出现过的人 吴静欢 而且吴静欢 坐的位置也很有意思 他的座位就设在 郁振英的身边 郁振英是居中而坐 而吴静欢是坐在桌角 看起来好像是个 被人排挤的兽气包 但与会的众人 可都是大吃一惊啊 与会的众人 一个个正经未坐 不过眼角的余光 一个劲儿向吴静欢那边飘去 认识他的人 自然对他坐在这里 并不觉得惊讶 而不认识他的人 心里仔细一琢磨 多少也能猜出 一些他的身份 果然 会议开始前 郁振英转头 看向吴静欢说道 君爵啊 你先向大家 做下自我介绍 吴静欢站起身形 环视在座众人一眼 稍微欠了欠身的 各位好 我叫吴静欢 听闻吴静欢者三个字 在场的众人 都露出了了然之色 看来 老爷子已经在 给未来的接班人铺路了 郁振英 则是皱着眉头 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吴静欢 当然知道 老头子心里在不满什么 他淡然一笑 继续说道 当然了 诸位也可以叫我 另外一个名字 郁军爵 我与在座的诸多前辈 都是初次见面 以后 也望各位前辈 能够多多关照 哎呀 小先生客气了 太客气了 各部的部长们 纷纷含笑回应 在地下财阀的习俗里 对正在主事的家主 通常都会称为 大先生 或者老爷子 对即将接班的继承人 则会称之为 小先生 像六合的梁腾飞 他就经常被人称之为 梁小先生 听闻吴静欢的后一句话 郁振英脸上的不悦之色 这才消失 满意地微微点下头 郁振英接过话头道 在座各位啊 都是军爵的长辈 军爵接触公司的时间不长 难免会遇到不懂的事 到时诸位 还要拜托耐心教导才是啊 他这番话说得颇有脱骨之意 在场的元老们纷纷说道 哎呀老爷子 您这么说可是折杀我等了 小先生的能力 我等是有目共睹 老爷子对小先生大可放心呢 这话倒是不夸张 认识吴静欢的人不多 但是知道吴静欢这个名字的人 绝对不少 他一手创建的吴静欢公司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就发展成现在这等规模 而且还在南海 建造了一座大型的人工岛屿 从中也不难看出 吴静欢的个人能力 建公司的元老们 对吴静欢的接受程度 普遍偏高 郁振英很是满意 他正色说道 好 现在继续开会 永贯集团的年终会议很沉闷 列举的都是一长串一长串的数据 虽说这些数据都属永贯集团的绝密 但是吴静欢还是听得昏昏欲睡 只不过吴静欢这个人向来很会装 装模作样地拿着本子 边听着会议内容 边认真真的在本子上做记录 郁连亭就坐在吴静欢的旁边 一开始他还没太注意吴静欢 可是随着开会的时间越来越长 连他都觉得无比的沉闷 而吴静欢竟然还在认真地记录着 他忍不住好奇 探着头 向吴静欢的本子上描了一眼 看棒 他差点当场笑出来 吴静欢哪里是在做记录啊 他是正在本子上画画呢 他画的正是办公室的场景 把郁振英连同他自己在内都画了进去 还别说吴静欢颇有些画画的天赋 画得还挺像模像样的 郁连亭还注意到 他特别把名字夹在每位部长画像的头顶上 估计这也是为了便于他记住对方到底是谁 省得以后叫错了名字 下午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告一段落 散会之后 郁振英先行离开 其他的人都没有急着走 纷纷与吴静欢攀谈 现在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化 老爷子是选定了吴静欢做他的接班人 而且已经开始为他铺路 以后永贯集团的掌门人 必然是吴静欢没错了 各部的部长都想趁着现在这个机会 和吴静欢拉近关系 吴静欢应酬起众人来 也是如鱼得水 而且能够准确地叫出在场每个人的名字 别看这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却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这也为以后的共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静欢在S市只待了三天 三天之后 他返回新华岛 不过玉连亭没有再跟他一起走 他的假期在他回S市后就已经结束了 S市这边的事处理完 他得马上飞香港 向银行汇报工作 之后还得继续去巴果 用吴静欢的话讲 玉连亭比自己都要繁忙 他的工作既涉及永贯集团 又涉及香港镇业银行 两面都得顾及到 简直是把他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来用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24集 吴静欢回新华岛的时候 倒是遇见了一件有趣的事 他所乘的汽车路过新华广场 正看到李梦龙出现在投放屏幕上 广场上还聚集了好多的人在围观 屏幕中 李梦龙面色苍白 一脸的病态 胳膊还打着绷蛋 一副明显重伤未愈的模样 不过精气神还很足 两只眼睛倍儿亮 在讲话中 他先是向民众保证 不管自己面临多么大的危险 面临多么凶险的处境 身为区局长 又是代理区长 一定会坚定不移地 打击岛上的犯罪活动 与日渐猖狂的犯罪分子 抗争到底 最后 他还慷慨激昂地号召民众 团结一致 积极配合警方 共同打击犯罪 共同维护岛上的治安 他的讲话 可谓是大意凛然 正气十足 而且他被歹徒行刺的事 人们都早已知晓 他的怠伤出境 使得他表态的决心 大大增加了可信度 看罢李梦龙的演讲 吴景焕暗暗点头 露出笑意 对金说道 看来这位李区长也学聪明了 懂得利用时事来帮自己造势 推波助澜 或者是有高人在他的旁边指点他呀 金一直都对民选制度不太感冒 嘀咕道 说白了 选举就是看谁更会演戏 选出来的是不是个好的领导人 不一定 但一定是个好演员 至少我们新华岛不会这样 我为什么要要求竞选者 必须是区局长以上的级别 就是要让所有的竞选者 把他的真实能力 实实在在地摆在民众面前 让民众自己做出选择 民主有民主的好处 专制也有专制的好处 两者都有各自的好处 也都有各自的弊端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治制度 是完美无瑕 毫无缺陷的 或许将来会有吧 反正以他的智慧 他所能想到的最理想的制度 就是目前新华岛所实施的 有限民选制 有限民选制这个名词 还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 李梦龙的演讲时间并不长 也就不到两分钟 但却翻来覆去的连续播放了好几遍 这显然与吴静欢当初定下的规定不符 不过这无关紧要 给谁特殊待遇 不给谁特殊待遇 这也是吴静欢在新华岛上的特权之一 他去了一趟安保部 目前的安保部几乎快变成了区公安分局 不仅很多警察在这办公 就连抓住的罪犯大多也都被关押在这 甚至李梦龙还经常往安保部这边跑 吴静欢到时 星途等人都在 李梦龙也在 看到李梦龙 吴静欢多少有些意外 好奇地问 哎 李区长不在医院里养伤 怎么出来工作了 李梦龙受伤才没几天 亏得气血还没有补充回来 脸色苍白 气色暗沉 他冲吴静欢笑了笑说道 吴先生啊 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我这哪儿还有心思在医院里养伤啊 而且医院病房的条件并不好 在医院里待着还不如在安保部这舒服呢 当然这话他可不好意思说出口 吴静欢道 李区长的讲话啊 我刚才路过新华广场的时候有看到 说得好啊 李梦龙老脸一红 看了眼星途说道 哟 这还多亏了新经理的提醒 新经理让我抓住这次受伤的机会 向民众表明 新华区政府与犯罪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 坚决杜绝岛上的恶性事件 给予民众信心 吴静欢点点头 他转目看向星途问道 星哥 脏薇现在审得怎么样了 哎 和王猛一个样 都属强硬派的 脏薇身上的案子太大了 他心里肯定也很清楚 到最后 他绝对难逃一死 按照法律规定 贩卖五十克以上的毒品 就可以判死刑了 当然 在实际操作中 并没有如此严苛 通常法院会对 贩卖一到两公斤毒品的毒贩 判处死刑 但不管是法律法规 还是实际操作 脏薇贩毒的数量 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规定 吴景欢想了想说道 脏薇也只是个小人物而已 他的死活倒也无关紧要 既然如此 不如让他看到点希望 通过他 咬出更大的鱼 李梦龙眼眸一闪问 吴先生 你的意思是 向脏薇许诺 保住他的性命 作为交换 他必须向我们提供 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吴景欢点了点头说道 李局长 你有没有想过 给脏薇运毒的人是谁 这些毒品又是 在哪被制作出来的 这座隐藏起来的制毒工厂 它的货源又从哪来 这是一条长长的藤 顺藤摸瓜 可以揪出一长串的人 牵扯太大了 李梦龙的脑门上 渗出汗珠子 脏薇是鸿门的人 如果从他的身上 顺藤摸瓜 最后牵扯出来的 必然都是鸿门的人 甚至会涉及到 鸿门的高层 他吞了口唾沫 小心翼翼地说道 吴先生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案子 可以到脏位置就为止了 再追查下去 已经超出了 我们管辖的范围啊 他只是新华区的区长 又不是SY市的市长 涉及到SY那边 他根本插不上手 那边也不归他管 吴景欢却正色说道 要么不查 既然已经查了 就该一查到底 这么做 也是在杀鸡儆猴 敲山震虎 让那些敢于打 新华岛主义的人 都能看到 敢在新华岛上实施犯罪 他们要为此付出 高昂的代价 我们连他们的根 都能揪出来 李孟龙连连擦着冷汗 感觉这次的事情 怕是越闹越大了 星途倒是支持 吴景欢的决定 他沉声说道 嗯 景欢说的没错 对于这些犯罪分子 我们绝对不能姑息 要一揪到底 不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吴景欢和星途 都主张把案子扩大化 李孟龙无法阻止 他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 案子扩大到SY那边 就停下吧 如果还要再继续扩大 继续追查 天都要被捅个窟窿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景欢 作者六道 领弦演播 狐狸 神影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25集 傍晚 星途又对张薇 做了一次审讯 这次在审讯中 星途的态度有所软化 直言不讳地告诉张薇 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死活不肯开口 最后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他若想活命 就得配合己方的调查 他这番话 等于是明确地告诉张薇 你不是已经必死无疑 你还有一线生机 听闻他的话 后者身子一震 搭了下去的脑袋 也慢慢抬起来 看向星途 似乎有话要说 星途说道 你有什么疑问 现在尽管问就是了 别藏在心里 不然以后恐怕 真就没机会再问了 张薇抽了抽嘴角说道 我 我真的还能有活路 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制毒贩毒 故凶杀人 哪条都足够剥他一层皮的 在他看来 自己这次落到警方手里 已经是死定了 星途心思一动 喜上眉梢 自赃威被抓后 始终都是一言不发 在星途的印象中 这似乎是他第一次开口 和自己说话 他正色道 你当然还有活路 文言 张薇扬起眉毛 直勾勾地看向星途 吃笑道 你当我是法盲 没看过罗祥讲刑法吗 贩毒五十克 都够判死刑的了 我贩毒啊 怎么地也得有 数十上百公斤了 死刑都够判 我上百个来回的了 你自己倒是挺清楚的了嘛 明明读过 学过 法律法规 可偏偏还要去贩毒 这种人是更加可恶啊 星途强压心头的怒火 淡漠地说道 我说你有活路 你自然就有活路 不过 你能不能走到这条活路上 还得看你自己的表现 藏尾眯了眯眼 经问 你想让我交代什么 你所知道的一切 是谁在给你运毒 运给你的这些毒 来自于哪 在哪制造出来等等 你交代的越多 在这条活路上 你才能走得越远 星途正色说道 藏尾与星途对视片刻 慢慢垂下头 又恢复成以前 一声不吭的态度 星途问 藏尾 活路你不选 你非要选那条死路啊 我 需要时间考虑 藏尾低垂着头 喃喃说道 他心里也在权衡利弊 考虑自己该不该交代出 更多的事情来 保住自己的性命 星途看着他 意味深长地说道 藏尾 我不得不提醒你 你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 藏尾依旧搭了着脑袋 还是那副不想说话的姿态 看来短时间内 星途这边也审不出来什么结果 吴静欢便离开安保部 回家休息了 一日 吴静欢去到公司上班 节日已过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吴静欢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好消息是 由吴静瑞祥公司制造的电动汽车风行者 销售量节节攀升 预购量大增 瑞祥那边已经撤掉了两座小型的分厂 改为风行者提供一座大型工厂 并引进了自动化的生产线 风行者的产量也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当初瑞祥公司找吴静公司寻求合作 主要看重的是吴静公司的名气 希望能蹭着吴静公司的热度 打开汽车市场 提升自己的销量 随着风行者的口碑呈直线上升 效果远远好于瑞祥公司当初的预估 对于这次合作 瑞祥公司自然是极为满意 吴静公司也是受益匪浅 不仅赚得了巨大的利益 而且能让公司口碑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还带动了吴静公司旗下其他商品的销售 这是当初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吴静欢决定进军汽车制造业的时候 别说外界对此看好的人不多 就连吴静公司的内部 都有很多人觉得吴静欢的决定太过急功近利 毕竟隔行如隔山 能坐得好游艇和无人机 未必就能坐得到电动汽车 结果事实证明 吴静欢的决定还是很具备高瞻远瞩的 风行者的诞生 也让吴静公司正式迈入汽车制造业 并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 抢先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现在 吴静欢首边的工作 还是主要来自于新华岛上的事务 忙碌了一上午 连日来积押下的工作 算是处理了大部分 吴静欢刚得到歇息的机会 江惠星从外面走进来 说道 欢歌 一位叫李爽的先生 在公司楼下 说要见你 而且还说是你的朋友 李爽 李爽怎么会突然跑来新华岛了 这让吴静欢颇感诧异 他愣了一下 请他上来 难得吴静欢会用个请字 江惠星看了他一眼 点头应了声事 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过了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江惠星敲门而入 跟着他一同进来的是位小胖子 身材不高 脸是圆的 身子也是圆的 打眼一瞧 活像皮球成了精 看到他 吴静欢嘴角不自觉地勾起来 兴奋地站起身形 从办公桌后走出 笑道 爽哥 没想到还真的是你啊 说着话 他看向江惠星 惠星 去帮我沏两杯好茶来 等江惠星出去后 小胖子乐呵呵地 看着吴静欢问 除了我之外 还有几个李爽啊 吴静欢乐了 和李爽握了握手 爽哥快请坐 二人落座后 吴静欢问 爽哥来新华岛找我 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呢 提前打了电话 你对我就避无可避了 我这突然来访 如果你不想见我 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推脱嘛 李爽时常脱线 会说出很搞笑的话 会做出很搞笑的事 但他绝对不是个傻子 恰恰相反 他要比绝大多数人都聪明 正如他所说 他若提前打了这个电话 等于是没给吴静欢 留下任何的余地 不管吴静欢想不想见他 最后都得见他 不打电话突然就跑来了 这等于是给了吴静欢 回避他的余地 通过这一点 他也好判断出来 现在的吴静欢 还是不是 以前他所认识的那个 吴兄弟 吴静欢文言 仰面而笑 乐呵呵地说道 爽哥是我朋友 以前是 现在也是 他这番话倒不是出自于虚情假意 如果说鸿门当中 还有谁能让他表现出足够的善意 也只有李爽了 当初 李爽是诚心诚意地对他 这份情意他不会忘记 李爽上下打量吴静欢一番 笑道 哎呀 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啊 你还不到二十岁 现在看起来成熟了不少 变化也不小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闲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26集 当初 李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才短短几年的时间 吴静欢竟然把吴静公司 做到这等规模 他更不会想到的是 吴静欢竟然是地下财阀 御驾的人 而且还是永贯集团的接班人 世事难料莫过于此啊 现在想想李爽都是感慨良多 吴静欢也上下打量李爽一番 笑道 爽哥倒是没什么变化 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李爽哈哈大笑起来 拍了拍鼓起的肚子说道 东哥每次见到我 都说我比以前更胖了 还是吴兄弟说话重听 提到谢文东 吴静欢的眼眸闪烁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但笑着说道 平时多注意饮食 每天保持足够多的运动 对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李爽向他摆摆手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 像我这样的人 就算每天光喝水 那也是朝阳长肉 稍顿他忍不住感慨道 哎呀 没来新华岛之前 我就经常听人说 这儿见得不错 现在身临其境 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打造新华岛 吴兄弟可没少花费苦心吧 没等吴静欢接话 江会心端着两杯茶敲门而入 他把茶杯分别放在 吴静欢和李爽面前 然后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 旁人不知道李爽是谁 但他心里明镜似的 这个看不起来毫不起眼的小胖子 可是鸿门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也是鸿门老大的铁杆兄弟 李爽挑起目光 瞄了江会心一眼 是淡笑未语 吴静欢则是微微皱眉 对江会心道 先出去吧 是 江会心临退出办公室之前 还是充满低房地 深深看了眼李爽 吴静欢和李爽 什么关系 什么样的交情 他并不清楚 但他跟着吴静欢的时间也不短了 从不知道他二人之间还有瓜葛 估计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江会心虽然说退出了办公室 但却一直站在房门口 只要里面的动静稍有不对 他可第一时间冲进来 李爽坐在沙发上 拿起茶杯 喝了口茶水 笑嘻嘻地说道 吴兄弟啊 你这个秘书不错呀 他说的可不是江会心长得不错 工作干得不错 茶泡得不错 李爽跟着谢文东走南闯北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一个人对自己有没有敌意 他不说一眼就能看出来 起码也能感受个七七八八 吴静欢耸耸肩说道 女孩子心思重 爽哥见笑了 李爽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并未放在心上 他把话题又引到新华岛上说 打造新华岛 吴兄弟花了不少钱吧 吴静欢点点头 是不少啊 已经无从统计了 这些年公司赚到的钱 几乎都砸在这儿了 为了填补窟窿 吴静公司光是专利 就不知道卖出去多少了 现在掌握吴静公司专利最多的 不是吴静公司自己 而是国家和政府 当然 技术的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吴静公司也在不停地研发 和收购新的专利 李爽理解地嗡了一声 说道 哎呀 看来 在新华岛上 吴兄弟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和资本啊 所以 如果有人想在这儿搞事情 要闹个鸡犬不宁 吴兄弟的愤怒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 这是切入正题了 吴静欢直言不讳地问道 爽哥是为了赃威的事情来的吧 吴静欢先开门见山 李爽也不和他绕弯子了 他说道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他拿起杯子 慢慢喝了口茶水 放下杯子时 力道稍稍大一些 发出丁的一声脆响 他说道 有很多人都跟东哥说 说吴兄弟现在是翅膀硬了 翻脸不认人 早都把以前的交情都忘了 说到这儿 李爽小眼睛向上一翻 看向吴静欢 后者拿着杯子正低着头 轻轻地吹着茶沫呢 李爽继续说道 我对他们说 那不能够 我李爽这辈子 看人不说百分百准 但也是八九不离十 吴兄弟绝对不是薄情寡义之人 吴静欢向李爽笑了笑道 首先我得先谢谢爽哥的评价 这次赃威的事 不仅我愤怒 我下面的兄弟们也都很愤怒 新华岛从来没有发生过人民案子 结果就因为赃威犯来的毒品 害死了两名学生 这可是两条人命啊 李爽说道 事情的前因后果啊 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 吴兄弟啊 我说句实话 赃威在SY 在新华岛偷偷贩卖毒品 而且还是硬性毒品 社团的高层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见吴静欢目光深邃地看着自己 李爽扬起眉毛问道 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 社团早就不再亲手经营这类生意了 而且已经是好多年不再碰 这事你也是很清楚的嘛 吴静欢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下来 这事他的确是清楚 唉 这次赃威的事啊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意外 对赃威及其同党 就算吴兄弟肯放过他 我们也不会放过他 吴静欢笑道 爽哥 我这边还真有人提出给赃威一条活路啊 李爽扬起眉毛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赃威在新华岛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吴静欢还能放过他 吴静欢说道 兄弟们的意思是给赃威一条活路 让他把他背后的人通通都咬出来 赃威并不算什么大人物啊 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制毒贩毒集团 通过赃威可以把这些人连根挖出来 听闻这些话 李爽脸色微变 这也正是鸿门高层最为担心的问题 赃威在鸿门只能算个底层小头目 其所作所为固然可恨 但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他一旦向警方开口 不知道得牵连到多少人 到时候垮掉的恐怕也不止SY这一个分堂口 蝴蝶效应连锁反应 其威力之大是谁都事先预估不到的 吴静欢道 兄弟们的意思是通过赃威来跑根 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清楚 跑到新华岛来为非作戴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李爽深吸口气 点点头道 吴兄弟啊 你我都是东北人 咱俩呢也都干脆点 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这次来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带走赃威 你的意思呢 吴静欢苦笑 苍威现在虽然被关押在公司的安保部 但是负责看管他的人可都是警察呀 爽哥是要我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把他提出来交给你 我们算不算是兄弟啊 他这话把吴静欢问愣住了 停顿了一会儿 他方悠悠说道 我以为 我和爽哥早就是兄弟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二十七集 李爽点点头 我开口求你的事 不多吧 不多 我的面子你要不要给啊 爽哥 这些事不能混为一谈 我只问你 我的面子你给还是不给 碰到李爽这种耍无赖的 吴静欢也没辙 他啼笑皆非地看着李爽 李爽也瞪着小眼睛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最后还是吴静欢叹口气 说道 爽哥 我们各退一步吧 怎么个各退一步法啊 李爽不解地问道 人 我是不可能交给你们的 李爽扬起眉毛正要说话 吴静欢继续道 不过 事情就到此为止 我不会让他再开口乱咬 牵扯更多的人进来 不过爽哥也要答应我 以后不会再有鸿门的人 来新华岛贩毒 这已经是吴静欢 所能做到的最大的让步了 鸿门要面子 新华岛的颜面就不要了吗 一个在新华岛贩毒制人死亡 甚至还打算暗杀区长的人 他都要放走的话 那以后的新华岛 哪里还有公信力可言呢 见李爽皱着眉头 许久没有说话 吴静欢意味深长地说道 爽哥 这已经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你也得理解我的处境和苦衷 投之以桃 报之以礼 李爽对他够意思 吴静欢对李爽 也绝对不会含糊 李爽开口的是 他一定会全力相帮 但要他释放脏威 他实在是做不到 李爽看着吴静欢 吴静欢也看着李爽 两人对视了许久 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李爽开口说道 如果这个兄弟之间闹了矛盾 你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吴静欢摇摇头反问道 爽哥认为该怎么解决 简单哪 兄弟若是闹了矛盾 那就到酒桌上去解决 李爽看看手表问 吃午饭了吗 还没呢 正好我也没吃 咱俩一块去吃点 李爽乐呵呵地说道 哎 等会儿 如果你能把我喝趴下来 你说的话我都听 如果一会儿我把你喝趴下来 那么我说的话 你也得全听 爽哥 你可饶了我吧 我那点酒量 哪能喝得过你啊 你这个人呢 深藏不露 嘴上常常说自己不行 但真做起来 又往往比任何人都要行啊 李爽白了他一眼 吴静欢摆摆手 哎哟 爽哥这顶大帽子我可不敢戴 也戴不起 李爽哈哈大笑 站起身形 仰头说道 走走走 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 这回必须得痛痛快快地喝一场 无罪不归啊 对此 吴静欢倒是没有意见 他乐呵呵地点下头问道 爽哥想吃点什么 我随意啊 中餐西餐我都能吃 我从来不挑食 李爽大大咧咧地说道 吴静欢被他的豪爽逗得大笑 哈哈哈哈 岛上有家不错的德国餐厅 我带爽哥过去尝尝 好啊 今儿咱就去吃德国菜 吴静欢和李爽一同去吃饭 跟在吴静欢身后的 有金向猛红云印叶末四人 跟在李爽身边的 有四名三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 众人出了吴静公司的大楼 乘车去往新华广场 新华岛的餐厅 主要就集中在新华广场一带 吴静欢和李爽等人 去了新华酒店 这家酒店 也是新华岛最大的一家酒店 乘电梯上到三楼 走进吴静欢所说的那家德国餐厅 德国菜的菜系很单一 主要就是香肠 各种各样的香肠 估计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的香肠种类 能像德国这么多了 纽伦堡香肠 都林香肠 维也纳香肠 慕尼黑香肠等等 数不胜数 嘿 我就纳闷了 这肠的种类再多 还能有中国的多呀 我们这一个地方一种香肠 德国香肠的种类繁多 做法也多 烤的煮的甚至还有生的 光是生肠又分为好多种 比如血肠茶肠等等 在德国餐厅里 另外一样比较著名的就是啤酒 黑皮白皮生皮青皮等等 一应俱全 进了餐厅 吴静欢和李爽一桌 金相猛四人一桌 李爽的四名手下在另一桌 这家餐厅上到老板下到服务生 几乎都是德国人 看着服务生递过来的菜单 李爽随意地翻了翻 而后放到桌上 向对面的吴静欢说道 吴兄弟啊 我对德国菜不熟啊 还是你来帮我点吧 吴静欢含笑点头 拿着菜单 速度飞快地向服务生 点了几样饭菜 又点了两扎啤酒 等服务生走后 李爽向一旁的夜经屏幕 努努努嘴问 哎 吴兄弟 那家伙是谁啊 顺着他的视线 吴静欢扭头看去 正看到税务局局长 周祥云的宣传广告 周祥云的宣传广告很简单 只有几张照片而已 第一张播放的照片 是新华岛的鸟看图 拍得很美 仿佛大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照片停顿了那么几秒钟 下方慢慢浮现一行字 这里很小 过了一会儿 新华岛的鸟看图消失 出现在屏幕中的是 一个又一个的名牌商标 刚开始只是零星的几个 还能看清楚 后来浮现的商标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 看都看不清 如果留心观察的话 这些出现的商标 都是进驻新华岛的商家 屏幕下方又浮现出一行字 世界却很大 而后画面一转 浮现出周祥云的照片 他穿着西装革履 正面对着镜头伸出手来 照片下方依旧浮现一行字 但这座很小的岛屿 却能装得下全世界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园 这便是宣传片的全部内容了 前前后后 总共就出现了文字表达的四句话 在这很短的宣传片里 作为主角的周祥云 也只是露了个脸而已 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但他却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家园 看把周祥云的这个宣传片 我仅怀暗叹口气 如果他是普通大众 他想 自己也恐怕会把选票投给周祥云吧 看李梦龙的宣传片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酷大仇深 好像在说 老子哪怕是拼了老命 也要跟犯罪分子斗争到底 杜绝岛上的一切犯罪活动 的确很雇物人心 但同时也让人觉得 他其实更适合做区公安局的局长 而不太适合做区长了 反观周祥云的宣传片 给人的感觉很温馨 但在这温馨当中 又隐约透出一股归属感 和令人热血澎湃的力量 说白了 就是他人的眼光不一样 李梦龙最想要的 只是维护好新华岛的治安 可周祥云想要的 却是让新华岛能装下全世界 这孰高孰低 不言而喻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二十八集 见宣传片已经播放完了 而吴静欢还在发呆 李爽忍不住叫了他两声 吴兄弟 吴兄弟 吴静欢回神 淡然一笑 爽哥 这位是新华岛的税务局局长 周祥云 这次新华岛竞选区长 他也是最热门的人选之一 哦 李爽知道新华岛即将实施 明选区长的制度 他探着脑袋一脸的贼笑 神秘兮兮的问 吴先生啊 你跟我交个十点 这次谁能最终坐上区长的位置啊 吴静欢笑了 问道 爽哥为什么问这个 等我回去设个赌局 没准还能大赚一笔呢 那前提是 你得告诉我确切的消息啊 吴静欢眨了眨眼 请说道 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有两位 一位是区税务局局长周祥云 另一位是代理区长 也就是区公安局局长李孟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区长一定会从他们二人当中产生 听闻他的话 李爽转头再次看向电视屏幕 里面还播放着周祥云的宣传片 这次李爽比刚才看的仔细许多 等从头到尾看一遍之后 他喃喃嘀咕道 这个宣传片看起来简单 而实际上又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连新华岛之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可见对于新华岛内部人而言 这段宣传片的冲击力会有多大 见吴静欢沉思不语 李爽笑问道 吴静欢啊 最终能胜出的人难道就是他 吴静欢眼眸一闪 身子向前探了探 见状李爽也跟着向前探了探身 吴静欢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爽哥 最终胜出的人一定不是周相语 听完他的话 李爽眨眨眨眼睛 接着他嘴角勾起点了点头 再什么话都没多问 而是说道 唉 等我赚钱了 一定给兄弟你奉个大红包 那我先谢谢爽哥了 两人正聊得起劲 韭菜也都一一上来 李爽既好吃又好喝 自从酒水上来 他这嘴巴就没闲着 一大扎的啤酒 在他的张罗下 两人都是一口干了 紧接着 李爽抬手把服务生叫过来 让服务生 别再两扎两扎的上了 先上十扎再说 餐厅里工作的服务生 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听了李爽的话 服务生暗暗咳舌 这两个人要喝十扎啤酒 这是疯了吧 服务生也没敢多言 点头应了一声 转身离去 时间不长 好几名服务生 端着扎啤酒杯走了过来 一杯挨着一杯的喝酒 摆放了一大桌子 吴静欢的酒量还算凑合 也仅仅是凑合而已 如果慢慢喝的话 五六瓶啤酒不在话下 但要是急着喝 他可就不行了 三扎啤酒下肚 吴静欢的头已经开始 晕乎乎的 五扎啤酒下肚 李爽像没事人似的 而吴静欢 依然是面红耳赤 但吴静欢有一点好 不管他怎么醉 头脑还能保持一定的清醒 李爽看吴静欢 喝得差不多了 哎 兄弟啊 这两年你年龄渐长 可酒量好像没什么长进呢 吴静欢无奈地说道 即便我酒量长了 也比不过爽哥你啊 嘿嘿嘿 李爽是仰面而笑 再次拿起酒杯 哎 这回咱俩就慢慢喝啊 不一口干了 好嘞 吴静欢也拿起酒杯 和李爽各喝一口 放下杯子 李爽说道 哎 兄弟啊 我就一个事 我要带走脏威 吴静欢吃了一片香肠 擦了擦嘴角 摇头说道 爽哥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别的事 我都可以答应 但唯独这件事 不行 行 你说不行那就不行吧 李爽也不再 翻来覆去的老生常谈 他向吴静欢招招手 后者向他进前凑了凑 李爽在他耳边说道 我派个兄弟 你想想办法 让他跟脏威 关到一起 吴静欢的心思一动 立刻明白李爽的意思了 脏威要死 也不能死在警察的手里 必须得死在 鸿门中人的手上 这也等于 变相地执行了家法 另外 只要脏威还活着 对鸿门的SY分堂 就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尽早除掉他 也可永绝后患 鸿门要如何整治SY分堂 那是鸿门自己的事 也轮不到警方来插手 弄清楚李爽的 真实意图 吴静欢沉吟片刻 摇头苦笑道 哎呀 爽哥 这件事也就是您开口啊 若是换成旁人 无论是谁 我都不会答应他的 李爽的小眼睛 顿时一亮 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拿起酒杯说道 兄弟啊 啥也不多说了啊 来干一杯 所有的话 咱都在酒里了 吴静欢和李爽 终于达成了共识 前者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并没有放走脏威 同时也卖给李爽 一个不小的人情 而后者也成功帮助鸿门 保住了颜面 又绝了后患 双方可谓是皆大欢喜 这顿饭 两人边吃边聊 又不停地饮酒 一直喝到下午三点多钟 才算告一段落 两人总共喝了多少扎啤酒 连他俩自己都不记得了 到最后 反而李爽比吴静欢 醉得还要厉害 吴静欢不能喝快酒 但若是慢慢喝的话 那他的酒量 也的确是深不可测 零分开之前 吴静欢还特意让叶末 去安排房间 又叮嘱李爽 带来的那四名手下 好好照顾李爽 李爽被手下人 送到房间休息 吴静欢也回了公司 虽说他醉得 没有李爽那么厉害 此时也是头昏眼花 没法再继续工作了 他的办公室有个礼间 可以做休息室之用 里面还放了床铺 回到办公室后 吴静欢立刻去到礼间 脱掉西装的外套 然后一头倒在床上 正要睡过去的时候 外面传来敲门声 吴静欢头也没抬地说道 进来 房门打开 金从外面走进来 小声说道 欢歌 李局长来了 什么事啊 吴静欢呼伦不清地问 李局长没说 只说要见欢歌 吴静欢在床上趴了一会儿 然后费力地坐了起来 他边揉着太阳穴 边不满地嘟囔了一声 过了半晌方说道 让他进来吧 智欢歌 金答应一声 转身走了出去 没过多久 金把李梦龙领进了休息室 刚走进来 李梦龙便不自觉地皱了皱眉头 这休息室里 全是浓重的酒气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二十九集 看到吴静欢脸色 胀红地坐在床上 不用问 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刚刚喝过酒 而且还喝得不少 李梦龙清了清喉咙 小心翼翼地问 吴先生 我没有打扰到你吧 已经打扰到了 吴静欢放下揉着 太阳穴的手 醉眼朦胧地 看向李梦龙 直接了当地问 你去这 来找我什么事 李梦龙干咳了一声 试探性地问道 吴先生啊 你有看到周祥云 发出的宣传视频吗 吴静欢接过 江惠星递过来的茶杯 将其中的 醒酒茶一口喝干 然后把空杯子 递还给江惠星 示意他再倒一杯 而后心不在焉地倒 已经看过了 李区长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 李梦龙搓了搓手 急声说道 吴先生不应该让他 把宣传视频播出来呀 在新华商场 我倒是没有看到 周祥云的播放广告 在其他商家里面 却见到了 吴静欢随口说道 也即便是在其他商家 吴先生也不应该让他播出来 吴静欢文言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不是 李区长说说看 我该用什么理由去阻止 商家内部的传媒广告 都是商家自己在负责 人家选择播放什么样的广告 那是人家的自由 我还能管得着这个 李梦龙老脸一红 知道自己的态度有些急了 他吞了口唾沫小声说道 如果吴先生出面的话 我想还没有哪个商家 敢不给吴先生面子 周祥云这次制作的宣传视频 反响好得出奇 里面明明没什么内容 就几张照片 几句空洞的话而已 却能抓住那么多人的心 着实令人费解 不等他把话说完 吴静欢已不耐烦地 向他摆摆手 打断他后面的话 你已经看过人家的宣传视频了 结果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几张照片和几句空洞的话 完全没有了解其中的内涵 人家打的是温情牌 卖的是归属感 博的是凝聚力 连这个你也不懂 吴静欢真怀疑李梦龙 是不是长了颗鱼木脑袋 对竞选科学 当真是一窍不通 他问 李局长来找我 就是为了向我说这些 听吴静欢的意思 自己现在说的这些 好像都是废话 对他而言 这可是目前第一重要的事情 吴先生 好了李局长 回去好好养你的伤 这些事不用你操心 我能不操心吗 李梦龙一脸的苦相 还想要说话 吴静欢揉着额头说道 我早就对你说过 这次我能推你上台 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的 李局长尽管放心就是了 我 李梦龙才张口 江慧欣就打断道 李局长 吴董已经累了 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吧 见吴静欢也确实没有和自己多说什么的意思 李梦龙向吴静欢欠了欠身说道 抱歉 吴先生 打扰你这么久 我就先回去了 吴静欢应了一声 恍然想起什么 教主正准备转身往外走的李梦龙说道 李局长 赃威的案子就先告一段落吧 对于赃威的审问 也不用再继续了 李梦龙一正 诧异地问 吴先生不打算再继续往深追究了 其实他自己也不希望这个案子再继续往深了追究 其一 再追下去就追到SY那头了 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 其二 如果真的把鸿门惹急了 让鸿门发起狠来 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只是他想不明白 以前那么坚持的吴静欢 为何会突然改变了主意 暂时先告一段落吧 至于以后的事 那就以后再说 如果李局长见到了新哥 顺便和新哥也说一声 好的吴先生 吴静欢挥了挥手 示意李梦龙可以走了 等李梦龙离开 江慧欣又端了一杯醒酒茶进来 递给吴静欢的同时 他低声说道 欢歌 我看这个李局长 竟没有周祥云那么聪明 也远不如周祥云那么有能力啊 周祥云的宣传广告 只有短短的半分钟 内容就如李梦龙所说 只有几张照片和几句话而已 估计制作的成本 都不会超过一千块钱 但是这么一段宣传视频 却让周祥云在网上的拥护者 一下子多了起来 原本李梦龙和周祥云的竞争 还是前者占优 而现在的局势可就不好说了 看网上的言论 差不多是五五开的局面 再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 结果可真就不好说了 吴静欢接过茶杯的同时 说道 李梦龙倒不是不够聪明 更不是没有能力 他只是不会竞选罢了 脑筋太死板 不够灵活 想问题看事情都太简单 但恰恰是因为这样 他才更好控制 反倒是周祥云 一肚子地花花肠子 这样的人别说难以控制了 就连与其和平相处都很难 江会心试探性地问道 欢歌还是要继续支持梦龙 吴静欢喝光茶水 输了口气 唉 到目前为止 他是我们的最好的选择 江会心忧忧忧地道 可是周祥云的支持度 提升得很快 目前的局势已经是五五开了 我担心等到投票正式开始的那天 有可能出现一边倒的趋势 吴静欢非但没有担忧之色 反而还乐了 别忘了 这是新华岛 是我们的地盘 在自己的家里 如果我们连选谁做管家 都不能搞定的话 那我们就太没用了 江会心想了想 扑斥一声也笑了出来 虽然他并不清楚 欢歌究竟怎么做 才能把李梦龙顺利推上台 但欢歌已经这么说了 那么他一定有办法可以做得到 没有再多打扰吴静欢休息 金和江会心双双退出休息室 没人来打扰自己 吴静欢终于可以躺在床上 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了 他睡了还不到两个小时 手机嗡嗡震动起来 过了好半晨 吴静欢才闭着眼睛摸到手机 将电话接通 喂 静欢嘛 我老星呢 话筒里传来星途的说话声 我听李区长说 你决定不审藏威 不再把这个案子继续深追了 嗯 吴静欢呼伦不轻地硬当 我是这个意思 你突然改变了主意 是因为今天去找你的那个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30集 吴静欢终于睁开朦胧的睡眼 笑问道 星哥 你还调查我呀 不是调查你 而是我要知道 能让你改变主意的人 究竟是谁 那查清楚了 鸿门的大人物 李爽 吴静欢也不否认 自己改变主意 就是因为李爽 他说道 我跟爽哥是好朋友 也认识好多年了 他从东北千里迢迢 跑来新华岛找我 他的忙我不能不帮啊 所以 这个案子就要到此为止了 其实我们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哎哟 星哥 你不要搞错了身份 你不是警察 你是无尽公司 新华导案保部的经理啊 过两天 爽哥会安排个人 犯点小案子 被抓到安保部后 星哥帮个忙 把他跟赃威 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 星途忍不住脱口问 啊 他们想要救出赃威 我是要救他 而是要让他闭嘴 永远地闭嘴 他们要在安保部杀了他 这 这怎么能行啊 星途的脑袋摇得像波浪谷似的 没什么行不行的 这里是皆大欢喜的方案 啊 星华岛有法院吗 暂时还没有 那赃威的审判 要在哪进行啊 肯定在SY啊 鸿门在SY经营了那么多年 势力早已根深蒂固 把赃威带到SY法院判决 星哥你认为 最终结果会是怎样啊 星途琢磨了一会儿 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啊 星途又问 赃威总不能被无罪释放吧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好了 星哥 赃威在新华岛做的孽 他就应该在新华岛上做出偿还 付出相应的代价 好 我知道了 星途应了一声挂断电话 正如吴京欢所说 他不是警察 有些事情也轮不到他来管 他的职责 只是保障星华岛的安全 赃威的案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风波渐渐平息下去 人们似乎也都慢慢忘记了这个案子 不过在新华岛竞选开始的前两天 赃威突然在拘留室里暴毙 此消息一经传出 赃威的案子又再次甚嚣尘上 被人们广泛地讨论起来 不过紧接着 网上传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赃威和税务局局长周祥云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赃威和周祥云见面的视频 在网上迅速流传开来 他人见面的次数可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很多次 有时候是周祥云去办事处找赃威 有时候是赃威去税务局找周祥云 另外 两人还多次在一起用餐吃饭 除此之外 两人之间还有资金的往来 赃威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先后向周祥云提供了高达上百万的巨额资金 周祥云和赃威的关系突然被爆出来 令新华岛的民众一片哗然 谁都没有想到 口口声声要把新华岛建造成理想家园的周祥云 竟然会和大毒枭赃威存在密切的关系 其实 人们对事情都只是一知半解罢了 但如此一来 反而更容易浮想连篇 很快 人们便意识到赃威的故凶杀人 预置李梦龙于死地的案子 恐怕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其真实的目的未必是为了报复李梦龙 而是想帮周祥云的竞选铺路 铲除周祥云的竞争对手啊 赃威和周祥云见面 吃饭的视频相继被爆出 其幕后的推手正是吴静欢 以前吴静欢曾让吴静科技公司的智能系统 专门调查过赃威 当时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查出赃威的一些犯罪活动 结果查着查着 便把赃威和周祥云的往来给查了出来 他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复杂 赃威希望通过自己支持周祥云 推他上台之后 自己能获得一定的特殊照顾 而对于周祥云来说 赃威则是个实力雄厚的大金主 得到他的支持也就等于得到了鸿门的支持 赃威的犯罪活动周祥云没有参与 可是作为幕后推手的吴静欢 当然不会为他辟谣 恰恰相反 他利用河图传媒的舆论优势 在网上煽风点火散布各种阴谋论 引导舆论的走向 只区区两天的时间 原本局面一片大好的周祥云 形势急转之下 原本他的支持者们 要么对他彻底放弃了 要么就是叛逃到李梦龙那边 所剩无几的支持者 在网上也如同过街老鼠一般的存在 稍微帮周祥云说一句好话 下面便引来数十上百的谩骂 在竞选的当天 一大早便有民众到投票点排队投票 负责统计票数的主要有三方 一方是政府人员 一方是公正人员 一方是商会人员 因为是三方统计 在统计选票的真实性上 肯定是有保障的 在新华岛 有资格投票的总共有7500多人 最终统计出来的投票数接近5000 也就是说有2500多人 是没有参与投票的 他们既不想选择李梦龙 更不想选择身上有污点 的周祥云 按照程序 之后的三天是三方统计票数 没有任何的悬念 李梦龙以绝对的优势高票当选 而周祥云的得票数 才只有区区的100多票 甚至还没有另外几名区局长 得票数高 选票统计的结果刚出来 李梦龙便得到了消息 他兴奋地差点一蹦老高 连夜跑到吴敬欢的别墅 向他表示感谢 见面之后 他难掩脸上的兴奋之色 激动的声音都微微颤抖说道 吴先生啊 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 刚刚出来的 总共接近五千张的选票 我得到其中的三千九百多张呢 哎呀 吴敬欢看着兴奋地 手舞足蹈的李梦龙 暗暗苦笑 自己已经如此大力地推他了 可总共七千五百人的选民 只有三千九百人是支持他的 才刚过半数而已 这又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呀 见吴敬欢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一副不显不淡的样子 李梦龙小心翼翼地问道 吴先生 周湘云和脏尾碰面时那些视频 你早就有了 吴敬欢道 在调查毒品案子不久 我就得到那些视频了 原来如此 难怪吴先生笃定了自己 会当选新华区的区长 原来他的手里还藏着这么个杀手键 可谓是一箭封喉 直接把周湘云从云端摔进了尘埃里 他感慨道 哎呀 如果这次没有吴先生的大力相助 我只怕 只怕也很难坐上区长的宝座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三十一集 选举结束 李梦龙高票当选 从今往后 他可就不是代理区长了 而是货真价实的区长 新华岛的最高行政领导 吴敬欢 冲李梦龙笑了笑 还是伸出手来 恭喜你啊 李区长 李梦龙急忙欠身 和吴敬欢握了握手 正色说道 以后新华岛的建设 我一定以吴先生 马首实战 吴敬欢乐了 这次他脸上的笑容 真成了几分 这也正是他选择 李梦龙的原因 推他上台 他会不会听自己的话 那倒无所谓 最主要的一点是 他不会在暗中 给自己下绊子 让自家后院起火 有李梦龙在新华岛做区长 自己最起码没有后顾之忧 烧盾 吴敬欢摆摆手 示意李梦龙坐下 李区长 以后就是新华岛的 正式区长了 区公安局局长的职位 也不能再继续兼着了 不知道李区长心中 可有合适的接任人选啊 李梦龙还真没想那么多 听吴敬欢这么一问 李梦龙反倒愣住了 他沉吟了许久 小心翼翼地问 其实 我心中倒是有个 合适的人选 只是 不知可不可行 吴敬欢问 哦 李区长认为 合适的人选是 星图 新经理 李梦龙一字一顿地说道 吴敬欢眨眨眼睛 他还真没想到 李梦龙推荐的人 竟然是星图 李梦龙正色说道 首先 新经理是军人出身 转到警戒绝对没有问题 其次 新经理能力出众 经验也丰富 出任区公安局局长 绰绰有余 他没有说的是 他之所以推荐星图 还有另外两点 一 讨好吴敬欢 二 对安保部的指挥中心 他早就已经垂涎三尺 如果星图能担任区局长 那么他便可以 名正言顺地提出来 把区公安局搬到安保部 即便不能让二者合二为一 最起码也可以做到资源共享 大大改善警方这边的工作环境 以后警方的弟兄们 也不用再和区政府那些官老爷们 挤在同一座办公楼里了 吴敬欢耸耸肩说道 你推荐新经理 我是没什么意见 新经理是怎么回复的 我还没来得及跟新经理提这件事呢 行 我尊重新经理自己的意愿 如果他愿意去区公安局 我绝对不阻拦 得到吴敬欢的首肯 李梦龙笑得嘴巴都合不拢 那等会儿我就去找新经理 和他详谈这件事 在吴敬欢的别墅又坐了一会儿 李梦龙起身告辞 然后他又去往新途的公寓 目前新途张天忆原则三人 在新华岛上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 三人的住处都在同一座公寓楼里 面积也都在百平米左右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 就是新途的公寓所处的位置稍好一点 靠边 客厅里有一面巨大的弧形落地窗 视野开阔 给人的感觉既敞亮大气 又十分的气派 见面之后 李梦龙也没有绕弯子 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新途连想都没想 当场便回绝了他的举见 李梦龙难以置信地看着新途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无尽公司是不错 能在无尽公司做到经理的职位是不容易 但是你做得再好也终究是明 而区公安局局长可是官啊 见李梦龙像看怪物似的瞧着自己 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新途笑了笑问道 李局长啊 区公安局局长 每个月工资是多少啊 李梦龙清了清喉咙 别的地方 区局长的工资也就五千多 但是新华岛的情况比较特殊 物价很高啊 新华区的区局长 每月能拿到手的工资都在一万网上 哎呀 李局长啊 你知道我的工资是多少吗 多少啊 三万的基本工资 只这一句话便让李梦龙哑口无言了 新途还继续道 算上各种补助 杂七杂八的费用 每月能拿到手的工资 不会少于五万块 这还不包括年底的年终分红啊 还有 李局长觉得我这间公寓如何 很好啊 这不是我租的 而是公司分配的 是公司白送给我的 请问区公安局也有这么好的待遇 李梦龙彻底无语了 他自己都没能在新华岛上买栋小房子呢 一家人只能租房子住 至于让区政府分配房子这样的好事 那想都不要想 区政府自己都没房子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通过安保部指挥中心的条件 李梦龙知道安保部的待遇很好 可也没想到好到这种地步啊 拿区公安局局长的位置 换安保部经理的位置 别说新途不会同意了 这换成他自己 他也不会同意啊 其实新途之所以拒绝得如此干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 他的军级还秘密保存在总参呢 他在新华岛的主要任务不是给无尽公司看家护院 而是在执行驻军的本职 确保新华岛的安全 转到警方去做什么公安局局长 这算怎么回事啊 他自己也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见新途反对自己的举荐 李梦龙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安保部的待遇确实是太好了 区公安局远远无法与之相比 只要是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该怎么选择 自己就算磨破了嘴皮子也没用 临走之前 他向新途感慨道 哎呀 如果哪天我退休了 我希望安保部也能给我留个地方啊 新途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李区长啊 你离退休远着呢 三十多岁就做了区长 还是明选出来的区长 以后李区长的仕途不可限量啊 李梦龙得偿所愿地成为了新华区正式的区长 接替区公安局局长之位的 是从SY市调过来的一名警官 名叫金铁城 他本是SY某分局的副局长 因为在省厅那边有些门路 借着这次的机会成功调到新华区 担任区局长之职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32集 金铁城赴新华岛上任的第一天 还专门去吴静公司的大楼 拜访了吴静欢 吴静欢也接见了他 金铁城年近四十 微微有些发福 中等个头 啤酒度向前舔着 举手投足 拍头十足啊 在吴静欢面前 他倒是没有摆架子 反而变得更加客气了 在来夫人之前 他已经从省厅那儿得到风声 在新华岛 谁都可以得罪 唯独不能得罪的人 就是吴静欢 一旦得罪了吴静欢 在新华岛 那当真是寸步难行 两人第一次见面 相处得还不错 谈笑风声 相谈甚欢 在金铁城的印象里 吴静欢没有省听传言的 那么可怕 就是个二十出头的 年轻小伙子嘛 或许是因为家事 过人的关系 才取得了今日这般成就吧 吴静欢对金铁城的印象是 没什么印象 于他而言 这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以后要和金铁城 经常打交道的人 也不是他 而是星途 张天忆等安保部的人 李孟龙成为正式区长之后 还是为新华岛办了不少实事的 其一 就是向上面申请撤掉新华岛的网络防火墙 在新华岛工作的外国人很多 因为有网络防火墙的存在 会给很多来岛上工作的外国人造成不变 也会影响到新华岛的招商引资 以及经济的发展 他提出的理由倒是很充分 而且新华岛远在南海 远离大陆 区域很小 另外 在新华岛工作的人文化层次普遍较高 这些因素都成为批准撤掉新华岛网络防火墙的原因 其次 李孟龙在新华岛的附近建造了好几座信号塔 这为新华岛的通讯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不仅全岛无死角 哪怕人们出海很远了 手机仍能受到信号 他的这两项举措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在此期间 一家报纸也入住了新华岛 新华都市报 这家报纸以前叫SC都市报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的关系濒临倒闭 和图传媒的CEO赵婷称趁机出手 以低廉的价格成功收购了这家报纸 并将其更名为新华都市报 收购报纸公司并将其改名 这在那边是很难获得批准的 不过赵婷称的背景这时候发挥出了功效 提交的申请都一一被批准了下来 新华都市报成了和图传媒旗下之后 进驻新华岛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最先提出这个建议的还是赵婷称 在一次视频会议中赵婷称向吴静欢提出 让新华都市报进驻新华岛 吴静公司这边的管理人员都不以为然 现在新华岛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一家报业公司要进来去哪给他腾地方 在新华岛发行报纸可不是找几间办公室 请几个编辑记者就万事大吉了 还得有工厂来进行印刷吧 如果每天都是靠设在内陆地区的工厂印刷报纸 然后再运到新华岛那成本就太高了 建造一座印刷厂那得划出多大一块地皮啊 看出吴静欢这边的不满 赵婷称意味深长地说道 一个开放的地区不可能没有媒体 早晚有那么一天媒体会进驻新华岛填补这个空白 媒体的重要性相信吴先生是很清楚的 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把持住了舆论导向 也就等于掌握了话语权啊 他这番话成功打动了吴静欢 吴静欢当场便做出表示支持赵婷称的决定 允许新华都市报在新华岛设立印刷厂和办公室 如果没有空间哪怕是临时填海再造出一块地方 也要让新华都市报进入 当然他说的临时填海造地只是表达了他的决心 新华岛的地皮再怎么稀缺 找一找还是能找到建造印刷厂的空间的 随着吴静欢拍板钉钉 和图传媒旗下的新华都市报成为进驻新华岛的第一家报纸 新华都市报进入新华岛之后 报刊中的内容并不多 在这不多的内容里有一半是娱乐新闻 另一半是国内外新闻 真正涉及到新华岛的新闻 恐怕连一个版面都不到 新华岛太小人也太少 每天哪有那么多新闻可以报道 编辑们为了找新闻也是煞费苦心 就连某某家走丢了一只阿猫阿狗 被某某爱心人士找到送还 某某出海钓到一条多少公斤的大鱼 等等诸如此类的琐事 都可以登上报纸的版面 即便如此 新华都市报在岛内卖的也还不错 每天都能卖出好几千份 毕竟这是岛上唯一一家报纸 国人买来翻翻娱乐版 看看热闹 外国人则买来做学习中文之用 现在的新华岛已经基本不如正轨 各行各业要么开始进驻 要么是蓬勃发展 其中旅游业的开发已经到了极限 目前新华岛的常住人口 差不多在三万人左右 其中在岛上有固定工作的人 一万出头 另外近两万来人 要么是家属 要么是定居在这儿享受生活的 而每天来新华岛旅游的人 都高达五万以上 而且人数仍在不断地增加 可以说岛上的游客 比岛上居民的数量还要多 刚开始 新华岛上的人并不排斥游客 反而觉得游客多了 岛也变得热闹有人气了 可随着游客的数量越来越多 这开始让新华岛的居民们 渐渐觉得自己的生活 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新华岛的汽车一项不多 一是停车场难找 停车费昂贵 二是新华岛就这么大点地方 公共交通又便利 没有车子也很方便 但是游客的激增 大大占用了公共交通的资源 人们上下班挤工车 都成了头痛的问题 还有像餐厅的资源也被占用 提前打电话预定位置 根本定不到 有些餐厅的位置 都预定到三五天之后去了 海外的情绪 就是在本属于自己的资源 大量被外来游客所占用后 渐渐产生出来的 刚开始人们只是在网上抱怨 发发牢骚 但很快排外的情绪 都蔓延到现实当中 有的餐厅干脆关闭了 接待游客的功能 只对本岛居民开放 这种差别对待 在引来岛内居民一片 掌声的同时 自然也惹来游客们的不满 区政府也看到 这些问题的存在 但是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新华岛 新华岛毕竟还是太小了 无论哪方面的资源 都非常有限 每天要接待 五万人以上的游客 以新华岛的资源 根本负担不起 就在区政府 还在苦思冥想 对策的时候 意外终于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海边 在沙滩上 有不少商家 做租赁摩托艇的业务 颇受欢迎 很多游客 都是排队等候 与之行程 鲜明对比的是 新华岛的居民 来租摩托艇 根本不用排队 只要有摩托艇回来了 商家立刻让 新华岛的居民先上艇 一次两次这样 游客们或许还能忍 但次次都这样 游客们哪能受得了啊 当商家再次 让本地居民 优先的事情发生之后 排队游客们的怒火 终于被点燃了 纷纷表达不满 和商家发生了口诀 做租赁摩托艇 生意的商家 要哪能是自己一个人呢 手底下都养着 不少的工人 双方恶语相向 很快便由文征 演变成武斗 数十号人在沙滩上 发生了一场 大规模的冲突 当警察文讯赶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伤了十好几个人了 这些人满头满脸的全是血 倒在沙滩上 警方人力不足 难以控制现场 最后还是找到安保部 由安保部出人 配合警方 才算控制住了局面 这次发生的群体 斗殴事件 应该算是新华岛 第一次的群众性事件 也把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 之间的矛盾 彻底摊在桌面上 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矛盾 已经激化到这般地步 如果再不处理 以后此类事件将会层出不穷 李梦龙想不到太好的办法 最后还是找到了吴敬欢 请教吴敬欢 有无解决之良策 吴敬欢思前想后说道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扩大岛屿面积 面积增加资源也跟着增加 自然可以应对 目前的游客数量 李梦龙苦笑 这增加岛屿面积 又哪是他能说了算的呀 能在这件事上做主的人 一个是上面 一个就是吴敬欢了 他甘笑着问 吴先生 那第二个办法是 限制来岛旅游的游客数量 限制游客上岛 李梦龙瞪大眼睛 这恐怕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吧 游客乘船来了 却不让游客上岛 如果新华岛真这么做了 爆发的冲突只怕会比 今天这次大上十倍百倍 吴敬欢看了李梦龙一眼 说道 目前游客主要是从SY过来的 限制SY那边各家旅游公司的旅游团 数量就好了 如果每家公司每天发十团 就让他们减少到三团 如此一来 岛上的游客数量自然就会减少 那如果是自由行的游客呢 这就没办法做出限制了 吴敬欢抬手指了指自己脚下 笑呵呵地说道 新华岛是中国的领土 在自己的领土上 又怎么能限制自己的国民入境呢 就先从旅游公司着手吧 这事我们自己做不了 还得请市政府那边配合我们 李梦龙边听边点头 正色说道 多谢吴先生赐教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吴敬欢轻轻叹口气 限制旅游团数量 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 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还是要增加我们自身的资源 李梦龙小心翼翼地问 吴先生的意思是 新华岛还要继续填海 吴敬欢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新华岛的总构想 李区长早就看过了吧 李梦龙急忙说道 哦 看过了看过了 现在的新华岛与最终的构想相比 还缺失了七座李岛 吴敬欢目光深邃地悠悠说道 七座李岛同时建造 砸进去的资金可不是一二十亿啊 也不是一两百亿能够挡得住的呀 等李梦龙走后 吴敬欢琢磨了一会儿 拿出手机 给澳门南创娱乐公司的CEO 易明命打去电话 以前吴敬公司那些专利都是通过 易明命卖出去的 要么是南创公司收购 要么是易明命找来的其他公司收购 突然接到吴敬欢的电话 易明命有些意外 笑问 吴先生今天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吴敬欢笑道 许久不见 易先生别来无恙啊 谢谢吴先生记挂 我一切安好 寒暄过后 吴敬欢话锋一转切入正题 最近公司又研发出几项不错的专利技术 不知道易先生对他们有没有兴趣 电话那头的易明命没有立刻接话 过了半场他狐疑地问 吴先生手里又缺少资金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吴先生主导的新华岛项目已经结束了呀 南创娱乐公司可不是吴敬欢的私人提款机 他想要钱就乖乖给他送钱 说白了 南创娱乐砸在吴敬公司上的资金 也都是专款专用的 只是为了满足新华岛建设的需要 如果吴敬欢因为自己的经营不善 导致公司资金紧缺 南创娱乐没有理由再为他提供资金 吴敬欢说道 新华岛的建设还远远没有结束 哦 还没结束啊 现在只是主导建造完成 还有七座里岛没有构建呢 七座里岛 啊 如果易先生对我公司的专利感兴趣 可以来新华岛我们当面谈一谈 这 我需要考虑考虑啊 没问题 我等易先生的回复 易明明虽然是南创娱乐的CEO 但他本身并没有多少实权 大资金的调动他自己也做不了主 得得到上面的首肯才行 和易明明通完电话之后 吴敬欢立刻给陈家栋打去电话 直接了当地要钱 他说打算在新华岛的周边打造七座里岛 未来新华岛的定型是 一座主岛在中央 七座里岛在四周 形成环岛岛链 如此一来 既扩大了新华岛的面积和资源 对主岛也能形成有效的保护 他提出在新华岛实施二期工程主张 倒是很符合时机 目前国家也积极在南海继续填海造岛 吴敬欢这个时候也提出扩充新华岛面积 陈家栋对此事绝对支持他 陈家栋说道 这件事我带你去向上面申请 不出意外的话 批文应该很快就能下来 如果别人提交这个申请 中央那边没准还会仔细审一审 吴敬欢提出这个申请 上面是不会审得太严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贤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上面的领导对吴敬欢的印象极好 而且吴敬欢也的确帮过上面很大的忙 有这层关系在 再加上又符合国家的大战略 新华岛的二期工程申请 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阻力 吴敬欢清了清喉咙说道 老爷子 目前公司手头上资金并不充裕 在新华岛的二期工程项目上 还希望能多多获得国家的支持啊 陈家栋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说道 新华岛是民营项目 国家不会给予你任何支持的 如果确实有困难 也只能靠你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了 老头子这么说 吴敬欢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以前老头子就这套说辞 可实际上还是冒出了一个 难创娱乐公司解决了新华岛工程的燃眉之急 只要新华岛的工程一动工 国家肯定不会让这个工程因为资金问题半途而废 扔在那不管不问的 果不其然 事情仅仅隔了两天 易明命便给吴敬欢打了电话 提出要亲自来访 吴敬欢听后 嘴角不自觉地勾了起来 只要易明命肯来和自己谈 便从侧面反映了中央的态度 中央那边对新华岛的二期工程是支持的 而且还和以前一样会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他语气轻快地乐呵呵地说道 易先生 我在新华岛公营大家 吴先生太客气了 我们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了 我相信以后我们的合作也会一如既往 易明命还没到新华岛 李爽倒是先来了 不久前 李爽刚来过新华岛 相隔没多少天 他又再次到访 这让吴敬欢多少有些意外 见面之后 吴敬欢好奇地问 爽哥 这回又有事照帮忙啊 李爽仰面而笑道 上次来新华岛啊 是有正事要办 来得匆忙 走得也急 这次我来新华岛可不是为了公事了啊 而是以私人的身份 过来好好玩玩 放松一下嘛 说着他仰起眉毛问 怎么啊 兄弟啊 不欢迎啊 哈哈 我不欢迎别人 还会不欢迎爽哥你吗 说着话 他看看手表 已经快到下班的时候了 等会儿我带爽哥在岛上逛一圈 吴敬欢带着李爽 先去游逛了环岛路 环岛路是环绕着新华岛建设的公路 一边是沙滩和大海 一边是高楼大厦 霓虹繁华 坐在车内 观瞧车外的景色 让人感觉身处梦境一般 李爽边看着边连连感叹 或是抬手点着外面 问道 这里这里 哇 这都是后来填海建的呀 是啊 以前新华岛叫李岛 只是很小的一块地方 哎呀 这通过填海造出来的陆地 能安全吗 万一哪天地震了 陷到海里怎么办呀 李爽担心地问 吴敬欢乐了 首先李岛这里不处于地震带上 这里也不太可能发生地震 其次填海造出来的陆地 不次于自然形成的岛屿 甚至比自然岛屿更加结实 自然岛屿或许还有可能塌陷沉没 人工岛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 岛上的建筑都能抗得住 八九级的地震 以及台风的清洗 安全性上 爽哥完全不用担心 哦 李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哎 我听说这个 现在新华岛的房价已经贵得离谱了 每平米差不多要在十万人民币左右啊 吴敬欢想了想说道 如果是在新华广场一带 能以每平米十万的价格买下来 算是捡到大便宜了 他看着李爽 又是问新华岛的安全性 又是问房价 笑问道 喂 爽哥该不会打算在新华岛置业吧 哎 哎 兄弟啊 师不相瞒 我还真有这方面的打算 当然了 让我过来定居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每年过来玩几次 还是可以的 爽哥这么说就太见外了 爽哥想在新华岛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送你一套房子就是了 那怎么行啊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一码归一码 房子我肯定不会白要你的 爽哥以前给予我的帮助 可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 我这个人身上优点真的不太多 但起码还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 李爽文言心中感慨良多 吴静欢这个人真的很适合交朋友 做兄弟 只要你以真心待他 他必然以真心待你 当初自己真的没有看错他呀 吴静欢对李爽很够意思 李爽又何尝不如此 当初张薇在新华岛犯了案子 吴静欢根本不买鸿门的账 谁来找他都没用 那时的鸿门高层便有很多人建议 干脆除掉吴静欢这个人 谢文东还没表态呢 李爽当场就不干了 脸红脖子粗的直拍桌子 谁提议要除掉吴静欢 他就跟谁急 到最后变成了他亲自来 新华岛找吴静欢谈藏薇这件事 结果吴静欢不买别人的账 还偏偏就买李爽的账 虽说他没有把藏薇交给李爽 但是也接受了李爽 退而求其次的主意 把藏薇和鸿门的人关到一起 让他死在鸿门的手里 李爽拍了拍吴静欢的胳膊 正色说道 哎呀有你这句话 你这兄弟 我李爽没白教啊 两人乘车在环岛路逛了一圈 然后又去到新华广场附近逛了逛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新华广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 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这里人太多无法乘车 吴静欢和李爽下了车步行 看着四周欢声笑语的人群 以及晶莹剔透的玻璃大楼 还有随处可见的巨型投放屏幕 李爽真的有种错觉 自己好像走进了未来都市 走了一会儿 吴静欢提议去附近的夜总会玩玩 新华岛的明珠夜总会 新开张没多久 吴静欢也是第一次来这儿 夜总会位于中央商场的顶楼 里面的装修装饰都是崭新的 而且设计的新颖又大气 造价也都不便宜 新华岛的舞台上有表演 吴静欢和李爽等人 在外面的大厅 抱了一组环形的沙发坐了下来 边喝酒聊天边看着表演 他们的位置很好 不仅正对着舞台 而且离得很近 又大又宽敞舒适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舞台上的舞者 是一群妙龄女郎 有东方人 也有西方人 穿着火辣 跳得舞蹈也劲爆 不时惹来台下的尖叫声 李爽看得两眼放光 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 翘着狼腿 对吴静欢笑道 哎哟兄弟 我现在还真是不想走了 那爽哥就在岛上 多住段日子啊 他二人正说着话 这时候 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 走了过来 对他们众人 满脸陪笑地说道 几位先生 能不能麻烦你们 换个座位啊 李爽坐在沙发上 只瞥了那名青年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继续看着台上的表演 吴静欢也是暗暗皱眉 他们在这儿坐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换座位啊 西装青年见他都不搭理自己 他面露尴尬之色说道 只要几位先生同意调换座位 几位今晚的消费 本店通通打五折 李爽嗤之以鼻 他带来的几名随从 纷纷站起身形 其中一人伸手入怀 掏出一打崭新的钞票 拍打着西装青年的脸颊问道 买你闭嘴 够吗 西装青年脸色难看 正要说话 那名青年挑起一惊 冷笑着问道 还是你想要这个 他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正看到大汉腰间别着的手枪 露在外面黑漆漆的枪瓣 西装青年身子一哆嗦 两腿发软 差点坐到地下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再去问问别人 说完话 他片刻都没敢逗留 逃也似的 快步走开了 李爽对吴静欢笑道 兄弟啊 你这个岛主 做得也太低调了 连叶总会的经理 都不认识你啊 吴静欢被他的话逗笑了 我这算哪门子的岛主啊 李爽不以为然地说道 在新华岛 你说一 还有人敢说二吗 吴静欢摆摆手 哎呀 爽哥就不要给我戴高帽了 他二人正说说笑笑的时候 那名西装青年又跑到隔壁桌 请那里的客人调换位置 那边的客人倒是挺好说话 让出位置换到别的座席 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有两名穿着白袍的人走了过来 在他二人身后 跟着几名穿着西装的大汉 在青年的指引下 他们走到那处被让出来的空位置 为首的白袍人 当仁不让地坐在沙发上 另一个白袍则是 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 几名西装大汉分散着 站在四周 目光如电地扫视周围的人 李爽转头看了一会儿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孙子谁啊 好大派头啊 吴静欢扫了一眼 乐呵呵地说道 看上去像是 阿拉伯国家来的网页 网上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土豪 都戏成网页的 李爽痴笑一声 嘟囔道 除了钱他们还有什么呀 吴静欢接话 这个世界除了钱 剩下的东西 真的就不太多了 李爽愣了愣 接着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他抬手打了个响指 把附近的一名服务生 叫了过来 夜总会里的服务生 都是穿着清凉的年轻女郎 上身是黑色的抹胸 下面是黑色的超短皮裙 女郎走到李爽进前 含笑问道 先生 点心什么 李爽指了纸台上 等会他们跳完舞了 让他们都过来 陪我们喝酒 这 女服务生犹豫了一下 李爽看言手下人 一名大汉掏出一档钞票 递给女服务生问道 够不够 见他们出手够阔绰 女服务生不再犹豫 接下钞票 笑道 几位先生 请稍等 等女服务生走后 李爽转头又向阿拉伯人那边看了一眼 此时有几名服务生正在给阿拉伯人端送酒水和果盘 坐在沙发上的白袍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目光落在舞台上 而站于一旁的那个白袍掏出一档美金 对凡是过来服务的女郎每人打赏一百美元的消费 服务生们一个个乐的眉开眼笑收了美金欢天喜地的离开 再之后服务生跑过来的那叫一个情 白袍还是按照老规矩 只要是过来服务的人 等他们离开时全部打赏一张百元美钞 看他的动作就像机器人似的 面无表情 只是机械性地重复着抽钞票递钞票的动作 李爽以前和阿拉伯人接触的并不多 今天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阿拉伯王爷 那真是不把钱当钱 令人眼红的美金在他们的手里 那就如同一打打废纸啊 没过多久 一曲钟亮 舞台上的舞者们纷纷下台 在那名女服务生的指引下 纷纷来到吴静欢和李爽这桌 在他们当中坐下来 先生是第一次来吗 这些跳舞女郎都很健谈 开场白一出口嘴巴就不闲着了 李爽左拥右抱玩得不亦乐乎 隔壁桌的那位王爷向他们这边扫了一眼 然后对身边的白袍耳语了几句 那个白袍立刻招手 把附近的经理叫过来 西装青年快步走到他近前 白袍对他说了几句 西装青年皱了皱眉 面露男色 白袍把手中剩下的半打美元 全部塞进他的口袋里 并向他甩了甩头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妇 西装青年刚才已经有看到 李爽的手下身上戴着枪 知道这些人不好惹 不过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来 满脸堆笑 点头哈腰地说道 几位先生 李爽瞟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吴静欢倒是平和得多 什么事 见这些人里数吴静欢年轻 也数他面善 看起来倒是个好说话的主 他急忙说道 先生 你们这边的小姐太多了 分几位到别的桌坐坐吧 还没等吴静欢接话 李爽小眼睛一瞪 不满地质问道 怎么你觉得我们付不起钱啊 青年经理连忙白手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本店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 小姐们也确实不够用 还请几位先生 滚 李爽没有多余的废话 只一个字便打断了青年经理的话 青年经理也不敢和他争辩 面红耳赤地 退开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贤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36集 青年经理回到隔壁桌 对白袍仆人小声说了几句 那名白袍仆人 向吴敬欢李爽这边看了看 然后弯下腰身 对坐在沙发上的王爷 耳语了几句 等他说完 王爷测了测身 也向吴敬欢李爽这边看看 挑了挑眉毛 接着抬了下手 白袍仆人会议 将一只白色的大袋子 放到他的身边 这只袋子看上去 就像是米袋子 里面鼓鼓囊囊的 他把袋口打开 如果有人就在附近的话 便会发现 里面装着满满的都是美金 王爷一手拿着酒杯 慢悠悠地喝酒 一手抓着一把美元 随手向上一扬 顿时间 夜总会里尖叫声四起 因为天上下起了钞票雨 一张张的美金 从天上飘落下来 附近的服务生 以及坐陪小姐 无不蜂拥地跑了上去 跪在地上 捡起地上的钞票 王爷完全是不动声色 麻木着一张脸 一把把地抓着口袋里的钞票 又一次次地扬上天空 看着他那边漫天的钞票雨 吴敬欢 李爽这边的小姐们也都坐不住了 纷纷起身跑了过去 也跟着去抢钞票 李爽见过有钱人 也见过败家子 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钱的败家子 连李爽都看得目瞪口呆 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他转头看向吴敬欢 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道 这孙子疯了吧 按理说 看着那么多男男女女跪在自己面前 满地地找钱抢钱 他应该兴奋得意才是 可是人家王爷 脸上根本没什么表情 要说有也就是麻木 仿佛对着一切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吴敬欢耸耸肩 含笑说道 在迪拜这样的人很多 阿拉伯的土豪 真的是已经活到 不把钱当钱的境界了 而且他们骨子里就好强又好斗 当土豪遇到土豪的时候 比谁的财力雄厚 往往都是用这种办法 比撒钱 看谁撒的钱多 还会比游艇比车子 看谁的游艇车子更加昂贵 再顶级些的土豪 就不比游艇车子 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而是比车牌号 谁的车牌号能排在最前面 在迪拜 前十位的车牌号 都已经炒到天文数字了 有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到 这帮憋碎儿 李爽忍不住骂了一句 他手下的几名大汉 纷纷摸向腰间的手枪 一名大汉走到他近前 小声问道 爽哥 要不要过去教训他们一顿 若在平时 若在别的地方 李爽连犹豫都不会犹豫 不过现在有吴景欢 这位地主在他的身边 他沉吟了片刻 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把枪都收回去 哎呀算了 在这闹事 不等于砸自家兄弟的场子吗 几名大汉抬起来的手 纷纷放了下去 冷着脸坐回到沙发上 吴景欢则是对李爽一笑 谢谢爽哥 吴景欢的生理年龄很小 才二十出头 但心理年纪却很大 早已过了争强好胜的阶段 别说在新华岛他不愿意闹事 即便在新华岛之外 他也不会去和阿拉伯的土豪抢女人 他丢不起那个人 坐在吴景欢身边的金 拿出手机 偷偷拍了一张王爷的照片 传给星图 问他这个阿拉伯人到底是谁 时间不长 星图给金回复了消息 这个人叫穆埃叶德 至于全名呢太长了 得二十多个字呢 沙特人 好像还和沙特的皇室沾边 这次到新华岛 一下子买了三套几千万的公寓 有钱人啊 隔了一会儿 星图再次发来消息 补充了一句 非常有钱 金看吧 把手机递给吴景欢 后者冷目细看的同时 李爽也凑了过来 看吧 李爽忍不住惊叹 哟 沙特的皇室都来新华岛买房子了呀 说着话 他拍拍吴景欢的肩膀道 嘿嘿兄弟啊 你手里的公寓 必须得给我留一套了啊 本来听说吴景欢 要白送给自己一套 他已经不打算 在新华岛弄房子了 李爽的为人 虽然大大咧咧的 但是他心里有杆撑啊 知道什么是该自己要的 什么是自己不该要的 自己和吴景欢 有交情归有交情 但白拿人家一套房子 那算怎么回事啊 可现在看 阿拉伯的王爷 都跑来新华岛弄房子了 他也开始按捺不住 还没等吴景欢接话 李爽从怀中掏出支票本 写下一张一千万的支票 撕下来 塞进吴景欢的手里说道 别跟我撕吧 咱俩现在是在外边 撕吧起来太难看了 兄弟啊 就我按照一千万的标准 给我弄套房子 吴景欢苦笑啊 看着手里的一千万支票 无奈地摇摇头 不是爽哥 行了 你做事我放心 记得啊 别弄太大的房子 我要是过来 也是一个人住 弄太大也是浪费啊 我知道了 吴景欢将支票叠起 揣进口袋里 李爽奸壮满意地笑了笑 这才是兄弟嘛 李爽在新华岛没有多待 一日便离开了 他走后的隔天 一鸣命便来到新华岛 他先是了解一番新华岛二七工程的规模 见到二七工程是同时建造七座里岛 而且每座里岛的面积都是一平方公里 他暗暗择舌 喃喃说道 这二七工程要比一七工程大得多呀 吴景欢道 所以啊 单凭无尽公司自己的实力 远远支撑不起二七工程 还需要易先生的帮忙 易明明眉头紧锁 悠悠说道 我个人倒是没什么意见 关键是我不知道 董事会这边是什么意思 南创娱乐公司根本没有什么董事会 如果非要说有 那就是上面了 我相信董事会会支持我的 易明明看了他一眼 目光又落回到新华岛的构想图上 越看越觉得工程浩大 浩自甚聚 他随口问道 目前 无尽公司能出多少资金啊 吴景欢伸出两根手指头 易明明看了一眼问 两百亿啊 最多二十个亿 吴景欢说道 做风行者电动汽车的时候 公司投入了比较大的研发成本 现在销量虽然不错 但是还远远没有到回本的地步 公司目前只能拿出二十个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37集 易明明差点气笑了 吴景公司手里只有二十个亿 就想启动新华岛的二七工程 而且还是这么大规模的二七工程 他忍不住提醒道 吴先生 看二七工程的规模 这种投资应该不会低于一千个亿吧 吴景欢笑道 首先工程我还会找万业来做 成本可以大大压缩的 其次 工程并不是一下子做完的 公司的资金可以边回笼边投入 何况 还有易先生的帮忙 我想在资金这方面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易明明深深看了吴景欢一眼 目光再度落回到效果图上 喃喃说道 哎哟 太大了 这工程太大了 耗资巨大呀 新华岛二七工程的投入 绝对比一七工程大得多 易明明也不得不考虑 国家到底能不能承受得起 这么大的投入 吴景欢正色说道 投入虽然大 但是回报也很大 目前新华岛只有五平方公里 但是新华岛的税收 已经快接近两千平方公里的SY了 等二七工程完工 新华岛的税收还会再翻一倍 甚至更多 易明明挠头道 吴先生啊 我会尽力向董事会帮你争取 多谢易先生 吴景欢含笑点头 新华岛的二七工程即将启动 吴景欢的工作又开始变得忙碌起来 每天的会议基本都是从早开到晚 与会的双方一边是吴景公司 一边是万叶公司 如此巨大的工程 双方要讨论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各方各面都需要进行沟通和商议 就在吴景公司和万叶集团进行磋商的时候 由中船带圣艇打造的城堡号终于完工了 仅仅是隔一天 吴景公司方面便收到拉法尔公司的来信 称亚历山大会亲自到国内验收城堡号 城堡号项目是圣艇游艇有史以来 承办的最大的一个项目 事关重大 吴景公司也亲自去往G市和亚历山大一同做验收 中船的总部在B市 下面的造船厂主要分布在S市和G市 负责建造城堡号的造船厂就是G市船厂 吴景公司和亚历山大是同一天抵达的G市 两人见面的地点是在亚历山大下榻的酒店 在总统套房的客厅里 吴景公司和亚历山大碰面 二人握了握手 相互寒暄一番相继落座 亚历山大没有多余的废话 开门见山地说道 听说我的船已经完工了 我这次到访 就是想亲眼看一看我的城堡号游艇 吴景欢并没有经常到船厂试查 但他一直都有关注城堡号的建造情况 听闻亚历山大的话 他笑了笑说道 我相信城堡号不会让弗里德曼先生失望的 但愿如此 亚历山大脸上的笑容加深了几分 他看了看手表说道 现在时间上早 我可以先到船厂去参观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吴景欢想都没想地说道 见状 亚历山大也放心了不少 其实他还真挺好奇 城堡号到底被建造成了什么样子 城堡号的规模可不小啊 才两年的时间就把这么大的一艘豪华游艇完工了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吴景欢和亚历山大没有在酒店多耽搁时间 二人以及随行人员乘车去往G市船厂 吴景欢和亚历山大到时 高航和G市船厂的厂长已经在大门口等了有一会儿 见到他人的车队抵达 两人立刻迎上前来 G市船厂的厂长名叫高树军 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头发稀疏 身材中等 其貌不扬 他首先和吴景欢热情地握了握手 满脸堆笑道 是吴先生吗 求养大名啊 高厂长您好 吴景欢和高树军握手的同时 向他含笑点点头 而后他看向身边的亚历山大介绍道 高厂长 这位便是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先生 城堡号的主人 高树军眼前一亮 又走到亚历山大面前 和他握了握手 哦 弗里德曼先生 欢迎来我场做客 欢迎欢迎啊 亚历山大身边跟着中文翻译 他含笑问 高厂长 城堡号现在情况如何 哦 已经正式完工了 明日便可下水试航 不知道我方不方便去看一看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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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先生 弗里德曼先生 这边请 高树军测了测身 造船厂的面积很大 里面有电动的小车可以代步 他们一行人分成十多辆小电动车 去往船坞 还没有到船坞现场 距离好远 亚历山大便已经看到高大挺拔的轮廓 这艘大游艇 距离好远都能感受到它的庞大 走到近前 更是让人感觉它的雄伟壮观 看它的外形和当年武警公司展示的效果图几乎是一模一样 六层的露天甲板 辉红大气 又新颖现代 游艇的顶端还安装着相控雷达 并不算醒目 但是内行人一眼便可认出来 亚历山大抢压心中的激动和喜悦 看一眼身边的吴静欢 后者对他笑了笑 同时摆摆手 示意他请上船 在高行的指引下 亚历山大脉步登上甲板 纯白色的甲板擦拭得一尘不染 用力跺跺脚 甲板发出的声音并不空 而是非常的厚重 由此可见 甲板所用的钢材不仅够厚 而且质量极佳 顺着一扇内凹的房门 亚历山大走过去 感应玻璃门自动向左右滑开 它迈步走近 颇有眼前一亮质感 里面的装饰 也和当初的效果图是一样的 但看效果图的感觉 和身临其境的感觉完全不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会客厅 里面摆设着白色的真皮沙发 亚历山大一走一过之间 也随手摸了摸 皮子质地柔软又光滑 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会客厅里除了沙发外 还有电视冰箱音响等等的电器 旁边设置了长长的吧台 里面是酒柜 亚历山大走到镜前 特意用力推了推 酒柜纹丝不动 下面显然已固定在地上 十分的牢固 亚历山大是个很挑剔的人 但这个时候 他也是忍不住 是连连点头啊 游艇的整体设计 没有出现偏差 里面的装饰 也是十分的豪华大气 许许多多的细节 也全都顾及到了 高航对亚历山大说道 弗里特曼先生 我们到下面的潜艇室去看看吧 听完翻译的话 亚历山大眼睛又是一亮 点头称号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38集 游艇里有电梯 可直达底层的潜艇室 走进其中 一眼便可看到 停在正中央的那艘小型潜艇 高航介绍道 这艘潜艇正常载隔26人 最多载客量 可达10人 亚历山大边听边点头 抬手指了指潜艇 笑问 我可以进去吗 当然 高航坐指引 扶着亚历山大进入潜艇 里面的空间不大 确切地说 整艘潜艇就很小 能藏在游艇的肚子里 它的体积又能有多大呢 潜艇里面的设备仪表 很多密密麻麻 让亚历山大看了觉得头大 不过 令亚历山大倍感窝心的是 表盘上的字迹 大多都是俄文 哪怕对潜艇一窍不通 看到这些俄文的仪表 也能大概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他坐在潜艇的驾驶舱里 东摸摸西碰碰 回头对高航笑道 看来以后我要专门去学学 如何驾驶游艇了呀 弗里德曼先生 我们可以提供专人为您做培训 如此甚好啊 亚历山大仰面而笑 连连点头 他在潜艇里待了足足二十多分钟 才从潜艇里爬出来 然后乘坐电梯上楼 继续往上参观 走进驾驶舱 高速军开始为亚历山大做讲解 城堡号驾驶舱的操作 可不是一般的操作 其中还涉及到武器的操作 在驾驶舱里 有布置SR2410C 相控雷达显示器 高速军开启系统 雷达显示器立刻运作起来 对周遭的一切进行扫描 而后 他又指着两排按钮正色说道 这是导弹发射按钮 FM3000型导弹 垂直发射 有效射程30公里 攻守兼备 既可拦截目标 也可以用于摧毁目标 亚历山大听得认真 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彩 他手指头按到按钮处问道 高厂长 只要我现在一按 导弹就能发射 高速军连忙拉住他的手道 哎哟 弗里德曼先生 这需要专业的操作 说着话 他把按钮的盖子盖上 顺便锁死 然后提着手中的钥匙说道 开启导弹发射箭的钥匙 共有两把 我们的建议是 一把由弗里德曼先生 一把由船长佩戴 亚历山大刚要伸手去接钥匙 高速军直接把钥匙 揣进自己口袋里 正色说道 弗里德曼先生 钥匙还是等到我们 正式交接的时候 再交给您吧 如果这位外国土豪 在驾驶舱里瞎捣鼓 万一真把导弹发射出去 还不知道会打到什么地方呢 他可冒不起这个险呢 看出高速军的担心 亚历山大也不介意 悠然一笑问道 如果有人强行打开盖子 会怎么样啊 高速军正色道 按键会失灵 需要重启系统 而系统的重启又需要密码 这个密码 亚历山大先生 可以自己设置 感觉造船方想得很周到 亚历山大也非常满意 从驾驶舱里出来 亚历山大又去别的地方参观 城堡号游艇实在太大了 如果真要把所有甲板船舱 都参观一遍 起码要大半天时间 他只是走马观花地 看了几处地方 天色便已经黑了下来 吴景欢望望外面的天色 问道 弗里德曼先生 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 尽管提出来 我方还可以做出改进啊 亚历山大向吴景欢伸出手来 笑道 我很满意 这次的合作 让我对圣庭游艇 又有了新的认识啊 严格来说 城堡号并不是圣庭游艇制造的 但圣庭游艇方面 从头到尾的都在做监工 城堡号的质量 能让亚历山大这么满意 也和圣庭游艇的把关严格 有直接的关系 吴景欢和亚历山大离开造船厂 回到酒店 而后两人又一起吃了顿饭 就餐过程中 亚历山大还在对圣庭游艇 打造的城堡号赞不绝口 接下来 就是看明天下水的试航情况了 说着说着 亚历山大话风一转问道 吴先生啊 这里距离新华岛有多远啊 吴景欢正了一下 不算远 先从G市坐一个半小时的飞机 抵达SY 再从SY转去新华岛就好了 哦 那等明天试航结束 我打算去新华岛逛一逛 欢迎啊 吴景欢乐呵呵地说道 亚历山大这个大盲人 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跑去新华岛 拉法尔公司也不太可能在新华岛设立分布 他突然提出要去新华岛 估计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投资置业了 亚历山大在世界各地做了不少房地产投资 如果他真打算在新华岛投资房地产的话 对于吴景欢而言倒是个好消息 现在因为二期工程的关系 公司资金紧张 急需资金注入 亚历山大若肯在新华岛做大手笔的投资 倒是能帮公司解决不小的困难 一日 建造城堡号的船坞开始注水 随着大量的海水被灌注进来 停在船坞中的城堡号也随之越升越高 在旁观看的亚历山大 吴景欢以及众多的工作人员们 也都难掩脸上的兴奋之色连连鼓掌 随着船坞的大门打开 城堡号在做了长时间的鸣笛后开始启动 从船坞里慢慢行驶出来 这艘超级游艇 180米长20米宽 行驶在大海上荡真如海上堡垒一样 庞大的体型不仅气派十足 而且带给人极大的震撼感 亚历山大特意登到船上 感受城堡号在海上行驶的速度 城堡号的时速能达到30节 最高时速可达35节 在游艇当中这个速度并不快 但是和它庞大的体积结合到一起 这个速度绝对不慢了 游艇的试航可谓是大获成功 圣亭游艇和拉法尔公司 也正式进行交接 这么大的一艘游艇交接起来 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 中航这边的工作人员 需要对拉法尔公司派来的船员 进行相关的培训 亚历山大当然不会一直留在这一室 等到交接全部完成 他和吴静欢乘坐飞机 一同去往SY 然后再从SY转机 去到新华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39集 对于新华岛这座人工岛屿 亚历山大还的确挺关注的 上了岛之后 他让吴静欢带着自己在岛上逛了一圈 对于岛上的建设和基础设施 他都十分满意 当他得知新华岛还有二期工程 而且马上就要开始动工的时候 他心头暗惊 如此来说 新华岛比自己想象中要有潜力的多 也直到这时 他才向吴静欢提出打算在新华岛做房地产投资 目前新华岛还闲置的楼房已经所剩无几 总共加到一起只有三座 听完吴静欢的介绍 亚历山大特意让吴静欢带自己去看看这三座大楼 其中的一座位于新华广场附近 属新华岛最黄金的地段 另外两座则是在新华岛的一南一北 都靠近海边 位置也算不错 三栋楼的规格相差不大 靠近海边的那两栋楼 占地面积不到三千平米 单层使用面积在两千平米左右 总共二十二层 位于新华广场的楼房 占地面积一样 每层两千平米 不过楼层是三十三层 当初新华岛的总规划就是这样 越往中心 建造的楼房就越高 整体给人的感觉十分有层次 而不是乱糟糟地挤在一起 看罢三栋楼房的资料后 亚历山大问道 吴先生啊 如果我把这三栋楼都买下来 价格怎么算啊 吴静欢表情平静地说道 弗里德曼先生要弄清楚一点 国内的房产是公有 不是私有 产权的年限也有限制 新华岛的产权只有五十年 亚历山大点点头 含笑说道 啊 这些我已经了解过了 那靠近海边的两栋楼房 可以按照每平米八万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靠近新华广场的那栋楼房 每平的价格是十二万 靠海的楼房 每层面积是两千平米 一共二十二层 总共就是四万四千平米 以每平米八万价格来算的话 总房价就已经高达三十五个亿 至于位于新华广场附近的办公楼 那更是天价了 亚历山大文言眼眸闪了闪 笑道 吴先生啊 只是一栋楼房 他要价三十五个亿 未免也太贵了吧 吴静欢仰面而笑 弗里德曼先生 你觉得这个价格不公道吗 不说远的地点啊 单说近的地方 国内一栋办公楼 只两千平米的一层 就卖出去六点五个亿 弗里德曼先生 现在一每平米八万元的价格购买 哪怕以后拆分了来卖 也能赚回成本啊 既然决定在新华岛做投资 亚历山大自然对新华岛的房价 做过仔细的调查和研究 目前新华岛的均价已经接近 每平米十万 自己以每平米八万元的价格购买 的确是得到了不少的优惠了 他沉吟片刻问道 三栋楼加在一起 什么价位啊 吴静欢在心里大致算了算 差不多一百五十个亿吧 折合欧元呢 接近二十亿欧元 亚历山大揉着下巴 沉吟了一会儿 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需要考虑 吴先生也同样需要考虑一下 价位的问题啊 吴静欢含笑摇摇头说道 我已经给弗里德曼先生 做出最大的优惠了 如果有我们自己向外乘租 或者拆分出售 最终的售益 要远远高于一百五十个亿啊 亚历山大摇头 这三栋楼房能剩下来 已经说明新华岛的房地产业 还没能达到饱和状态了 弗里德曼先生也看到了 新华岛二期工程的计划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未来新华岛的发展 要远远好过现在 新华岛房地产业的价值 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呢 他人的对话速度极快 坐在一旁的翻译 都快跟不上了 等吴静欢说完这些话 亚历山大又陷入沉默 这回他思考良久 含笑说道 我还是需要考虑啊 商场如战场 经商如打仗 双方在商务上的洽谈 不仅是斗勇 更是在斗智 150个亿的价格 亚历山大可以接受 但他并不甘心 他希望能把价格再往下压一压 不过吴静欢也是成了精的老狐狸 他哪能看不出来亚历山大的心理啊 他眼珠转了转笑道 弗里德曼先生 时间不早 我们现在去吃晚饭 然后再去夜店放松一下 亚历山大仰面而笑 说道 我们有句俗话 客随主便 两人在新华酒店吃的晚饭 而后又去了那家明珠夜总会 到了夜总会之后 吴静欢不着痕迹地快速环视了一圈 还别说 那位阿拉伯土豪果真没让吴静欢失望 今天也有来夜总会里玩乐 这位名叫穆爱夜德的皇室 这段时间几乎天天晚上都来泡夜店 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意思 与吴静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同 这回和穆爱夜德一起的还有一位他的朋友 和他一样 都是穿着一身白袍 身边也都站着仆人 看起来他的身份就算没有穆爱夜德尊贵 但也差不到哪去 在他人的左右还坐着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 吴静欢看爸嘴角勾了勾 收回目光 和亚历山大坐在靠边的一处空座 吴静欢侧了侧头 让金把夜总会的经理叫过来 时间不长 青年经理跟着金快步走了过来 见到吴静欢点头哈腰地熟络道 哎呀 先生 可有好几天没见到您了 吴静欢抬手向阿拉伯人那边指了指 说道 把那桌的姑娘叫几个过来 青年经理愣了一下 连连摆手 陪笑着说道 哎哟 先生啊 这些姑娘都已经被包下了 叫到这边来 这 也不合规矩啊 吴静欢看了他一眼 也没有多说什么 拿出手机给新途打去电话 等电话接通之后 他说道 新哥 我现在在明珠呢 想找几个姑娘过来 宝宝 不过这里的经理推三组四的 你跟他说说吧 说着话 他把手中电话递给青年经理 后者呆呆地接过电话 试探性地问 喂 是刘经理吗 我是新途啊 啊啊啊 是新总啊 哎呀 失敬失敬啊 新途是安保部的主管 而安保部又主管着新华岛的娱乐场所 别说他只是夜总会的经理 即便是夜总会的老板 见到新途都得客客气气 叫一声新歌 我的朋友只是找几个姑娘做陪 你不肯给啊 电话中 新途语气不善地问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40集 新途并不清楚吴敬欢到底要干什么 不过他相信吴敬欢的人品 他绝对不是那种为了几个姑娘 就故意和人家过不去的人 别看吴敬欢为人随和 实际上那骄傲着呢 不不不 新总 您您误会了 不是那回事 那是 没等他把话说完 新途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你不给他面子 就是不给我面子 你自己看着办 说完 新途果断挂掉电话 青年经理拿着手机 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暗暗咧嘴 若得罪了新途自家的夜总会 也不用开了呀 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机递还给吴敬欢 敢笑着说道 先生您稍等啊 我这就过去找几个姑娘过来 我这就过去找几个姑娘过来 说着话 他迈步向沐爱叶德那边走过去 到了沐爱叶德近前 他点头哈腰地说了几句 等他说完 沐爱叶德转身回头 向吴敬欢这边看过来 沐爱叶德还真记得吴敬欢 也记得上次的事 他脸色一沉 向旁边的仆人勾了勾手指 仆人立刻把白袋子提出来 递到沐爱叶德面前 后者从里面抓住一把钞票 又开始玩 撒钞票与那套 在座的姑娘们 以及附近的姑娘们 都一股脑地跑了过来 满地地捡钱 沐爱叶德一边撒着钞票 一边洋洋得意地 看向吴敬欢 似乎在说 你有本事就来和我比呀 这真是一言不合就撒钱呢 吴敬欢耸耸肩 他当然不会和沐爱叶德 治这个气了 人家生得好 坐在石油堆上 躺家里什么都不用干 闭着眼睛数钱 可自己的钱 每一分都是辛苦赚回来的 当然和人家比不了了 看着沐爱叶德得意的样子 还有那股 视金钱如粪土的镜头 亚历山大忍不住问道 吴先生 这个人是 一个叫沐爱叶德的沙特王室 吴敬欢轻描淡写地说道 他在新华岛买了好几套公寓 在这住上一段时间了 不过 说着话 他向沐爱叶德那边看了一眼 以前他是一个人 现在似乎又多了一位朋友 吴敬欢带亚历山大来明珠夜总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见见这个沐爱叶德 通过沐爱叶德可以向亚历山大证明一件事 新华岛具备国际性 具备发展潜力 阿拉伯的土豪们向来喜与享乐 他们总是会去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享受生活 新华岛能吸引来 腰缠万贯的沙特王室 甚至还不止一个 不也恰恰印证了新华岛的潜力和吸引力吗 果然 听闻沙特王室都在新华岛定居了一段时间 亚历山大的目光明显闪烁了一下 此时他心里也在衡量 自己这二十亿欧元的投资到底值不值得 那名青年怯生生地回到吴敬欢这边 擦了擦脑门上的虚汗 没笑硬己笑 说道 这位先生实在抱歉 没能把小姐们叫过来 人家姑娘们都在忙着捡钱呢 哪有空来吴敬欢这边闲坐着呀 通过翻译 听明白了青年经理的话 亚历山大目光从他身上扫过 看向还在撒钱的穆爱叶德 哼笑出声 转头对吴敬欢说道 过几天我在这搞个大party 到时候一定把他比下去 吴敬欢笑道 好啊 我一定来捧场 亚历山大向青年经理挥了挥手 把他打发走后 对吴敬欢正色说道 今天我看中的那三栋楼 我都要了 一百五十一 可以 亚历山大与吴敬欢对视片刻 点了点头 伸出手来 吴敬欢道 我相信这笔交易 我们双方是共赢的 两人握了握手 亚历山大乐呵呵地道 我更相信我的投资眼光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错过 吴敬欢文言也是仰面而笑 事实证明 亚历山大的确很有投资的眼光 现在的新华岛 也的确远远没有发展到它的极限 城堡号的顺利交接 让吴敬公司 收到拉法尔公司转入的合同尾款 新华岛三栋大楼的交易 为吴敬公司又增添了一大笔收入 两笔款项加到一起 合计有二十多个亿的欧元 接近两百亿人民币 这笔资金的进入 可以说为吴敬公司 正式开启新华岛的二期工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亚历山大来到新华岛后 并没有着急离开 一连在岛上玩了好几天 因为二期工程即将开工 事物繁杂 吴敬欢也没时间天天陪着他 这天 吴敬欢突然接到 亚历山大打来的电话 约他在一号码头见面 吴敬欢不知道 亚历山大约见自己有什么事 当他来到一号码头的时候 发现这里占有很多围观的人 人们一个个撑长脖子 翘着脚举目向码头上观望 吴敬欢穿过人群定睛一看 这才明白人们到底在围观什么 城堡号 原本在G式的城堡号 现在就停泊在一号码头 要知道 城堡号虽然有游轮一般的巨大体型 但他却是游艇 其结构完全是按照游艇的风格设计的 与游轮存在很大的区别 这么大的一艘豪华游艇 任谁见了都会忍不住驻足为观 吴敬欢正惊讶亚历山大 怎么把城堡号弄到新华岛来了 他的手机响起 他接听电话 里面传来亚历山大哈哈的大笑声 吴先生你到一号码头了吗 听完翻译的话 吴敬欢道 我已经到了 吴先生已经看到了吧 吴敬欢突然想起 亚历山大曾和他说要搞一场party 他笑问 弗里德曼先生 你的party不会要在游艇上搞吧 亚历山大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吴先生认为 这场party能不能把那个莫爱耶德比下去啊 吴敬欢暗叹口气 由衷说道 其实弗里德曼先生并不需要搞什么party啊 只需要把城堡号开到新华岛 弗里德曼先生就已经赢了 城堡号游艇 不敢说独步全球 至少能在全世界的豪华游艇当中 挤进前五名 莫爱耶德再怎么有钱 但还没能拥有一艘如此级别的游艇 吴敬欢的话显然满足了亚历山大骄傲的心理 吴先生上船说吧 吴敬欢挂掉电话 而后转头看向金问道 有墨镜吗 金摇了摇头 叶末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 递给吴敬欢道 欢歌 我带了 吴敬欢接过来 将墨镜架在鼻梁上 而后迈步 走向一号码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41集 现场围观的人太多 而且还有不少的记者 如果没点掩护 吴敬欢得直接暴露在镜头下 他一直不愿意 自己的形象 被过多地曝光出去 还是那句话 他是个商人 不是明星 曝光度太高 只会给他造成诸多的不便 吴敬欢顺着码头 登上城堡号 船上不仅有船员 还有大批穿着西装的 保镖和服务人员 这些人都是亚历山大 从俄罗斯调过来的 在一名西装大汉的引领下 吴敬欢走到游艇顶层的小客厅 亚历山大坐在沙发上 在他的左右 还有两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 看吴敬欢到了 他站起身形 向旁摆摆手说道 吴先生 请坐 吴敬欢向他笑了笑 在沙发上坐下来 亚历山大打开雪茄盒的盖子 拿出一根雪茄递给吴敬欢 吴先生一定奇怪 城堡号为什么会在这儿吧 结果雪茄道了声谢 吴敬欢说道 是啊 我以为弗里德曼先生 会让你的人把城堡号开回俄罗斯呢 亚历山大笑了 耸肩说道 如果不在海上逛一圈 又怎么提高城堡号的知名度呢 他既然已经花费重金 打造了城堡号 自然要向外界好好显摆一下 彰显出他的财力和实力 中国人有财不露白的传统 但俄罗斯人没有这种习惯 至少亚历山大他没有 他向吴敬欢乐呵呵地说道 吴先生 明晚八点 我会在城堡号开场party 吴先生到时候 一定要来参加呀 没问题 吴敬欢含笑说道 和亚历山大又聊了一会儿 吴敬欢起身离开 长话短说 一日晚上 亚历山大在城堡号上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除了吴敬欢受邀之外 进驻新华岛的一些大企业负责人 乃至区政府官员 也都在受邀之列 看到前来参加聚会的这些人 吴敬欢在心里暗暗咫舌 也不得不佩服亚历山大的社交能力 他才来新华岛几天 竟然就和岛上的政商名流都结上关系 此人的确不简单呢 新华岛就这么大 人也就这么多 政商界的名流相互之间也都认识 吴敬欢一到场自然成了众人的焦点 许多人都主动上前和他攀谈 另有不少人也借着攀谈的机会 向他打探二旗工程的消息 新华岛的二旗工程 与在场的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有人问 吴先生 听说新华岛要进行二旗扩建工程 不知道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呀 他的问话 把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 围拢在周围的人也更多了 吴敬欢环视四周一圈 点头说道 新华岛的二旗工程即将启动 最迟不会超过下个月 得到吴敬欢的亲口证实 在场众人面面相觑 另有人关切地问道 吴先生啊 扩建工程是不是也会给岛上的人 带来诸多不便呢 填海造田既有空气污染 也有噪音污染 一旦二旗工程启动 对人们的影响可就太大了 吴敬欢微微一笑 向四周议论纷纷地众人摆摆手 震声说道 趁着这次机会 我向大家交个底 新华岛的二旗工程 对岛上的民众 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听闻这话 人们的脸上都是露出惊讶之色 难道现在填海的技术 又有了新的突破 既没有灰尘污染 也没有噪音污染了 吴敬欢继续道 二旗工程的目标呢 是在新华岛的周边 打造出七座里岛 每座里岛面积 均为一平方公里 与本岛的距离 在三到五公里之间 所以二旗工程会远离本岛 对本岛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 几乎趋近于零了 在场众人眼睛同视一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现场除了政商名流外 还有不少的记者 有位记者忍不住问 吴董啊 开启二旗工程 打造七座里岛的目的是什么呀 吴敬欢看一眼问话的记者说道 当然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新华岛的资源 进一步完善新华岛的基础设施 即将建造的这七座里岛 也可以说是七座用途各异的中心机构 比如商业中心 医疗中心 文化中心 体育中心等等 未来的新华岛不会只是一个区 它会更加趋近于一座 设施齐全 且高度繁荣的城镇 他的这番话 听得在场众人无不神采飞扬 甚至有人直接鼓起掌来 这时候 亚历山大从船舱里走出来 他走到吴敬欢境前 很是热络地和他握了握手 原本一直说俄语的他 也敢用腔调怪异的俄式英语笑道 有吴先生为新华岛开疆拓土 新华岛未来的潜力不可限量啊 他在新华岛做了二十亿欧的投资 他的利益自然也与新华岛息息相关 他一边握着吴敬欢的手 一边看向周围众人 又笑道 前段时间 我已经收购了新华岛剩余的三座楼房 如果有谁想转租或者出售自己的房产 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他的话 摆明了就是在炒热新华岛的房地产 使其出现供不应求的迹象 新华岛的房地产被炒得越热 他的投资所赚得的回报也就越高 在场的众人只听说 亚历山大这次在新华岛做了投资 但都没想到是这么大手笔的投资 新华岛的一栋楼有多贵 在场的政商要员都很清楚 亚历山大竟然一口气买下三栋楼 估计交易额不下百亿人民币 亚历山大这位俄罗斯的金融大鳄 正式进驻新华岛 而且新华岛的二期工程又即将开始 看来新华岛未来的房价只会涨 不会跌了 这时候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商人们 都在打算在心里盘算 应尽快在岛上购置更多的房产 他们倒未必是想投机赚钱 而是觉得如果现在还不买 以后恐怕想买都买不到了呀 吴静欢和在场的政商名流 都是老熟人 谈笑风生应对自如 过了有一个多钟头 吴静欢抽出空闲 走到一旁的桌椅处坐下来歇息 他刚喝了口果汁 便有一男一女两名记者走过来 看年纪两人岁数都不大 像是刚毕业的实习生 二人来到吴静欢进前 女青年先欠了欠身说道 吴董你好 我叫李春莹 是新华都市报的记者 这是我的名片 说着话 他把一张名片递到吴静欢进前 两眼放光地看着他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42集 虽说李春莹 是第一批新华都市报的员工 但见到吴静欢还是第一次 严格来说 吴静欢可是他的大老板呢 另名青年 见李春莹目不转睛地 盯着吴静欢 面露不悦之色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对新华都市报的记者 吴静欢的态度很随和 毕竟都是自己人嘛 他向二人一笑 摆摆手说 两位请坐 李春莹先坐了下来 迫不及待地问道 吴先生 新华的二级工程 开始的具体时间 已经定下来了吗 在他说话的同时 男青年拿起 挂在脖子上的单反相机 对吴静欢拍了张照 闪光灯刺眼 让吴静欢暗暗皱了皱眉 经上前一步 正要抢下青年手中的照相机 吴静欢向他微微摆下手 是已经不用动粗 他没有理会青年 对李春莹说道 目前还有些细节上的事物 没有敲定下来 不过都是些旁之末节了 并不影响大局 至于具体开工的时间 我现在还不能透露 但是最晚也不会超过 下个月月底 李春莹追问道 这次成本二期工程的企业 还是万叶集团吗 是的 我调查过 无尽公司所有设计到建筑的工程 基本都会交给万叶集团去做 不知无尽公司和万叶集团 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记者觉得 新华岛目前建设得怎么样啊 很好啊 既然万叶集团把新华岛的 一期工程做得如此之好 我没有理由在二期工程上 不用万叶集团啊 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时间久了 知根知底 用万叶集团 我会很放心 吴静欢和江俊杰的关系 外界知道的人很少 李春莹话锋一转 又问道 这次亚历山费里德曼 入自新华岛 是受五董之邀吗 弗里德曼先生 是个成功的商人 对一名成功的商人而言 有利可图的生意 不用受到任何人的邀请 自然会抢着去做 如果是无利可图的生意 哪怕有再多的人去邀请 也未必能起的动态 吴静欢的回答 可谓是滴水不漏 既不会说是自己 上赶着巴结亚历山大 也不会说是亚历山大 上赶着巴结自己 反倒从侧面说明了 新华岛的商业潜力 和商业价值 在吴静欢对答如流的时候 那名男记者又在旁 咔咔地连续按了两下快门 连续闪烁的闪光灯 不仅让一旁的金眉头紧锁 就连李春莹都觉得 她的举动太不礼貌 她转头瞥了眼男青年 后者向他耸耸肩 低着头摆弄着挂在胸前的照相机 李春莹又问 吴董 城堡号是盛亭到目前为止 制造的最大的一艘游艇吗 是的 在建造城堡号的过程中 外界很多人都认为 盛亭公司根本建造不出来 这种规格的游艇 起码在两年之内 根本无法如期完工 事实证明 我们不仅如期完工了 而且在游艇的质量 做工 乃至技术装备等等方面 都堪称是一流的 说到这儿 她把最后一口果汁喝完 接着站起身形 含笑说道 李记者 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 李春莹正要说话 吴静欢目光一转 看向那名男青年说道 刚才你拍的照 我要看灯出来 男青年脸色一沉 张开嘴巴想要申辩 吴静欢语气平淡地说道 回去跟你们总编说一声 就说我说的 说完话 吴静欢又向女记者笑了笑 迈步向聚会的人群走了过去 第二天 有关城堡号的新闻 已经不仅仅在新华都市报上出现 世界上很多家媒体也都进行了报道 城堡号的照片和视频 更是在网上流传开来 被广为人知 可以说城堡号的面试 将圣庭游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圣庭游艇也借此摆脱了 平民制造商的形象 成功挤进豪门制造商行列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圣庭游艇接到的大型游艇订单激增 其中还包括一张来自于 穆爱叶德的超豪华订单 穆爱叶德提出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要一艘比城堡号更大更豪华的游艇 而且游艇上也要装备导弹拦截系统 至于价格完全不是问题 目前圣庭已经买下了地势长导的整座造船厂 业已具备生产大型游艇的能力 但像城堡号这种规格的游艇 圣庭自己还是制造不出来 如果非要自己硬着头皮去造 倒也不是不能 但是成本太高了 与之相比找中船合作 让中船帮忙代工 这更加经济实惠 对于穆爱叶德的这张巨大订单 圣庭方面非常重视 这张订单本身的价值都已经很高了 而且它还可以作为 打开阿拉伯世界的突破口 如果几方能够把这张订单做到完美 那么以后将会有更多的阿拉伯王爷 找上几方定制游艇 其中的利润之大不可估量 和城堡号一样 穆爱叶德的订单也被发到伦敦 由伦敦的设计部负责总设计 这天早上 吴景欢去到公司坐在办公室里 拿起咖啡 边喝边看报纸 当他看到国内新闻的时候 背责瑞祥公司的新闻报道 吸引住目光 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是 一辆由瑞祥公司生产的新型电动汽车 突然发生自燃 好在车主反应够快 逃离得及时 没有出现伤亡 做报道的记者还特意去采访了一家 国有汽车制造企业的技术主管 问电动汽车为什么会发生 自燃这种意外状况 刚开始 技术主管的回答还中规中矩 说明发生自燃的情况有很多种 既有内部因素 也有外部因素 比如天气炎热 线路老化 电池老化等等 但说着说着 他的画风就开始不对了 指责国内的一些汽车制造商 极其不负责任 为了压低成本 抢占市场 技术还不成熟 甚至有问题的配件安装在汽车上 造成汽车的质量严重不过关 发生自燃这种状况 也就成了必然 这次的自燃事故 绝非是个例 以后或许还会发生很多起 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 直接说是瑞翔公司有问题 但整篇报道 说的就是瑞翔公司 电动车的事故吗 所以看完这篇报道之后 给人的感觉 第一就是瑞翔汽车 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四十三集 看罢 这份报道 吴敬欢放下报纸 拿出手机 给胡耀平打去电话 询问他那辆自然的电动车 到底是怎么回事 瑞翔公司的生育受损 吴敬公司也难以置身事外 毕竟两家公司一同创建了 吴敬瑞翔 如果因为瑞翔的关系 影响到吴敬瑞翔生产的 风行者电动汽车 对吴敬公司的损失也不小 电话那头的胡耀平 显然也被这件事 搞得是焦头烂额 在电话中 他语气急迫地说道 吴先生 你不用担心啊 这次自然的事故 公司已经做了调查 目前估计 应该是车主自身的问题造成的 吴敬欢悠悠说道 可是依照新闻上的报道来看 是瑞翔公司生产的配件 有质量问题 自然也是由此引发的呀 一派胡言 瑞翔的配件绝对没有问题 风行者已经卖出去那么多量 到目前为止 可有发生过一起自然的意外啊 吴敬欢拿起报纸说道 胡总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 你应该去跟媒体解释清楚啊 想必媒体的相关报道 胡总早已经看过了吧 胡耀平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愤愤不平地说道 国有汽车制造商和国外汽车制造商 在国内搞出一大堆的核子企业 从八五年开始一直干到现在 整整三十多年过去了 国有汽车制造商搞出几个国有品牌啊 手里明明掌握着大把的资源 完全不死进去 只知道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 赚国人的钱 现在国内的民营汽车制造商 好不容易才抬头 他们却跟国外汽车制造商 站在一起拼命地打压 吴静欢不想听他的这些抱怨 抱怨从来都解决不了问题 他打断胡耀平的话 直接了当地说道 第一啊 如果新闻的报道不是事实 那瑞翔就赶紧去想办法辟谣 第二 瑞翔公司的问题 绝对不能影响到 风行者的声誉和销声 说完话 吴静欢把电话挂掉 瑞翔公司当然已经做出辟谣 但效果并不明显 媒体似乎联合起来 故意和瑞翔公司作对似的 纷纷大肆报道 瑞翔汽车的质量问题 甚至还把许多年前 沉这么烂骨子的破事 都翻出来说一遍 以此来印证瑞翔公司 生产的汽车 确实有问题 好在制造风行者的制造商 叫无尽瑞翔公司 而不是叫瑞翔无尽公司 否则的话 瑞翔公司在备受攻击的情况下 风行者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次风行者的销量 之所以没有受到 瑞翔公司负面新闻的影响 可以说是完全由 吴静公司的口碑在背后撑着 吴静欢以为 瑞翔公司的事 只是一个小插曲 只要瑞翔公司做好公关 再去辟谣 事情也就过去了 可是随后的几天 瑞翔公司的风波 非但没有烟消云散 反而愈演愈烈 质监部门 对瑞翔公司的电动汽车 进行了突击检查 还真就在一批电动汽车里 发现了质量问题 问题出在电池的性能不过关 达不到瑞翔公司 提交报告的性能标准 汽车的质量出了问题 这连胡耀平都没有想到 在紧急召开的会议上 他询问各部门的主管 这批电动汽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各部门的主管也都很无辜 瑞翔公司生产的电动汽车 售价都定得非常低廉 但各种性能的要求 有的很高 如果真按照报告的性能 进行生产的话 瑞翔公司非但不赚钱 反而还得向里面赔钱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在为新款电动汽车 搭配电池的时候 为了降低成本 只能选择性能差一些的电池 但这些电池也只是性能稍差 绝非粗质滥造 质量不过关的电池 发生自燃的情况 不可能和这些电池有关 可现在的问题是 瑞翔的电动汽车发生了自燃 而在质监部门的检查下 又确实发现了 重要配件出了问题 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以为 这次的自燃事件 是由瑞翔电动汽车 自身的问题造成的 果不其然 在看到瑞翔电动汽车的配件 一次充好的新闻后 先前许多购买过 瑞翔电动汽车的顾客 都开始向瑞翔公司 提出退货的要求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瑞翔公司迫不得已 只能召回好几个批次的 电动汽车 这次的事件 不仅给瑞翔公司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让瑞翔公司的名誉 大大受损 简直是颜面扫地 或不担心 在瑞翔公司正面临 内忧外困的局面时 银行又开始向瑞翔公司发难 督促瑞翔公司 偿还拖欠的贷款 银行催款的消息已经传出 瑞翔公司的股票 已经不是大幅度的下跌 而是呈现出雪崩式的暴跌 舆论的走向 显然不是弄垮了 瑞翔公司就完事的 接下来 舆论的矛头直指 无尽瑞翔公司生产的 风行者 风行者系列电动汽车 采用的电池 都是由瑞翔公司制造 现在瑞翔公司爆出 这么大的丑闻 那么风行者系列 电动汽车的电池 很可能也是一次冲航 当舆论的矛头 开始逐渐转向 无尽瑞翔公司 才刚刚冒出这个苗头的时候 无尽公司反应极快 第一时间向外宣布 下月中旬 无尽公司将正式开启 新华岛的二期工程 并且将二期工程 最终的效果图 也一并公示出来 新华岛要在周边 再建造七座里岛 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 很成功地转移了舆论的焦点 将舆论的注意力 全部都吸引到 新华岛的二期工程上 而后 无尽公司才不失时机地 召开记者会对外澄清 虽然风行者系列电动汽车 采用的是瑞翔公司生产的电池 但无尽公司一直都有严格把关 在汽车的质量上 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之后 无尽公司还展示了 风行者系列电动汽车 在国际上一系列的测试证书 无尽公司的口碑一直都极佳 这也为他们赢得社会的信任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无尽公司还出资建造了新华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就如同一个民族英雄的存在 这也成为无尽公司 更容易获得信任和支持的主因 在投资新华岛项目上 无尽公司砸下的资金可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短时间内也难以收回全部成本 看起来好像无尽公司吃了大亏 实际上他们砸下的钱并没有搭水漂 真到了关键时刻 先前积累下来的口碑足以让无尽公司 很容易地渡过难关 这一点上是其他公司无法与之相比的 这次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被爆出了这么大的丑闻 瑞祥公司内外交困已然陷入绝境 反观无尽瑞祥公司 非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销售量却还在稳步地提升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闲演播 狐狸神影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44集 这天晚上 亚历山大到吴敬欢的别墅做客 他这次过来主要是向吴敬欢辞行的 这次来中国已经待了大半个月 公司里等他处理的事物 已经积攒了好多了 听闻亚历山大要走 吴敬欢问 弗里德曼先生打算哪天回国 明天 这么急啊 亚历山大笑了 我来中国已经有二十天了 再不回去 公司里好多人都要跟我急了 烧顿 他乐呵呵地道 以后有时间 我还再来新华岛游玩 吴敬欢走到吧台 拿出两只杯子 架了冰块 倒了两杯威士忌 走回到亚历山大近前 将其中一杯递给他 问道 弗里德曼先生打算坐船回国 亚历山大摇头 诶 城堡号就慢慢航行回去吧 我坐飞机回国 说着话 他和吴敬欢撞了下酒杯 喝了一大口酒 他舒适地向后倚靠感叹道 说起来 我很少有这么轻松的假期啊 即便是在俄罗斯国内 亚历山大也不是很自由 每次出行身边都是保镖成群 而新华岛的安全性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虽然会对人们的隐私 造成一定程度的侵犯 但也最大限度地杜绝了犯罪 让人感觉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 很安全 尤其像他这种 仇价多的人 吴敬欢对他笑了笑 晃了下手中的酒杯 说道 随时欢迎弗里德曼先生 来新华岛度假 亚历山大和他又撞了酒杯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一日 亚历山大启程回国 吴敬欢也有去送行 看着亚历山大乘坐的直升飞机 越来越远 渐渐地只剩下一个黑点 吴敬欢的心头 意识颇有些感触 世上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奇妙 如果城堡号没有建成 亚历山大不会来中国 不会来新华岛 更不会在岛上投资150个亿购买房产 如果没有这150个亿的资金 新华岛的二期工程不会启动得这么快 起码要等到南创公司那边的资金注入 可是南创公司要申请资金 得走一系列的程序 几方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距离二期工程的正式开工 也会遥遥无期 若是没有新华岛的二期工程 及时来转移舆论的视线 风行者系列电动汽车的销售 肯定也会受到瑞祥公司丑闻的影响 这些事都是一环套着一环 冥冥之中 似乎一切都有了注定 吴静欢难难道 不过 不知道瑞祥要怎么度过这次难关呢 刚开始 胡耀平说有人在故意打压瑞祥公司 吴静欢还认为那只是他的抱怨 现在想想的确有这种可能啊 明明只是一件小事 结果却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说没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是不可能的 之所以会被人刻意地打压 一定是你触碰到了人家的利益 瑞祥公司能触碰到谁的利益啊 答案只有一个 同行儿没 吴静欢心里琢磨着 他的手机响起 掏出手机一瞧 正是胡耀平打来的电话 他嘴角勾了勾将电话接通 吴先生 你在新华岛吗 我现在正在去往新华岛的路上 再有一个小时就能到 胡耀平那边的噪声很大 听起来他应该就在飞机上 吴静欢苦笑 自己刚刚送走了亚历山大 结果又来了个胡耀平 我现在是在新华岛 胡总找我有事啊 吴先生 等会儿我们见面再说 一个半小时之后 风尘仆仆的胡耀平 出现在吴静欢的办公室里 以前胡耀平虽然粗犷一些 但起码人还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溜光水滑 而现在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落魄 衣服没有平日里的整齐 面色灰蒙蒙的 脸上布满了轻轻的胡茬 整个人看上去 也比以前憔悴了许多 也瘦了一圈 吴静欢起身和胡耀平握了握手 而后两人一同在沙发上坐下来 吴静欢让江慧欣去期查 他问 胡总如此匆忙赶来新华岛 可是有要紧的事啊 哎呀 目前瑞祥公司的情况 想必吴先生已经很清楚了吧 胡耀平疲惫地揉了揉额头问道 吴静欢点点头 是啊 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些 这些天 瑞祥公司的股票 跌幅已经超过六成了 原本三十多块钱一股 现在跌到十多块钱 已经跌破历史最低股了 胡耀平长叹一声 哎 吴先生 我跟你说了 这次是有人在故意搞我们瑞祥啊 吴静欢耸奸 也是你瑞祥公司 给了人家这个机会啊 是啊 如果不是被人家查出 质量问题一次充好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 没错 我们公司自身是有问题 但是问题绝对没有报道中的那么严重嘛 他话没说完 江慧欣端着两杯茶走进来 吴静欢拿起茶杯抿了口茶 说道 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 胡总打算怎么处理这次的危机呢 胡耀平沉默片刻摇头说道 哎 吴先生 说实话 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 投资风行者电动汽车 公司已经砸下了一大笔资金 这次的召回 又让公司损失了一大笔资金 现在公司可动用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 而原本与我们关系很好的银行 现在又突然追债 哎呀 说到这儿 他看了眼 吴静欢 垂手说道 银行方面已经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公司还不能偿还贷款 便要拿公司的资产来抵债呀 吴静欢的眼眸闪了一下 他知道瑞祥公司现在处境困难 但没想到会困难到这个地步 银行都要没收瑞祥公司的资产了 银行这么做 是在落井下石啊 哎呦 吴先生 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帮帮我呀 现在也只有你能帮我们了 胡总希望我怎么帮你啊 胡耀平沉吟片刻 下定很大决心地说道 吴先生 目前公司需要资金周转 吴静欢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多少 胡耀平眉头紧锁 小心翼翼地说道 起码 起码需要 二十个夜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衔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45集 吴静欢眼眸闪了一下 没有立刻接话 二十个亿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即便是平时 胡耀平开这个口 他都很难答应 何况是现在 他琢磨了片刻 说道 胡总应该也知道啊 新华岛的二期工程 即将开启了 此工程耗资巨大 吴静公司也在 为资金的问题四处奔波 如果现在拿出二十个亿 来借给瑞祥 新华岛的二期工程 恐怕会有 难以维持的危险啊 胡耀平当然清楚 让人家白白拿出 二十个亿借给自己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可是他现在没有办法 无论找到谁的头上 人家都是退避三社 唯一能帮他 又有实力帮他的人 就只有吴静欢了 他眼珠转动个不停 思前想后 最后一狠心一咬牙 正色说道 我愿意拿吴静瑞祥公司 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换吴先生的二十个亿 听闻这话 吴静欢的眉梢 不由自主地向上挑了挑 胡耀平现在都已经困难到 要卖掉吴静瑞祥公司 股份的地步了 要知道 吴静瑞祥公司生产的 风行者系列 现在正在全世界热卖 其公司的股份价值 也是跟着水涨船高 以后还会越来越值钱 此时 胡耀平打算卖掉 瑞祥手里 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这等于是在卖血呀 吴静欢 眯了眯眼睛问 胡总啊 你可考虑清楚了 胡耀平重重地点下头 我考虑得很清楚啊 但凡还有其他法子 他都不会卖掉 吴静瑞祥公司的股份 现在他是真没招了 若想解决 瑞祥公司目前的困境 他只能这么做 如果风行者系列 在市场上反响平平 吴静欢根本不会 规规于瑞祥手中的 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可问题是 风行者系列在市场上的 反响很好 自上市之后 一炮而红 其中的利润之大 无法估量 如此一来 胡锦欢自然 无法满足自己手中的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了 他陷入沉思 手指头轻轻敲打着膝盖 久久没有说话 胡耀平深吸口气说道 吴先生 以目前风行者的销量 吴静瑞祥公司的股份价值 也无法与刚开始的相提并论 瑞祥手中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也值二十个亿了吧 吴静欢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胡总 说实话 瑞祥若以二十个亿 卖掉手中的全部股份 其实是瑞祥亏了 胡总当真考虑好了 胡耀平又何尝不知道 这笔交易是自己亏了 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面对着银行的催债 如果瑞祥公司 无法偿还债务 将面临破产的局面 到时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苦笑道 我想清楚了 不知吴先生愿不愿意 用二十个亿 收购我们手中的股份呢 吴静欢垂下眼帘 又琢磨片刻 对胡耀平说道 二十个亿 我收购胡总手里 百分之三十九的股份 我想这样的价格 应该还算公道吧 啊 没想到吴静欢 竟然会给自己 留下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让胡耀平颇感意外 他下意识地 站起身形追问 吴先生 此话当真 吴静欢向他摆摆手 示意他坐下 含笑又道 胡总啊 我们之间也算是老朋友了 对待老朋友 我不想做到 落井下石的地步 二十个亿 收购百分之三十九的股份 我心里觉得 这个价格还算公道 起码在我心里 能过得去 不知胡总以为如何 胡耀平 当然不会反对 在来新华岛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好了 彻底失去 吴静瑞祥公司的打算 现在竟然还能保留下 百分之十的股份 完全是意外惊喜了呀 他动容地说道 吴先生的这份恩情 我胡某莫齿难忘 只要瑞祥公司 能渡过难关 以后 定会加倍回报 吴先生 吴静欢之所以 要给胡耀平 留下百分之十的股份 其一 他人之间的关系 的确太熟了 对于老熟人 吴静欢还无法做到 痛下杀手的程度 其二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吴静瑞祥公司的生产 和制造 都是靠着瑞祥公司 车间是瑞祥的 技术公认是瑞祥的 销售渠道 乃至终端的4S店 也都是瑞祥的 如果彻底断掉 公司和瑞祥的关系 只剩下吴静公司自己 根本维持不下去嘛 吴静欢很清楚 自己的金量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 彻底断绝 吴静瑞祥公司 和瑞祥公司之间的联系 给瑞祥公司 留下百分之十的股份 还是很有必要的 看着胡耀平 感激涕零的样子 吴静欢道 回报不回报的无所谓 只要胡总不认为 我现在是落井下石 趁火打劫的就好 哎呀 这怎么会呢 二十个亿 百分之三十九的股份 这几乎就是市场价了 吴先生 没占我们一丝一毫的便宜啊 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有价无市 像吴静瑞祥公司的股份 的确可以按照公司的估值 评估出他的股份价值 可是问题是 你拿着再多的钱 来买他的股份 那也得有人卖才行啊 一家发展潜力巨大的公司 他的股份 往往不是靠金钱来评估的 最终 吴静欢和胡耀平达成了共识 吴静公司出资二十个亿 收购瑞祥公司手里 百分之三十九的 吴静瑞祥的股份 从此以后 吴静公司对吴静瑞祥的控股 就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 虽说瑞祥公司的控股 只剩下可怜的百分之十 但吴静公司提供的二十亿现金流 成功解决了瑞祥的燃眉之急 将已经到期的银行贷款 及时偿还上 同时也已停工的工厂 又重新复工 外界都以为瑞祥公司 这次肯定完蛋了 谁都没有预想到 它还真就挺过来了 吴静公司成为 帮瑞祥公司渡过难关的 最大的助力 新华岛的二七工程如期开工 由于二七工程距离本岛较远 本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为了维持七座里岛的共同建造 吴静公司又走上卖专利的老路子 他们通过把一项项的专利 卖给南创公司 从南创公司手里 受到一笔笔巨额资金的注入 这些资金又立刻转移到二七工程当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贤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46集 7月 吴静欢返校 向校方提交毕业论文 他学的是企业管理 他做的也是企业管理 这方面的论文自然难不住他 和吴静欢同情的 赵峰孙小家陈启胜三人 也有返校 这一年来 他们难得聚到一起 赵峰提议 大家一起出去吃顿饭 吴静欢没有意见 众人去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 定下个包间 四人纷纷落座后 赵峰拉着吴静欢问长问短 哎 萨儿 新华岛二期工程效果图 我看过了 太漂亮了 以后新华岛 是不是打算升级成事啊 吴静欢一笑 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尤其声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得符合一系列的指标 哎 萨儿 你能不能把我也调到新华岛上工作呀 我还没去过新华岛呢 老大 你以为在新华岛上工作很轻松啊 物价高压力大 竞争也激烈 我不建议你去新华岛工作啊 吴静欢实话实说 这段时间他一直待在新华岛 自然清楚那边的工作环境 加班是常有的事 毕竟工作太多了 尤其是二期工程开启以后 公司里的人就住在办公室里 一连上十多天班都数正常 赵峰不以为然 哎呦 萨儿 你就把我调过去吧 哪怕就体验一个月也行啊 吴静欢苦笑 无奈地说道 你想去就去吧 到时候别跟我叫苦叫累就行啊 说着话 他看一眼孙小佳和陈启胜 又问 可以上菜了吧 再等等 陈启胜急忙接话 同时看看手表 吴静欢笑问 还等谁啊 最近 我给他打电话了 他还说他 他也要过来 陈启胜说话声越来越小 吴静欢看看手表道 最多再等十分钟啊 他话音刚落 包厢的房门突然打开 崔静从外面走了进来 接近一年不见 崔静的体型瘦了不少 如此一来 更显得他个头高挑 老吴 好久不见了 吴静欢还没反应过来 先收到崔静一个大大的拥抱 吴静欢和赵峰等人 都对他的风风颠颠 习以为常了 等崔静被陈启胜 拉开之后 吴静欢拍了下巴掌 现在可以上菜了吧 还 还得再等一等 一直沉默寡言的孙小佳 突然开口说道 赵峰扶了扶额头 不满地嚷嚷 我说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了呀 以后吃饭 谁都不许带家属 他话音刚落 一支餐巾纸团成的纸球 砸在他的头上 对面的崔静 扬着下巴 挑衅地看着他 吴静欢 没理会他人之间的打闹 心里挺好奇的 孙小佳也交了新女朋友 他正琢磨着 包厢的房门再次打开 从外面走进来一位 漂亮的清纯的姑娘 随着他走进 孙小佳下意识地站起身形 招手 过来坐 吴静欢定睛一看 脸上闪过一抹诧异 这位打扮清纯的姑娘 竟然是张春艳 他看看孙小佳 再看看张春艳 目光在他人身上转来转去 然后他又看向赵峰 找他确认 赵峰向他微微点下头 表示他人的确又在一起了 得到赵峰的确认 吴静欢心中忍不住叹口气 这两个人啊 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又回到原点 如此也好 洗净千华之后 对感情也会更加成熟 更懂得去珍惜了 张春艳的出现 令包厢里的气氛有些怪异 崔静发挥出他大咧咧的个性 对张春艳羡慕地说道 春艳 你今天这打扮真漂亮 说完 他又拍了拍巴掌道 这回人都到齐了吧 咱们开饭吧 饭局中 吴静欢去了趟卫生间 他正在水池前洗手 孙小嘉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看了眼吴静欢 走到水池前 边洗手边说道 静欢 你一定很奇怪 我跟春艳怎么又在一起了 是吧 吴静欢是挺奇怪的 他更奇怪的是 张春艳那个孩子 现在怎么样了 是被打掉了 还是生下来了 他甩了甩手上的水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春艳是怀孕了吧 孙小嘉点头 是的 我既然接受了他 自然也能接受他的孩子 他这句话 倒是让吴静欢深感意外 也重新打量了孙小嘉一番 觉得自己应该重新认识 他这个人了 过了一会儿 他含笑点头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 孙小嘉纠正道 我一直都很爱他 吴静欢擦干净手 拍拍孙小嘉的胳膊 祝福你们 以后如果遇到困难了 需要帮忙尽管来找我 静欢 谢谢你啊 吴静欢不解地看着他笑问 谢我什么 谢谢你为春艳做的一切 我都听春艳说了 吴静欢愣了愣 扑痴一笑说道 谈不上谢不谢的 我们既是同学也是朋友嘛 说完话 他向孙小嘉点下头 走出洗手间 饭后 众人步行返回学校 路上赵峰问道 哎 萨儿 你论文 答辩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行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等赵峰接话 陈启胜说道 问得废话 老吴写论文还不简单啊 在公司里随便找两个案例 再结合一下理论 一篇论文就出来了 吴静欢苦笑着摇了摇头 也没有你说得这么简单吧 崔静自来熟地抬起胳膊 搭在吴静欢的肩膀上 黑黑笑道 哎 老吴 有时间帮我看看 我的论文写得怎么样 顺便再帮我改改啊 吴静欢拒绝得干脆 我可没那个时间啊 老吴 你也太没同学爱了 老四的论文写得比我好 几人说说笑笑 回了学校 一日无话 第三天 吴静欢做了论文答辩 他写的论文并不华丽 但却很有实用性 在他做论文答辩的时候 学校里的很多老师 一时文训而来 在场的人很多 吴静欢对论文里的内容 侃侃而谈 一点也不怯场 后来到老师提问的环节 他也是对答如流 前后也就半个钟头的时间 吴静欢的论文答辩顺利结束 接下来的几天 吴静欢要参加期末考 考试的时间拖得比较长 六科考试要拖五天才考完 据说他们这届的考试 算是比较好的了 前几届的考试更折磨人 一个月才考一课 实习都去不了 惹得学生们怨声载道 这一届的考试 已经做了较大的调整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等考试全部结束 吴静欢在学校里 已经没什么事了 他正打算返回新华岛 突然接到玉连亭 打来的电话 这两天 玉连亭正要从八国 返回S市 问他有没有时间 吴静欢放弃回新华岛 乘坐飞机 从N市去了S市 玉连亭回到S市的那天 吴静欢又亲自到机场接机 令他意外的是 和玉连亭一起出来的 还有位年近三十的青年 青年和玉连亭有说有笑 看起来很是熟络 看到前来接机的吴静欢 玉连亭拖着行李箱 快步走了过来 语气轻快地笑道 静欢 吴静欢向他点下头 而后目光一转 看向一步一趋 跟着玉连亭 一同走过来的那名青年 这位是 没等玉连亭说话 青年主动伸出手来 含笑说道 你就是玉小姐的男朋友 吴先生吗 啊 对吴先生 我可是久仰大名啊 我叫秦玉川 是S市 汽车集团营销部的副经理 吴静欢和青年握了握手 不知道 婷婷和这个人 又是怎么认识的 玉连亭 似乎看出 吴静欢心中的疑惑 解释道 这次我能顺利回国 全靠秦经理的帮忙 在机场时 我被人脱了钱夹 重件护照都在里面 好在秦经理 当时就在附近 及时联系了 机场的警方 在登机之前 总算是把东西 找回来了 吴静欢听后 对秦玉川 呵呵点下头 多谢秦先生出手相助 秦玉川哈哈大笑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啊 何况相遇小姐 这么漂亮的姑娘 无论换成谁 都会出手相助的 说话时 她还特意向玉连亭 眨眨眼睛 她的举动 看起来很轻浮 但却不会给人 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是和她乐呵呵 玩世不恭的表情有关 吴静欢淡然一笑 随口说道 如果秦先生 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 吃顿饭 她只是客气一句 哪知道秦玉川 还真不客气 她立刻接话 好啊 正好我也饿了 飞机餐 根本舔不饱肚子嘛 吴静欢看了她一眼 没有再多说什么 牵着玉连亭的手道 我们走吧 出了机场 吴静欢和玉连亭 同乘一车 秦玉川 则坐在另一辆车里 路上吴静欢问 在八国那边工作怎么样 暂时告一段落了 以后不用再去了 嗯 这样很好 即便玉连亭 去的是伊斯兰堡 八国的首都 但仍让人很不放心 即便在伊斯兰堡 也经常有恐怖袭击的事件发生 玉连亭看眼吴静欢解释道 我和这个秦先生 是在机场里刚刚认识的 玉连亭的为人冷冰冰的 但秦玉川却是个自来手 看上去两人之间 好像有多熟似的 吴静欢笑了笑道 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玉连亭对人的态度 总是一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寻常人都会褪比三社 秦玉川非但不受影响 反而还能跟他有说有笑 真不愧是做营销的 一路无话 进了市区 吴静欢找了一家 还不错的餐厅 秦玉川这个人的确很健谈 吃饭的时候 他的嘴巴一直也没闲着 甚至都不用别人搭枪 他自己就能说个没完没了 他这次去八国出差 主要接洽的是 八国的几家大汽车经销商 商议汽车出口的事宜 S市汽车集团 是一家国企和外商合资的企业 每年出口的汽车数量很少 即便是出口 大多也是出口韩国日本 向八国那边的出口极少 现在S市汽车集团 想打开那边的市场 他叨叨叨叨地说个没完 吴静欢和玉联亭都不太能接得上话 秦玉川似乎也意识到了 他对吴静欢一笑说道 吴先生 我们现在也算是同行了 秦玉川乐呵呵地道 吴静瑞祥公司的风行者 现在可是风头正进啊 我试开过 性能的确是好 前段时间瑞祥公司爆出那么大的丑闻 可对风行者的销量没造成任何影响 从这一点 也可以看出来市场对风行者的接受度之高 超出想象啊 稍顿 他又好奇地问 这电动游艇和电动汽车 是不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啊 不然 吴静公司转座电动汽车 也不能如此大获成功吧 吴静欢道 共通之处肯定是有啊 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很多 为了研发风行者 公司也是做了非常大的投入的 秦玉川点点头说道 前段时间啊 我都以为瑞祥公司已经死定了 没想到竟然又起死回生 外界很多人都猜测 是有人帮了瑞祥一把 我想那个人 应该就是吴先生你吧 他脸上是乐呵呵的 话也说得很随意 但眼中却射出两道精明的异彩 对此吴静欢倒也不遮遮掩掩 啊 吴静公司和瑞祥公司是合作伙伴 瑞祥公司遇到困难 吴静公司也没有理由不帮 这倒是 不过据说瑞祥公司 当初的窟窿高达二十个亿啊 吴先生能帮瑞祥公司堵上这窟窿 可堪称是大手笔啊 吴静欢淡然一笑 吴总说这次瑞祥公司遇到的麻烦 是人为造成的 是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 刻意打压 对汽车行业我是不太懂 吴先生 你帮我分析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暗中 打压瑞祥公司啊 秦玉川愣了一下 仰面而笑 商场如战场 这同行之间的竞争 本来就是你死我活 谈不上谁打压谁 都是为了利益而自满 稍顿他话锋一转 吴静公司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 实在是令人羡慕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吴先生不会介意和我们集团进行合作吧 当然不介意了 吴静欢笑呵呵地说道 和S市汽车集团相比 我们公司可是小屋见大屋啊 吴先生太客气了 秦玉川大笑拿起酒杯 向吴静欢和玉莲亭举了举 来 我们干杯 饭后 吴静欢和玉莲亭别过秦玉川回到公寓 进入公寓 玉莲亭说 我们今天应该回老宅 明天回去也没关系啊 说着话 他拉住玉莲亭的胳膊向回一带 将他拉入自己的怀中 紧接着低头稳住他的唇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贤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四十八集 一日早上 吴静欢和玉莲亭吃过早饭 正准备去永贯集团 秦玉川竟然给他打来了电话 吴先生 我是秦玉川啊 昨天我们一起吃的饭 吴先生没忘记我吧 吴静欢笑了笑道 啊 原来是秦先生 有事吗 不知今天上午 吴先生有没有空啊 我们副总想请吴先生 出来坐坐 喝杯茶 聊聊天 吴静欢看眼身边的玉莲亭问 啊 几点啊 十点 啊 禅员茶馆 好 把地址发给我 吴先生 我们不见不散啊 等他挂断了电话 玉莲亭好奇地问 秦玉川找你什么事 吴静欢耸耸肩道 说是他们集团的副总想见我 玉莲亭不解地问 你和他们之间 有业务往来吗 吴静欢摇头 玉莲亭肺解道 那他们副总见你 又是为了什么事 鬼知道啊 吴静欢牵着玉莲亭的手说 走吧 我先送你去公司 吴静欢把玉莲亭送到永观集团 然后他按照秦玉川发来的地址 去往禅员茶馆 禅员茶馆位于商业区 外面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里面倒是很幽静 上下两层的茶馆装修得清新雅致 吴静欢刚走进来 秦玉川便迎面而来 笑容满面 吴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说着话他热情地和吴静欢握了握手 吴静欢向他点下头 秦玉川侧身道 吴先生 请上楼 秦玉川把吴静欢领到二楼 然后走进一间包房里 包房里已经坐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男的四十来岁 体型肥胖 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肚子 女的年纪不大 三十出头的样子 穿着职业套装 模样也生得美颜动人 随着他二人走进来 一男一女也双双站起身 秦玉川帮双方介绍道 吴先生 这是我们集团的副总 洪元伟洪副总 这位是集团公关部的经理 官婷婷官经理 介绍完一男一女的身份 他又对二人说道 这位便是鼎鼎大名的 吴静公司的老董 吴静欢 吴董 吴先生 自打吴静欢进来 洪元伟和官婷婷的目光 就一直在他身上打两个不停 他俩早就听说过 吴静欢这个人 但见面还是第一次 吴静欢比他二人 想象中要年轻得多 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 相貌俊秀 像个还在校的学生 洪元伟和官婷婷 分别与吴静欢握了握手 落座之后 洪元伟对官婷婷说道 官经理啊 可以让服务员上查了 好 官婷婷答应一声 转身走出包房 通过这个小细节 吴静欢判断 秦玉川在集团里的身份 可能不简单 秦玉川是营销部的副经理 而官婷婷是公关部的经理 在级别上 官婷婷要比秦玉川高出一级 可跑腿这样的活 洪元伟却让官婷婷去做 而后者似乎也没什么怨言 时间不长 茶馆的服务生 端送上来两壶茶 一壶龙锦 一壶扑尔 官婷婷完全充当 服务生的角色 帮着在座的众人倒茶 寒暄过后 洪元伟清了清喉咙 感叹道 吴董有眼光啊 胡静欢喝了口茶 放下茶杯笑问 洪副总此话怎讲啊 国家扶持电动汽车的力度 越来越大 现在已经不能算是扶持了 而是硬性规定 要求各家的汽车制造商 年产量中至少有 百分之二十是电动汽车 如果达不到标准 还要做出相应的处罚呢 胡静欢倒是没听说这个消息 他问 已经下文了吗 现在还只是内部消息 不过用不了多久 这个政策就要正式执行了 吴静欢耸耸肩 不管这个政策会不会执行 要什么时候执行 对他都没什么影响 吴静瑞强公司 百分百只生产电动汽车 并不生产传统汽车 洪元伟继续说道 目前我们集团也在寻求转型 积极开发电动汽车 不过进展的并不顺利 说完他还轻叹口气 吴静欢问 GM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水平 应该也不低吧 与S氏汽车集团合资的外商 就是GM公司 全球最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世界五百强里排名前二十的大企业 洪元伟苦笑着摇摇头 哎呀 GM公司并不太注重电动汽车这块 公司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传统汽车的制造上 对此 我们集团也是很无奈 目前GM公司的电动汽车技术 在市场上并不占明显优势 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集团也是很担忧啊 吴静欢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心里却在暗自摇头 他突然感觉胡耀平有句话说得很对 国内的汽车制造商太不思进取 人家不重视电动汽车这一块 在该领域没有过人的相关技术 你不会自己去搞吗 国外的技术和经验你们学了 国人的钱你们也赚了 要技术有技术要经验有经验 要资金你们还有资金 只要肯用心去做 什么样的新型技术研发不出来啊 什么样的新型汽车造不出来啊 洪元伟见吴静欢没有接话的意思 他话锋一转感叹道 吴静公司旗下的风行者系列电动车 就做得很好啊 市场的接受度也很高 吴静欢白白手道 洪副总过奖了 和贵集团相比 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洪元伟仰面而笑 不过风行者系列电动车 一直在走高端路线 同时也要兼顾到 中端市场和低端市场 对于洪元伟说的这一点 吴静欢没有意见 只不过目前吴静瑞祥公司 受条件所限没有那么多生产线 也无法兼顾中低端市场 他微微一笑道 洪副总提醒的急事 等以后公司开设更多的工厂 引进更多生产线 自然会大力开发中低端市场的 洪元伟点点头 是啊 瑞祥公司现在已经是资深难保 哪里还能拨出多余的工厂和生产线 交给吴静瑞祥公司 去生产更多的车子 不过吴先生也可以不用等 眼下就有个好机会 洪副总说的好机会是 我们两家合作 共同来开发风行者系列电动车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49集 洪云伟正色说道 我知道 前段时间 吴先生用20个亿 收购了吴静 吴静 祥公司39%的股份 现在吴静 公司的持股 已经高达90%了 我们集团 愿意以40亿的价格 收购吴先生手中 51%的股份 以吴静 锐 祥公司的价值来评估 这个价格 对于吴先生而言 应该是只赚不赔吧 等红云伟说完 吴静欢没有立刻做表态 他拿起茶杯 吹了吹茶末 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水 秦玉川接话道 与我们集团合作 与吴先生有百利而无一害 首先我们集团 可以将吴静 锐祥的产能提高几倍 甚至十几倍 迅速抢占中低端市场 其次 我们集团的销售渠道 比瑞祥公司要高出很多很多 以风行者的口碑 加上我们集团的渠道 简直是双界合璧啊 在国内的电动汽车市场 无人可以匹敌 说话时 秦玉川眉毛上扬 两眼放光 腰板上挺 脑袋往前探 情绪变得异常地激动 原来是这样 吴静欢心中暗笑 他们哪是请自己喝茶聊天的 而是打算收购吴静锐祥公司的 四十个亿 想要买走自己手中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简直是痴人说梦 别说四十个亿不行 哪怕再翻一倍也不行啊 吴静欢放下茶杯 摇摇头 语气淡漠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卖掉吴静锐祥公司的股份 至于目前的销售渠道 我还算满意 风行者系列在国外的销售量 也要好于在国内的销售量 他话音刚落 情欲穿遍迫不及待地说道 所以说啊 风行者系列在国内的销售 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 只要吴先生肯与我们集团合作 我可以保证 一年之内 风行者在国内的销售量 可以翻三番 听起来很诱人 但是吴静欢不可能让出 吴静锐祥公司的主导权 电动汽车的研发 伴随而生的相关技术 不仅可以用在电动汽车上 还可以应用于电动游艇上 两者是有所不同 但也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吴静欢向洪元伟和秦玉川笑了笑说道 抱歉啊 洪副总 秦先生 我做事向来喜欢稳扎稳打 不喜欢急于求成 对于吴静锐祥公司的现状 我已经很满意了 至于双方合作的事 我认为 现在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官婷婷提起茶壶 向吴静欢的茶杯里倒满茶水 同时娇滴滴地说道 吴先生再仔细考虑一下吧 与我们集团合作 虽说会减少吴先生手里的持股 但是收益要远远胜过现在啊 其实做企业 很多时间看中的 并不是眼前这点效益 更多时候 要看到长远的收益啊 说着话 他拿起茶杯 将杯中茶水一口喝光 然后放下茶杯乐呵呵地说道 多谢三位的款待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要谈 我先适配啊 说着话 他转身要走 红云伟也跟着站起来 吴先生 我们是真心实意想和你合作啊 抱歉 我暂时还没有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意向 听闻这话 红云伟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他悠悠说道 吴先生 这俗话说得好啊 多个朋友多条路 电动汽车市场这么大 吴先生认为只凭自己一家 就能全吃得下来 吴静欢对上红云伟咄咄逼人的目光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独占电动汽车市场 我喜欢竞争也愿意接受挑战 如果对方真有那个本事的话 说完 他未再迟疑 转身离去 看着吴静欢 头也不回地走出包房 红云伟重重地拍下桌案 把一旁的官婷婷都吓了一跳 身子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 他咬着牙 凝声说道 真是不识好歹 秦玉川的脸色也同样阴沉 如果能帮着集团收购吴静瑞祥公司 于他而言无疑是大功一件 意义重大 可吴静欢的拒绝 让他一连串的美好期待都化成了泡影 红云伟看向秦玉川冷笑着说道 吴静欢这个人 跟胡耀平一样 像粪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婴 不是抬举 如果不给他点苦头吃 他也不会学乖 秦玉川皱着眉头 与其中透着埋怨 红书啊 当初胡耀平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去找他谈 收购吴静瑞祥的股份 那个时候 瑞祥公司濒临破产 积蓄大笔资金来填补窟窿 就算胡耀平再怎么不满己方 迫不得已 他也得卖掉手中的股份 现在倒好 瑞祥已经缓过这口气 己方再想弄倒 无尽瑞祥的股份 已经难如登天了 红云伟叹口气说道 哎呀 当时我是想再逼一逼胡耀平 如此一来 收购的价格可以更低廉了 在这胡耀平手里的股份 只有49% 就算全都卖给我们 也达不到51%啊 如果不能掌握 吴静瑞祥的主导权 哎 收过来的股份 对我们意义也不大呀 秦玉川深吸口气 问道 红叔啊 那现在怎么办 胡耀平的股份 只剩下10%了 而吴静欢又打定主意 不肯卖自己手里的股份 这件事 难道就这么算了 红云伟眼珠转了转 难难说道 办法 终究还是有的 吴静欢走出茶馆 坐进汽车里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静啊 让凯子找人去查一查 这个秦玉川 到底什么背景 是 经点头应了一声 拿出手机 给孙凯发去消息 吴静欢乘车 去到永贯大厦 抵达永贯的时候 发现一楼的大厅 好不热闹 西装阁履的大汉们 三五成群 一个个都是身材精壮 目光如电 身上透出一股子 肃杀之气 细看他们的肋下 都有凸起的痕迹 不用掀开他们的衣服看 吴静欢也能判断得出来 这些大汉的身上 都佩戴着枪鞋 别看大厅里 站满了人 但却静得鸦雀无声 没有人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当吴静欢一行人 走进来时 在场的大汉们 齐刷刷地将目光 投向他们 一时间 大厅里的肃杀之气飙升 若换成普通人 估计一进大厅 就得围着阵势 吓得腿软 不过 这样的场面 还吓不到吴静欢 他只是满腹的费解 不知道这些人 是打哪冒出来的 又为何聚集在 永贯大厦 永贯大厦的前台接待 都已经认识吴静欢了 看到他来了 一名年轻貌美的前台小姐 立刻快步迎上前来 面色凝重地说道 华上 吴静欢向他点下头 又扬了扬下巴 示意他带自己去电梯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 六道 领弦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0集 在周围一道道 火啦啦目光的注视下 吴静欢等人穿过大厅 走到电梯间 到了这里 那位年轻的前台小姐 总算得到喘息之机 忍不住长长虚口气 吴静欢抽出一张纸巾递给他 前台小姐先是一愣 紧接着玉面通红 面红耳赤地结巴道 对不起啊 欢少 将纸巾塞进他手里 他笑问 这帮家伙都是从哪冒出来的 害我差点以为 走错地方了呢 他一句话 把前台小姐逗乐了 他紧绷的神经 松缓了不少 神秘兮兮的 小声说道 欢少 今天六合 新华大唐鼎一 浩天的当家人都来了 好像是开会 难怪满大厅的人 看上去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原来都是地下财阀 掌门人的随从啊 他不满得嘟囔当 来就来呗 还带那么多人 吓唬谁啊 这样的场面 即便是永贯总部的前台小姐 也很少能见到 要说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 吴静欢小孩子气得嘟囔声 还是再次把他逗乐了 心情又轻松了不少 这时电梯抵达 随着电梯门打开 吴静欢等人 走进电梯的轿箱 前台小姐站在外面 毕恭毕敬地 攻身行李 在郁家的年轻一辈中 要说最让他有好感的 也只有吴静欢了 无论是郁连亭 还是郁连中 郁连一等人 一个个都是一身的 冷漠和傲气 对他们这些底层的员工 就算从他们面前走过去 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 更别说和他们说句话了 而这些人 他们还都只是 郁家的养子养女而已 反倒是真正有郁家血统 未来接班人的无尽欢 却待人极为和善 平易尽人 就拿刚才来说 看到他很紧张 还会特意开开玩笑 逗他开心 松缓他紧张的情绪 这种事儿 放在其他郁家子弟身上 根本是不可能的 除非太阳打西方升起来 吴静欢乘坐电梯 上到顶楼 顺便给郁连亭 打了个电话 郁连亭有接通电话 但却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一片寂静 显然话筒是被捂住了 吴静欢等了一会儿 郁连亭从一间会议室里出来 急匆匆向吴静欢这边走过来 到了镜前 他小声说道 今天是银行的股东会议 老爷子让你也进去 吴静欢扬了扬眉毛道 这不太合适吧 以后你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早些熟悉 也会早些被他们认可 稍顿 郁连亭又郑重其事地补充一句 这一点很重要 地下财阀的每一家 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一家的接班人没有被其他家认可 处境将会十分地尴尬 好了 快跟我来 郁连亭拉着吴静欢的手 快步向会议室里走去 推开会议室的房门 吴静欢和郁连亭两人走进去 举目一瞧 会议室里是满屋子的人 坐在中央长条桌左右的人不多 除了永贯的当家人郁振英之外 还有六合的当家人梁腾飞 新华的韩启明 大唐的周玉亭 鼎义的吴俊一 浩天的张军涵 以及另外几家地产财阀的当家人 偌大的会议桌四周 只做了他们这几个人 看上去稀稀疏疏的 不过在他们的四周 整整一圈全都是人 椅子一把挨着一把 离一层外一层 少说得有数十号人 这些人 要么是各家未来的接班人 要么是最核心的骨干 身份都不简单 但在正中央的会议桌旁 还没有他们的位置 吴静欢进来时 会议室里的众人 齐刷刷向他看过来 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着他 吴静欢一脸地从容 本还打算和在场众人打声招呼 不过在郁振英的注视下 他把话又验了回去 郁连亭拉着他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 原本坐在他身边的郁连中 赶紧退开 让出个座 等吴静欢和郁连亭双双落座 郁连中又搬了把椅子重新坐好后 位于会议桌首位的郁振英 这才缓缓开口说道 这次皇家港的投资是个大项目 九十九年的使用权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长久并持续的收益 张军寒摸了摸下巴 身子向后倚靠 翘着二郎腿不以为然地说道 马六甲海峡已经有了一个新加坡了 再搞出一个皇家港 有转头 周玉婷瞥了张军寒一眼道 再搞出一个皇家港 当然有转头 这既符合马国的国家利益 也符合中国的国际利益 张军寒和郁家有余量情结 地下财阀当中 真正能对张家构成威胁 能把张家挤出五大财阀之列的 也只有郁家 所以无论郁振英说起什么 张军寒的第一反应都是反对 而周玉婷则是张军寒的亲姑父 在五大财阀中 最挺张军寒的也正是周玉婷了 他对周玉婷也颇为敬重 听闻周玉婷这么说 张军寒闭上嘴巴不再说话了 梁腾飞看一眼在场的众人问道 郁老啊 你认为在黄家港这个项目中 我们应该投多少 郁振英说道 两百个亿 此话一出 在场中人不约而同的杨良眉毛 两百个亿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一旦投资失败 对己方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 梁腾飞手指敲打着桌案 过了片刻他说道 郁老啊 这个投资未免太大了吧 黄家港的总投资额接近八百个亿 如果不是怕国家不允许 我真想把这八百个亿都包下来 郁振英正色说道 我国进口的石油 百分之八十要走马六甲 进出口的货物五成以上要走马六甲 这么重要的一条黄金水道 它的价值又何止是八百个亿啊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投资黄家港 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 并且是长久持续的收益 梁腾飞没再说话 陷入沉思 虽然他对郁家主导的香港正业银行 也很不满 但现在涉及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有再多的不满 也得先放到一边去 吴俊一缓缓开口道 我看黄家港这个项目可行啊 别人就算想掺和一脚 还掺和不进去呢 我们有这个机会 没理由错过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五十一集 五大家族的掌门人里 吴俊一年岁最大 也最得高望重 他说话很有分量 周玉婷点了点头 看向梁腾飞 腾飞啊 我也认为这个项目 可以去做一做 吴俊一和周玉婷都支持 韩启明和张军涵都没有异议 梁腾飞自己也不好站出来表示反对 何况他也不想反对 能赚钱的生意 谁又会往外推呢 他咧嘴一笑 满悠悠地说道 啊 那既然大家都赞成 我也没道理 等大家踩路嘛 连梁腾飞也表示了同意 那么事情就算敲定下来 玉真英府长说道 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以香港镇业银行的名义 向皇家港项目投资两百个亿 说到这儿 他拿起桌上的文件看了看 继续道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法国那边的投资 坐在椅子上的吴静欢暗叹口气 早知道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他就不来这么早了 他们谈论的这些事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接下来的会议 总结完八国的投资案之后 话题又绕回到皇家港投资项目上 讨论该由谁来担任项目的负责人 郁振英当然是要推荐自己人了 那就是玉连亭 八国的投资项目 就是由玉连亭负责的 而且做得很好 关键是 还有过他在八国被绑架的经历 即便如此 到最后仍然把八国投资案 完成得尽善尽美 通过这一点 完全可以证明 玉连亭过人的能力和心理的素质 其他家族的掌门人都没有反对 只有梁腾飞提出 由梁明担任该投资案的 副负责人 梁明是梁腾飞的宗亲 也是他的心腹 由于这次的投资案较大 他得派自己人跟着才放心 玉振英还没有表态 吴俊一 周玉亭 韩启明 张军 韩四人都不约而同地点头表示赞同 上百亿的投资案 他们四家也不放心 由玉家一家主导去运作 但自己又都不想出这个头 现在六合站出来 他们自然是乐见其成 各家都是什么心思 玉振英心里明镜似的 他含笑点点头 嗯 这次皇家港的投资案 就由玉连亭和梁明一同去操作 现在诸位还有疑问吗 在场众人纷纷摇头 都表示没有问题 玉振英看看手表的 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 会议终于结束 吴俊欢看眼时间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 他和玉连亭一同走出会议室 无奈地说道 哎呀 接下来你不用常住八国 但是又要常住马国了 马国的环境要比八国安全得多 玉连亭在马国工作 吴俊欢倒是能更加放心一些 不过终究是分隔两地啊 玉连亭苦笑道 这次的工作只怕也不会太轻松 其一 此次的投资案高达两百个亿 是八国投资案的好几倍 其二 做八国投资案它是绝对的主导 而这次的投资案则多出一个良明 在他看来 此番工作未必会顺利 他二人正说着话 身后传来召唤声 吴先生 梁小姐 吴锦欢和玉连亭回头一瞧 快步走过来的人正是梁腾飞 跟在他身后的人就是他刚才举荐的梁明 梁明和梁腾飞年纪相仿 三十出头 模样生得比梁腾飞要好 起码是相貌堂堂一脸的正气 不像梁腾飞给人阴冷邪气的感觉 他在六合的作风和梁腾飞截然相反 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平日里话不多 但做起事来雷厉风行 六合内部手握大拳的人当中 便有他梁明一个 梁董 梁先生 吴锦欢和玉连亭停下脚步 分别向梁腾飞梁明点下头 梁腾飞也是点头之一 他的目光在玉连亭身上 只是一扫而过 不太重要的人物 他一向不太关注 他看向吴锦欢 含笑说道 多日不见 吴先生近来可好啊 劳烦梁董挂念 一切都好 梁腾飞意味深长地说道 哎呀 这次永贯主导的皇家港投资案 不是六合非要插上一手 而是这投资的金额太大了 如果只由一家全权操办 其他的几家只怕也都不会服气 六合出这个头 其实也是另外几家共同的意思 放在以前 梁腾飞做事 想来是我做我的你说你的 我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就要这么去做 但是自从他主掌六合以来 六合一直在走下坡路 对其他的家族 已经渐渐无法形成绝对的压制 现在梁腾飞的个性 相比以前已经收敛了许多 起码他还会解释解释自己的做法 当然 他之所以会向吴锦欢解释这些 也是有嗜好和拉拢之意 郁家虽然不在五大家族之列 但是以郁家的实力绝对能够位列其中 只不过郁家不愿意争这个虚名罢了 如果六合真的能把郁家拉拢到自己这边 无疑会让六合的实力威望提升一大戒 只是郁振英 狡猾得像泥鳅似的 根本不参与各家族之间的名争暗斗 梁腾飞早已向他做过无数次的明示暗示 但郁振英一直是装傻充愣 现在梁腾飞对郁振英已经基本死心了 他的目光描向了郁家准接班人吴敬欢 郁振英已经一大把年岁了 他再能活还能活上几年呢 不久的将来 永贯还得由吴敬欢来继承 而且现在郁振英越来越频繁地 让吴敬欢参与到永贯的决策层 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来 老头子是打算正式退位让衔了 所以梁腾飞很重视自己和吴敬欢的关系 以后永贯肯不肯站在六合这边 也就看他人的关系有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了 梁腾飞心里是怎么想的 吴敬欢不敢说百分之百的了解 但也能猜出一二 他向梁腾飞笑了笑说道 梁董啊 这些我都能理解 不过梁董没有必要向我解释这么多 香港这些银行的事 以前我没插过手 现在也不会插手 等你正式接管了永贯 想不插手都不行咯 梁腾飞对吴敬欢的情况很了解 知道他目前的主要经历 都放在他自己经营的吴敬公司上 吴敬欢稍顿又继续说道 说起来我倒是真有件事拜托梁董啊 梁腾飞眼睛一亮含笑道 呃吴先生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吴敬欢握住玉莲亭的手道 婷婷这次到马国工作人生地不熟 难免会遇到这些那些困难 还望梁董能够照顾一二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贤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2集 玉家在马国那边真的没什么熟人 不过六合是有的 梁家有很大的一个分支在马国 是当地极有权势的华人家族 而且马国的梁家分支和中国这边的梁家主家来往也密切 梁腾飞正了正仰面而笑 吴先生 尽管放心就是了 这件事即便你不说 我也会从中做好协调的 说着话 他转头看眼梁明 正色道 梁明啊 这次到马国 你可得配合好玉小姐啊 是先生 梁明公了公身行 他的话真的很少 可以说是惜字如今 而且和梁腾飞在一起时 他的头一直都是低垂着的 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吴景欢忍不住 深深看了一眼 梁明 感觉这个人很不简单 表面上看 梁明似乎全无野心 恨不得让自己变成透明的 只突出他的主子梁腾飞 可是这么一个全无野心的人 竟然能够爬到六合的核心阶层 成为六合最具实权的大人物之一 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他们边走边聊 梁腾飞还特意把话题 引到新华岛上 询问了一番新华岛的近况后 又提醒吴景欢 如果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困难 尽管去找他帮忙 梁家和玉家是百年世交 而且之间一直没发生过不愉快 梁家的这份交情 非但不能在他们这辈手中断掉 还应当一直保持下去 并且发扬光大 总结起来 梁腾飞表达的就一个意思 拉拢 说白了 梁腾飞现在太需要盟友了 太需要得到盟友的支持 六合梁家 在地下财阀当中 依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 任何一个家族单提出来 实力都远不如六合 但梁腾飞没有把六合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 反而在缩小 这已经直接动摇了他在六合的地位 吴静欢对他目前的处境多少了解一些 这也是吴静欢愿意与梁腾飞交好的原因 在人家飞黄腾达的时候 你去与之交好 那叫鳄鱼奉承 在人家落魄低谷的时候 你去与之交好 那叫患难见真情 做着同样的事 但对时机把握的不同 导致的结果也会截然不同 吴静欢乐呵呵地说道 有梁董这句话 我心里就有底多了 其实在新华岛的二期工程上 可以遇见的和不可遇见的困难有很多 如果能有梁董这一大助力存在 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也不怕了 说话之间 他们已经到一楼的大厅了 看到梁腾飞出来 等在这里的六合保镖们 也一同上前来 齐齐躬身失礼 毕恭毕敬的叫先生 梁腾飞没有理会周围的人 他两眼放光地看着吴静欢 以前吴静欢也是学郁振英那套 滑不溜秋 如果说郁振英是条老泥秋 那吴静欢就是条小泥秋 而这一次的交谈 却让梁腾飞敏锐地意识到 吴静欢这边对自己的态度 有了不小的松动 他能在口头上说出来 愿意找自己帮忙这样的话 就是两人关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了 梁腾飞目现精光地看着吴静欢 后者也含着笑意 坦荡荡与他对视 过了好一会儿 梁腾飞哈哈大笑起来 伸出手道 吴先生 我年纪比你长 以后你叫我一声梁兄 你不吃亏 我就叫你静欢 如何 恭敬不如从命 梁兄 梁腾飞眼睛更亮 握着吴静欢的手道 我的兄弟姐妹不多 以你我两家百年世交的关系 即便视彼此为亲兄弟 也不为过呀 他这话好意思说 一旁的玉莲亭都不好意思听 要说最知凡夜貌的家族 非梁家莫属 都不说梁家旁之的那些同宗兄弟了 光是梁腾飞的亲兄弟姐妹 堂兄弟姐妹 十根手指头加十二根脚指头都数不完呢 见得了光 可以寄入族谱的 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和私生女 太多太多数不胜数了都 吴静欢被他的话逗笑了 梁兄说笑了 稍顿他又补充了一句 梁兄若以兄弟之礼待我 我必以兄弟之礼抱之 梁腾飞眼中光芒更盛 还要说话 见玉振英 吴俊一等人都已走出来 他把道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握住吴静欢的手也松开 背于身后 含笑又道 静欢 我们来日方长 以后有六合梁家的一席之地 就比由永冠玉家的一片春光啊 说完他又向吴静欢挥挥手 走了 对了 带我向玉老爷子道声别 说完话 他迈步向外走去 梁明紧跟在吴静欢身后 也一并向外走去 只是在他临走之前 他低垂的头稍微抬起一些 用眼角余光 别有深意地看了眼吴静欢 就他用余光瞥向吴静欢的那一眼 目光之锐利 仿佛刀子能贯穿人心似的 旁人或许没注意到他的眼神 但吴静欢注意到了 他微微眯缝起眼睛 目送着梁腾飞和梁明等人离去的背影 对身边的玉连婷悠悠说道 听听啊 以后你得多小心这个人 玉连婷看眼梁腾飞等人的背影说道 我一直都很小心他 吴静欢看了他一眼 正色荡 我说的人不是梁腾飞 是梁明 玉连婷一阵不解地问 你认为梁明比梁腾飞还可怕 你觉得 他比梁腾飞还要精明 在他心目当中 梁腾飞已经是人精中的人精了 他很少有见过像梁腾飞这么精明又有能力的人 偌大的六合不是谁想接手就能接手的 梁腾飞能坐稳六合掌门人的位置 便足以证明他的能力 吴静欢摇摇头说道 这和精不精明无关 就算有些人再怎么聪明 但他做事有明确的目的性 很容易便可以猜到他下一步想做什么 而有些人 你不知道他真正目的是什么 你也永远猜不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这个梁明就属于后一种 不敢正眼看人的人 哪怕装得再谨小慎微 再毕恭毕敬 也是心中有鬼 玉连亭还要说话 这时候周玉婷走过来 他先是向玉连亭笑了笑道 停停啊 而后看向吴静欢主动伸出手来 吴静公司经营得不错 未来我也很看好你啊 谢谢周伯父夸奖 吴静欢韩笑和周玉婷握了握手 紧接着张军涵也走出来 凝视吴静欢几秒钟 还是伸出手来说道 以后有机会多多合作啊 还望张先生多多照顾来 吴静欢又和张军涵握了握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弦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五十三集 郁振英让吴静欢参加地下财阀的高层会议 等于是在向地下财阀的同僚表明 吴静欢不仅是郁家的接班人 而且距离接替他位置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不管他们以前对吴静欢是什么看法 现在他们不得不把吴静欢当成郁家掌门人来对待 吴俊一是最后一个和郁振英说完话 也是最后一个过来和吴静欢打招呼的 在地下财阀的掌门人中 和郁振英同辈的也只有吴俊一了 老头子已年近八十 须发皆白 不过保养得很好 红光满面 皮肤上连褶皱都不多 精气神也很足 他和吴静欢握握手 笑呵呵地感叹道 哎呀 看到郁家后继有人 我老头子也是 放下了一桩心事 说起来我还真是羡慕你外公啊 郁家能出来你这样少年有为的后起之秀 郁振英走过来笑道 哎呀 吴老啊 你就别再夸这臭小子了 吴俊一苦笑着摇摇头 如果吴家也能有像吴静欢这样的后起之秀 他也愿意提早退休 一样天年呢 可惜 紫辈孙辈当中 没一个能让他放心交出大权的 吴俊一又和郁振英说了会儿话 带着一干随行人员离去 刚才还人满为患的一楼大厅 转眼间便人去楼空 郁振英看眼吴静欢说道 等下来我办公室 说完老头子一转身向电梯走去 吴静欢和郁连婷没有马上离开 后者拉了拉他的衣服 低声说道 你对梁腾飞和对别人的态度不一样 刚才吴静欢对梁腾飞的态度很热情 郁连婷并没有觉得怎么样 可是有了对比感受就不一样了 当其他人过来和他打招呼时 吴静欢的态度只是不冷不热而已 当然他的这种不冷不热 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也只有和他熟悉了的郁连婷能感觉得到 以郁连婷对吴静欢的了解 他就是头披着羊皮的狼 一个人能装出个表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吴静欢是连骨子里都在装 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 他明明对对方没有好感 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 还是能够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所以他对任何人的态度 基本上都是一副乐呵呵的 很和善很无害的样子 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感受得出来 他对人的同一个态度里 也是有极大差别的 郁连婷悠悠说道 我以为你对梁腾飞并没有好感 事实上的确没有 吴静欢前世的死和梁腾飞有直接关系 他又怎么可能会对梁腾飞有好感 那你还 屁股永远都决定着脑袋 如果我不准备接受永冠 不准备坐到永冠掌门人的位置上 梁腾飞对我而言并不重要 我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要接手永冠 要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就必须得和梁腾飞站在同一边 因为这样可以给永冠带来最大的利益 近些年 六合是在走下坡路 但他还是地下财阀中的巨无霸 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在吴静欢看来 只有和六合站在同一边 才会让永冠的利益最大化 像老头子常常挂在嘴边的中庸之道 看似置身是外名者保身 实则是不思进取 如果继续以这样的思想来主导永冠未来的走向 永冠在地下财阀当中 充其量也只能排在二流 永远不会成为一流 玉连亭愣了愣神 而后扬了扬眉 梦 吴静欢都开始用屁股决定脑袋了 看来他业已做好即将接手永冠的准备了 他说道 我认为你还会再挣扎一下 不会那么痛痛快快地接手永冠呢 吴静欢骨子里还是个贪图享乐的人 吴静公司以及新华岛已经足够他享乐一辈子的了 接手永冠等于是一脚踏进地下财阀这个大泥潭里 以后想退都退不出来啊 于他而言当然是不太愿意接手永冠的 他反问 那样会有用吗 玉连亭实话实说 并没用 不管吴静欢再怎么挣扎 老头子还是会把永冠集团硬塞进他的手里 只不过要多费老头子一些脑细胞罢了 所以啊 吴静欢耸耸肩道 上楼吧 老头子还等着我过关呢 玉连亭扑斥一声笑出来 小声说道 没正经的 他这一笑 让大厅里的工作人员都差点看傻了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还从来没见玉连亭笑过呢 当玉连亭收敛笑容 清冷的目光向他们扫过来的时候 如同被定格了的画面 一下子又动了起来 人们各忙各的 好像刚才什么都没见着 吴静欢和玉连亭走过大厅 来到电梯间的时候 他小声说道 你以后也应该对人和蔼一点 经常笑一笑 你没见到 刚才大家看你都在像看怪物似的吗 玉连亭白了他一眼 我又不是卖笑的 稍顿他又补充道 又不像你那么爱装 吴静欢撇了撇嘴角 他的确习惯了伪装 不过当伪装都变成了一种习惯 一种自然的反应 也可以说那不再是伪装 而是一种本能了 上到顶楼 临近玉振营办公室前 吴静欢还向不远处的玉连亭 咧嘴笑了笑 同时伸出两根手指 玉连亭用口形对他说了一句 真二 吴静欢带着玉连亭的祝福 敲门走进玉振英办公室 老头子正在看办公桌上的文件 抬头瞄了他一眼 又垂下头 只随意地挥了挥手 示意他做 吴静欢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随手从口袋里摸出香烟 抽出一根 叼起来刚要点燃 看一眼老头子又把打火机放下来 只是干叼着没点着的香烟 过了有十多分钟 老头子把文件看完 在文件的末尾签了名字 而后他抬起头来 看向坐在沙发上的吴静欢 皱着眉头说道 你坐那么远干什么呀 过来坐 吴静欢起身 顺手将手中的香烟放到烟灰缸里 走到办公桌前 拉了把椅子坐下 老头子不满地道 想抽就抽 在我这儿还装拘谨 您老一大把年纪 也吸不得二手烟了 吴静欢说得轻描淡写 但听进老头子的耳朵里 还是挺窝心的 他话锋一转问道 我看你跟梁先生 怎么聊得挺投缘的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4集 郁振英不喜欢梁腾飞 一直都很不喜欢 在旁人眼中 梁腾飞的能力 已经够出众的了 但还没有达到 郁振英心目当中的标准 起码梁腾飞和他的父亲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吴静欢说道 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梁先生比以前成熟了很多 是受了几次错 人也学怪了几分 郁振英问 你很看好他 我是看好六合 梁大先生还在呢 他说的梁大先生 是指梁腾飞的父亲 如果由你来接手永冠 你会让永冠 站在六合那边 郁振英目不转睛地 看着吴静欢 六合的队里面 已经站了太多人了 如果永冠也站过去 弄不好会把六合压垮 那不是很好吗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鱼死网破奋力一搏 到最后谁生谁死 还不一定呢 所以 不参与其中 走中庸之道方为正解啊 明明已经身在这个泥潭里了 无论站在哪边 想置身室外 几乎都没有可能 遭受持鱼之殃的可能性 倒是极大 何况 经受多大的风险 就会赚多大的利益 世界上又哪有 只取得收益 而不需承担风险的好事啊 郁振英直视着吴静欢 突然痴痴地笑了出来 看来你是打定主意 非要站在六合那边不可了 这么做也是为了平衡 不管什么团体 平衡一旦被打破 一定会出现大乱子 郁振英眼眸闪烁了一下 嘴角勾起 说了这么多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吴静欢心思一动 好奇地问 啊 您老爷认为 我们应该站在六合那边啊 是 郁振英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吐出这个字 要知道老头子一直都秉持着 中庸之道的思想 从来没说过要选遍战队这样的话 既然如此 那您老还 还一再拒绝梁腾飞的拉拢之意啊 郁振英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吴静欢 意味深长地说道 个臭小子 要是我接受了梁先生的拉拢 他感恩的人只会是我 而我还能在这个位置上 做多久啊 郁振英看着吴静欢问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吴静欢笑了笑说道 乾隆知道和珅是巨贪 故意不杀他 而是留给家境去杀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的接班人 建功立业 坐稳皇位 郁振英的做法 就本质而言 和乾隆的做法是一样的 他不去接近六合 而是让吴静欢去接近六合 如此一来 六合感激的人自然是吴静欢 只要获得了六合的支持 吴静欢在成为永贯的掌门人后 外部已无太大压力 至于内部 如果他连内部的问题都搞不定 也就说明 他并不是个合格的接班人了 郁振英两眼放光地看着吴静欢 也不知过了多久 老头子缓缓点头 感叹道 你比你父亲聪明得多 比你母亲也聪明得多 甚至比我还聪明啊 如果不是有DNA检测这个铁的事实摆在面前 老头子真要怀疑吴静欢到底是不是玉欢的亲身骨肉了 吴静欢乐了 您老不经常夸我呀 郁振英深吸口气 郑瑟说道 哎呀 等新华岛的二期工程完工 你就正式接手永贯 我老头子辛苦了一辈子 也该想几年轻福喽 后一句话是老头子有感而发 他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在打拼 中年的时候在图发展 晚年的时候在首业 整个人生都献给了永贯集团 现在他是真的感到累了 吴静欢没有故作虚情假意的推让 他坦然道 我会尽我所能 收好永贯 只是收好还不够 郁振英提醒 当然不只是收好 吴静欢回答得干脆 郁振英嘴角勾了勾 也直到这个时候 老头子的脸上才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接下来 他人又在办公室里谈了许多 谈现在的局面 谈以后的局势 谈永贯现阶段的战略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 当吴静欢离开郁振英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是五点多钟了 他刚出来 郁振英的秘书陈鹏便走过来 向吴静欢攻了攻身说道 先生 老爷子为你准备的办公室在这边 说话时 他向一旁摆了摆手 刚才交谈的时候 老头子已经说了 在公司里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临时办公室 吴静欢向陈鹏点了下头 啊 劳烦陈秘书带路 陈先生这边请 陈鹏带着吴静欢 走进一间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显然是新准备出来的 里面一切都是崭新的 不仅办公设备全新 连装修都是新的 空间很大 整整一面都是巨大的落地窗 站在窗前 可以俯视小半个S室 陈鹏问道 先生对这间办公室可还满意啊 吴静欢随口道 还不错 其实 郁振英给他安排的办公室 于他而言并无所谓 反正他近期 也不可能跑到永冠来办公 陈鹏询问了一番 见吴静欢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便失去地离开了 等他走后 吴静欢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长长吐出口浊气 他心里很清楚啊 自己清闲的日子 已经所剩不多 等他正式接手永惯 他的生活 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正琢磨着 外面传来敲门声 紧接着房门打开 御连亭推门而入 进来之后 他先是好奇地环视了一圈 然后绕过宽大的办公桌 走到吴静欢进前 故作羡慕极度恨地说道 欢哨的办公室 比我的都要大上许多 果然是老爷子的亲孙子 吴静欢被他的话逗笑了 一拉他的胳膊 让他坐到自己的腿上说 如果你喜欢 咱俩换一下 我可不敢换 可是你敢说 吴静欢说话时 手伸到玉莲亭的腰上 挠得他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正在他二人打闹的时候 外面再次传来敲门声 接着房门打开 玉莲中 玉莲亦二人 从外面走进来 看到他二人 玉莲亭立刻收敛笑容 本能地想从吴静欢腿上起来 不过后者却紧紧搂抱住 他的腰身 让他动弹不得丝毫 他乐呵呵地看向 忠义二兄弟 忠哥亦哥 找我有什么事 他一派轻松自然 可玉莲中玉莲亦的脸色 都有些泛青 这儿可是公司啊 是永贯集团的总部 轻轻热热 搂搂抱抱 这还成何体统啊 没人敢在公司里 做这样的举动 包括老爷子自己在内 他二人对视一眼 还是玉莲中 首先开口说道 我和玉莲过来 一是恭喜欢哨 二是问问欢哨 我和忠义何时递交辞诚 吴静欢听得莫名其妙 辞诚 什么辞诚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5集 玉莲亭 眼神一暗 垂下眼帘 吴静欢和 玉莲中 玉莲亦不经常接触 但玉莲亭可和他们 天天见面 即便玉莲亭在外公干 也经常和他们联系 正所谓一朝天子 一朝臣 玉莲中 玉莲亦他们 都是老爷子培养的人 被老爷子一手提拔上来 现在老爷子要退位了 新接班人要当家 他们这些前朝的老臣 自然要给人家让位 这件事情他们已经讨论很久了 玉莲亭对此也很无奈 如果吴静欢只是一个人 他们或许还不用担心 自己地位不保 但吴静欢可不是一个人 吴静欢的手底下 有一大群对他忠心耿耿的 心腹兄弟 他当家之后 公司里重要的位置 他会不留给他的心腹 他的兄弟吗 玉莲中淡然一笑说道 连李和连志都在境外的办事处 我和连翼离开公司之后 可以去投奔连李和连志 如果我们在外面 也不让欢少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彻底离开公司 自己单干 境外的办事处 吴静欢还真不知道 永贯集团在境外有什么办事处 这些事本都是永贯的机密 不能随便让人知道 但现在这些对吴静欢已经不是秘密了 玉莲一接话道 公司在美国有影子公司的 连李和连志是影子公司的负责人 吴静欢一听就明白了 永贯这是在做两手准备啊 一边是舌头 一边是舌尾 舌尾没有了舌头 舌头没有了舌尾 总之留个后手就是留条退路 连李和连志在美国那边做得怎么样啊 还不错 玉莲一不耐烦地随口说道 而后他问 换个打算让钟哥跟我去美国 还彻底离开啊 如果美国那边的公司已经上了轨道 连李和连志也没有必要再留在美国了 听闻这话 玉莲亭 玉莲中 玉莲一同是心头一震 即便他们要远去美国 远离永贯集团的权力中心 吴静欢还是容不下他们 看出他们是误会自己的意思了 吴静欢松开玉莲亭 让他起身 而后他对玉莲中玉莲一正色说道 钟哥一哥是多虑了 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赶谁离开公司 以前是怎样 以后还是怎样 即便由我接手了公司 我也需要你们的辅佐啊 玉莲亦扬起眉毛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你的意思是 不会让我们离开公司 不变动我们的植物 要变动也只会生 怎么会降呢 像玉莲中 玉莲亦这些玉家的养子 可以说都是玉振英留下的宝贵财富 要培养出一个有能力的人 就已经很难了 何况这些有能力的人 还是打小就接受洗脑 对公司对家族的忠诚 早已深入骨髓 这就更不容易了 放着这样的人才不用 还要把他们踢出公司 除非吴静欢脑子进水了 才会这么干 玉莲亦忍不住问道 你不是很讨厌我们吗 听闻他的话 玉莲亭和玉莲中 都有符合的冲动 这么问也太直接了吧 吴静欢的回答也很直接 他笑道 我没有说过我喜欢你们呀 玉莲亦脸色一沉气道 那你还 吴静欢直言不讳地说道 不管我有多讨厌一个人 只要他对公司有用 我就绝对不会放弃他 不管我有多喜欢一个人 只要他对公司没用 我也绝对不会留他在公司 我这么说 可有打消一哥心中的疑虑啊 玉莲亦脸色难看 吴静欢的话太难听了 玉莲中则是暗暗松了口气 如果吴静欢此时说的话 正是他心中所想 那么他已经具备了 成为一家之主的心胸 不以个人的喜好为依据 只以公司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 吴静欢看着手表笑问 快下班了 钟哥一哥是想请我吃饭啊 哼 玉莲亦哼了一声 转身向外走去 玉莲中择了一声 还想叫住他 不过 玉莲亦已经很不给面子的摔门而去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吴静欢道 环少 莲亦他 不等他说完 吴静欢含笑打断 我了解 我认识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自从第一次见面 玉莲亦就看吴静欢不顺眼 一直到现在也没看他顺眼过 当然了 吴静欢也从来没有看玉莲亦顺眼过 但正如他所说 在公事上 他不以个人的喜好为出发点 绝对的冷静与理智 公思分明 这正是吴静欢的过人之处 玉莲中向吴静欢点了下头 也快步走出办公室 随着他二人离开 玉莲亭也忍不住松了口气 他和玉莲中 玉莲亦的感情很深 如果他们和吴静欢闹不合 互不相容 那他夹在中间 也是左右为难 出了办公室 玉莲中追上玉莲亦 语气轻快地道 现在放心了吧 欢少还真不是个心胸狭隘 小毒鸡肠的人 玉莲亦白了他一眼 不以为然地说道 是他有自知之明 知道只他一个人在公司 独目难知 需要我们帮忙 玉莲中摇了摇头道 你就是嘴巴硬 在嘴上永远都不肯服输 你以为欢少手底下 就没有能人了 公司没了 你我就不能运作了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玉莲亦嘴巴张了张 最后还是把 不服气的话 验了回去 吴静欢能容得下他们 的确让他挺意外的 对吴静欢的看法 又有了一个不小的转变 或许由吴静欢来接受永贯 真的是永贯的福气吧 接下来的几天 玉真英没有让吴静欢离开 留他在自己的身边 跟他开了一场又一场的会议 主要是让他认识一下 永贯集团的中高层干部 同时也是让公司的 中高层干部都认识他 这天吴静欢跟着郁振英 开了一上午的会 中午才回到自己的 临时办公室 刚坐下便接到 胡耀平打来的电话 吴静欢乐呵呵地问 胡总啊 最近瑞祥公司状况怎么样啊 胡耀平回答 啊 目前公司的情况 已经有所好转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6集 瑞祥家用电动车 深受上次丑闻的打击 销售下滑严重 不过公用型电动车的销量 还在稳步提升 在这个领域 瑞祥的竞争力一直很强 另外 瑞祥生产的电动配件 也卖得不错 像盛亭游艇 吴静瑞祥公司 就是采购的大户 那就好啊 吴静欢点点头 吴先生 吴静瑞祥公司这边 倒是受到些困扰 吴静欢不解的问 怎么了 胡耀平语气凝重地说道 亚铝不再向我们提供 铝合金了 风行者系列的车体 基本都是采用特殊材质的铝合金 其一是足够结实 安全性能高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它足够轻 因为轻 电动汽车的电池 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续航能力变得更加持久 从亚铝采购的铝合金 因为经过特殊化处理 它比传统铝合金更加坚韧 分量也更轻 是风行者系列电动车的重要原材料 听了胡耀平的话 吴静欢一正问道 亚铝为什么不向我们提供铝合金了 胡耀平苦笑 吴先生 肯定是S市汽车集团在背后搞鬼啊 稍顿他正色道 上次S市汽车集团又是暗中策划 又是煽风点火 在瑞祥身上搞出那么大的丑闻 其真实目的根本就不是冲着我们瑞祥来的 而是想要吴静瑞祥公司的股份啊 哦 吴静欢心思一动 我把我手里39%的股份都卖给了吴先生 S市汽车集团什么都没得到 他们当然不甘心了 这次他们已经不再藏着掖着了 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吴静瑞祥 断了亚铝和吴静瑞祥的合作 等于是逼着吴静瑞祥停工啊 胡耀平情绪激动 连珠炮式的一口气把话说完 对S市的汽车集团的不满 他已经积压到了濒临爆发的边缘 哼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这是自己拒绝他们的收购后 他们实施的打击报复了 吴静欢哼笑一声问道 胡总啊 亚铝和S市汽车集团什么关系啊 他们为什么愿意听从他们的指挥啊 胡耀平嗤之以鼻的道 都是一丘之鹤 S市汽车集团和亚铝的合作较多 是亚铝最大的客户 另外两家企业都是国企 关系套着关系 亚铝当然是和S市汽车集团 穿一条裤子了 同一个鼻孔出戏了 吴静欢沉默片刻 难道我们需要的铝合金 非要从亚铝采购 不能从其他厂商购买吗 胡耀平无奈得道 哎呀 我们采购的铝合金比较特殊 其中归含量的配比刚好是5% 这种铝合金不仅抗扶 身能力强 坚韧度也更高 工业加工性极强 普通规格的厂子 根本造不出来 这种等级的铝合金 而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厂 要基本都是亚铝的关系单位 言下之意 其他的铝合金制造商 要么是不能生产 要么就是受制于亚铝 吴静欢扬起眉毛 忍不住笑问道 胡总啊 你的意思是 亚铝断了我们的铝合金 我们公司的汽车只能从此停产 全世界就没有人能再向我们提供铝合金了 那倒不是 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从国外购买 但是如此一来 成本太高了 汽车的市场价只能跟着上调啊 风行者电动车刚刚面试不久 这么快就调售价 是大忌 会让外界认为 吴静瑞祥借着成绩不错 趁机抬价 大脸横财 只要有心人在暗中挑拨 到时候什么脏水 都可以往吴静瑞祥公司身上泼了 吴静欢问道 目前我们库存的铝合金还能用多久啊 胡耀平深吸口气 如果无法及时补充货源 这个月月底 工厂的生产恐怕就要被迫停工了 好 我知道了 吴静欢想了想又问 对了 吴总 你能把生产这类铝合金的厂商 列份明细给我吗 好的吴先生 待会儿我就发给你 和胡耀平通完电话 吴静欢又给孙凯打去电话 询问他前几天让他调查的事 有没有结果了 吴静欢曾让孙凯去调查 秦玉川这个人的背景 孙凯那边还真查出一些事情 秦玉川的父亲 名叫秦长和 这位秦长和正是S市汽车集团的老总 背景颇深 通过这一点 也就清楚了 为何身为副总的红元伟 会对秦玉川这个营销部的副经理 客气有加 公关部的官婷婷 也对秦玉川是毕恭毕敬 秦长和已经六十开外 离退休也没几年了 他有意提拔秦玉川 可是S市汽车集团 毕竟是国企不是私企 不是秦长和一句话 想让谁接班就能接班的 要把秦玉川推上老总的位置 也需要看他个人的表现 如果秦玉川能帮着S市汽车集团 成功收购吴静瑞祥公司 让S市汽车集团 在电动汽车领域 占下一席之地 凭这件功绩 足以让他目前的副职转正 成为营销部的经理 这也等于帮他向老总的位置 迈进了一大步 弄清楚了秦玉川的身份 吴静欢也就基本弄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整件事的幕后主使人 不是秦玉川 也不是那个副总红元伟 而是S市汽车集团 老总秦昌和 他要把吴静瑞祥公司 弄到手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给自己的儿子的仕途铺路 为以后秦玉川能顺利接班 打好基础 至于秦昌和和亚旅的关系 孙凯目前还没有调查到这上面 吴静欢让金查了一下亚旅的资料 亚旅的工厂就位于S市郊外 是国内最大的一家铝合金制造厂 吴静欢正考虑自己 要不要亲自到亚旅走一趟的时候 季灵蓝给他打来电话 他笑问道 吴先生现在在S市吗 是啊 蓝姐找我有事啊 没有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听得出来 季灵蓝心情不错 语气也轻快 还能开开玩笑 吴静欢笑道 原来蓝姐是想和我聊家常啊 吴先生中午有没有时间 我请你吃饭 啊 蓝姐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陈吟片刻她又问 哦 蓝姐监制的节目 做得不错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 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7集 纪灵蓝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目前的大明星 同时还兼做制作人 和图传媒收购天鹰娱乐台之后 制作的第一档两岸综艺节目 纪灵蓝便是幕后的制作人之一 而且还是制作人团队的主负责人 纪灵蓝说 目前已经播出两期了 收视率还不错 他这说的算是比较谦虚的了 由和图传媒制作的这档 名为两岸明星大比拼的节目 在播出的第一期 收视率就达到了1.25% 在台湾省 收视率能超过一个点 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而且节目不是高开低走 第二期的收视率 窜到了2% 超过两个点的收视率 在台湾省是非常高的了 此外 该节目在大陆这边的 视频转播成绩也很好 前两期的播放都超过了千万 对于这样的成绩 投资商很满意 纪灵蓝当然更加满意 现在他最感激的人 就是吴静欢了 如果当初没有吴静欢的支持 他也不可能顺利地转为制作人 他以后的道路 现在要比普通艺人宽得多 也长远得多了 既然是纪大明星请客 我有岂有不去的道理啊 纪灵蓝被吴静欢的话逗笑了 而后又和他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这次纪灵蓝请的不是吴静欢一个人 还有他的制作人团队 以及几名两岸明星 参加该节目的明星很多 但是固定班底就那么几个 都是名气不太大的小明星 不过借着这次的节目 倒是都火了起来 吴静欢到了之后 他的身份就不用纪灵蓝帮忙介绍了 纪灵蓝把在场众人 向吴静欢一一介绍一番 吴静欢和众人一一握手 而后对纪灵蓝笑道 原来蓝姐不是只请我一个啊 纪灵蓝笑问 吴先生不会怪罪我吧 在座的诸位都是公司的功臣 就算蓝姐不张罗请客 我也该张罗请大家一起吃顿饭了 他的话让在场众人神经都放松下来 吴静欢的身份 他们不至于说全部了解 但也至少知道 他是何图传媒的董事长 也是吴静公司的大老板 以他的实力 别说在青年企业家中算是翘楚 即便是在大企业家中 他也是名列前茅 不过吴静欢比他们想象中 要年轻许多 也随和得多 一点都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嘻嘻哈哈的 和谁都能说笑几句 一名制作人端起酒杯 毕恭毕敬地说道 我们都对吴董酒养大名 今天能见到吴董三生有幸 我带大家敬吴董一杯 吴静欢拿起酒杯笑道 哎呀 就不要一个一个地来敬我酒了 来来来 大家一起喝一杯 文言在场众人自然是纷纷响应 端起酒杯和吴静欢相碰 众人推杯换盏 几杯酒下肚 季灵兰不再喝了 吴静欢笑问 蓝姐今天不在状态啊 她又不是第一次和季灵兰喝酒 季灵兰的酒量她很清楚 比自己那是趾高不低 季灵兰道 晚上还有一场饭局 是和市里的几个大领导 我得留点酒量去应付晚上那一局 见吴静欢疑惑地看向她 几灵兰又解释 这期节目我们打算在S时录制 需要动用的场地不少 先和市领导那边打好招呼 后面的录制过程也会更轻松一些 啊 这样吴静欢就不再劝她喝酒了 吴静欢待了有一个小时 接到胡耀平发来的消息 胡耀平发来的厂家明细 总共有五家 吴静欢转发给孙凯 让她去调查一下 看看这五家厂商都和亚旅的关系如何 这件事孙凯调查的速度很快 都没用上一个钟头 便给吴静欢打来电话 这五家厂商呢 基本也都是国企 其中有两家改成了股份合作制 国家持股占大头 私人持股占小头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一家名为男吕的厂商 他60%的股份为国家持有 另外40%的股份 掌握在陈锋集团手中 而这个陈锋集团 正是六合控股12家子集团中的一个 也就是说 男吕有40%的股份 是掌握在六合手中的 通过这一点 也可以看出六合的实力 究竟有多庞大 被六合持股的公司太多了 有的公司 六合占据主导权 有的企业 六合不占据主导权 六合的投资 就如同一张巨大的网 使得它的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 包罗万象 无所不在 和六合接触不多的人 或许还不太会把六合放在眼里 可当他们越来越了解六合 越来越熟悉这个地下财阀 也越会发现它的可怕和恐怖 至于这五家企业和亚铝的关系如何 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竞争关系 也不是不错的关系 而是战略合作关系 他们联合到一起 基本掌控了国内特等铝合金的定价权 也就是说在特等铝合金行业中 这六家企业已经联合起来 形成了对该行业的绝对垄断 现在吴静欢能理解胡耀平 为何会对亚铝的断货忧心忡忡了 如果亚铝打定主意 站在S市汽车集团那边 和己方过不去 那么另外五家厂商 一定是站在亚铝那边的 见吴静欢出去接完电话之后 有些心不在焉 纪灵蓝好奇地问 吴先生是不是有事啊 吴静欢看看手表 已经下午两点多钟 他含笑道 蓝姐 我看饭局也差不多了 下午还有点事情要去办 说着话 吴静欢站起身 纪灵蓝也跟着起身道 我送你 离开饭店 吴静欢乘车去往六合的总部 到了六合大厦 他走到前台 对里面的接待小姐说 我叫吴静欢 我来找梁腾飞梁先生 接待小姐一正 来六合大厦办事的人很多 但直接找梁先生的人却极少 他上下打量一番吴静欢 又看看跟在他身后的 金相猛叶末红云韵几人 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 请问你有预约吗 吴静欢语气平和地说道 没有预约 麻烦你通知梁先生一声 接待小姐正色道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 梁先生是不见客的 你只需要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就好了 这 我相信梁先生会见我的 吴静欢喊笑道 看他说得自信满满 接待小姐沉吟片刻道 先生 那我给秘书室打个电话 好 麻烦你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 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8集 接待小姐可没有权利把电话直接打到梁腾飞那儿 她把电话打进秘书室 梁腾飞的秘书室可不是只有一个秘书 里面有普通秘书 高级秘书 以及普通助理 特助等等 零零总总加到一起 都有20多号人 接听电话的是一名普通秘书 听闻找梁腾飞的人名叫吴静欢 那名秘书胡怡道 吴静欢 他有预约吗 他说没有预约 接电话的秘书脸色一沉 梁先生的规矩你又不是不懂 没有预约的人 一律不见 说着话 他正要挂断 秘书室的主任走过来 问道 是谁要见先生 接电话的秘书小心翼翼地说 是吴静欢 秘书室主任眼珠转了转道 你告诉接代 让吴先生稍等 我去问下先生 秘书室主任名叫冷灵山 能在六合总部最机要的秘书室担任主管 他自然是梁腾飞的心腹 也是梁腾飞最信任的人之一 对于梁腾飞的事 他要比其他人了解得多 梁腾飞现在非常重视六合和永贯的关系 而吴静欢身为永贯的接班人 自然是梁腾飞重点拉拢的对象 在冷灵山看来 梁腾飞很有可能为吴静欢破例 他离开秘书室去了梁腾飞的办公室 轻敲两下房门 听见里面应了声 他推门而入 此时梁腾飞正衣衫不整地坐在椅子上 在他身边还站着一名年轻貌美的女郎 他身上的衣服比梁腾飞更狼狈 对于这样的场面 冷灵山早就习以为常 他目不斜视走到办公桌前 正色道 先生 吴静欢来了 现在正在一楼大厅 梁腾飞原本并没有看冷灵山 他的注意力都在身旁的女郎身上 一只手还在女郎身上游走个不停 听了冷灵山这句话 梁腾飞的手突然顿住 他正过头来看向冷灵山问道 吴静欢 他来找我 是的先生 先生要不要见他 当然要见 若是旁人来了 正在兴头上的梁腾飞估计想都不想 直接打发走 但吴静欢可是稀客也是贵客呀 难得来六合大厦找他 他怎能不见 他拍拍身边的女郎 去休息室把衣服整理一下 女郎娇喘连连站在原地没动 水汪汪的媚眼看着梁腾飞 后者嘴角勾起 柔声宽慰 女郎无奈 临走之前还特意白了冷灵山一眼 似乎在埋怨他打扰了自己的好事 冷灵山完全是视而不见 在梁腾飞身边像他这样的女人 他见过太多太多了 等女郎离开之后 梁腾飞整理身上的西装 便问道 武京华有说来找我什么事吗 他没说 冷灵山摇头 梁腾飞眼珠转了转 琢磨片刻悠然一笑道 灵山 你亲自到楼下走一趟 带我把她接上来 是 先生 冷灵山躬身失礼 而后走出办公室 她前脚刚走 那名美艳女郎便从休息室里走出来 身上凌乱的衣服已然收拾整齐 只是飞红的面色还是暴露出刚才的激情 梁腾飞摆摆手道 你先出去 女郎嗲声嗲气的道 腾飞 我让你出去没听见吗 梁腾飞撩起目光直勾勾地看向女郎 后者身子猛然一震再不敢多言 低垂着头快步走出办公室 没过多久 冷灵山指引着吴静欢走进办公室 看到吴静欢 梁腾飞哈哈大笑 站起身形 静欢 难得啊 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 吴静欢和梁腾飞握了握手 直言不讳地说道 梁兄啊 实不相瞒 我这次前来是有事相求啊 梁腾飞就知道吴静欢肯定有事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来六合大厦 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 他乐呵呵地摆手说道 请坐请坐 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 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 我一定给你解决了 他人在沙发上双双落座 而后梁腾飞又对冷灵山闹 灵山啊 去切两杯茶 是 先生 冷灵山欠了欠身 走出办公室 梁腾飞好奇地问 静欢 说吧 你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梁兄啊 我听说 男女是由六合控股的 男女 什么 什么男女啊 梁腾飞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南山旅业 陈锋集团持有百分之四十股份的 南山旅业 哦 听完吴静欢的解释 梁腾飞这才露出恍然大误状 哈 原来静欢你说的是南山旅业啊 啊 是啊 当初南山旅业融资的时候 公司投了不少钱 现在占股百分之四十呢 稍顿他好奇地问 哎 静欢 你对南山旅业股份感兴趣啊 吴静欢摇摇头道 对男女的股份 我没有兴趣 梁腾飞都听糊涂了 既然对南山旅业的股份 没兴趣 那你提他做什么 这时候 冷灵山端着两杯茶走进来 放在茶几上 然后规规矩矩站在一旁 既不多看 也不多话 完全充当花瓶了 吴静欢喝了口茶水 香味庆人心脾 他忍不住赞叹一声好茶 放下茶杯 把吴静瑞祥公司最近遇到的麻烦 向梁腾飞大致讲述了一遍 而后他苦笑道 现在 S市汽车集团联合国内大型旅业厂商 完全切断了吴静瑞祥公司的铝合金货源 听说六合在南旅有股份 我就过来问问 看看梁兄能不能在南旅那边说上话 等他说完 梁腾飞眨巴眨巴眼睛 盯着吴静欢好一会儿 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他疑惑地问 吴静欢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这个事啊 就这么件小事 如果梁腾飞他亲自插手的话 他自己都觉得丢人 吴静欢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在梁兄眼中的小事 对我而言可是件大事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吴静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狐狸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59集 梁腾飞又与吴静欢对视片刻 确认他不是在逗自己玩 寻自己开心 他仰面大笑起来 拍了拍吴静欢的肩膀说道 静欢啊 这件事尽管包在我身上好了 三天之内 我让南山旅业 给吴静瑞祥公司供货 如果急的话 我今天或者明天 就让南山旅业出货 吴静欢含笑白白手 不急不急 三天时间可以的 说着话 吴静欢站起身形 伸出手来说道 这次梁兄帮了我个大忙 我欠梁兄一份人情 梁腾飞也跟着起身 和吴静欢握手的同时 突然有感而发地说道 哎呀 吴静公司 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很多人都不相信 吴静公司没得到 永贯的支持 但是现在 我相信了 其实这件事 永贯出面也能解决 虽说永贯在南山旅业 没有股份 但是永贯出头 敢不给面子的人 也着实不多 可吴静欢却偏偏 求到自己的头上 还承诺欠下自己 一份人情 通过这点 也能看得出来 吴静公司有今天 和永贯关系 的确不大 如果说吴静公司 没有得到永贯的 暗中扶持 完全是被吴静欢 白手起家 做到这个地步的 那他的能力 就太可怕了 吴静欢笑道 梁兄太客气了 静欢啊 我可是把你 当成了兄弟 你的事 我一定会帮 只是 如果以后 我有事了 不知静欢 你会不会帮我呢 他这话 已经不是试探了 而是拿话 逼着吴静欢 必须表明他的立场 吴静欢笑了笑 说道 我说了 我欠梁兄 一个人情啊 梁兄如果有事 找我帮忙 我一定会帮 梁腾飞 两眼放光地 看着吴静欢 过了一会儿 他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有静欢你这句话 这个兄弟 我就没白交啊 烧顿 他拉着吴静欢 坐回到沙发上 意味深长地说道 哎呀 以前 我爸当家的时候 韩家 周家 吴家 张家 都以六合 马首是瞻 自从我当家之后 这四个家族 明里暗里的 总是跟我过不去 这是摆明了 在欺负人呢 不想给我 有好日子过 静欢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当如何 吴静欢从口袋里 抽出香烟 向梁腾飞 晃了晃 询问他 可不可以抽烟 梁腾飞 接过烟盒 抽出两根 和吴静欢 一人一根 然后他拿出打火机 把两人的香烟点燃 吴静欢 吐出口烟雾 悠悠说道 在我看来 五大家族 一直都追求平衡 如果一家 太过于强大 强大到 可以一家之力 压制住另外四家 无疑是 打破了其中的平衡 另外的四家 为了自保 自然要联合到一起 梁腾飞苦笑 哎呀 兄弟啊 现在的情况 可和你说的截然相反 不是我六合一家 压他们四家 而是他们四家 联手压我六合一家呀 吴静欢眼帘低垂 沉默片刻 梁兄啊 或者说 六合缺少一个 可以信赖的盟友 梁腾飞就是在 故意往这个话题上引呢 吴静欢话音刚落 他的手突然搭在 吴静欢的手背上 同时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 一字一顿地问道 静欢 等你接管了 永贯之后 可愿意做 六合的盟友啊 吴静欢眨眨眨眼睛 笑了 未来的事情 我不想先去做假设 不过有一点 我可以直言 梁兄有事 我会帮忙 虽然吴静欢 没有直截了当地表示 愿意做六合的盟友 但他的表态 已足够让梁腾飞安心的了 对于吴静欢这个人 梁腾飞可是做过一系列调查的 对他可谓是知根知底 吴静欢向来是 一言九鼎 最重承诺 既然他这么说了 以后就一定会按照 他说过的话去做 梁腾飞缓声说道 据我所知 静欢从来都是个 说话算数的人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男人嘛 吐口唾沫都应该是钉子 出尔反尔反复无常 小人行径 我不屑为之 梁腾飞愣了愣神 接着扶掌而笑 抬手指了指 吴静欢道 哎 静欢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你这个兄弟 我也认定了 说着话 他转头看向 站于一旁的冷灵山 呃 灵山 在 冷灵山急忙攻了攻身 梁腾飞道 你去给老李打个电话 告诉他 吴静瑞祥 是我兄弟的公司 现在急需要 特级铝合金 今天时间已经晚了 明天 让他无论如何 也要把货发出去 他说的老李 全名叫李松 是陈峰集团的总经理 冷灵山听后 点头应了一声 不过人却站在原地没动 梁腾飞挑了挑眉 不满得到 马上去办 冷灵山再次应了一声 这才转身走出办公室 李松不是梁家人 他以一个外星人的身份 能坐到陈峰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成功挤进六合控股的核心阶层 从中也不难看出 李松这个人不简单 李松的年纪并不大 与梁腾飞相仿 为人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他能得到梁腾飞的赏识 其一是他能力确实有过人之处 其二也是梁腾飞非常欣赏他的性格 换句话讲 他二人完全是臭味相投 突然接到冷灵山打来的电话 李松颇感意外 等他听完冷灵山转达的意思后 更加意外了 他好奇地问 冷灵山不太待见李松 不过也不愿意去得罪他 他耐着性子解释道 线下先生和吴敬欢的关系 已经缓和 怎么会这样 吴敬欢即将接管永关 而他又愿意和六合联盟 其实吴敬欢有始至终 都没有应允结盟这件事 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你帮我我帮你 大家互相帮忙而已 听了冷灵山的话 李松这才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先生这次一反常态 肯帮吴敬欢的忙了 他乐呵呵地说道 以前觉得吴敬欢 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现在看 他也挺实实物的吧 冷灵山懒得和李松多言 先生的意思我已经转达了 这件事情还望李总 抓紧时间去办 放心吧 冷主任 就这点小事 我还能让先生总操心吗 再见 他这边话都还没说完 冷灵山那边 已经挂断了电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衔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60集 李松拿着手机 撇了撇嘴角 冷灵山看他不顺眼 他也看冷灵山不顺眼 只不过冷灵山 是梁腾飞身边的人 他拿他无可奈何罢了 梁腾飞交代他去办的事 李松不敢怠慢 拿出手机 给南山旅业的总经理 王成元打句电话 李松和王成元的关系 并不是很熟 不知道是不是 男女的风水不太好 公司的领导班子 总是调整更换 其总经理不是被免职 就是被双规 反正总是出问题 这位王成元 王总经理 也是刚调到南旅 担任总经理没两年 李松和他见过几次面 但是没有太深交 接到李松打来的电话 王成元乐呵呵地道 李总啊 今儿怎么突然想到 给我打电话了呀 李松没有多余的废话 开门见山道 王总啊 有个事 我朋友的公司呢 需要特级铝合金 你看看明天能不能发货 王成元一愣 李总啊 你朋友的公司是 吴敬瑞祥公司 王成元身子一震 下意识地说道 吴敬瑞祥公司 李总啊 你说的是 做汽车的那个 吴敬瑞祥公司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这这这 王成元迟疑了片刻说道 这 王总啊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 无论换成哪家公司 想从我们厂子拿货 我都欢迎 唯独这个 吴敬瑞祥公司不行啊 李松文言都要笑了 乐呵呵地问道 为什么呀 王成元清了清喉咙 正色说道 亚旅那边已经知会我们了 不能给吴敬瑞祥公司出货呀 李总你也知道 亚旅是我们行业中的龙头 亚旅发了话 我也不能不听啊 这里面关系很复杂 亚旅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 真得罪了亚旅 他肯定没好果子吃 李松痴痴地笑 王总啊 你的意思是 这个亚旅的话你不能不听 那我的话对你而言 就是个屁 王成元连忙解释 李总李总 您您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 我就问你一句话 明天能不能给吴敬瑞祥公司发货啊 这这这 王成元遮了半天 也没遮出个下文 李松再次笑出声来 王成元啊 你行 你很行 今儿晚上你就给我发货 不然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说完也不等王成元接话 他把电话挂断 电话那边的王成元 唯唯唯唯唯唯好几声 看看手机人家已经挂了 他暗暗咧嘴 别人或许不知道 陈锋集团的底细 不知道李松何许人也 但是王成元很清楚啊 亚吕那边他固然得罪不起 可六合这边他就能得罪得起吗 思前想后 王成元给亚吕的总经理打去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王成元便迫不及待地道 是刑总吗 我是王成元啊 哎呀 刚刚陈锋的老总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今晚务必给吴敬瑞祥公司发货 不然后果自负啊 陈锋集团 男旅的控股公司 是啊 我没记错的话 陈锋集团只持有男旅40%的股份 王总 你至于那么怕他吗 行走 这个陈锋集团不简单呢 但是 你别忘了你怎么坐上男旅总经理的位置的 我能把你推上去 也能把你摔下来 我信你就试一试 王成元还想说话 电话那边已经没声了 他看一眼手机 那边也直接挂了他的电话 哎呀 现在的王成元是一个头两个大呀 一边是亚吕的老大 一边是陈锋的老大 一个说往左一个说往右 他是左右为难 进退为谷 他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决定 自己要听亚吕的 正如行总所说 他能推自己坐上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也同样能够一脚把自己踢下去 至于李松 以及陈锋集团自然是六合旗下的企业 但和自己毕竟在不同的领域 他们拿自己也应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他在心里在安慰自己 可当晚他人还是没赶回家 而是跑到了情人家里 他以为在情人家里躲个几天 等这件事风波过去了 他就安全了 可是他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当天晚上李松便找上门来 深夜 王成元正搂着情人在床上酣睡 突然之间一股巨大的力道 把他从床上摔到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熟睡中的王成元一下子惊醒过来 他下意识地从地上坐起 抬头一瞧 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 只见他的身边以及床铺的四周 占了一圈黑影 这些人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毫无察觉 简直就像鬼魅似的 神不知鬼不觉地 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里 坐在地上的王成元都惊呆吓傻了 身子僵硬一动不动 嘴巴张开好大 但却发不出一点叫声 啪 卧室的电灯被点亮 黑漆漆的房间一下子明亮起来 王成元本能地遮挡住眼睛 这时候似笑非笑的话音 从他身后传来 王成元 你还真有种啊 还真把我说的话当放屁了 听闻话音 王成元是倒吸一口凉气 下意识地放下手定睛一看 只见坐在床檐上正乐呵呵 含笑看着自己的人 不是李松还是谁啊 他惊恐地瞪大眼睛 结结巴巴地说道 李总 躺在床上的女人被吵醒 他揉着朦胧的睡眼 呼伦不清地问道 王哥 你和谁说话呢 他话到一半 突然看到卧室里 竟然多出这许多人 愣了片刻 忍不住啊的一声尖叫起来 他的叫声才刚出口 一只大手便狠狠捂住 他的嘴巴 把他死死摁在床上 李松目光一转 看向那个女人 很年轻也很漂亮 穿着薄纱的睡衣 衣下美妙的春光 若隐若现 李松眯了眯眼睛 转头看向王成元 冷笑着说道 哎 你看人看事都没什么眼光 选女人倒是不错啊 说着话 他向左右的黑衣人甩了甩头 你们先带王总出去 跟他好好谈谈 众黑衣人没有二话 其中有一人抓着王成元的头发 像拖死狗似的 把他从卧室里硬拽了出去 一直把他拽到外面的客厅里 王成元尖声叫 李左 李 他话刚出口 一只皮鞋已结结实实 踢在他的嘴巴上 啪 就这一脚 把王成元口中的牙齿 都踢松动了好几颗 他满嘴是血 再也喊不出一声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贤眼波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一名黑衣人 随手从茶几上 抄起烟灰缸 对准王成元的脑袋 恶狠狠砸了下去 啪 烟灰缸震碎 王成元一头倒在地上 腥红的鲜血 顺着他的头顶 鼓鼓流淌下来 周围的黑衣人 围笼上前 对他是拳打脚 小踢 只眨眼的功夫 王成元已满头是血 趴在地上 动都不动了 只能发出 有气无力的哼哼声 看打得差不多了 周围的黑衣人 这才停手 王成元躺在地上 缓了好一会儿 他才把这口气缓上来 原本一动不动的身子 开始不停地哆嗦起来 到最后 整个人都快 哆嗦成一团了 等他渐渐恢复神志的时候 耳轮中不时听到 有女人的惨叫声 他慢慢从地上抬起头 看向卧室的方向 颤声说 你们 你们放了他吧 你们的条件 我都答应 周围的黑衣人 或是坐在沙发上 或是直挺挺地站立 没有一个人答话 从卧室里传出的 惨叫声越发的 凄厉悲惨 王成元在地上爬着 一点点向卧室蹭了过去 只是他爬出没两步 一名黑衣人走上前来 一脚踩住他的后背 叫他动弹不得 卧室里 女人的叫声越来越小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房间里 依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又过了一会儿 李松系着衣扣 从卧室里走出来 到了外间 看到王成元还趴在地上 身旁有人用脚死死踩着他 他皱了皱眉 嘖嘖两声 不悦地埋怨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我不让你们好好 跟王总谈谈吗 说着话 他向手下挥挥手 那名黑衣人收脚 顺势把王成元 从地上低溜起来 李松走到客厅里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人还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一名黑衣人 从饮水机里 打了杯水 递到他面前 李松接过来 一口将杯中水喝干 这才舒适地叹了口气 他向自己对面的沙发 挪挪嘴 那名黑衣人 将王成元扯过来 摁在沙发上 李松乐呵呵地 看着王成元 王总学女人的眼光 不错 就是太娇气了 不经玩 王成元身子一震 颤颤巍巍地问 他怎么了 他呀 李松先是一愣 而后恍然大悟地 嗷了一声 随口说道 死了 啊 王成元难以置信地 看着对面的李松 嘴巴张开 一时间什么都说不出来 李松向一名手下人 扬扬头 那人大不留心地 走出卧室 从里面拽出 浑身赤裸的女人 看她的身上 青一块 紫一块 都找不到一处好地方 在她的脖梗处 还挂着一根黑色的皮带 黑衣人把她拖到沙发旁 扔在地上 双目圆睁 但眼中 她已毫无神采 只剩下死灰 哪还有半点气息 王成元看把心如刀脚 起身便要扑过去 站于她身后的黑衣人 死死摁住她的肩膀 让她坐在沙发上 动也动不了 李松扭了扭脖子 身身筋骨说道 王总啊 你看这尸体呢 是我们帮你处理呢 还是你自己处理啊 如果是我们帮你处理 那简单 尸体我们会带走 我保证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如果你要自己处理 也好 我们会帮你做好 你行凶杀人的假象 到时呢 警方会来这处理这里的一切 王成元呆呆地看着李松 过了片刻 他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颤声说道 我 我发货 我明天一早 就向吴京瑞乡公司发货 哎 李松白了他一眼 站起身形 走到王成元面前站定 他抬手拍拍王成元的脸颊 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道 王总啊 你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 何必还麻烦我大老远专程往这跑一趟啊 搞得你不痛快我也不痛快 大家都不痛快 何必呢 是是是是 王成元边连连点头 边偷眼看看一旁的尸体 心头一酸 忍不住老泪纵横 李松又笑呵呵地拍拍王成元的肩膀说道 哎呀 嫂子人不错 还给你生了儿子 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不好吗 非要在外面学人家包养情人 搞得家里鸡犬不宁呢 这次我也算是帮你回归正途 做了功德一件了啊 王成元文言呆呆地看着李松 脸色煞白 身子突突突地哆嗦个不停 李松的这番话 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厚颜无耻的指路为马 实则他要表达的意思是 我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今天我能弄死你的情人 明天我也能弄死你全家 让你老婆孩子跟你情人一个下场 以前王成元便知道六合的可怕 但他所知道的那些可怕 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心里也谈不上有多忌惮 这次他亲身经历 算是彻底明白了六合到底有多可怕 李松向四周人挥了下手 又向地上的尸体弄弄嘴说道 都别愣着了 赶快处理干净啊 有几名黑衣人走出房门 时间不长从外面回来 人们拿着塑料布扑在地上 然后将尸体放在上面 一层层的包裹 裹得严严实实 最后有两名黑衣人 合力将之抬了出去 现场还剩下好多的塑料布 李松特意看了一眼 嘟囔道 本来准备了两人份 结果只用了一人份 听闻他的嘟囔声 王成元的脸色更加难看 一张老脸 一白得毫无血色 第二天 男吕果然向 吴敬瑞祥公司发货了 王成元是要看亚吕的脸色形式 但现在他更怕六合 更怕李松 违背亚吕的意思 他大不了不做这个总经理了 可是违背六合 违背李松的意思 他以及他家人的性命都难保 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 如果亚吕那边还要继续发难 罢免了王成元的职务 再换个新总经理上任 李松还得继续出面处理这件事 为了杜绝以后的麻烦 他让人给亚吕的总经理 刑剑军发去几张照片 刑剑军听说南山旅业 突然给吴敬瑞祥公司发货了 气得是火冒三丈 S市汽车集团已经和他打招呼了 而他也满口答应下来 现在南山旅业突然给吴敬瑞祥公司发货 这算怎么回事啊 他又如何去向S市汽车集团解释 他给王成元打去电话 根本不听王成元的解释 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最后他放出话来 让王成元准备卷铺盖滚蛋 既然他不准备在座男女的总经理 后面还有的是人等着做的 他和王成元打完电话不久 突然收到一份快递 撕开封条 从里面倒出来好几张照片 每一张照片都很恐怖 十八人截肢的照片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弦演播 狐狸 神影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62集 刚开始看 行剑军还以为是恶作剧 可看到最后一张 人头的特写时 行剑军忍不住 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这个人他认识啊 这不是王成元的秘密情人 啊 他正拿着照片 正正发呆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起 行剑军吓了一跳 身子哆嗦了一下 他仓促地拿起手机 接听电话 喂 是行总吗 我叫李松啊 是陈峰集团的总经理 行剑军立刻想起 李松是谁了 王成元刚刚和他讲过 是陈峰集团 逼着他必须给 吴近瑞祥公司发货的 他宁声问 是你 我发给行总的照片 行总都看过了吧 你 你想干什么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啊 哦 那你试试 你看看警察是信你还是信我 除非你有本事一下子弄死我 不 光弄死我还不够 你还得有本事弄垮陈峰集团 弄垮六合才行 不然啊 照片上的人 就是你的下场 你 如果你还想得个善终 就别再和吴近瑞祥公司过不去了 话我哥在这了 要不要照办 你自己掂量 什么狗屁亚旅男旅总经理啊 在我眼里 你们他们都是虫子 说完话 李松挂断了电话 刑剑军保持着手机通话的姿态 久久都是一动不动 盛夏天气炎热 不过刑剑军却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似的 从骨子里透出寒意 现在他终于弄明白了 一直以自己马首施瞻的王成元 为何这次会突然违背自己的意思 给吴近瑞祥公司发了祸 原来 在吴近瑞祥公司的背后 有六合撑腰 他忍不住伸出手来 手指哆嗦着把照片拿起 看着照片中 被结成一段段的尸块 他五脏六腑都在上下翻腾 突然弯下腰身 怕在办公桌上连连干呕 S市汽车集团 打算断了吴近瑞祥公司的货源 逼迫吴近欢将自己手中的股份卖给他们 结果这次他们失算了 或者说是踢到了铁板上 吴近瑞祥公司非但没有被迫停产 反而还要扩大生产线 开始筹备从瑞祥公司手里 购买第二座大型工厂 最近瑞祥公司的销售状况不佳 很多生产线都处于闲置状态 吴近欢趁机提出收购的事宜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瑞祥公司产能过剩的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瑞祥公司资金紧张的问题 同时还解决了自身产能不足 可谓是一举多得 S市军华酒店 秦玉川坐在酒店的包房里 等了有半个多钟头 红元伟从外面走进来 秦玉川站起身形迫不及待地问 红叔啊 亚里那边怎么说呀 红元伟摇了摇头 又向秦玉川摆摆手 示意他先坐 二人落座之后 红元伟皱着眉头道 老行那边没多说什么 只说这次的事他管不了了 至于具体的原因 他没讲 通话中 红元伟感觉刑剑军 对吴敬瑞祥公司忌讳颇深 可他究竟在怕什么 无论红元伟怎么问 刑剑军就是不肯说 秦玉川文言重重地拍下桌案 沉着脸说道 哼 当初他刑剑军挪用公款 莫不平障 还是我们帮忙 帮他把窟窿堵上了 现在他刑剑军翻脸不认人了 红元伟对刑剑军 还是挺了解的 如果不是遇到了 解决不了的难题 他不会在答应几方之后 临阵退缩 他悠悠说道 我感觉可能不是老行的问题 而是吴敬瑞祥公司的背景 不简单 什么背景 秦玉川气闹道 吴敬瑞祥公司背后 就是吴敬公司和瑞祥公司 瑞祥公司现在已经 被他们打压成半个残废了 再有就是 吴敬公司 吴敬公司背后靠山是谁啊 永贯集团吗 一个靠着女人爬上来的男人 又有什么可怕的 说到最后 秦玉川完全是嗤之以鼻 秦玉川混的是国企的圈子 和地下财阀接触不多 不太了解地下财阀的情况 更不清楚吴敬欢和永贯集团 具体是什么关系 以为就像是外界传言的那样 吴敬欢只是攀上了御连亭 所以才得到永贯集团的支持 其实就内心而言 他也不太惧怕永贯集团 虽说永贯集团是一家 实力雄厚的金融公司 但和S市汽车集团 处在不同领域 之间并无交集 S市汽车集团 也没有能用到永贯的地方 真缺少资金了 自有国行为他们提供贷款 对于地下财阀的事 红元伟倒是比秦玉川 了解得多一些 他眉头紧锁地说道 如果吴敬欢的背后 真的是永贯 那事情就不好办了呀 也难怪这次老行会出尔反尔 秦玉川皱着眉头问 永贯集团真那么可怕 红元伟苦笑道 永贯集团什么最多呀 钱最多 这个世界又有几件事 是不能靠着钱解决的呀 听闻这话 秦玉川也不再言语了 只是眼瞅着 到了嘴边的肥肉飞走了 这口气他实在咽不下去 沉默许久他问道 红叔啊 难道收购吴敬瑞祥公司的事 就这么算了 风行者系列的热卖 真的让秦玉川眼红不已 关键是风行者不仅在国内热卖 在国际上的销售也是一路凯割 而且口碑极佳 若是能把吴敬瑞祥公司收购过来 等于是把S式汽车集团推上了国际 几代人的梦想在他的手里实现 这得是多大的功绩啊 只要他办成了这件事 他接他爸的班完全是顺理成章了 红元伟又何尝不知道收购吴敬瑞祥公司 对于集团的重要性 关键是他们根本拿捏不住吴敬瑞祥公司 他垂下头沉思未雨 见状秦玉川狠狠一拍桌子 气呼呼地扭头看向别处 吴敬瑞祥实在是令人妒忌 攀上玉连亭这个高枝 女人有了 事业也有了 就连他和瑞祥公司合作开发的 风行者系列电动车 都走了狗屎运 成功跻身电动车的高端市场 在秦玉川看来 世上的所有好事 似乎都被吴敬瑞站上了 他越想越气 一推面前的碗筷 腾的一下站起身形 冷声说道 黄叔你吃吧 我先走了 玉川 洪元为急忙起身道 既然吴敬瑞的背后 有永贯之耻 这件事肯定不好办 你别冲动啊 他话还没说完呢 秦玉川已经大步流星 走出包房 再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63集 秦玉川乘坐电梯下了楼 走到酒店大堂的时候 从酒店外面 正好走进了一拨人 秦玉川没看清楚旁人 倒是一眼看到了 人群当中的玉莲亭 他心思一动 快步迎上前去 含笑说道 玉小姐 好巧啊 玉莲亭是和客户 一起来酒店吃饭的 没想到会遇到秦玉川 他稍微愣了一下 含笑说道 秦先生 您好 玉小姐是来吃饭的吗 嗯 今天约见了几个客户 玉莲亭的语气 虽然柔和 但态度却带着淡淡的疏离 这让憋着一肚子闷气的 秦玉川越发的愤愤不平 他实在看不出来 吴静欢到底哪儿好 胎毛都还没退干净呢 玉莲亭怎么会看上他呀 他心思转了转 玉小姐 你先忙啊 如果晚上有空 我们出来坐一坐 见玉莲亭秀气的眉毛 微微皱了一下 他连忙解释 玉小姐您别误会 我约玉小姐见面 没别的意思 是为了公事 玉莲亭不解的问 公事 不知秦先生所说的是什么公事 秦玉川故作忧心忡忡的说道 最近集团在搞自主品牌 玉小姐也知道 要搞自主品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设计要钱 研发要钱 勾进新的生产线也要钱 现在集团的资金很紧张啊 玉莲亭疑获道 汽车集团以前 不一直都是从国有四大银行贷款的吗 秦玉川摇摇头 以前贷款还相对容易一些 可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不仅私企贷款困难 连国企也一样 如果永贯的利息合理 又肯给集团贷款的话 我们之间也是可以合作的嘛 S市汽车集团可是一家大企业啊 要贷款的话 也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就信誉而言 国企肯定比私企更有保障的 玉莲亭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贵集团真有这个异想 秦先生可以随时打我的电话 好好好 玉小姐您先忙 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说着话 秦玉川和玉莲亭握了握手 转身向酒店外走去 玉莲亭没太把这次偶遇当回事 经他手的贷款太多了 于他而言 S市汽车集团的贷款 就是一桩普通的生意 他和几名客户走进 事先订好的包房 众人刚落座 玉莲亭的手机便响起来 他拿出手机一瞧 原来是秦玉川发来的消息 内容不多 只是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今晚八点 于三元酒店碰面 三元酒店 位于S市汽车集团 总部不远处 算是汽车集团的关系单位 秦玉川把会面地点 定在这儿 玉莲亭也没有多想 堂堂的国企 向私人财务公司贷款 毕竟不是多么光彩的事 秦玉川把酒店 定在自己的地方 倒也可以理解 现在的吴静欢 已经不在S市了 而是去了SZ市 和胡耀平商谈 为吴静瑞祥公司 开设第二座工厂的事宜 瑞祥公司的占股 已经只剩下10% 提供工厂的资金 自然也不能是 两家五五平分 吴静公司的出资是9成 瑞祥公司的出资是1成 由瑞祥公司提供的 这座工厂到底要折算成多少钱 这需要两家共同协商 好在 两家公司的关系已经很成熟了 在细节上都不会斤斤计较 事情谈起来进展得也很快 说是瑞祥公司提供工厂 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空壳而已 工厂里的生产设备 基本上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购置 吴静欢最看重的是工厂里那些 拥有熟练技术的制造工人 这些工人以前都是瑞祥公司的员工 做的就是汽车制造 现在全部转入吴静瑞祥公司旗下 根本不用经历几个月时间的培训 只需要对新型生产设备适应几天 便可以正式投入工作 这也可以为无尽公司 节省下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同样的 这些工人对于瑞祥公司而言 也是个沉重的包袱 目前瑞祥公司的销量下滑严重 不再需要那么高的产能了 工厂就没有开工的必要 工厂里的员工全部闲置下来 可是工人们是需要工资的呀 不干活不生产 每天就是干烧钱 即便瑞祥公司底子在后 也养不起这么多闲人 更何况 现在的瑞祥公司 已经没剩多少家底了 无尽瑞祥公司愿意接手 瑞祥公司自然也愿意出手 这次双方洽谈单一工厂的收购事宜 可谓是一拍即合 经过一天的商谈 事情基本被敲定下来 工厂折算的资金双方也都满意 当天下午双方便签订了合同 签完合同事情也就彻底定下来了 胡耀平和吴敬欢握手的时候 看着他无奈的苦笑 感叹道 吴先生 说来真是惭愧呀 瑞祥这个老牌的汽车制造商 竟然还比不过成立没两年的吴敬瑞祥公司 要说固定资产 瑞祥公司无疑要比吴敬瑞祥大得多 但就声誉和品牌价值而言 两者已不能相提并论 吴敬瑞祥公司凭借风行者系列电动车 已经成功挤入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军集团 接下来吴敬瑞祥公司甚至都不用再搞大的开发 只需要完善好风行者系列 做出第二代第三代等等后续产品 也可以在该领域中风生水起 可谓是一劳永业 吴敬欢笑了笑说道 胡总太过谦了 我相信瑞祥公司陷入帝国也只是暂时的 过不了多久 瑞祥公司还会东山再起 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 瑞祥公司身为国内老牌制造商 底子摆在那 哪怕以后他不卖民用电动车 只卖公用电动车 以及电动车配件 都足够养活自己的了 胡耀平苦笑着摇摇头 哎呀 这次的打击对瑞祥太大了 短时间内怕是无法再恢复元气 现在我只盼吴敬瑞祥公司 能在国内的电动车市场独占凹头 压下S市汽车集团 给我们瑞祥出一口恶气呀 毕竟瑞祥的手里还有 无尽瑞祥百分之十的股份 无尽瑞祥公司做得越好 他们从中也越会受益匪浅 胡耀平深吸口气 含笑说道 不管怎么样啊 这次瑞祥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吴先生能对瑞祥不离不弃 还鼎力支持 这让我很是感动啊 吴敬欢道 哎呀 胡总这么说就太客气了 我们可是相互合作的伙伴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敬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你错过 第1064集 瑞祥公司若是垮了 对吴敬公司没有任何的好处 风行者系列电动车 很多配件 都是来自于瑞祥公司 或者由瑞祥公司代工生产 两者的关系 早就已经纠缠到了一起 胡耀平说道 患难见真情啊 今晚我作动 我们不醉不归 好 傍晚 吴敬欢 胡耀平等人去酒店吃饭 酒席还没开始呢 相蒙走到吴敬欢的身边 向他低声细语 欢歌 今晚 秦玉川请亭小姐吃饭 说是有公务商谈 以前 相蒙和御连亭身边的尹卫是两条线 大家各忙各的 谁也不干涉谁 自从御连亭在八国出了意外之后 吴敬欢担心他再次发生危险 曾向御连亭身边的尹卫提过要求 要他们每日向向蒙汇报 御连亭的行程 刚开始 御连亭身边的尹卫根本不搭理吴敬欢 可随着吴敬欢正式接手涌冠集团 已提上日程 御连亭身边的尹卫们也都是见风使舵 开始有板有眼的 每天向向蒙汇报御连亭的行程了 当然 这些事情御连亭自己并不清楚 听闻向蒙的话 吴敬欢眨了眨眼睛 喃喃说道 秦玉川 向蒙小声道 就是S市汽车集团营销部的副经理 他曾在八国帮过亭小姐的忙 不用向蒙提醒 吴敬欢也记得秦玉川这个人 他只是很奇怪 S市汽车集团和永贯 并无业务往来 秦玉川找于连亭能谈什么公务 而且这个谈公务的时机也很有意思 吴敬欢眼珠转了转 向向蒙使个眼色 后者会议弯下腰身 凑到吴敬欢的近前 吴敬欢在向蒙耳边低声细语了一会儿 后者边听边点头 等吴敬欢说完 他转身离去 注意到他二人神神秘秘的 胡耀平好奇地问 吴先生是不是有事啊 吴敬欢耸耸肩 没事 胡总啊 你认识秦玉川这个人吗 胡耀平愣了一下 他 他是S市汽车集团少东家 秦昌和是他爸 就这么多吗 秦玉川这个人 能力不错 可野心也不小啊 一心想接他爸的班 可S市汽车集团毕竟不是他家的 而是国有 就算秦长河给他铺路 打通关系 他想接班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说到这儿 他轻叹口气 悠悠说道 我怀疑这次S市汽车集团 刻意打压瑞祥 又想逼迫吴敬瑞祥停产 这一切 都是他在背后搞鬼啊 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吴敬欢问 当然是积累功绩了 有些国企啊 不思进取 只知道联合外国厂商 赚国人的钱 却迟迟搞不出自主品牌 这已经很让人诟病了 如果S市汽车集团 能够收购吴敬瑞祥公司 不仅自主品牌有了 而且还顺带着 敲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这足以让S市汽车集团 在同行业中傲视群雄的了 有了这么大的一件功绩 再加上秦长河的铺路 几年后啊 等秦长河退休了 秦玉川坐在总经理的位置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吴敬欢边听边点头 笑呵呵地说道 秦玉川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 胡耀平嗤之以鼻 他们那点鬼心思 都他们用在国人自己身上了 要是让他们去跟国外的行业剧头竞争啊 都成怂包蛋了 胡耀平以前就很瞧不起国企的汽车制造商 这次又被S市汽车集团整得这么狼狈 胡耀平心里的怨气更重 从他的嘴里自然是听不到半句好话 吴敬欢拿起茶杯 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水 如果秦玉川不作死 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美梦 或许有一天 他真的会成为S市汽车集团总经理 如果他非要作死 那么接下来几天 就有好戏看了 胡耀平眨眨眼睛 小心翼翼地问 吴先生啊 秦玉川他 他今晚请我的未婚妻吃饭 吴敬欢乐呵呵地说道 胡耀平无语 这事儿又值得让人高兴的地方吗 S市三元酒店 按照约会好的时间 玉连亭如约而至 他刚到酒店的大堂 早已等候多时的秦玉川 从沙发上站起身形 快步迎上前来 笑容满面地说道 玉小姐 秦先生 玉连亭礼貌性地和秦玉川握了握手 问 我迟到了吗 不 玉小姐很准时 是我来走了 秦玉川冰冰有礼地 测了测身形 白手说道 位置我已经定好了 玉小姐请 秦先生请 玉连亭身边有影卫 只不过 影卫不是跟在他身边 而是分散在四周 其一 玉连亭不想太引人注意 其二 带着一群彪形大汉 也不适合谈生意 秦玉川把玉连亭领到二楼的餐厅 这是一家西餐厅 内部装修不错 客人也不多 放着轻柔的音乐 环境优雅又不单调 落座之后 秦玉川抬了抬手 叫来服务生 他将菜单递给玉连亭 让他先点餐 玉连亭扫尸一眼菜单 里面大多都是法国菜 他点了几样 而后把菜单还给秦玉川 秦玉川看也没看 直接把菜单交给服务生 含笑道 给我上一份一模一样的就好了 对了 再来一瓶红酒 要你们店里最好的 服务生答应一声 转身离去 秦玉川对玉连亭道 我不经常来这吃饭 也不太会点菜 玉小姐不会介意吧 他表现的这些绅士风度 偏偏刚出社会 未经逝世的小姑娘还行 对玉连亭毫无作用 反而徒增他的反感 你自己尚且不经常来这吃饭 却请我来这用餐 你是没打算跟我谈生意呀 玉连亭在心里付费 他表面上淡笑一声 问道 秦先生 贵集团真的有意 要向永贯贷款吗 秦玉川挣了一下 紧接着点头 当然了 不知贵集团打算贷款多少 玉连亭的单刀直入 让秦玉川很不适应 他早就习惯了 国企谈事情的节奏 早就适应了 先灌酒再谈事的程序 他清了清喉咙 正色说道 贷款不会少于五个亿 事实上根本就没这回事 他爆出五个亿这个数字 也完全是信口开合 玉连亭审视地看着秦玉川 提醒道 秦先生 五个亿的贷款 可不是个小数目 当然 我知道这次贷款金额较大 如果永贯承担不起 贷款的金额也可以缩减一些 玉连亭差点笑出来 别说五个亿的贷款了 你就是五十个亿的贷款 永贯也能够给得起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65集 见秦玉川完全没听出自己的话外之音 玉连亭直截了当地说道 秦先生在贵集团担任的职务是营销部的副经理 是的 五个亿贷款这么大的决策 秦先生自己能定得下来 秦先生可以全权代理贵集团来和我商量此事 如果只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贷款 秦玉川出面倒也没什么 可现在谈的是几个亿的贷款 秦玉川的分量未免太轻了些 秦玉川微微一笑 面露得意之色地说道 玉小姐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 我的父亲叫秦长和 是S市汽车集团的总经理 言下之意 你也别太小看我了 我在S市汽车集团可是货真价实的太子党 玉连亭还真不知道秦玉川的父亲 是S市汽车集团的总经理呢 听完秦玉川的话 他只是有些意外 也仅仅是有些意外而已 他嗷了一声说道 既然如此 秦先生是完全可以代表S市汽车集团的了 在玉连亭的脸上 没有看到任何的仰慕敬佩之色 这让秦玉川的心里不由得大失所望 他二人正说着话 服务生把两人点的酒菜一一端送上来 两人的谈话也暂时告一段落 等服务生离开 秦玉川拿起酒瓶给二人各倒了一杯红酒 而后他举起酒杯向玉连亭晃了晃说道 玉小姐啊 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吃饭 我敬你 玉连亭也拿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抿了口红酒 秦玉川放下酒杯 在贷款这件事上 我完全可以代表S市汽车集团做出决定 玉连亭点点头 对秦玉川道 如果贵集团贷款的金额是五个亿 贷款的利息 我可以为贵集团做到百分之三 秦玉川一愣 诧异地问 值百分之三 值百分之三的利息 未免也太低了吧 比国有银行的利息要低很多呀 玉连亭笑呵呵地补充 月息 靠 秦玉川在心里暗骂了一声 月息百分之三 这相当于年息百分之三十六 这简直就是高利贷嘛 他嘴角抽了抽 月息百分之三 这这样的规定还真合理啊 玉连亭忍不住笑出声来说道 秦先生 像财务公司贷款通常都是应急用的 如果是长时间的贷款 谁又会找上财务公司 再者说永贯集团只算月息 没给你算息上加息就已经很不错了 起码比那些小财务公司要正贵得多 秦玉川接下来便是和玉连亭在利息上讨价还价 摆出一副真打算向永贯贷款的姿态 玉连亭坦诚地告诉他 百分之三的月息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 不过秦玉川却是一再地软磨硬泡 非要玉连亭把利息降到1.5% 当初永贯给吴敬欢放贷的时候 月息还是2%呢 1.5%的月息 前所未有 玉连亭当然不会同意 明明谈不拢 但是秦玉川还是硬要谈 最后玉连亭也被他磨得不耐烦了 起身去了卫生间 秦玉川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目送着玉连亭的身影 消失在通往洗手间的走廊 秦玉川动作飞快地从口袋中 掏出一颗白色的药片 投进玉连亭的红酒杯里 而后他拿起杯子快速地晃了晃 这眨眼的功夫 小药片便完全融入到红酒当中 看不出来半点痕迹了 玉连亭还没回来 一对青年男女从外面说说笑笑走了进来 他二人路过秦玉川这桌时 那名男青年好像被什么东西搬了一下 身子前倾向前亮枪出去好几步 秦玉川被他弄得一愣 回头看向那名男青年 男青年好不容易稳住身形后 脸色通红 恼羞成怒地扭转回头 对上秦玉川审视的目光破口大骂 你他妈腿长是吧 没看到有人过来啊 不知道把脚收回去嘛 秦玉川被骂得莫名其妙 自己的脚一直都放在桌子底下 根本没办到他呀 他脸色阴沉地说道 我说朋友你搞错了吧 我可没有办到你啊 是你自己走路不追 他话还没说完呢 男青年大不留心走到秦玉川身边 一把把他的衣领子抓住 向上提起怒声道 你他妈说我故意往你脚上撞的 走 咱俩出去谈谈 说着话 青年抓着秦玉川的衣领子 便要往外走 秦玉川身材高大 不过那名男青年比他还有魁梧 力气也大 把秦玉川从椅子上拽起来 就像提起只小鸡子似的 秦玉川以前还真没见过 这么不讲理的人 气得是脸色胀红 抓着青年的胳膊力声说道 放开 我让你放开 听到没有 男青年也是个横的 大手死死抓着秦玉川的衣领 拖着他就要往外走 恰在这时 玉莲亭从洗手间回来 见此情景 他快步上前 问道 这是怎么了 他自己走路不小心 差点摔倒 却怪我扮了他 你他妈还嘴硬啊 男青年也是一肚子的火气 继续拉扯秦玉川 玉莲亭和那名女青年 以及餐厅的服务生都围拢过来 玉莲亭对男青年道 这位先生 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没有必要闹大吧 向四周围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和男青年一起的女青年 也紧张起来 拉着男青年的衣服 小声说道 算了算了 我们换个地方吃饭吧 周围的人越多 秦玉川的底气越足 他任由男青年 抓着自己的衣领子 歪着脑袋冷笑道 如果你再不放开我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男青年扫视一眼四周的众人 见大多数人都向自己怒目而视 知道自己已经讨不到便宜了 他故作愤愤不平地放开秦玉川的衣服 抬手指了指他鼻子 骂骂咧咧地道 算你小子走运 以后别再让老子碰到你 说完话 他又狠狠推了秦玉川一把 搂着自己的女伴 转身向外走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66集 看着男青年的背影 秦玉川恨得牙根痒痒 脸色阴沉 如果今晚不是有正事要办 他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 善罢甘休 玉莲廷关切地问道 秦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遇到个傻逼 秦玉川边整理自己身上的衣服 边随口说了一句 说完话 他意识到自己 当着玉莲廷的面 爆出粗口 太影响自己的形象 他立刻又接到 我看他是存心来找茬的 玉小姐 坐坐坐 别因为这个人 影响我们的心情啊 那对青年男女离开了餐厅 玉莲廷和秦玉川 也重新落座 四周看热闹的人群 见状也都纷纷散去 餐厅又恢复了原本的安宁和谐 秦玉川露出温文尔雅的笑容说 玉小姐 我仔细考虑过了 关于贷款的问题 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 玉莲廷一正 秦先生接受百分之三的利息 刚才我也认真琢磨了一下 百分之三的利息 集团可以接受 刚才他还咬死了 非得百分之一点五的利息不可 结果自己去了趟洗手间 回来之后 他又接受了百分之三的利息了 玉莲廷被秦玉川的反复无常 搞得有些迷糊 他含笑问道 贵集团打算什么时候签合同 随时都可以 秦玉川语气轻快地说道 而后他拿起酒杯 向玉莲廷晃了晃 笑盈盈地道 第一次合作 希望我们之间合作能够非常愉快 玉莲廷也拿起了酒杯 说道 借秦先生急言 他人碰下酒杯 各自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见玉莲廷喝下了杯中酒 秦玉川心情大好 拿起酒瓶 又给两人各倒了一杯酒 笑问 玉小姐觉得这里怎么样啊 以前不常来 今天过来感觉还不错 玉莲廷礼貌性地问道 秦玉川的脸上带着红润之色 乐呵呵地看着对面的玉莲廷 虽说他见过的美女不少 但也不得不承认 玉莲廷真的是个很精致 也很漂亮的女人 而且他身上那股清冷的气质 是别的女子身上所没有的 他越看越觉得心痒 小腹不由地生起一阵火热 他清了清喉咙笑道 这家酒店我们集团也有参与投资 算是集团的半个产业 绝对安全 说着话 他突然向前一伸手 握住玉莲廷的手 脸上挂着自认为迷人的笑容 微微眯缝着眼睛说道 吴静欢又有什么好 胎毛都还没腿干净呢 那能算是个男人 我们上楼去吧 以前还从来没人敢对玉莲廷 说这么露骨的话 而且这话还是从文质彬彬 温文尔雅的秦玉川口中说出来的 他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愣了片刻 他狠狠甩开秦玉川的手 冷冰冰地说道 秦先生 请你自重 自重啊 我很自重啊 玉小姐 我一直都很欣赏你啊 我们在一起才是天造地设 他话还没说完呢 玉莲廷实在听不下去 疼得一下站起身形 拿起手提包的同时 对秦玉川轻蔑的一笑 淡然道 只五个亿的生意 我还没放在眼里 如果秦先生想和我做生意 我欢迎 如果秦先生想从我这里得到别的 那是你想多了 说完话 他片刻都未停留 迈步向外走去 玉小姐 你别急着走 秦玉川也知道自己太心急了 但就是没忍住 他立刻也跟着起身 想去把玉莲廷拉回来 可是他刚一站起 就觉得天旋地转 自己如同正坐在旋转木马上 他身子前后摇晃几下 扑通一声 又坐回到椅子上 他忍不住甩来甩混浆浆的脑袋 但是没用 他的双眼已经失去焦距 所看的一切都是重影 与此同时 小腹声出的热浪越来越强烈 在他的体内四处乱窜 玉莲廷都没回头看他一眼 大不留心地直接走出餐厅 心里只嘀咕了一句 靠神经病 隐隐约约地看到玉莲廷已经走出餐厅的大门 秦玉川脑中仅剩的一点理智还告诉他 不能让他这么走掉 否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手扶着桌案 支撑起颤巍巍的身子 正打算迈步追出去 他只迈出一步 人便不受控制地一头向前扑倒 接下来的事 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此情此景 把餐厅里的众人都吓了一跳 这时 隔壁桌的两名大汉起身 推开围在秦玉川左右的几名服务生 面无表情地说道 秦先生醉了 我们带秦先生上楼休息 说着话 两名大汉搀扶起秦玉川 驾起他就往外走 服务生都认识秦玉川 但不认识这两位大汉 生怕秦玉川发生意外 还有名服务生特意跟着他们 看到两名大汉没有把秦玉川带出酒店 而是掺着他乘坐电梯上楼 还从他的口袋里取出门卡 把他送回自己的房间里 服务生这才放心地离开 等服务生走后 两名大汉也退出房间 他人走到电梯间等了一会儿 叮的一声 电梯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名浓妆艳抹的女子 双方擦肩而过的时候 一名大汉双指夹着门卡向旁一递 走过去的女人顺手接过门卡 直奔秦玉川的房间而去 当晚 和图传媒的狗仔大队 便冲到了三元酒店 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 打开了秦玉川的房间 一大群人一股脑地冲了进去 对着床上还在纠缠的男女 便展开了连续的拍照 一时间房间里的闪光灯连成了一片 床上的男女被突如其来的众人吓得脸色巨变 在镜头前都是满脸的惊荣 难得两位主角露出正脸 人们更加抓住机会一个劲的猛拍 很快 狗仔队的照片便传回到和图传媒 和图传媒的CEO赵婷琛正在自家休息 看到传来的照片 嘴角扬起 喃喃自语地嘀咕道 火了火了 这一下可变费为宝了呀 照片中的男主角自然是秦玉川 而女主角则是和图传媒旗下的一名小艺人 连明星都算不上 只能说是艺人 朋友捧不起来 和图还没到期 像这种无法为公司创造任何价值 只会浪费公司资源的艺人 在和图传媒有不少 照片中的这位女主角 便是其中一个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六十七集 小艺人和S市汽车集团老总的公子爆出这么大的丑闻 绯闻吧 想不火都难 点时成金变废为宝 赵廷臣当然颇感骄傲 他从众多的照片里挑出两张发给吴敬欢 然后给吴敬欢打去电话 电话接通 他笑道 我刚刚发的照片 吴先生已经看到了吧 看到了 拍得不错 电话那边的吴敬欢 含笑说道 吴先生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事 一定得想着我们自己人啊 赵廷臣笑道 女方是自愿的吗 当然了 他们自己出去接私活 一个晚上两三万就顶天了 这次搞出这么大的新闻 给他们带来的收益 不知道得有多少个两三万 这样的好事 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上呢 那就好啊 明天早上 我应该能看到一条大的娱乐新闻吧 一定一定 明天啊 网络报纸一块灯 行 就这样 吴敬欢那边挂断了电话 赵廷臣点着电脑上的照片 两只眼睛是越看越亮 照片里的主角是谁 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他现在看到的都是钱 赵廷臣就是个最典型的商人 不要跟他讲什么良心良知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 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为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 让公司里的员工 都能享受到越来越好的待遇 看到越来越光明的前景 这就是他身为商人最大的良心和良知了 一日 何图传媒在旗下的网站 报纸 电台等各种媒介中 纷纷报道出秦玉川和某女星 被抓奸在床的新闻 在该新闻中 还搭配了大量的照片 虽然照片都经过了处理 在男女主角的脸上打了黑条 但熟悉秦玉川的人 还是能够一眼把他认出来 如果秦玉川还是单身 这件事倒也不算什么 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嘛 此事充其量算是一件桃色绯闻 不过秦玉川不是单身 他结婚了 这就不是绯闻而是丑闻了吧 被捉奸在床的丑闻 S市汽车集团第一时间进行了公关 找到河图传媒 希望河图传媒能够撤掉全部的报道 并销毁照片 可河图传媒方面 根本没人大理S市汽车集团 最后连秦长和都亲自出面 找上赵廷臣 没有多余的废话 秦长和直截了当地问道 赵先生 直说吧 你要多少钱 赵廷臣耸耸肩 乐呵呵地说道 秦总啊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我们做媒体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就是向公众报道真相 秦总跟我谈钱 是在侮辱我的职业操守啊 秦长和目光深邃地看着赵廷臣 眼睛眨也不眨 也不知过了多久 赵廷臣都怀疑自己脸上 是不是长了花了 秦长和缓缓开口说道 赵先生 得饶人处且饶人 把事做得太绝 对大家都没好处 赵廷臣眨眨眼睛 愣了片刻 他叹着脑袋好奇地问 秦总这是在威胁我 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对头多堵墙 如果赵先生认为这是威胁 那就当他是威胁吧 秦长和悠悠说道 赵廷臣突然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摆弄着手指头说道 秦总啊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啊 我向来是吃软不吃硬 好说好商量 我们或许还有得谈 跟我耍横的玩愣的 我还真要奉陪到底了 换成旁人坐在他的位置上 或许还真不敢得罪秦长和 能成为S市汽车集团 如此大型国企的老总 上面不可能没关系啊 可赵廷臣本身就是高干子弟出身 要说在上面找关系 又有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见赵廷臣根本不吃自己这套 秦长和暗暗皱眉 他沉默片刻说道 三百万 我要这些新闻全部消失 赵廷臣吃笑出声 按下坐机说道 秘书啊 进来带我送客 随着他的命令 方门打开 一名穿着职业套装的年轻女郎 从外面走了进来 到了秦长和身边 欠了欠身 客气地说道 秦总 请 秦长和没理会赵廷臣的秘书 凝视着他 五百万 松客松客松客 赵廷臣不耐烦地挥手 女秘书再次欠身 秦总 请吧 这回 女秘书的语气也冷了几分 八百万不能再多了 赵先生 俗话说得好 做人留一线 来日好相见 秦长和脸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了 一字一顿地说道 宋客 赵廷臣再次加重语气 女秘书也挺了解自己这位老板的脾气 感觉赵廷臣动了真怒了 他不敢再怠慢 拉着秦长和的胳膊急声说道 秦总 你该走了 请不要让我难做 秦长和的脸皮再厚 现在也坐不下去了 他站起身形 深深看了一眼赵廷臣 抬手指了指他 说道 你好样的 说完话 秦长和气鼓鼓地拂袖而去 赵廷臣白了他一眼 拿起手机 把屏幕当成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 嘖嘖两声 顺手拢了拢头发 感叹道 哎呀 真是帅到没天理 人生共分呢 跟着秦长和往外走的女秘书 脚下踉跌一下 差点没摔在地上 虽然秦长和亲自出面 处理秦玉川的丑闻 结果在赵廷臣这儿 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丑闻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被越来越多的媒体转载转发 只几天的时间 便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 这两天 秦玉川简直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现在他已经清楚 自己是被御连亭算计了 在餐厅里找茬的那对男女青年 就是御连亭找来的 在男青年和自己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 女青年悄悄更换了自己和御连亭的酒杯 结果御连亭没中招 反倒是自己中了招 只是现在他明白这些已经晚了 连日来 秦玉川躲在自己的公寓里 连门都不敢出 可是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 事隔五天 丑闻的热度非但没有退去 反而还越吵越热 这时候连审计也坐不住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 只能出面进行调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1068集 很快 上面便对秦玉川进行了相关的处理 双开 既罢免了他在S市汽车集团的职务 同时又开除了他的党籍 秦玉川梦寐以求的接班之路 就此画上了句号 身上背负着这么大的丑闻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接他爸的班 成为S市汽车集团的总经理了 被双开之后 秦玉川在公寓里足不出户地憋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他不是在家里反思的 而是在想着如何报仇 现在的他是恨毒了玉连亭 认为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切 都是玉连亭造成的 他从来没想过 如果不是他心怀不轨 想给玉连亭下药 他也不会有今日这般的下场 像秦玉川这样的人 从来就不知道反思二字该怎么写 三天后 他总算是出了家门 同时还给秦长和发出一条很长的信息 这条信息更像是秦玉川的遗书 在信息中 他先是向秦长和道歉 自己辜负了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以及这些年的精心培养 而后他又着重说 自己这次是被玉连亭陷害 现在自己毁了 他也绝对不会让玉连亭好过 知道秦长和肯定会阻止自己 他发完信息之后便关了手机 离开公寓 秦玉川开车直接去往永贯大厦 他把车子停在永贯大厦附近 阴狠的目光死死盯着永贯大厦的大门 他这辈子已经彻底毁了 同时还连累父亲被调查 现在的他一无所有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找玉连亭出这口恶气 哪怕跟他同归于尽 想到玉连亭 他恨得牙根痒痒 将衣精向上拉了拉 从后腰拔出一把黑漆漆的手枪 这把手枪是他以前托人买来的 一直收藏在公寓里 现在倒是派上了用场 他从下午一直等到傍晚 眼瞅着天色越来越黑 秦玉川的心里也跟着越来越着急 正当他在心里暗暗琢磨 自己还要不要继续等下去的时候 从永贯大厦的大门里走出一行人 为首的一位 正是让秦玉川眼睛发红 恨之入骨的玉连亭 心跳一阵加速 放在副驾驶座位的背包打开 从里面偷出一顶鸭舌帽 以及一副口罩 快速地戴好 然后推开车门 低垂着头直奔玉连亭方向 快步走了过去 玉连亭不是一个人 在他身边还跟着好几名标形大汉 玉连亭走下台阶 来到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SUV进前 有一名大汉快步上前 帮他拉开车门 他正准备坐进去 徒亭身侧传来尖叫之声 玉连亭 下意识地扭头一瞧 看到一名头戴鸭舌帽 面带口罩的人 直奔自己奔跑而来 害人的是 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支黑漆漆的手枪 还没等玉连亭做出反应 他身边的一名保镖反应极快 出手如电 一把扣住玉连亭的胳膊 猛地向航用力一扯 玉连亭娇瘦的身躯 被他横着甩了出去 砰砰 也就在他甩开玉连亭的瞬间 空中炸起两声枪响 这两枪 一枪打在车顶的铁皮子上 剪出一团火星 另一枪打在车门的防弹玻璃上 将玻璃打出个白点 秦玉川的两枪 就算玉连亭没有被身边的保镖甩开 也打不到玉连亭的身上 秦玉川不是枪手 更不是杀手 他的枪法 即便在近距离的情况下 都没有很精准 甩开玉连亭的那名保镖 手臂一晃 一把匕首从袖子中掉落下来 他想都没想 手臂向外一挥 匕首在空中化成了一道电光 静直地没入秦玉川的前胸 砰 致命的一刀 秦玉川奔跑的身形向前亮枪了几步 然后倚靠着旁边花坛的坛壁 慢慢滑坐到地上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看不到匕首的刀身 只看到刀半露在外面 钻心的剧痛让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剧烈哆嗦着 他喘着粗气 慢慢抬起手中枪 还打算继续向玉连亭开枪射击呢 这时候 又有两名标形大汉 冲上前来 和刚才一样 两把飞刀化成电光 深深插入秦玉川的胸膛 连中三刀且刀刀致命 哪怕是神仙也活不成了 何况秦玉川的血肉之躯 他抬起的手 无力地垂落下去 背靠着花坛坐到地上 脑袋也搭了下去 血水顺着他的鼻孔嘴角 滴滴答答地流淌下来 几名大汉剑步冲上前去 其中一人一脚把秦玉川的手枪踢开 另有几人向四周戒备 地方还有其他的枪手突然冲出来 此时 玉连亭已经坐进车内 透过倒车镜观看着后面的情况 又过一会儿 一名大汉跑过来 玉连亭放下车窗 外面的大汉躬身说道 庭小姐 枪手已经死了 他是 秦玉川 原来是他 玉连亭面无表情地怂怂间 淡默地说道 诸如此类 死不足惜 报警 让警方来处理 现在 玉连亭已然知道那天事情的原委 也知道自己差点被秦玉川算计 如果不是吴静欢提前做好了安排 他真有可能着了秦玉川的道 当然 即便他当时喝下了被下药的红酒 秦玉川也占不到他的便宜 结果他的愁眉报上反倒把自己的性命大了进去 当秦长河听闻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 在停尸间里 他看到了儿子冷冰冰的尸体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一向老成喜怒不形于色的秦长河 这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儿子的尸体前放声大哭 老泪纵横 对于儿子的死 别人他不怪 他最怨最恨的人就是于连亭 自己儿子的一切都被这个女人毁了 现在连儿子的性命都被他拿走了 傻子之仇 他怎能不报啊 秦长河自己拿于连亭没办法 不过他也有他的关系 这天上午 秦长河在伊丰茶馆的包房里 约见了一个人 鸿门S市分堂的堂主 风饶坤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闲演播 狐狸 神影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69集 S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对于鸿门而言 这里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分堂口 冯饶坤出身于南鸿门 在南鸿门时 他就在S市堂口做事 后来南北鸿门合并 他依旧留在S市堂口 过了这么多年 他终于也熬到了分堂主的位置上 秦长河和冯饶坤 是20多年的老交情来 交往的不算很频繁 但互相都有帮过对方的忙 称他们是老交情并不为过 见面之后 冯饶坤面色沉重的 和秦长河握了握手 安慰道 秦老哥 节哀顺变哪 秦长河老年丧子 这事闹得如此之大 冯饶坤自然是早就听说了 秦长河点了点头 向旁摆摆手 老冯啊 坐吧 冯饶坤脱了鞋子 在席子上盘膝而坐 时间不长 傅生端送上来一壶上等的乌龙肠 冯饶坤提起茶壶 倒了两杯茶 而后拿起茶杯 刚要喝 看了一眼对面的秦长河 他将茶杯又放了回去 意味深长地说道 年轻人 年轻人 是血气方刚 年轻气盛了些 可是秦老哥也不该任由他去胡来呀 在冯饶坤看来 秦玉川的死 很大一部分责任在秦长河身上 秦玉川有几斤几两重 别人不知道 身为父亲的秦长河还能不知道吗 让秦玉川拿着枪直接去找玉莲亭报复 不是去送死又是什么呀 秦长河垂下头哽咽地说道 玉川的胆子 一向不大呀 他一开口便可听出来 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儿子 他继续说道 玉川给我发信息 说要去找玉莲亭报复的时候 我以为他说的只是气话 冯饶坤叹了口气 伸出手来拍拍秦长河的胳膊 哎呀算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秦老哥也不要再自责了 秦长河抬起头来 星红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风饶坤 声音颤抖地说道 玉川不能白死啊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老风啊 现在我指望不上旁人 只能求你帮帮我了 哎呀 我们老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还谈什么求不求的呀 说着话 冯饶坤向旁一挥手 站于旁边的几名黑衣大汉 齐齐攻身失礼 然后余冠退出包房 最后只留下一名三十出头的青年 依旧站在原地 冯饶坤看都没看他 等于是默认了他可以留下来 等包房的房门关好 冯饶坤皱着眉头说道 秦老哥 这个玉莲亭身份不简单啊 她是永贯御驾的养女 还是御驾接班人的未婚妻 要动他等于是铜马蜂窝呀 见秦长河一脸的失望之色 冯饶坤忍不住叹息一声 继续说道 哎 永贯是地下财阀之一 秦老哥以前和地下财阀 接触的不多 不清楚他们的能耐 我在社团里和地下财阀 也交过好几次手 这些人可不好惹呀 秦长河面露挨色 悠悠说道 老冯啊 如果连你都不肯帮我 那 那真就没人能帮我了呀 说着话 他眼睛通红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看他这副样子 冯饶坤的心里也很不好受 大家都是老交情了 老年丧子的滋味 他即便不能感同身受 也能理解这件事 对秦长河的打击有多大 身为S市汽车集团的总经理 位高权重 多么的一气风发呀 而现在的秦长河 整个人看起来好像衰老了一二十岁 毫无声器 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了 冯饶坤本想安慰他几句 可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来合适的安慰之语 这时候 站于一旁的那名青年 突然清了清喉咙 干咳了一声 听闻动静 冯饶坤扭头向他看过去 文青啊 你有什么话要说 这名青年叫王文庆 也是鸿门S市分堂口的人 他加入鸿门的时间不长 只两三年的时间而已 不过能力出众阻止多谋 深受冯饶坤的赏识 被他一手提拔起来 王文庆这个鸿门新人 现在俨然成了冯饶坤身边的 第一红人 头好心腹 此时听闻冯饶坤的发问 王文庆上前两步低声说道 棍哥 永冠有站在六合那边的趋势 鸿门和六合之间的纠葛 早都已经存在 双方明争暗斗 交锋过无数次 互有输赢 只不过后来随着六合的野心 越来越大 引起其他地下财阀的不满 导致其他的地下财阀 联合起来 共同抵制六合 在内忧之下 六合只能暂时放弃了 鸿门这个外患的争斗 这两年 双方的关系也渐渐趋于平缓 当然 双方的这个关系平缓 也只是流于表面 之间的暗斗还是时有发生 六合依旧是 鸿门在国内的第一大劲敌 鸿门倒是很希望能看到六合能和其他的地下财阀发生内斗 他便可以坐山观虎斗 坐手渔翁之力 所以鸿门和其他地下财阀的关系并不是很僵 在某种程度上 他还会给予其他的地下财阀支持 让他们去和六合对着干 以前 永冠秉持的是中庸之道 不参与地下财阀之间的内斗 鸿门和永冠之间也没什么瓜葛 而一旦永冠改变了中庸路线 选择和六合站在一起 那永冠可就立刻成了鸿门的敌人 听完王文庆的话 冯饶昆眯了眯眼睛 目光如电直勾勾地看着王文庆 王文庆继续说道 坤哥 我之所以说永冠有站在六合那边的趋势 是因为永冠目前的掌门人郁振英 对六合不冷不热 而永冠未来的接班人吴景欢 却和六合走得很近 冯饶昆的眼眸明显闪烁了一下 目光变得越发地凌厉了 王文庆又说道 前段时间 国内的几家大型旅厂商 原本断了吴景瑞祥公司的货源 差点逼着吴景瑞祥公司停产 吴景欢没有让永冠出手 而是去找了六合帮忙 很显然 他是想借着这次的机会 拉近他和六合的关系 而孤立无缘又内忧外患的六合 现在也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 吴景欢主动抛来橄榄枝 他们当然乐于接受 吴景瑞祥公司的事 正是六合出手帮吴景欢解决的 冯饶昆没有接话 食指的指尖有节奏地 轻轻敲打着桌案 王文庆又当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来 吴景欢要走的路线 和郁振英完全不同 他接受永冠之后 永冠不会再走中庸之道 而是会旗帜鲜明地站在六合那边 六合如果多了 永冠这个强有力的助手 无异于如虎添翼 到时 社团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就太大了 也会直接影响到社团在国外的布局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弦眼波 狐狸 神影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70集 冯饶昆依旧没有说话 但却时不时地点点头 显然 他是认同了王文庆的话 后者眼中金光一闪 一字一顿地说道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属下以为 也应该敲打一下吴静欢 要让他明白 和六合站在同一边 与我们的社团为敌 是没有好下场的 所以你认为 我们应该把矛头指向吴静欢 冯饶昆 扬起眉毛问道 不 吴静欢要是在我们手里 有个三长两短 等于是我们推着永冠 让永冠御家 只能站在六合那边 昆哥 我说的是 敲打 怎么个敲打 王文庆看眼秦长河 悠悠说道 玉莲亭 绕了这么个大弯子 他总算是把话头又绕到 玉莲亭的身上 对面一声不吭的秦长河 也终于不留痕迹地 暗暗虚了口气 目光精亮地向王文庆 递去感谢之意 玉莲亭 冯饶昆眼珠转动个不停 喃喃说道 王文庆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道 杀鸡景吼 小山真火 言下之意就是暗示冯饶昆 当除掉玉莲亭 是不是在帮秦长河为子报仇 倒是在其次 主要的目的是警告吴敬欢 警告永冠御家 不能站在六合那边 俗话说得好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王文庆此时 给冯饶昆的献策 不仅影响了 他们自己的命运 同时也影响了 以后大局的走势 冯饶昆仔细琢磨了一番 觉得王文庆所言 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沉吟许久 说道 事关重大 我得仔细斟酌一番 说完 他挠了挠头顶的短发 目光深邃地看向王文庆 如果我们真杀了玉莲亭 吴敬欢会不会找我们报复啊 王文庆笑了 说道 吴敬欢不会 玉莲亭不是吴敬欢的未婚妻吗 确切地说 是郁家不顾吴敬欢 自己的意愿 强行安排给他的未婚妻 王文庆含笑又道 说白了 就是玉真英信不过吴敬欢的能力 所以把他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养女 安排到吴敬欢身边做他的妻子 等他以后接受永贯 玉莲亭既是在辅佐他 也是在监视他 如果吴敬欢管理不好永贯 玉莲亭很可能会取而代之 吴敬欢在郁家的作用 只是让玉莲亭生下一个有郁家血统的种而已 坤哥 你说吴敬欢身边有这样一个女人的存在 他是高兴呢 还是不高兴呢 那只怕是个男人都会把玉莲亭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吧 如此说来 除掉了玉莲亭既是警告了吴敬欢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等于是在讨好吴敬欢 刚才冯饶昆还犹豫不决呢 现在听完王文庆的这番分析 他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他向王文庆挥了挥手 后者拾去地攻了攻身形 退后两步站回到原位 冯饶昆看向对面的秦长和说道 秦老哥 为玉川报仇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三天之内我给你准信 秦长和文言喜出望外 身子不由自主的前卿紧张地问道 老冯啊 你没骗我 冯饶昆正色道 秦老哥 这么多年 你也应该了解我的为人了 要么我不答应 但凡我答应的事 我就一定会说到做到 别过秦长和 在回堂口的路上 冯饶昆问 文庆啊 玉连亭这件事情 要不要和方哥说一声啊 他说的方哥是指萧芳 当初南北鸿门还没合并的时候 萧芳便是南鸿门的核心骨干 目前在鸿门里 南鸿门出身的人员 都对萧芳很是敬重 王文庆沉吟片刻反问道 坤哥 如果先知会了方哥 等事成之后 这件功劳究竟是属于坤哥你的 还是方哥的呀 他这句话 把冯饶昆随后的话都憋回到肚子里 再没多言了 要对玉连亭下手 即便对冯饶昆而言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虽说玉连亭 每日的行程都很固定 就是玉家老宅 到永贯集团的两点一线 但是这一路上 却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 在市区里动手 动静太大 冯饶昆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险 出了市区 在去往玉家老宅的路上 是有很长一段路 处于荒郊野岭 但以前吴敬欢 曾在这段路上发生过意外 自从那次的事件之后 玉家便加强了 对这段路程的戒备 建了好几个据点 每个据点都布置有玉家影位 若是在这段路上 对玉连亭下手 玉家的影位 很快就能赶到现场进行增援 可以说 在玉连亭上下班的路上 进行伏击 都很难成功 王文庆给冯饶昆出了个主意 要他把玉连亭约出来 最好是约到郊区 如此一来 他们动手将会容易很多 听完王文庆的建议 冯饶昆忍不住苦笑 回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反问道 我说文庆啊 你觉得我能约出玉连亭吗 别说鸿门和地下财阀的关系 很复杂 即便他不是鸿门的人 想约出玉连亭 也难如登天呢 王文庆 胸有成竹的一笑 说道 坤哥 您出面当然约不出来 玉连亭了 但若是和玉连亭 有过往来的大客户出面 约他出来 我想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大客户 玉连亭在永贯深居要职 和他往来密切的客户 我想数量一定不少 也不难找啊 冯饶昆眼珠转了转 点点头 觉得王文庆言之有理 他仰头说道 文庆啊 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了 记住 速度一定要快 据我所知 玉连亭很快就要去马国工作 在他离开中国之前 我们就要把事情办妥了 放心吧 坤哥 我心中有数 也不知道王文庆啊 是用了什么手段 只过一天的时间 还真被他找到一位 玉连亭的老客户 这人名叫周福明 是一家新创公司的老板 在他刚刚创建公司的时候 就是靠着向永贯贷款 把公司组建了起来 周福明经营的公司 是做APP的 他这个人 还是颇有些能力 公司才成立一年 便做出一款 颇受好评的APP 随后被一家大型的 软件公司购买 赚了一大笔钱 之后 他又先后向永贯 做过三次大笔的贷款 将公司规模扩大了好几倍 目前他经营的公司 在APP行业里 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名声 抢占了一席之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 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一千零七十一集 在永贯集团 为周福明做贷款的人 正是玉莲亭 当周福明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玉莲亭帮了他 而玉莲亭对周福明做的贷款 也是大获成功 为永贯带来不小的收益 双方是各取所需的双赢 因为合作已经不止一次 而且又很愉快 玉莲亭与周福明的私交 自然也还可以 周福明约玉莲亭出来谈生意 后者当然也不会拒绝 这天中午 周福明给玉莲亭打了电话 喂玉小姐啊 好久不见了 进来可好啊 玉莲亭简单回道 还不错 周先生找我有事吗 啊是这样啊 最近公司呢 在做一个大项目 需要资金啊 所以我又来请玉小姐帮忙了 玉莲亭看看手表说道 下午来公司找我吧 我给你安排时间 啊这 周福明迟疑了片刻 玉小姐啊 我在北沿路上的前进农家乐 订好了位置 不知玉小姐能不能吃得惯农家饭呢 啊 这儿的饭菜做得确实还不错啊 在S市周边 前进农家乐 是一家大型又比较有名气的农家乐 除了提供餐饮和住宿外 人们还可以在这儿进行采摘 锤吊 棋牌烧烤等等 玉莲亭以前也去过这里 玩得还挺高兴 他略微想了想 回道 好 周先生 我们晚上见 因为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以前也一起吃过几次饭 玉莲亭对于周福明的邀请 并没有多想 长话短说 当晚下班后 玉莲亭就乘车去往前进农家乐 到了之后 玉莲亭刚下车 周福明便从大门口迎了过来 满脸堆笑地说道 玉小姐啊 多日不见 看起来可比以前更加光彩照人了 对于周福明的油嘴滑舌 玉莲亭早就习以为常 以前他就是这样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极善应酬 他的公司能越做越好 与他善于交际这一点 也不无关系 玉莲亭淡然一笑 上下打量周福明一番 语气轻快地说道 周先生倒是越来越富台了 魂言 周福明下意识地摸了摸 高高鼓起的啤酒肚 无奈地说道 哎呀 自从公司做起来以后 几乎天天晚上都有应酬 我这身材啊 完全是为了工作需要 才肿起来的 玉莲亭被他的话逗乐了 洋洋头道 走吧 我们去吃饭 玉小姐以前来过这儿吧 嗯 来过 以前这里的客人比现在多多了 哎呀 是啊 哎 说也奇怪啊 今儿这儿似乎格外的冷清啊 两人说着话走进农家院 说是农家院 实则是一座占地巨大的度假山庄 里面有果园 菜地 果山 人工湖等等 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 这儿的一切都不便宜 其饭菜的价格甚至比室内的许多大型酒店都要昂贵 穿过第一道院子 再往里走 是中庭 中庭的中央有座假山 地上种着花草 四周一圈都是木制的长廊 走在长廊中 让人有种穿越回古代大宅院的错觉 走出中庭 才终于来到周福明定好的包房 包房的名字叫书香阁 里面的布局和现代的房宅几乎一样 木制的拉门 里面有方桌 铺垫等 他人在铺垫上双双落座 玉莲亭仰头向四周环视 墙上挂了许多的字画 两边的墙壁还各摆放着长长的书架 里面放的书籍都是古书模样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周福明看眼对面的玉莲亭笑问道 于小姐 对这件包房可还满意啊 月圆亭点点头赞道 不错 他收回目光 看向周福明问 周先生 说说吧 今天为何突然想到请我吃饭了 周福明嘿嘿一笑 当然是为了谈贷款的事啊 只是为了谈贷款的事 按照周福明以前的习惯 都是先来公司和自己谈正事 等把正事谈完之后才请自己去吃饭的 被玉莲亭问得有些尴尬 周福明干咳一声 其实这次我也是受朋友之托 向玉小姐引荐一个人 玉莲亭微微皱眉问道 是什么人 玉小姐知道红天集团吧 她话音刚落 包房的房门被人拉开 从外面走进来一名青年服务生 她手里擒着托盘 上面摆着茶壶茶杯等用具 红天集团 玉莲亭暗暗皱眉 她当然知道红天集团 那是鸿门的产业之一 以前红天集团和永贯 有很密切的业务往来 可随着南北鸿门合并之后 他们之间的往来也全部断掉了 好端端的 周福明怎么突然提到了红天集团 她说要为自己引荐的人 不会就是红天集团的人吧 她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 那名服务生一走到桌前 蹲跪下来 先是将托盘上的茶杯 不紧不慢地摆放在玉莲亭和周福明的面前 而后她又动作缓慢地拿起茶壶 周福明见状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好了 把茶壶放这 你就先出去吧 她话音未落 那名青年服务生突然一甩手臂 将手中的茶壶 直接向玉莲亭的面门砸了过去 太突然了 谁都没想到 服务生突然发难 包括站在一旁的几名郁家影卫 如果玉莲亭只是普通的弱女子 真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茶壶砸个正招 不过玉莲亭不是弱女子 而是自小就接受赵家系统训练的高手 她反应极快 身子向旁快速地一偏 茶壶几乎是贴着她的耳朵飞了过去 服务生的茶壶攻击不过是个障眼法罢了 她真正的杀招是暗藏在托盘底下的那把刀 一击不中 服务生顺势把托盘下的匕首抽了出来 对准玉莲亭的脖梗 恶狠狠猛刺过去 她出刀的动作太快 玉莲亭都看不清楚刺来的是什么东西 只看到一道寒光闪向自己 她下意识地向外一挥胳膊 手臂正打在匕首的刀刃上 唰的一声匕首将她的胳膊划开一条口子 不过同样的刺向她脖梗的这刀也被打偏了方向 说时迟那时快 青年服务生的连续两次发难都是眨眼功夫的事 当她还打算向玉莲亭攻出第二刀的时候 她已然没了机会 一名玉家影卫直扑到她身上 二人在地上连连翻滚 摔出去好远 其余的影卫迅速围拢到玉莲亭四周 其中一人回头紧张又关切地问 田小姐 你怎么样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72集 玉莲亭手臂处的伤口不是很大 但却深可见顾 指着一会儿的功夫 她的半边袖子都快被鲜血染红 她脸色泛白 微微摇下头说道 我没事 话未说完就听咔嚓一声 包房的拉门破碎开来 从外面冲进了一大群戴着黑色头罩 手持利刃的蒙面人 看到人群中央的玉莲亭 这些蒙面人二话不说 举刀便攻了过去 两名玉家影卫快步迎上前 挡住对方众人 可惜他俩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只片刻的功夫 二人的身上便被划开好几条刀口子 玉莲亭身边的一名影卫 见形势不对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从肋下抽出手枪 对准蒙面人 连开了三枪 两名蒙面人应声倒地 一人是胸口连中两枪 另一人是头部中了一枪 当他还要继续开枪的时候 一把片刀向他飞了过来 正砍在他持枪的手臂上 卡 这把片刀都钉在了他的手臂上 影卫痛叫一声 手中枪也随之落地 其余的影卫 也纷纷把枪掏了出来 只是枪械在远距离的情况下 真的好用 可现在双方近在咫尺 枪械的威力大大缩减 有的影卫还能开出两枪打到一两人 有的影卫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 被四面八方飞来的片刀 劈得是上窜下跳 玉连亭身边的几名影卫根本抵挡不住 如狼似虎又源源不断冲杀井爆放的蒙面人 只一会儿功夫 几名影卫已浑身都是刀口子 鲜血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染得通红 周福明见识不妙也顾不上其他 尖叫着向外跑去 他刚跑到包房的门口 从外面迎面劈砍来一把片刀 周福明根本没看清楚是什么 只本能地向后仰了仰身 皮尔刀没有劈砍到他的头顶 刀锋在他的脸上斜着切开一条 半尺多长的斜口子 伤口从他的额角一直延伸到他的嘴角 周福明愣了片刻 接着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双手掩面倒在地上 疼得左右翻滚 从外面又冲进包房的几名蒙面人 围在周福明的四周 片刀开山刀起起落落 一道道血溅 由周福明身上喷射出来 眨眼之间 周福明几乎是体无完肤 身上都数不清有多少条刀口子了 直到死周福明都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他并不清楚鸿门这边的阴谋 更不是存心要加害于连庭 他只是贪图了红天集团许诺给他的好处 他以为自己只需要做个中间人 把红天集团的人引荐给于连庭 他就能拿到红天集团给他的好处了 可惜他信错了人 好处没有拿到 反而自己惨死在乱刀之下 包房里 郁家尹卫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们只能护着玉连庭退缩到墙角 即便如此 尹卫夜已倒下两人 剩下两人都已经像血葫芦一样 农家乐的外面 公路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坐在轿车里的人正是王文庆 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 他拿出电话看眼来电 接通 坤哥 事情怎么样了 坤哥放心吧 现在已经是瓮中捉鳖了 万无一失 稍顿他乐呵呵地问道 坤哥 你是想要留活口 还是不留活口啊 抓他到社团也是件麻烦事 就别让他来社团了 是 坤哥 我明白了 挂断电话 王文庆揣起手机 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没过多久 他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 他瞄了下来电 这次没有立刻接通 而是对坐在驾驶位上的一名青年说道 小李 你先出去 开车的青年迟疑了片刻 还是毕恭毕敬地 阴了一声 推开车门 走了出去 等他把车门关上 又看着他走出一段距离后 王文庆 这才把电话接通 话筒里传来粗犷的话音 文庆吗 是我 事成了吗 就快了 这差一步 很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 圣哥 我这么做 不是在帮你 而是在帮我自己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而后传来阴阳怪气的节节笑声 嘿嘿嘿 好好好 无论你是在帮谁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这一点 你总无法否认吧 圣哥还有事吗 没事 我等你的好消息 王文庆放下电话 脸色阴沉 他眯了眯眼睛 从口袋中掏出香烟 点燃 深深吸了一口 此时他还无法准确地判断出来 自己做的事是对还是错 但不破不立 他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冒险一事 农家乐 包房里 双方的厮杀还在继续 前面的蒙面人还在猛攻欲联亭和他身边的两名影位 后面的蒙面人已开始打扫战场 将倒地的同伴以及对方的尸体 一个接着一个地拖出包房 现在 玉连亭也亲自参战了 可惜这改变不了什么 对方的人数太多 打倒一波冲上来一波 倒下一人恨不得同时挤上来两人 就在玉连亭三人苦苦支撑的时候 猛然间就听见包房的窗户哗啦一声脆响 破碎开来 从窗外突然跳进来数名青年 为首的一人手持唐刀 正是红十八 跟着他一起破窗而入的几名青年 也都是红家影位 自打玉连亭遭到秦玉川的算计 又被秦玉川上门寻仇之后 吴景欢便预感到此事并没有完 他特意把红十八等人安排到S市 让他们暗中保护玉连亭 结果他还真预测对了 玉连亭果然遭人算计遇到了危险 红十八等人的突然出现 杀鸿门帮中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本以为玉连亭的手下都已经在他身边了 没想到他竟然还藏着个后招 红家的影位身手不比玉连亭弱啊 在使用冷兵器这方面 红家影位反而还要更胜一筹 进入包房后 红十八连出竖刀 他的每一刀都是又快又狠 随着一道道刀光闪过 在他的身边也响起一声声的惨叫 一个个鸿门帮中被挑翻在地 红十八一边出刀 也在一边观察 看到退缩在墙角的玉连亭时 他向身边的众人召唤一声 这边 说着话 他提刀率先冲了过去 见他来势汹汹 一名蒙面人抡起片刀 全力向他头顶劈砍过来 他快 红十八的出刀更快 没有任何的花架子 堂刀向前之刺 二人几乎是同时出刀 红十八的堂刀 却先一步刺穿蒙面人的喉咙 刀尖在对方的后脖根 叹了出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73集 红十八收刀 一脚踢开面前 还没到底的尸体 紧接着又是一刀向前劈开 令名蒙面人 吓得急忙横起手中的 开山刀向上招架 二轮中就听 咣当一声脆响 那么宽的开山刀 竟然被狭窄的 唐刀一削两截 唐刀去世不减 在蒙面人的胸前 划开一条长长的斜口子 蒙面人闷哼一声 扑倒在地 鲜血在他的身下 迅速蔓延开来 他的四肢 还在不断地抽搐着 由红十八大头阵 红家影卫在 人山人海的蒙面人当中 硬是杀开一条血路 冲到了墙角这 玉小姐 看清楚浑身是血的 玉连亭 还有他身边已然是 强弩之末的 两名玉家影卫 红十八眼睛通红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 再多问什么了 他一把抓着 玉连亭的手腕急声说道 我们带你出去 他侧头又喝道 保护玉小姐 玉连亭和他身边的影卫 也都认识红十八 看清楚来人是谁之后 那两名苦苦支撑的 玉家影卫再坚持不住 其中一人倚靠着墙壁 滑坐在地 再看墙壁上 被蹭出了一道长长的 触目惊心的血痕 这名影卫失血过多 已连站起来的力气 都没有了 另名影卫比他还强一些 起码还能拿得起刀 还能支撑起直立的身体 他先是看眼 坐在地上的同伴 又转目看向红十八 喘息着说道 兄弟 亭小姐就交给你了 说话间 他双手持刀大吼一声 主动冲向蒙面人 最为集中的地方 红十八等人看得无不动容 玉家影卫当真都是死士 红十八自然不会让 这名玉家影卫白白牺牲 趁着他吸引敌人注意的机会 断喝一声 走 说着话 他拽着玉连亭的胳膊 向窗户那边冲杀过去 想从正门杀出去 根本没有可能 即便在包房里 都能看到包房外面的走廊 人头拥有 数都数不清 到底有多少人 红十八等人 保护着玉连亭 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 即便如此 当他们冲到窗前的时候 每个人的身上都挨了好几刀 包括红十八在内 终于来到窗前 红十八片刻都未迟疑 剑步跳出窗户 紧接着他回手 拉住玉连亭的衣服 几乎是把他从窗内硬拽出来的 另有两名红家影卫也跟着跳了出来 可余下的两人便再没有机会跳出窗户了 两人的身影只是一瞬间便被淹没在蒙面人的人海当中 成功逃出包房 不代表他们就已经脱困了 玉连亭红十八四人 刚到外面的庭院中 就见庭院的前后两个出口 各冲出来无数个蒙面人 另外包房里的蒙面人也顺着窗户 源源不断地追杀出来 靠 红十八怒骂一声 向身边两名同伴震喝道 杀 说话之间 他一手持刀 一手死死拉着玉连亭 向庭院的后面冲杀过去 双方刚一接触 红十八便横刀架住三把片刀 不等对方收刀 他手臂向外一挥 唐刀的刀尖 在对面三名蒙面人胸前划过 三人痛叫出声 两枪而退 红十八跨前两步 轮刀劈砍 咔嚓 唐刀雨迎面而来的片刀 在空中碰撞 片刀应声而断 红十八迟刀顺势将对方 刺了个透心粮 趁着对方倒地 他再次跨前一步 现在的局势 当真是寸步难行 他每迈出一步 都是以杀退对方一人为代价 可是人的体力终究是有限的 不可能长时间的一直持续爆发 渐渐的 红十八的体力也开始支持不住 更要命的是 后面的追兵已经杀到境前 和他一起的那两名红家影卫 只能舍弃向外冲杀 跑到后面去断后 在交战的人群当中 当当当的铁器撞击声不绝于耳 不时有血水从人群当中喷溅出来 红十八举目往前看 后院门的门外也都是人 现在他算是深刻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双拳难抵四手 豪虎架不如狼多 越站下去 红十八越是绝望 对方的人数实在太多 多到杀都杀不尽 砍都砍不完 不止红十八绝望 玉连亭也绝望了 他明白 对方真正的目标就是自己 他转头看向身边的红十八 气喘吁吁地说道 是吧 你找机会逃出去 不要再管我了 红十八迟到又挑翻了两名 冲到镜前的蒙面人 他转头看眼玉连亭 一字一顿地说道 换个交代 要我保护好玉小姐 就算是死 我也得死在玉小姐前头 红家就不出贪生怕死的懦夫 说着话 他将玉连亭的胳膊抓得更紧 大吼一声憋足了力气 再次全力向外冲杀 刀在红十八刀下的蒙面人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 红十八也记不清楚 自己身上总共挨了多少刀 即便他手中那把千锤百炼 打造而成的糖刀 刀锋都已经砍成了锯齿状 现在 他完全是靠着意志力在支撑 脑袋中只剩下一个信念 就是把玉连亭活着带出去 完成欢歌交代给自己的任务 可惜啊 现实的情况不是靠红十八的意志力 能改变得了的 他带着玉连亭虽然拼死向外冲杀 但却连院子的后门都未能冲出去 反而被后门外杀进来的蒙面人 逼得连连后退 最后 玉连亭红十八 还有另外两名红家影卫 被困在庭院的正中央 在他们的四周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手持力刃的蒙面人 把他们四人圈在当中围了个水泄不通 人群里有人喊话 你们几个也是条汉子 只要你们肯把玉连亭交出来 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们三人一条生路 他话音刚落 一名玉迦影卫怒吼一声 对着话音传来的方向 将手中刀狠狠置了出去 钢刀化作一道电光 没入一名蒙面人的胸膛 他的出刀也激怒了周围的众人 只是不等蒙面人上前 这名红家影卫已率先冲了上去 双方接触到一起 红家影卫双手向上请起 架住一名蒙面人持刀的手腕 顺便把对方手中刀硬夺过来 紧接着回手一刀将其砍翻在地 前方又涌过来更多的蒙面人 他侧着身形咆哮着用肩膀顶住对方 同时另只手拿着开山刀向前连刺 同样的 对面的蒙面人也在持刀向他身上连刺 扑扑扑 刀锋入体的闷响声 此起彼伏都快连成了一片 最后 这名红家影卫和对面的几名蒙面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倒地 在他们的身上全是被利刃捅出来的血窟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74集 红家影卫这边倒下一人便少了一人 反观对面的蒙面人倒下几个根本不受影响 很快便有人上前把倒在地上的人拖到人群后方 庭院内始终都保持得很干净 起码地下除了血迹外 看不到一具尸体和一名伤者 眼瞅着又是一名同伴死于对方乱道之下 另一名红家影卫看眼红十八 嘴角勾了勾 震声说道 十八 兄弟也先走一步了 说着话 他深吸口气 大步向对面的人群走了过去 叮叮当当 激烈的对战之声乍起 刚开始在外面还能看到这位红家影卫的身影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蒙面人蜂拥而至 举目再看 他的身影也完全被淹没在人海里 虽说还能隐约听到人群当中传出来的打斗声和惨叫声 五名红家影卫 现在只剩下红十八一人 他握着刀的手都在抖 不是害怕 而是出于恨 当一面的蒙面人开始向他逼近过来时 红十八想都没想 将玉莲亭拉到自己身后 他低垂着头 用糖刀的刀面轻轻拍打着小腿外侧 目光上跳 凝视着对面一步步走来的众人 说道 你们想要玉小姐的命 就先从老子的尸体上踏过去 即便身为敌人 但无论是玉家影卫还是红家影卫 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以及意志力 都很让鸿门这边的人佩服 走在前面的一名蒙面人 对上红十八阴冷冷的目光 宁生说道 既然你想成人 我就祝你成人 说着话 他一挥手中刀向左右鹤道 做了他 随着他一声令下 十数名蒙面人 齐齐高举片刀 向红十八冲了过去 红十八深吸口气 从衣服上快速撕下一条 将刀瓣缠在自己的手上 然后他迎着众人反冲上来 当朗 空中乍现出一团火星子 红十八挡住片刀的同时 下面一脚踹了出去 正踹在那名蒙面人的下体 后者怪叫一声 弓着身子倒在地上 红十八片刻都未耽搁 旁刀向左右连挥 两名蒙面人中刀倒地 红十八的身上也增添两条新的刀口 他没有那么多的体力 又去挡刀又去攻击 他现在只能与对方一刀换一刀了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身形 把自己受的伤害降到最低 而让对方所受的伤害最大化 现场的战斗也彻底变成了血战 随着倒在红十八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他身上的刀口子也同样越来越多 多到让身为敌人的红文人员都看得触目惊心 难以想象 一个人在身中这么多刀的情况下 怎么还能继续战斗 还能屹立不倒呢 刚才和红十八对话的那名蒙面人 看到几方的十多个兄弟全部倒下 他咬紧牙关 握紧刀瓣 一步步向红十八走了过来 当两人之间距离只剩两米时 这名蒙面人突然发难 身子向前直窜出去 与此同时开山刀向前横扫 对方的来势汹汹 让红十八浑身寒毛都树立起来 他大喝一声 回到招架 咔嚓 咔嚓一声 狭长的半截刀身 打着旋飞到半空当中 再看红十八手中的糖刀 只剩下半截 而他的胸前多出一条长长的 深可见过的刀口子 普通 红十八眼睛瞪得好大 身子却不由自主地担心跪地 他急忙将半截糖刀刀身用力向下一插 支撑住自己不堪重负的身子 鲜血顺着他的一脚裤腿 如水流一般流淌到地上 啪 半截刀身摔落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手持开山刀的蒙面人低头看了看 这半截糖刀都找不到完好无损的地方 已完全卷刀了 他冷哼一声 提着开山刀走到红十八进前 悠悠说道 刚才我已经说了 你想成人 我就助你成人 说话之间 他慢慢将开山刀举起 对准红十八的脖梗 全力劈看下去 刀锋在空中化成一道电光 挂着刺耳的呼啸声 就在开山刀 马上要劈中红十八的脖梗之时 突然间 鞋侧里一把钢刀向他猛刺了过来 直取他的肋侧 蒙面人心头一惊 顾不上再去斩杀红十八 全力向后跳跃 不过 他还是稍慢了一点 刺过来的钢刀 将他的肋侧 划开一条口子 落地后 蒙面人身子厚仰着 又倒退了几步 稳住身形 他摸了摸自己的肋侧 手掌黏乎乎的 低头一看 张心里全是血 他双目爬满了血丝 恶狠狠地挑起目光 看向对面 刚才出手救下红十八的人 正是玉莲亭 蒙面人眼中杀机顿线 自己在道上横行霸道 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 伤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他冲血的眼睛 恨不得要把玉莲亭 生吞活泼了似的 咬着牙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今天老子 要把你大谢八块 说着话 他提着开山刀 静止地奔向玉莲亭 也就在他奔直玉莲亭 进前 开山刀已然高高举起 正准备向下劈落的时候 人们就听头顶上方 传来砰的一声闷响 冲到玉莲亭面前的 那名蒙面人 身子猛然一震 高举的开山刀 再也未能劈砍下去 当狼 开山刀从他手中坡落 掉在地上 他脖子僵硬地 慢慢低下头 只见自己的左胸处 多出一个血洞 鲜血正顺着血洞 鼓鼓地冒出来 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身体里的力气 好像一下子被吸干 他将站在原地的身子 直挺挺地 仰面倒了下去 人们下意识地 纷纷抬头往上看 也直到这个时候 人们才发现 正有三架直升飞机 飞行过来 三架直升飞机的舱门 都是打开的 看不到坐在机舱里面的人 但能看到探出机舱 长长的枪筒子 这三架突如其来的直升飞机 让在场的蒙面人 无不是大惊失色 人们稍愣片刻后 不敢再耽搁 一股脑地向御连亭冲过去 打算先把他砍死再说 不过 此时的他们已经 失去了最佳时机 三架直升飞机 就悬停在人们的上方 三只枪筒子 不断地喷射出火焰 向下连续射击 冲到御连亭 进前的蒙面人 连出刀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从空中 飞射下来的子弹 纷纷击倒在地 如果说这三架直升飞机 已让蒙面人方寸大乱 那么接下来 从外面攻杀进来的枪手们 则彻底击溃了 蒙面人的心理防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永生 人生得意 无尽欢 作者六道 领衔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75集 这些枪手 骑马得有数十号人 个个都是武装到了牙齿 他们外面穿着 黑色的防弹背心 里面是黑衣黑裤的 统一着装 脚上是黑色的皮靴 手中端着的是 轻衣色的 微型冲锋枪 他们这身装备 如果再给家顶 刚亏的话 那就是特警特种兵的 标准配备了 这些枪手的出现 几乎是一瞬间 便击溃了蒙面人 为数众多的蒙面人 在大火力枪械面前 吓得四散奔逃 刚刚还人满为患的庭院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便以人去楼空 地上只留下 十多名重担不起的 伤者和死者 枪手们冲进庭院里 没有去追杀逃走的蒙面人 而是先把玉莲亭围住 保护起来 人群中 一名黑衣人走出来 站在玉莲亭面前 面无表情地问道 靳小姐 你没事吧 玉莲亭拢目细看 站在自己面前的 这个黑衣人 过了片刻 他缓缓吐出两个字 良明 说完对方的名字 他眼前猛地一黑 人也随之向后摔倒 黑衣人手急眼快 将昏迷过去的 玉莲亭接住 先是探了探他的脉搏 而后将玉莲亭 打横抱起 对四周的黑衣人 冷声说道 赶快清理现场 说完 他抱着玉莲亭 快步向外走去 玉莲亭 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他只记得 自己在昏迷之前 看到了六合的人 当他苏醒过来时 人已经是躺在一间 巨大又豪华的卧室里 床铺的旁边 还放着铁架 架子上挂着吊瓶 他想要从床上坐起 可是刚一动 浑身的骨头 就如同散了架似的 没有一处是不疼的 他躺在床上 忍不住身影出声 你醒了 不远处传来说话声 玉莲亭 扭头一瞧 只见梁腾飞 正坐在床铺附近的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手中还拿着个pad 梁 梁先生 玉莲亭声音虚弱地说道 梁腾飞先把pad放到一旁 而后挺身站起 走到床铺旁 低头看了看玉莲亭 似笑非笑地说道 那么混乱的场面 玉小姐只中了三刀而已 我该说是玉小姐的运气好呢 还是该说是 玉小姐身边的人 把你保护得太好了呢 他们 他们的运气就没有玉小姐这么好了 死了八个 唯一活下来的那个 还在医院里抢救啊 听说光是逢针 就是几百针 梁腾飞慢悠悠地说道 玉莲亭艰难地抬起头 看了看自己的身上 她的衣服已经全部换掉了 此时穿着一身宽大的白衣白裤 不等她开口发问 梁腾飞说道 不用担心 你的衣服都是家里的佣人帮换的 你身上的伤口 医生也帮你处理过了 不用怀疑梁家人医术啊 比大医院医生要强得多啊 保证不会在玉小姐的身上 留下伤疤来 啊 对了 梁腾飞恍然又想起什么 语气轻快地道 我已经帮你通知了静欢 相信静欢很快就会从SZ赶回S室 所以 玉小姐就安心地在我这住下吧 说到这儿 梁腾飞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勾了勾 要如何拉拢永冠 要如何让永冠站在自己这边 帮着自己一同去对付鸿门 以前她想破了脑袋 都想不到合适的办法 嘿嘿 这一次也不知道鸿门自己 是到底吃错了什么药 竟然突然把矛头对准了永冠 非要置玉连亭于死地 这不是天柱六合又是什么呀 梁腾飞想想都觉得好笑 欲望相争是渔翁得利呀 静欢已经知道了 玉连亭虚弱地问道 啊 是我通知她的 梁腾飞好奇地又问 玉小姐啊 你是怎么得罪的鸿门呢 她还真挺好奇的 这次鸿门出动这么多人 设下埋伏 摆明了就是非要弄死 玉连亭不可 她很想知道 玉连亭和鸿门之间 到底有什么过节 鸿门 玉连亭面露疑惑之色 她不确定地问道 梁先生 你的意思是 这次伏击我的人 都是来自于鸿门 梁腾飞点点头 狐疑地道 没错 玉小姐该不会知道 现在还不清楚 他们的身份吧 玉连亭苦笑着摇了下头 自己和鸿门毫无瓜葛 更谈不上存在什么过节 她也想不明白 鸿门为什么要对自己 下此毒手 她沉默片刻说道 关键时刻 是梁先生派人救了我 在她昏迷之前 她看到的最后一个人 就是梁明 如果说伏击她的人 真是鸿门 那么六合来的人 也未免也太及时了 这不得不引起 玉连亭的疑心 梁腾飞自然能听得出 玉连亭的话外之意 她淡然一笑问道 玉小姐 多少也清楚一些 六合和鸿门的关系吧 玉连亭点头 表示自己是有所了解的 梁腾飞继续道 作为劲敌 六合自然要关注对手的一举一动 这次鸿门的S室堂口 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人员调动 如果六合还一无所知 毫无察觉 那六合这边负责收集情报的人 就该卷铺该滚蛋了 她这么解释是能说得通的 事实上也的确如她所言 六合先探出来 在鸿门的S室堂口有异动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 六合派人又继续仔细打探 这才发觉 鸿门堂口的异动 并非是冲着几方来的 而是冲着玉连亭去的 如果鸿门对付的是旁人 六合根本不会插手 梁腾飞也从来不是个好管闲事的 但鸿门对付的是玉连亭 梁腾飞就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如何才能让吴敬欢和自己 联手一处共同对付鸿门 这样的机会 梁腾飞找都找不到 现在鸿门主动给自己 创造出这样的机会 梁腾飞又哪能错过呀 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后 梁腾飞第一时间派出心腹良明 让他带人去营救玉连亭 生怕己方这边动作慢了 救出的不是个活人 而是具尸体 六合也特别动用了关系 临时调动了三架直升机 玉连亭叹了口气 向梁腾飞勾了勾嘴讲 说道 这次多亏有梁先生出手营救 多谢梁先生了 梁腾飞乐了 含笑道 玉小姐不必客气 我与静欢有兄弟之意 说起来 你还是我弟妹呢 玉连亭若不是吴静欢的未婚妻 梁腾飞根本就不会在意他的死活的 看了看手表 梁腾飞说道 弟妹在这儿安心休息 我就不多打扰了 说完话 他又向玉连亭点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等他离开 玉连亭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 倦意席卷而来 昏昏沉沉的又睡了过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 人生得意 吴静欢 作者 六道 领先演播 狐狸 神尹 每晚八点更新 点击订阅 别错过 第1076集 梁腾飞下楼 走到一楼大厅里 梁明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见他过来 立刻站起身形 躬身失礼 先生 向他摆摆手 示意他坐 梁明站在原地没动 等梁腾飞落座之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坐下来 梁腾飞接过女佣 递过来的茶水 喝了一口 向对面的梁明说道 这次你做得不错 虽说 没把玉莲亭 安然无恙地救出来 但起码也是救出了火口 听闻这话 梁明又立马站起身 捶手说道 是属下失智 还请先生责罚 梁腾飞笑了 翘着二郎腿 老神在在地说道 梁明啊 我现在不是在责备你 而是在夸奖你啊 梁明是梁家人没错 但和梁腾飞是比较远的宗亲 他能得到梁腾飞的信任和重用 除了能力 出众之外 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谨小慎微 态度上的毕恭毕敬 让梁腾飞感觉很舒服 很受用 有查清楚 这次鸿门为何要对玉连亭 下次毒手吗 梁明正色道 先生 不久前 S10汽车集团的总经理秦长和 曾经约见过冯饶昆 梁腾飞扬了扬眉吗 不明白鸿门对玉连亭下手 和秦长和约见冯饶昆 有什么关系 梁明解释道 秦长和的儿子秦玉川 和玉连亭有些纠葛 后来持枪去找玉连亭寻仇 反被于家影卫当场杀死 而秦长和和冯饶昆 是多年的老交情 他约见冯饶昆 肯定是为了替儿子报仇的事 梁腾飞眨眨眼睛 过了片刻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的意思是 这次鸿门对玉连亭出手 不是鸿门高层的意思 而是冯饶昆这个分堂主 自己做的决定啊 原因就是要为秦长和 保丧子之仇 梁明点点头道 根据我们这边的调查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梁腾飞直勾勾地看着梁明 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边笑边说道 哈哈哈哈 千里之地溃于以学 鸿门的这位分堂主 还真是个人才啊 祝我们六合一笔之力的大人才啊 哈哈哈哈 梁明也是颇为感触地说道 大事件 大事件往往都是始于一件小事 在蝴蝶效应之下 小事情会越变越大 越变越复杂 最后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大事件 梁腾飞耽耽耽耽肩又问 哎 吴静欢已经离开SZ了吗 是 已经在回S式的飞机上了 梁腾飞身子向后倚靠 慢悠悠地说道 接下来我们就有好戏看了 梁明应了一声 他眼珠转了转 话锋一转问 先生 玉小姐伤势如何了 周医生已经帮她处理过伤口了 希望不会留疤 像玉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 如果身上留下刀疤 实在是让蒲玉蒙尘 说者或许也不是无意 听者呢更是有心 玉莲庭的确是个很漂亮 又很吸引人的女人 即便是月女无数的梁腾飞 也很少能够遇到像玉莲庭 这么有魅力的女人 而且现在她就躺在自家的楼上 她若是想对她做点什么 易如反掌 不过 她的心里刚刚才冒出这样的念头 便被她的理智打消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女人 对她而言都太容易得到了 而像永冠这样有实力的盟友 则是太难得了 自己实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人 给六合和永冠之间 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这太得不偿失了 她打了个哈欠说道 时间太晚了 我也累了 梁明啊 你先回去吧 梁明偷偷看了眼梁腾飞 不知道她是想对玉莲庭做点什么 还是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不过更多的话 她就不敢再继续问了 她毕恭毕敬地 躬身说道 先生早点休息啊 属下先告退了 啊 梁腾飞拿起茶杯 将茶水一口喝干 梁明走后 梁腾飞也没有立刻起身回房休息 等庸人走过来为她添茶水的时候 她转头看了眼她 这位女佣年轻又漂亮 身材也匀称修长 当她倒茶水的时候 梁腾飞抬起手来 顺着她的裙摆摸了进去 女佣的身子僵硬了一下 不过还是坚持把茶水倒完 等她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梁腾飞拉住她 嘴角勾着柔和的微笑 说道 今晚你陪我 听闻这话 女佣脸色煞白 身子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为何说梁腾飞和陈锋的总经理 李松臭味相投 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变态 被梁腾飞弄残 甚至弄死的女人不在少数 其中也包括几名被梁腾飞 看上的梁家女佣 此时听闻梁腾飞 要自己陪她过夜 这名女佣当然是满心的恐惧 可惜她逃不掉啊 这里是梁家 梁腾飞在这儿就如同帝王一般的存在 没人敢违逆她的意思 吴静欢从SZ赶回来的速度很快 天刚蒙蒙亮 他就抵达了S市 乘车直奔梁家的老宅 梁家老宅和玉家老宅一样 都不在市区内 不过梁家的老宅位于两个方向 相隔甚远 吴静欢是第一次来梁家的老宅 在距离梁家老宅还有两里远的地方 就已经进入梁家的私人领地 公路修得宽敞平坦 向路边看 能看到农田 牧场 以及刨马场 梁家的老宅更像是一座大型的私人度假村 在吃喝用度上很大程度可以自给自作 通过三个路障 吴静欢乘坐的汽车才抵达梁家老宅的院门 院门是自动的 车子刚停下不久便缓缓打开 进入其中和玉家老宅一样 院子辽阔的几乎看不到尽头 汽车行驶了一会儿才来到老宅的别墅前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吴静欢推开车门走下车 便听到别墅的大门里传出爽朗的招呼声 哎 静欢 你总算是来了呀 随着话音 还穿着一身睡衣的梁腾飞 从门里快步走了出来 吴静欢愣了一下 含笑说道 梁兄啊 两人碰面之后 吴静欢和梁腾飞握了握手 后者恍然想起什么 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睡衣 不好意思地说道 静欢啊 听说你来了 我连衣服都没来及换呢 便从房里跑下了楼 你不会介意吧 不管梁腾飞是不是装的 单凭他这份睡衣相迎的礼数 还真挺让人感动的 吴静欢一笑道 我感激梁兄还来不及呢 哪还会介意啊 边和梁腾飞走进别墅的大门 吴静欢边说道 这次若不是梁兄及时出手搭救 只怕婷婷是难逃此劫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